吴成略一思考道,这藏匿人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绝迹不会藏在草垫树林里头,多半是藏在哪一处的房子里。 南院内房屋众多,光是雅鼠,直房和屯锁就有上千座房屋,内部还散落着数百斤空置或者荒废的官房和寺庙。 若是我就把人藏在寺庙里,屯锁大多废弃,且现在多是无法无天的阴人们居住,藏在里头第一不利于保密,第二容易惹出是非。 鸭鼠直房人多眼砸,刷一钉钉又多是本地的混子很容易泄露消息,所以也不会藏人。 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南院里的寺庙。 袁林宫,李如峰摇头,那是赤剑公关,他就在大洪门不远处,宫里头太监常来常猛的,里头猫抓的只耗子精尸里都能知道如何藏得了人。 总雕头有所不知,除了这袁林宫,里头的饲料宫殿有十多座呢,您老只知道最有名的而已。 李如峰还是头一回知道,差了一倒,这里头除了皇亲国戚和海户,谁都不能进去,寺庙里的和尚倒是吃什么? 原本是吃官家的,无成道,只不过皇上不去远夕,里头的日子也颇为艰难,荒废了不少,把人藏在里头最是安全不顾。 他将院仙内的寺庙公关一一夺列出来,有关地庙、七圣庙、土地庙、真武庙、龙神庙、药王庙、龙王庙、马神庙、地藏庵、菩萨庙等等。 认真书一数,大约连二十座都不止,全是官府陆续建造的。 这是太多了,李如风皱眉道,且不说人在不在,就算在。 这些寺庙分散在南院内各处,臣不疏索一遍都要费许多功夫,时间久了必然会惊动看票的人。 这些寺庙大都没了主持,连和尚道士也没有,若是要藏你人口,没一个窝家岂不是很不方便? 李如风明示无成片刻道,老吴啊,我看你这道士当得很不毛事。 江湖的套路不过如此,就算不入此门,看多了自然明了。 吴成道,这么一看,能藏匿的四官不顾五处,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宁幼庙。 宁幼庙就是土地庙,为四海子土地之神而斥剑,落在乡村之中。 多是路边的砖石山坎而已,考究的也不过一游房屋而已。 南院里的土地庙却大不相同,有山门三拥,大殿三拥,后殿五拥,东西配殿各三拥,十分的气派。 因为是土地庙,主持的道长又原是宫里头的太监,所以每月还能从宫里头领些千米为尺,他的位置距离亮英台不远,地处偏僻。 等闲不会有人去,但是出门的交通又很疯癫,还有几座寺官亦有可能,但是宁幼庙的位置最好,成就从这宁幼庙开始查。 自打把冷元老请来已经是第几天了,周乐枝忽然问道,刘昭一愣含糊道,快半个月了吧。 已经二十天了,周乐枝用扇子轻拍掌心,皱眉道,后续的信件送了吗? 已经送了,为何到现在依旧没有半点音讯,漠不成这冷元老他们是不要了不成,周乐枝的眉眼中透出吸血的焦虑。 关山阻碍,来去交通费时费力,这姓乌的也不敢做主,总得请示林高才能有决断。 何况此事事关重大,昏贼说不定还会派人过来主持大局,一来一去, 总得半个月以上,此事能在两个月内有结果便算是快得了。 刘昭宽慰他道,周乐枝勉强点了点头,地狱的阻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何况还有澳洲人内低效的体系,大政并不能省工独裁,得众人讨论投票, 相议和这样的话题,不讨论上十天半月,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虽说师父说过很多这种群艺而觉得好处,但是在周乐枝看来, 昆贼的内耗极重,若不是这奇葩的群艺之质,而是有个皇上或者权相, 大约他们早就打到江南了,说起来这也是罢名之福。 先生,您说这文贼能答应一和吗?刘昭颇有担心,约有六成的把握, 周乐知道元老地位尊贵无比,并非贵气全患可比, 只要有冷宁云在手,汉们就不得不忌惮三分, 就算敷衍也得做做样子,可是,没错,于朝廷而言,这不过是苟言残喘, 多过只要能撑得过一时,事情说不定就如转机, 昏贼内部党争吉利,任何事情都可用来彼此攻坚。 冷宁云的事情,不论最后如何收场, 元老院里不朝上七天七夜,他是不会了解。 周乐之鄙夷的一笑,据我所知, 魂贼内部颇有不愿与朝廷开战, 要去南洋东洋劫掠子女玉伯代, 如今冷宁云被抓,正是他们的绝好借口, 就此转向也有未可知。 真有此事,刘昭惊讶道,周乐之点头, 此事千真万确,而且魂贼虽夺得两广之地, 花费的物力财力却是不计其数, 军力名利已到极限,故而南下之意尘销至上。 朝廷如今的局势,说是四面楚歌也不为故, 只不过如今朝廷政令尚能四通八达, 若有喘息之机,朝中就有能人入阁, 说不定还有机会。 您老说的,目非是前些日子来拜访老姨的张先生吗? 自然是他,冷宁云道, 别看张先生没有一官半职, 他的势力却不必隔尘小, 就是我们这位温相, 看到他也得客客气去的。 温相的意思也是想辅。 是,只是他不敢这般表态, 周乐之道最想辅的人大约就是皇上本人, 只是他自己于是绝技不能说出来的, 让温相联络几位大臣一起上书不就是了? 温相不敢,周乐之道, 此事太商朝廷颜面, 温相这些年朝中树敌有多, 他若是上书一和, 只怕要被朝义的吐沫淹死, 偏添皇上诱。 他没有说下去, 刘昭却知道他的意思, 他想没想到, 这也未必, 温相入阁七年, 皇上不顾朝义一力为户, 众人都说皇上是遭温礼。 此时不同往日, 如今温相的位置也不太稳了, 周乐之道, 温相若不再小心些, 只怕这个首府之位做不到明年了。 刘昭对他的预言虽然已经习惯, 但是他这轻撩淡写的一句, 已然令他心生敬畏, 因为这些年于朝局大事, 周先生的话从没落空过, 如此说来, 还有谁能提意腐乎? 谁提并不要紧, 关键是朝中要有足够的人支持, 押出主战一派, 还得有人在宫里皇上面全维护合一的大臣, 医术说看, 这难不难? 这岂不是还要敷衍宫中的全患? 正是如此, 周乐之笑道, 先生这是要为人之不能为, 就招拍了一记马屁。 周乐之淡淡一笑, 他知道这些年来, 他在王毅浩集团中的地位日益, 上升, 原因不外乎他能看懂师父留下的天书。 说起来, 王老爷如今采取的行动, 多少也和天书上预言的内容有关。 大明大厦江青, 一旦倒下并非改朝换代, 而是华夏的万劫不复。 但是这些和刘昭这些人是说不明白的, 他们只是工具而已, 说得太明白了, 反而吓坏了他们。 刘昭道, 若是魂贼主动提出合议, 朝天的颜面也顾及到了, 就算条件高学, 皇上也不是不能接受。 正是如此。 正说着闲话, 忽然有个少年跑了进来, 在刘昭耳畔低声说的几句, 刘昭一愣, 问道, 真的, 周乐之知道, 这少年是刘沙收的弟子徐荣, 孤儿出身, 平日里一直跟随在师父身边, 只有他住外地的时候才留在京师。 徐荣点点头, 随后行了个礼, 退了出去。 什么事? 周乐之关心地问道, 刘昭现在是行动的总指挥, 他的一举一动都史观成败。 刘昌没有派人送信来, 刘昭忧心道。 刘昭去了通州之后, 三天一次会派人到京师送信, 与刘昭交换情报, 协调行动。 今日正是送信的日子, 通州到京师不过四十里, 矫程快的人赶路一天就可打来回, 信叉是起码早晨出发, 中午前就能到达京师的联络点。 这回太阳已过正午, 信差却没有到, 莫非信叉路上耽误了, 周乐之道。 这些天信叉, 送信每次都是五十钱就到了, 刘昭有些担心, 京师道通州, 又是天子脚下的通渠大道, 大白天赶路不会有什么事。 这么一说, 周乐之也有些疑惑起来了, 刘昭这个人行事十分谨慎, 约定好的事情绝不会轻易改变。 明二哥我知道, 他处事最谨慎, 周乐之道, 只是最近的行动多少有些破绽, 我担心。 我马上派人从京里出发往通州去, 沿途打看, 来得及吗? 骑马去, 入夜前肯定能到通州, 刘昭道, 再派二人徒步走, 看前头的人永无一漏, 只是他们来不及晚上到通州了, 那就宿在半途, 明日在赶路。 刘昭走后不久, 周乐之在院子里躲着几个圈子,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遇到心境烦躁的时候, 便以此重方式来舒缓, 这也是师父当初交给他的法子。 他的心境颇为烦躁, 绑架冷凝云, 实则是铤而走险之举, 一旦事迹不密, 不但和谈不成, 自己为王丹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 只怕轻刻便会分崩离析, 澳洲人秉性狡诈, 最甚阴谋刺叹之势, 稍有漏洞便会他们承续而入, 这刘锅突然失联, 狗会是出了什么意外? 想到这里, 他不觉毛骨悚然, 刘莎在此次行动中, 居于核心中枢之位, 一旦有失, 整个计划顷刻便会破产, 不仅如此, 还会危及自身。 当然, 刘靶并不知道他在哪里, 正如他也不知道刘莎在通珠的何处, 但是只要对方抓到了刘莎, 他是不能指望刘莎的忠诚的, 顺藤摸瓜, 总能发现痕迹, 想到这里他不再淡定, 立刻叫了一声王芝, 王芝园在门房里忙碌, 听他召唤立刻跑了过来先生, 立刻收拾行装, 我们离开此地, 王芝一露, 先生, 我们足备未满, 这就走了如何与和尚说, 您还有预约的门诊呢? 你写的帖子挂在门上, 就说我们有急事, 暂时先老家去了, 不日回来, 与和尚说房子给我们留宅, 租金付到年底, 周乐之吩咐道, 多余的东西一概不用, 留在原地便是, 只把要紧的东西带上, 是, 黄芝应了一声, 又追问道, 先生, 我们搬到何处? 去承熙的下处, 安全起见, 除了承南王工厂的旧宅之外, 他又秘密在承熙, 购置了一座小院, 作为紧急时候的藏身之处, 承南的宅邸, 王爷浩集团中的有不少人都知道, 他策划行动之前, 为了安全起见, 他已将家眷悄悄地从王工厂的宅邸迁到此处, 自己在崇孝寺内行医, 作为连络之地, 现在留下落不明, 若是他被抓, 不断承南宅邸, 肯定会被突袭, 这里也不安全, 寺里留眼线, 看有无人过来打听, 周乐之吩咐道, 你再派个人去通居王梁, 是, 先生, 这就是南苑土地庙, 李如风惊讶道, 正是吴城应道, 这庙不是致建的吗, 怎么破落成这般模样, 皇上都百多年没来了, 提督衙门破落得不成模样了, 这赤剑的土地庙, 又有谁会来关心, 吴城颇为感慨, 好歹房子没他, 宁幼庙亦是惨败不堪, 多年前, 当皇帝还时常驾临南苑骑马打围的时候, 这座庙厢火顶盛的寺庙, 但近百十年来, 已经没有人再过问了, 庙虽破败不堪, 但是规模犹在, 树十株骨槐, 杨柳光秃秃地生长在四周, 光秃秃的柳条在寒风中摇曳, 此处地形说不上险峻, 但是四周空荡荡, 竟是旷野和迟爪, 稍微接近一些便会被室内人员发现, 所以, 局里外, 他们便停止了前进, 选择陵木茂密处先行隐蔽, 用望远镜观察, 庙宇看似周围全是草莽旷野, 仔细一看, 北越和东面是大片的迟爪河差, 如今已经上洞, 枯杭的芦苇在寒风中颤动着, 此地距离亮英台不顾五里路, 是南苑离水乡则国, 李如风暗暗心惊, 若是榜票发生在春夏涨水之际, 用不着什么庙宇防射, 只要一条小粥藏匿在这千亩的炉荡之中, 那才叫大海捞针, 眼下迟爪和茶都一上洞, 虽然便立了贼人那上, 却也使得他们无处顿踏, 庙宇的电雨已然成了狐鼠之学了, 庭园声荆棘, 楼阁击尘埃, 顶上开天窗, 小墙献门户, 若是一只无人过问, 必将淹没在茫茫荒原之中, 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这座嵌有十多油电雨的古庙, 里面仍然有可避风雨的地方, 从开辟出来的菜人, 勉强修补过的围墙和天空中, 一缕缕鸟鸟飘散的黑烟来看, 里头依旧有人居住, 此时正是寒冬, 室外无人活动, 从冒烟的烟囱可以断定这里至少有三四间房, 还有人住, 忽然, 寺庙里传来马匹的丝鸣声, 接着又有几声呼应, 里如风一愣, 里头还有马, 无成这回忽然机灵了, 不带他开口便嘀咕道, 哎, 这么有马, 老吴, 这庙里住着几个人, 只有主持和他的两个徒弟, 无成道, 都是太监出身, 主持年岁很大了, 徒弟也是过了五旬的人, 在宫里头混了一辈子, 眉慎明堂, 在这里骑身, 领些钱迷勉强度日, 好, 李如风微微有些兴奋, 自由三个人的话, 不可能有三四处取暖的火炉, 虽说南院里柴火不难找, 但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捡柴也不易, 不可能如此的浪费, 好个屁, 无成只穿了一件, 打了许多补丁的破棉袄, 总算标局里给他件羊皮, 北兴才有勇气在这世界上野地里来, 可是局势镇老羊皮北兴, 也抵御不了北国旷野上的刺骨寒风, 冻得他瑟瑟发抖, 用袖口擦着清水鼻涕, 你老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赶紧去下一家, 别着急啊, 李如风黑黑一笑, 这澳洲的望眼镜真好用, 好几里地看过去都是清清楚楚的, 大约是天寒地冻的关系, 寺庙外围并没无暗哨的痕迹, 但是在寺院破败的门楼之上, 他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黑衣人, 蹲在破烂的逆扇后面, 面前还有一个小火炉, 不时地搓烧哈气, 一座破庙, 三个穷苦的太监道人, 显然没必要专门雇人放哨, 这是何许人也, 已是悦然至上了, 他当下示意手下, 分三面抵径观察, 三名标师立刻前身而去, 无成见诏一惊, 低声道, 总标头, 您老这是要, 有大事, 李如风道, 若是成了, 少不了你的一场富贵, 这者, 这无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若要厮杀, 小的最好处不要也罢, 他刚想说走, 见李如逢, 已是满眼的杀气, 顿时把话又生生地吞了回去, 尿里最多能住多少人, 他历声问道, 二十几个, 二十一个还是二十九个, 冬天的话, 最多, 最多能住二十个, 无成结结巴巴道, 除了正门, 还有哪里可以出入, 无成愁眉苦脸道, 后面有一处门壶, 坍塌之后, 主持便将其堵塞, 东西两面各有一处腰门, 也是每日所必的, 你上次来这里有多久了, 入冬之后, 平道就没再来过这里, 此地荒僻, 有用, 又没什么油水, 是吧, 您老明见, 平道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李如风此刻已经确定, 冷凝云就藏在此地, 只是他探访南院, 只带了七八个标识, 入室里头有二十个, 他是没有把握一举拿下的, 里头的人还有马匹, 若是把冷元老拥上马背, 绝尘而去, 他们这些人是绝技追不上的, 过了小半个时辰, 派去侦察的三个标识回来了, 报告说北、西、东三面均无一样, 尿外没有岸上, 三处门户也都关闭着, 后门那码头有一条船, 已经冻结在迟早内, 李如风当即留下三人, 原地监视, 自己带着其他人去最近的道路离开南院, 他要去调集人手, 庙宇破旧, 防射稀少, 里头又聚集了不下二十人, 想要悄无声息的暗中偷袭几乎不可能, 未经之计只有聚集起优势兵力一鼓作气打进去, 才能护得了冷元老的平安, 好在对方把冷元老视作骑护, 不会轻易动杀机, 只要几方动作足够快就行, 他当下立刻派人快马赶去海淀通知廖三阳, 一面出调人手, 通知廖三阳并不是要他赶来增援, 而是让他看见了银子, 根据明展链小组的情报, 敌人对庄子里的银子垂涎三十, 还要智取, 不得不多加小心, 和林盛连标诗带外雇的人有一百多人, 有三分之一都在海淀的庄子上开守银子, 还有十多人在德龙泉庄护持, 内里如今有顺天府的封条, 等闲无人敢碰, 不需要太多的人手, 其余五十多人分班在全城各处转悠, 打探线索, 李如风决定不将他们即刻召回, 过于惹眼, 而是等起更之后, 京师每晚照例宵敬, 外出的标诗要回到标局来, 等日傍晚由标诗来报, 送信的标诗并小八子回来了, 李如风暗暗奇怪, 廖三娘有口信, 大可叫送信的标诗带回来, 刻意叫这少年回来做什么, 总标头小八子功神作义, 我带来了廖三娘子的口信, 说吧, 他一字一句复述了口信, 三娘子已知道原委会小心看守, 请总标头放手去做, 知道了李如风点头, 你且去休息, 三娘子还说了, 请总标头提携, 说吧, 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李如风一愣, 当即明白廖三娘的用意, 笑着轻轻踢了一脚小八子, 你个猴崽子, 几天不见, 抱上三娘这粗腿了, 还请总标头逞拳, 小八子大声道, 好, 李如风点头, 我答应你, 你且去睡觉, 当晚二刚刚打, 李如风忽然传来标局的管事人, 老郑, 关掌火房, 按人头做饭, 每人半斤炖肉, 两斤白面饼子, 再预备五十个酒葫芦, 都灌满烧刀子, 做饭, 老郑吃了一惊, 标局夜里不做生意, 更不出门, 以免招惹是非, 不错, 做饭, 李如风却惊鸿有神, 气室灵灵, 你派人把各黄里挟着的标诗都叫起来, 全身装束齐备, 预备好家伙, 不许穿戴自豪的衣服, 不许戴私人物件, 不许戴有自豪的兵器, 不许喧哗, 不许点灯, 一刻钟之后, 到大厅见我, 老郑吃今晚标志, 必有大举动, 当即抖擞精神, 先将手下的杂役叫起, 随后安排人逐间屋子叫人, 标局内不算杂役, 但凡可以上阵厮杀的, 不许是标诗, 还是外顾来的打手是55人, 其中有三人, 今日晚间, 或是请假回家, 或是因为来不及赶回而外宿, 在局内自有, 不过一刻钟功夫, 标局大厅里便黑压压的占满了人头, 灯火没有多点, 因此大厅内光显幽暗, 显得面目含糊, 颇为诡异, 李如风一抱拳, 团团做了个一, 各位兄弟请了, 众人知道此时叫人起来必有机密事, 所以并不应声, 只抱拳回礼, 只听得厅内刷的一声, 深更半夜将诸位叫起来, 有一桩大事, 李如风目光炯炯地看着众人, 我不用讲, 大伙也知道, 这一个月来, 咱们标局上上下下都在忙这件事, 众人虽然已经得了命令不许鲜话, 但是此时依旧发出了一阵滴滴的嗡嗡声, 如今消息已经得了, 正是咱们兄弟健身手的时候, 一会我就要带人去救标, 要带上四十个弟兄去厮杀, 我知道大伙都是好汉仔, 人员都想得这个好彩头, 只是标局内不能无人看守, 所以大伙抓揪, 抽到, 得一会与我一起出发, 没出道的留守标局, 说着便有人取了一个罐子, 众人逐一抽签, 不一会儿便将留守的和出击的人分成两对, 一对四十, 一对十二, 不论是抓到去还是留的, 众人脸色很是复杂, 抓到去得人, 自然知道今晚必有一场厮杀, 生死难料, 但是事后主家有重伤, 就看自己有没有命的这场富贵了, 抓到留的固然都用冒着寒风去拼命, 但是明日李兄弟们得胜还潮, 自己也只有眼巴巴地看人家树银子了分了, 李如风看着众人的面孔忽而笑道, 怎么去得怕送命, 没去得怕得不到赏, 这一句惹得厅堂上众人一枕轰笑, 当即有人应道, 谁叫咱把子不好, 不拼命就能拿赏钱的好事轮波到咱, 李如风缓缓道, 这位兄弟说得好啊, 大伙七双冒雪地出去厮杀, 不过是为了碎盈脊梁, 这些年走标的生意, 一日难过一日, 全靠德龙给撑腰, 赏兄弟们一口饭吃, 一家子不受动饿, 体体面面地走到街上, 大伙叫咱一声达官爷, 如今德龙的冷老爷蒙难, 咱们救助冷老爷, 于情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 于礼也是维护标局兄弟们的饭碗, 他停了停继续道, 此次出去救人很是凶险, 兄弟们若是不想去的, 再向绝不勉强, 留守标局一时出力, 说吧, 他又审视众人, 见无人答话, 这才继续道, 这厅堂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不论是正直的标诗, 还是最近来帮忙的好汉, 咱们和连胜的规矩都是知道的, 我就不再说了, 单说这回行动, 德龙吴先生已经放出话来, 若是救票成功, 手工的赏一千两, 这一下整个厅堂都剧烈地骚动起来了, 人人面露贪婪欣喜之色, 李如风很满意这个结果, 把人的欲望煽动起来了, 他们自然会为之薄命, 他继续道, 凡是临阵出力的一律赏一百两, 另有斩杀俘获的一个赏五十两, 有一个算一个啊, 听堂内又是一阵躁动, 原本因为半夜被叫来多少有些困恶而精神不振的标诗们, 此刻一个个蓄赖喷张, 若不是禁止喧哗, 大约这回已经嗷嗷叫的, 要将屋顶都揭掉了, 留守的亦不用气馁, 今晚职业留守的按标诗五十两, 杂役二十两发给赏银, 屋子里的气氛愈发热烈, 标诗们一个摩拳擦掌, 恨不得立刻就出去厮杀, 李如风见气氛倒到了, 增幅大伙先休息吃饭, 随时准备出发, 都饱饱地吃上一顿, 今晚上不但没觉睡, 接下来几天, 大伙都要辛苦一阵子了, 这边火房的厨子抖擞精神, 做出一顿好饭时, 每人一海碗炖肉, 两斤白面面饼, 也亏得是严冬腊月, 后院冷屋子里存得猪肉, 和连胜的举止并不在城内, 而是设在朝阳门外大街的官乡, 朝阳门地处城东, 有迎兵日出之意, 南方的粮食走进航运河, 从通汇河水运至通线, 然后装车, 走朝阳门运入京师, 除了粮食之外, 大运河上运输的大宗货物, 也多走此门, 因而标局设在这里不但便于交通, 也免去成为官房森严的麻烦, 毕竟标局打交道的主要是挪, 李如峰关照把标局内所有马匹骡子都带出来, 四十多人出动, 动静小不了, 若是对方有眼线在附近, 快来马相告, 对方一有防备此事就要跑腾, 只有速战速折, 四十多起初的标局先是牵马缓刑, 直到人马都到了官道之上, 这才翻身上马, 一路朝南急驰而去, 夜里天色莫变, 好在京师周围的官道修缮齐整, 半夜里路上也无行人车辆, 只要大概沿着灰色的路很早便是, 为了便于识别, 每个标师背部和胸前都有夜光条, 因此一路狂奔数十里, 无人迷失走散, 道德南院已是三更二点敲过, 无成早就在标师的护驰下, 在路边等待, 他在野地里待了半宿, 早就冻得面无人愁, 见他们总算感到喜不自胜, 道,总算来了, 这罪你给我一千两银子, 我也不来第二回了, 李如风顾不得和他说话, 问标师道, 宁幼妙情况如何, 一切照旧, 李如风当即下令, 全体穿越坍塌的土墙, 进入南院, 全体下马只带六匹快马, 果体上衔, 其余马罗都留在这里, 李如风命令道, 纵马飞驰夜间动静开大, 会引起里头的人警局, 搞不好还会引来四门的禁军, 所有人猛脸, 路上遇到人见一个杀一个, 他杀起腾腾地下达了命率, 一行人穿林过草, 一路急行, 连吴城也被架着狂奔, 他原是道人, 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只是想到事成之后, 一百两银子, 这才在两个飙尸的扶持下, 勉强跟随队伍, 也多亏有他这个向导在, 白日比飙尸已按照他的指引阎路, 做了夜光记号, 因而队伍行径没有半点单步, 到达宁幼庙外, 正是四更刚过一点, 庙内情况如何, 他再一次问道, 照旧, 李如峰将队伍中几个打头的召集到身旁, 略坐篮台, 袭击发起的时间定在五更天, 此时天色威明, 有利于视野, 里头职业的人也多倦怠, 正等着人交班, 正是人心涣散之时, 尿里头情形不明, 这会时间紧迫, 也来不及探听虚实, 他将手一招, 有人在周围张开黑布账漫, 遮蔽光线, 他打开, 手照在, 将一幅地图铺开, 这是根据吴城的叙述, 绘制的一张宁幼庙的草图, 这庙宇规模甚大, 从山门起, 有三井院路, 不过按照吴老道的说法, 里头能住人的房子, 只有大殿和厚殿, 大冷天的里头看票的, 不会超过二十人, 我估摸着多数看票和票, 都在后院里头, 他用树枝在图上示意着, 就现在所见, 他们在前院山门上有一个暗哨, 大殿屋顶上亦有两人了高, 后院的情况不明, 至少也有一个暗哨, 陈催道, 地方不大, 杀进去并无难处, 只是从这树林子到庙门口足足办理地, 天色已奉明, 兄弟们只要一出林子就会被暗哨发现, 另外周围也无数灵遮蔽, 都能欲埋伏兵, 若是行动不及, 没能包围全庙, 只怕会被他们破围而出, 且他们还有马匹, 若是骑马突围, 我们虽说有马, 纵马追逐只怕是动静太大, 孙长头筑梅道, 最好庙里就一举拿下, 趁着夜色未明, 先埋伏到庙旁, 天色微明, 意气行动, 沉催道, 以明独为号, 我愿意打头阵, 先拿下大殿顶上的暗哨, 他是毛葫芦出身, 上房旁屋最是灵活, 既然毛遂自荐, 李如风自不必围扭他的意思, 登机点头, 老刘, 你带着弓箭手在庙宇周围看着, 出来就设, 不叫走了一个, 刘畅笑道, 这事还用我亲自带, 让小子们去干, 就是我跟着陈爷上屋顶, 给你们压顶驻站, 保准不叫人跑出去, 即将已定, 李如风将手下分成六队, 四名弓箭手看住庙宇东西两侧, 六名标师骑马待命, 余下的人分为两队, 前后门一起杀入, 冬日夜长, 五更敲过, 胜被有曙光, 直到尘时渐静, 东方方又微光, 李如风转脸对着小八子道, 一会你跟着我, 不许一个人混冲乱撞, 小八子点了点头, 满脸凝重, 眼神珠微微透出不安来, 怎么怕呢? 小八子咽了口唾沫, 不怕, 此时视线已轻, 埋伏在寺外的标师并无遮蔽, 事不宜迟, 李如风当即张弓搭剑, 一箭朝天射出, 鸣驴应声飞向空中, 一声音哨笑, 划破冬日的清晨, 早已运动到位的标师们一跃而起, 各持临时秩序的木柜, 朝着宁幽谬冲去, 山门上大殿屋顶, 瞬间都响起了尖烈的竹少之音, 李如风大呼, 快, 山门楼上上惨叫一声, 一人已经重剑坠下, 重重地砸在念前, 山门紧逼, 标师们两人一组, 一人齿木杆在后推送, 一人接力登墙, 三两下便已跃上门楼, 门后立刻响起了刀兵香蕉之声, 惊叫声, 中刀后的惨叫, 不顾片刻功夫, 山门已然洞开, 李如风带着人一涌而入, 前院里倒握着三四具尸体, 一人已经中刀, 正在强根挣扎, 两人拔住山门, 其余人往里冲, 他手中腰刀一扬, 手下标师一个个奋勇争先, 朝着大殿杀去, 沉催第一个爬上大殿的屋顶, 流畅的狼牙剑却比他更快, 一个岸哨提刀应战, 直接被射倒, 沿着屋檐滚落坠地, 另一个原本已经提刀相迎, 此刻是突然丧失了勇气, 朝着眼角退着过去, 沉催奔走屋顶如履平地, 几步追上手中, 扑刀挥出, 瞬间斩却暗哨一条小腿, 汉子惨叫一声, 滚落下去, 只在屋瓦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流畅此刻已经上了屋顶, 一张雕弓一壶羽剑, 略一定, 经便拿定了方向, 蹲距而坐, 左手挥弓, 右手伏剑, 弓弦响出, 剑处似流星, 瞬间便射出了十二只狼牙剑, 后院中原本已经聚集了十多人, 只是流畅这十二只剑向满天流星, 朝着后院落下, 剑仙刀, 闲声和剑使划空而过的笑声吼之, 击二连帆倒了四人, 在一片惊叫惨呼声中, 其他的人一红而散, 却被从三长头率领从后门闯入的飙尸前后夹击, 刀劈枪刺, 尽数杀了一个干净, 李如风带着标诗逐屋搜索, 各房内依旧有残余的匪徒垂死挣扎, 每冲进一间便是一阵刀兵相将, 一直冲到东头第二间, 只见三个匪徒在廊下拼死抵抗, 连孙长头这样历大使臣, 最善战门独路的汉子都被缠住不得脱身, 李如风知道屋里头必有七场, 趁着忙下混战, 自己带着小八子从狼眼下闪了过去, 撞开屋门, 屋子里光影暗淡, 看不清模样, 一入屋门便觉得迎面一股凌厉的风声时来, 李如风急急闪酷, 却是一只锈剑直直地插在门上, 李如风凭着风声位置反手一描刀, 只觉得刀势一致, 一股热乎乎腥甜的液体直喷到他手上, 随后便是一声惨叫, 他连着快速眨把四五下眼睛, 看到屋内炕上蜷缩着一个人, 看样貌正是冷凝云本人, 他大呼一声, 冷掌柜, 炕上人果然一动, 朝着他那边转过身子来, 李如风大喜正要飞身上炕, 忽然屋角又闪出一人, 宁笑道, 老子请来的财神, 谁也别想夺走, 一剑朝着冷凝云刺去, 李如风大惊, 屋内遐想, 这一刀上去他毫无回旋之地, 正惊出一身冷汗, 身边却闪出一条黑影, 猛地拦在对方身前, 挥刀回护, 定睛一看, 正是小八子, 只是对方是大力臣, 小八子这刀虽说已经格挡住了对方的剑身, 却顶不住对方的剑尸, 李如风眼睁睁地看着黑影的剑尖, 直插入小八子的胸口, 小八子, 李如风大惊, 抢上一步, 一刀逼开敌人, 只见小八子胸前鲜血涌出, 瞬间瘫倒在坑边, 他来不及抢救过问, 敌人又是一剑横斩而来, 李如风坑坑一刀格挡住, 不觉吃了一惊, 此人的武功不在自己之下, 他大喝一声, 点字硬, 以此来召唤增援, 这不是讲究公平对决的场合, 他得护住冷凝云, 动起手来, 便出在下风了, 好在对方无形恋战, 见他不敢上前揪斗, 一脚踹开窗格, 飞身窜出屋子, 外头立刻响起了一阵惊呼和激烈的刀剑, 撞击的声音, 李如风顾不上参加混战, 赶紧朝炕上看去, 果然是冷凝云, 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 略显宽大的绵长袍, 发迹略显算乱, 整个云舒适倒还是整齐, 只是完全没有惊喜神, 一脸漠然地靠窝在被褥上, 连眼前的激动, 似乎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李如风知道, 他多半是被服了什么药物, 能让人身体发软, 思维呆滞, 好在这药不会伤及性命, 他赶紧扶起小八子, 见他气息未觉, 赶紧撕开胸前衣衫, 将随身的刀伤药倒在伤口上, 见伤口流血不多, 具有泡沫一出, 杜绝心头一紧, 他在灵高培训的时候知道, 胸头受闯, 一是心脏破裂, 那是当场丧命, 二是伤到了肺部, 若无及时救治, 一样凶险万分, 此时此刻他没有法子可以救他, 空气外头还在厮杀, 只能先将小八子放在炕上, 自己提刀冲了出去, 外头已经站坐了一团, 李如风冲出去, 只见这黑衣人已经连伤两人, 几乎破围而出, 只是被孙长头缠住, 二人纠斗在一起, 不过三五个起路, 黑衣人连攻几箭, 竟生生将孙长头逼退, 纵身一跃, 已然扒上了墙头, 一瞬间便翻墙而出了, 追, 李如风化阴尾路, 空气中响起了 苏苏的雨剑破空之声, 接着便是沉重的坠地之声, 标师们追了出去, 片刻功夫, 孙长头拖着人进来, 一只狼牙剑从背脊上穿入, 另一只却射在小腿上, 背上那只不问可知是徐畅的手笔, 这人的一手好剑法, 他是久温齐鸣, 还是头一回见他的真功夫, 人还活着, 给他包扎, 带走, 此刻, 妙内战斗已渐渐停歇, 标师们正在四下里搜索, 李如风如脱了力一般, 扣在狼岩的柱子上喘着粗气, 他人都是来厮杀, 唯独他担着千军的担子, 若是今日没有找到冷元老, 你或是出了意外, 他只怕是要自尽谢罪了, 大头的标师过来, 禀告说, 尿里战斗已经结束, 各处也搜索过了, 共斩匪人十七, 生群五人, 其中两名, 是女子另有妙里的道人三名, 业意拿下, 折损了几个, 两人战死, 九人挂彩, 他迟疑片刻, 道还有小八子, 只怕是不中用呢, 李如风点头, 打吃上这碗饭, 便经历过多次同伴的死, 心肠早就硬了, 这孩子的遭遇, 却触动了他的心境, 只要没咽气, 就先给他包扎上, 他吩咐道, 关掉大伙, 把这里仔细搜一搜, 特别是文书, 一概打包带走, 我们的人不论死活全部带上, 走不了路的让他们骑马骑炉子, 俘虏走的动的带走, 走不动的都杀了, 他看了下天色, 已经大量, 此地不宜久留, 这里的尸体呢, 不必管他们, 有人会料理, 李如风舒展了下腰身, 从南院出来, 李如风没有进回标局, 也没有沿着官道一路往东, 而是取向西路, 十多里外的市镇上, 便有和连胜的一处罗马客栈, 便在这里大肩歇息, 治疗伤患, 又关着火房熬煮绿豆干草汤, 煮得了之后, 亲自端到了冷凝云房中, 手掌, 这是绿豆干草汤, 清热解毒, 拧毛且喝一碗, 静心安神, 还有这牛黄清心丹, 一会用过周后再服, 这倒不是他取义奉承, 实施标局救票的经验, 被救出来的票大多饱受折磨, 就算好吃好喝的伺候站, 也是多日惊吓, 幽惧过度, 诈一被救, 情绪上难免有剧烈的波动, 发疯得猝死得得急症得屡见不鲜, 所以标局要预备着清火安神的药物, 冷凝云认识李如风, 当下微微点头道, 有劳你费心来, 不敢手掌此次蒙难, 书下一室难辞其咎, 李如风很是谦逊, 一点也鞠躬自傲, 这也是属下稍熟罪孽, 你们标局的人倒是都很会说话, 冷凝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道, 这伙贼人, 昨晚不知道给我吃了什么, 身子软粘粘, 连人也是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才实路上吹了阵凉风, 倒觉得好些了, 手掌不必担忧, 这不过是匪人们常用的麻药, 药效过了, 自然就好了, 李如风心想好险, 尿里有麻痹, 有骡子, 还有一成骡轿, 又预先给冷凝云吃了药, 自据若晚来一步, 只怕今日手掌就会被转移地方了, 自己扑个空不说, 再要找人难如登天, 他见冷凝云, 再无什么话说, 问道, 不知手掌还有什么吩咐, 你立刻派人送一封信去德蒙, 通知乌开帝, 我已脱险, 让他预做准备, 是, 这我立刻就去办, 还有, 你找个人, 将这段时日发生的事情, 一一与我讲来, 我好有个计较, 话音未落, 他觉得一阵眩晕, 还有些恶心欲土之感, 李如风赶紧当, 手掌, 药效还没有过去, 您老还是先喝了这汤, 好生休憩, 既脱险, 也不急于置一时, 冷凝云无力地点点头, 你说的是, 李如风回到柜房, 一面叫人去送信, 一面处理手头的事情, 伤者要请大夫, 两个阵亡的标诗要买棺木, 还要找地方报官府印尸, 才能终炼, 和连圣在京师面子, 根子都硬, 这都不算难事, 但是该有的流程, 一点也不能少, 正忙活着, 一个标诗悄悄地过来, 低声道, 总标头, 小八子快不行了, 您老要不要去看一看, 我这就过去, 他心头一紧, 当即放下手里的是, 来到后院的一间耳房内, 小八子协意在炕上, 上身半裸针, 随意做了包扎, 崩盖上却红出大片的血迹来, 炕棚坐着掌柜的好坡, 正用热手精不断地擦拭它, 嘴角流出的血木, 怎么说, 已经伤了肺部精露, 花朵也无测, 大夫低伤道, 若不是用红伤药暂时止血, 他都拖不到这回, 现在血止不住了, 是, 伤了精露, 最好的红伤药也无用了, 红伤大夫无奈道, 有什么话, 赶紧说吧, 我瞧着他还有些牵挂, 李如风点头, 打发走了大夫, 来到炕前, 掌柜老婆说小八子, 一时神志不清,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他又说什么话吗, 说想见干娘, 还有呢, 说他爹娘在院子里头叫他过去呢, 掌柜娘子坠坠不安道, 这孩子怕是要动身呢, 他连件衣服都没有, 你取取拳头和掌柜的说, 给小八子预备衣服和中国的物件, 观目再加一口, 原本他对小八子的伤势还有一些希望, 但是眼见他口中咳出血木子来, 知道已是回天无数, 他低声唤道, 小八子, 小八子, 我是李标头, 没想到这一呼唤, 小八子居然睁开了眼睛, 一双眼睛居然炯炯有神, 看到是李如风, 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来, 总标头, 他低声道, 冷大掌柜, 平安, 李如风点头, 温和道, 你觉得怎么样, 比刚才舒服多了, 气也顺了, 说的话, 嘴角又流出了血木, 李如风赶紧帮他擦拭, 刚才我梦见爹娘了, 让我过去, 我说那边哪有灵高好呀, 三娘子和我说过, 灵高是人间天堂, 老百姓们有范殖, 不受人欺负, 我爹娘还生气了, 说到这里, 他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是, 是, 认李如风是铁打的硬汉, 年脚也微微如湿了, 知道此刻已是回光返照, 道, 等你好了, 咱们一块去灵高看看, 看, 他平复了下心情, 道, 这回就冷大掌柜, 您可是手工的, 要不是你, 冷云老大, 于是要贼人所生, 廖三娘知道了, 也一定欢喜得紧, 不枉她认你, 做一子一场, 我就是怕, 咳咳咳, 小八子又咳出许多血墨子来, 神色有心毁迷, 就是怕, 怕坠了干娘的颜面, 李如风帮他擦去血墨, 你放心, 他有了, 你这个义子, 以后有的可以吹嘘的本钱了, 小八子微笑道, 那就好, 那就好, 他闭上了眼睛, 道, 累了, 这回我是手工啊, 炎霸, 声息渐渐低沉下去, 没了动静, 李如风坐在旁边凉酒, 见他面色渐渐发暗, 用手试的是鼻息, 已然断气, 他长叹一声, 站起身来, 正遇着掌柜娘子, 拿着衣服进来, 你找两个人, 打盆热水, 给他洗一洗, 再换上, 这孩子, 可惜了, 当彪尸烫着手, 可不就是这个下场, 李如风不省唏嘘道, 以命相搏, 换得贵人钱财平安罢了, 来世投个好胎吧, 冷宁云被救出的消息, 24小时内传递到了所有正在京师和周边活动的小组, 也传到了林高和广州, 人平安回来了自然是好事, 原本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算幕后主使没有找到, 外情局原本有无意深挖, 非得来个除恶物境, 毕竟在目前的历史环境下, 这种事算不上新鲜, 没必要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去消灭, 至于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也懒得弄清楚来, 名财猎小组的发现, 却让外情局和正宝局的神经兴奋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不仅牵扯到了政治阴谋, 还牵扯到了长期困扰元老院的石翁集团, 特别是有直接证据证明石翁集团, 就是这次绑架案的幕后主使, 如此一来, 原本的元老绑架案就立刻升级为极重要案件, 在政务院的命令之下, 由外情局和正宝局在抽调若干德利人员, 前往京师进行调查, 和上一次没有派遣元老不同, 这一次决定指派一名元老直接到京师来指挥行动, 通过案件暴露出来的线索, 将石翁集团一网打尽, 但是对刚刚脱险的冷凝云来说, 他最要紧的事情是化了回德龙的商业信誉, 自己被绑票之后, 乌开蒂通过主动查封的法子, 避免了德龙遭遇挤兑而倒闭, 可以说是一步妙棋, 但是后遗症也是相当严重的, 虽说查封是官府引起的, 但是作为经营者造成如此局面, 说起来也是经营不善, 对商业信誉来说是极严重的打击, 这直接反映在德龙发行的银票上, 市面上的汇兑价格已经跌落到只有票面金额的七分之一了, 而且每天都在调, 大有一文不值的趋势, 未经之计, 第一便是即刻解封, 恢复所有汇兑生意, 重新树立市场信心, 第二是要调集足够的银子, 迎接接下来的挤兑风潮, 后者更令冷银云担心, 德龙经营多年, 存单和银票而未兑的有四五十万两只巨, 开门之后, 众多储户仅仅处于担心德龙的稳定问题, 势必会上门挤兑, 他从乌开地内里知道, 山西屋子在他被绑票期间, 已经以低价买入十万以上的德龙银票, 加上其他存户, 粗粗估量, 一旦出现挤兑, 没有三十万两的银子, 是很难挺过去带, 现在他们手里的银子, 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得调集更多的银子才行, 杨公务那里拉来的十万两银子存款, 大约一开门就会提走, 吴开地苦笑道, 他已经派人来和我打过招呼了, 实际上能对的不过五万两, 冷宁云双眉紧锁, 没有说话, 他手头虽然没有账本, 但是钱中的经营情况了然于凶, 吴开地试探性地问道, 是不是请总熊帮个忙, 把天津、 灯莱那边的银子调卸过来, 只怕总熊也无能为力, 比如说天津和灯莱的分行呢, 他就算把广州的裤底子都给我, 也凑不出十五万两银子来, 储备行呢, 吴开地说, 他们也难, 冷宁云虽然不在广州, 但是储备行目前的超量印刷银元券, 那事情十分清楚, 可以说是自顾不暇, 但是这话不能对吴开地说, 免得影响他对元老院 近乎盲目的信心, 两人在书房里 谈算了一遍又一遍, 苏承瓜度地想着 哪里还调集银子, 忽然, 吴开地道, 我倒有个法子, 只是不上台面, 什么法子啊, 冷凝云好奇道, 您老上次不是说过, 民国钱中发的各种银票房伪 都是不值一提吗, 冷凝云极聪明的人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说伪造山西屋子的钱票吗, 不错, 咱们做几张拿给他们瞧瞧, 让他们休要来挤兑, 不然成百万的山西屋子票子 往外头一放, 来个玉石举坟, 说起来, 到底确是个办法, 只是如何判断来兑换的人 是不是山西屋子的呢, 无开地一息四, 这个法子只能到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做, 冷凝云摇头, 那还有什么法子呢, 只有一个法子, 冷凝云道, 去和他们谈判, 谈判, 谈判, 冷凝云肯定道, 可是这次您老蒙男, 这山西屋子也是参合其中的, 由今您老虽然安全回来了, 他们又有能挤兑死德龙的机会, 如何肯答应呢, 这是与虎谋皮啊, 你说的自然有道理, 但是此次我脱险回来, 阴谋破产, 想必对老仙儿们的打击也是很大的, 说到底, 老仙儿们只是为了求财, 落井下石的事情干着没风险, 要真刀真枪对阵, 他们未必有这个胆子, 这无开地还是有些不明白, 他继续说道, 您想想, 这次他们绑票我, 暗中动用了多少势力, 就这样我照样回来了, 还要继续开钱庄, 他们就不怕我也和他们撕破脸, 我可不是什么广东来的商人, 背后站着的可是武贼, 对喽, 这和你做假票子的意思是一回事, 你要推我下河, 我就拖着你下水, 跟你一块完蛋, 冷凝云恶狠狠到, 如今这桌子只算是掀了一半, 他们真搞倒了德龙, 就不怕我贼来报复, 也把他们请去当财神, 无开地此时顿觉不云见日, 高兴道, 东主您说得对, 我们怕什么, 大不了叫特针队去接他们的被窝, 冷凝云笑道, 话是这么说, 不到最后一刻, 咱们肯定都能先桌子, 毕竟都指的这桌子吃饭呢, 只要小只以礼, 动之以利, 他们自然就会答应了, 可是这不就和假票子一样了吗, 无开地到底不是搞金融出身, 一时间懵了, 咱们也没法分辨来兑换银子的人, 是不是山西屋子派来的, 所以要去谈判吗, 让他们拿出银子, 帮咱们应对这场挤兑, 无开地的嘴巴张得老大, 他自然跟着冷凝云半柴多年, 毕竟隔行如隔山,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还是想不明白, 东主这可是十几万银子, 光是运过来就得好几大车, 平白无故借给咱们, 就算是差借也得有利息呢, 只要我能说服他们借钱, 这都是小事, 冷凝云此刻精神多少已经恢复过来, 大约是几十天无所事事的无聊感刺激了他, 此刻他显得异常亢奋, 屋外天寒地冻, 屋子里只有个火盆, 他照旧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丝棉袄, 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 你替我列个单子, 到所有山西屋子的领动掌柜, 大掌柜的名单都列一列, 还有他们背后的门槛也写上, 冷凝云心里是已经有了计较, 你再背一封厚礼, 送到顺天府刘老爷府上, 说多谢他这些日子来的照应, 请他尽快解封要用到的银子, 你到照上知取就是, 这个容易我回去就办, 无开地道, 还有一件事, 你回到德龙之后, 叫人打扫房屋, 预备叫马, 再和地方打好招呼, 后天我要大张其虎地回德龙, 所有德龙伙计只要没事地全部到场, 莫无开地道老爷的意思, 经方看的是个人的信用实力, 冷凝云不明不白消失了这些日子, 对他的商业信誉影响很大, 现在回来了, 就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崇祯九年十二月二十九, 一六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正是那月小年的日子, 京师里下起了大雪, 世道为奸, 但是在天下首善之地, 过年的气氛依旧颇为浓烈, 这一日许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协议, 放伙计们回去操办年事, 衙门也多以风劲停歇, 各家各户, 只要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都在备办年货, 纷纷扬扬的雪花, 也遮住了破败的房屋和肮脏的街道, 营中素果的装点着, 等待着崇祯十年的到来, 德龙全装门前一扫干净了街面, 紧闭的大门虽然还贴着顺天府的封条, 但是已经挂下了处心的灯笼, 目笔颂体的德龙在矮矮白雪中甚是醒目, 另一侧的宅门前, 紧闭是二十多天的大门敞开着, 两盏硕大的灯笼悬挂在门前, 一盏是颂体字的冷盏, 另一盏体写着尖声, 后者是对外情报局为冷盈云专门从南京五子间捐纳来的, 迭看只是一个被正途科举吃笑的奸生, 凭这个, 京师里的老财见到冷盈云也得客气一声, 宅邸和钱庄的管事、 掌柜、伙计、 护卫都换上了处心的衣服, 一个个挺胸蝶肚在门前站班, 顺天府派他的牙翼在旁维持秩序, 看热闹的人群更是挤满了半条街道, 只见一个轻衣仆人飞快地从街头跑来, 连声道, 来了, 来了, 随着他的吆喝, 仆役们立刻点燃了炮仗, 三十六个满地春的大号巴尔提角并六挂万字红边一起点燃, 噼里啪啦好不热闹, 就在这鞭炮声中, 玉顶四人抬的蓝的轿子在和连省彪局的彪尸簇拥下, 由街口缓缓而来, 这轿中端坐的正是冷凝云本人, 自从那日终继离开折龙, 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天, 这二十多天却仿佛长得没有尽头一般, 如今回到这条街上, 看着外面的街景恍若隔世, 自己若不是贪功冒尽, 安安心心地登冷大掌柜, 何至于落到吃这样大的一场苦, 说到底还是一个贪, 想起当年初入金融圈的时候, 带自己的师父就说过, 干这行是成也贪, 败也是贪, 若无对金钱足够贪欲和进取心, 干不了这行, 可是这种贪欲也往往会被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境, 不过那个纸条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而此人也太了解元老院了, 这个香尔之下, 大约没有神妖元老能抵挡得住诱惑, 这个乐先生真是太神秘了, 冷凝云被俘期间不止一次的怀疑, 他是一个妹子黑眼的穿越者, 但是几次接触下来似乎又不太像, 他很年轻, 却又极其老道, 徐时渊博却又颇为无知, 对元老院似乎了解得很是透彻, 却又对他们有许多错额的解读, 真是一个神秘的男人冷凝云心下, 接下来大约外情局和政治保卫局都会派出人马到京师来调查此事, 此人的来历必然是调查的重点, 他在罗马客栈和李如峰已经谈过话, 大概了解了这些日子发生的一些事情, 尽管他还没有见到名展链, 也没阅读相关的报告, 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消息看, 绑架自己的人十之八九就是石翁集团的人, 而这个神秘的年轻人应该是集团中的核心级别人物, 接下来他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他默默地想着, 轿子停下, 小丝打轿帘, 乌开地迎了过来, 老爷请下轿, 冷凝云速农攻身幅度小丝的手臂, 从轿中出来, 天上扯絮般地下着雪片, 放眼望去, 一片晶莹的雪白, 遮去了原本街面上遗爪, 也让原本多少有些臭味的空气, 清新可人, 他深深吸了一口这清冷的空气, 笑道, 好一场大雪, 是, 乌开地笑道, 锐雪风年, 明年是个好年景, 旁侧围观的闲人们一阵骚动, 有人喊着, 诸如冷老爷吉人天象, 这类类的吉项话, 寄图讨几个赏钱, 硬人拉着嗓子在喊, 老爷发发慈悲吧, 目要赖赖了我的银子, 不管是什么话, 冷凝云一概不离, 出耳不闻地夺不到和连胜两位标头面前, 到这次多谢两位出力了, 是在下应该做的, 李如风十分恭敬, 都是老爷吉人天象, 廖三娘并不说话, 只深深夜幅, 接着他又走到萧, 为两位乡里, 总帐房等一杆高管面前, 总帐房立刻率领众人, 攻身行礼, 迎接老爷回府, 冷凝云却没有说话, 只是含笑点头, 萧为二人心中发护, 毕竟当初事件出起的时候, 自己立场不坚定, 还存在跳船的面头, 这些事知道了人甚多, 龙老爷回来, 会不会就此处置自己, 如今东家极无拟肃, 反而抱以微笑, 这愈发令几人, 觉得高深莫测起来, 冷云云阔步走入宅邸内, 宅邸内的女眷们, 以和香燕红二人为首, 在花厅街前迎候, 见她走进庭院, 和香两腿发软扑通一声, 瘫软在地, 顿时气不成声, 这一哭不要紧, 连带着燕红等一杆壁脯都哭了起来, 冷凝云笑道, 哭什么, 我这不还是好好地回来了呢, 言吧, 将二人搀扶起来, 又命众人起身, 乌开地探讨, 二位姑娘自打老爷没了消息, 日夜担忧, 每日职守, 惊夜不睡, 就为了能及时得到消息, 两位姑娘还许了白斋的愿, 老爷没有平安回来之前, 餐食不放盐, 冷凝云看着满脸憔悴的二女, 心中过意不去, 道, 何苦如此, 这般糟践身体, 不吃盐就能让我平安回来了吗, 都把自己的身子搞坏了, 当下吩咐人把他们都扶回房去, 拿些葡萄糖盐水饮用, 他自己则回到了平日里办事的一墙斋, 这座厅堂便是他指挥整个德龙京师分行的地方, 他在这里发好时令, 调度资金, 自从他被绑跳之后, 这里一直空置站, 屋子里的陈设未变, 连摆在他书桌上的信件和帐本也温丝未动, 手指轻轻一捏, 却无半点灰尘, 挤上了几盆水仙, 几层花醋, 有的含苞欲放, 有的却绽放, 满屋都是芳香, 一大盘的佛手依旧是黄灿灿的油光纵亮, 显然他离开的时候, 这里每天都有人打扫陈设, 维持原来的模样,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暗暗感动, 又有些歉疚, 德龙京师分行好几百人, 一时安危都细于他一人, 自己却如此冒失, 想来还是没有走出当初的反围脚逃跑阴影, 一直意图证明自己的勇敢无畏, 正在反思着无开地端的茶盏上来, 问道, 老爷, 大伙都等着您训事, 嗯, 他点了下头, 你且告诉大伙, 不论是内宅的还是全庄的, 各回岗位各司其职, 把手里的工作都整理好, 特别是全庄的人, 做好这几天开门营业的准备, 这两天我逐次见他们, 和连胜的诸位, 除了李, 廖二位和护院人员, 其他人请先他们先回去, 不日必要重谢, 是, 你且将李廖二人先请进来, 虽然不是急悟, 但是此次危机和连胜处理最大, 还有人伤亡, 应尽快予以优许奖赏, 以免寒了人心, 可连胜此次处理最大, 伤损消耗也不小, 冷凝云道,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你们二人将出国力的有工人员列出名单来, 按照等次发给赏银, 全标局不论有无出力, 只要在和连胜宁册上的每人赏文银无两, 出力人员按照功劳大小再另行给赏, 你们二位的奖赏, 我另外上报干不出申请, 理, 两二人都是上了元老院的干部花名策的, 重大奖励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不过他的一纸文书, 却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好处, 多谢狼首长后次, 礼如风道, 不过, 这原本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只求上级能不给我们处分, 就很感激了, 标诗出于职业习惯, 从不鞠躬自傲, 谦虚的甚至有些卑微, 这让冷凝云很过意不去, 哪里能给你们处分, 要处分也是我呀, 他叹了口气, 都是自己太不小心, 贪功冒进, 哎哎, 他连连叹气, 理让二人闭口不言, 一脸恭敬地看着冷元老的自我反省, 带到冷元老的叹息结束, 廖三娘才开口道, 老爷体恤, 咱们和连圣上下毛小, 小的们感激不尽, 不过此次行动亦有人缘伤亡, 有人死了, 冷凝云有时惊讶, 是, 三人阵亡, 八人受伤, 廖三娘道, 还要请老爷格外恩典, 冷凝云道, 受伤的按照头等赏银方背, 给阵亡人员按三倍给赏就是了, 廖三娘道, 阵亡人员中有一名名叫唐八, 突入票房的时候, 替大掌柜的挡了一刀, 不知可否按照手工给赏, 挡了一刀, 冷凝云一脸茫然, 李游峰赶紧将当日情况述说一遍, 多亏他拼死相搏, 才挡住了这一刀, 既如此, 算他手工便是冷凝云不慎惋惜道, 可惜已经死了, 吃都是他福宝, 李如峰逼一声道, 把银子交给他家里人吧, 他还有亲人吗? 有个兄弟留在老家乡下的, 李如峰道, 柜上的规矩标识阵亡的, 家里人愿意吃这碗饭的收留, 当不了腾子手, 也给个差事干干, 让他兄弟到京师来吧, 乡下如今都不太平, 他拿着这一千两银子也守不住, 是, 就按老爷的吩咐办, 处理完奖励事项, 冷凝云又让二人交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 简旗中他关注的事情问了问, 这件事他了解欲多, 欲值得狐疑, 良久他才道, 看来这事不简单, 是, 李如峰道, 我和三娘子的琢磨, 他们是各怀疑心, 所以乱了阵脚, 这也是天佑我大宋, 天佑元老, 冷凝云笑道, 恭维话就莫要再说了, 你们回职之后, 将这些日子的经历写成报告, 不会写的话, 我让老吴来帮你们写详细些, 还有相关的信件一并都送到德龙来, 打发走了标局, 冷凝云又命人将德龙的货继们全部召集来, 说了些勉励安慰的话, 表示停业期间, 心奉照常发给, 相关活动中出过历代, 也会酌情发给奖金, 至于两位乡里, 他也没有横加指责其臂场不坚定, 人的立场很大程度和他所处的利益有关, 他们有这样的想头不足为奇, 只是他们在德龙的发展前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会议结束之后, 他将德龙钱庄的中高层留了下来, 商议了下一步的对策, 一己对浪潮时的处置办法, 而是如何在双方交兵的模式下继续经营下去, 经营的德龙钱庚的体系, 虽然是德龙银行的经营之行, 但是受限于社会环境和从业人员来, 原所以的他的经营模式依旧是传统事态, 只不过做了许多现代银行业的小修改, 比如使用新德会计制度和记账法, 还有就是电汇的模式, 这些新制度堵住了旧体制下的一些漏洞, 也开拓了新的业务市场, 比如这远途电汇, 只有德龙能做, 换做第二家都搞不来, 这也是德龙能在京师安身立命的重要途径, 但是现在局势的变化, 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否则同盼难以在京师生存下去, 情况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在京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冷宁云审视了一遍坐在堂上的一干人, 在座的除了总账房及总会计师, 是从林高来的规划民干部之外, 乡里党首均是他从本地前夜航缸里物色来的, 京师的前夜刑长里头, 山西屋子算是最大的势力, 从股东、掌柜到党首, 杂役湖不是山西人, 且都是小同乡, 内部凝聚力极强, 从业人员多是单身到京师就职, 外人基本差不上, 所以冷宁云来京师开钱庄, 雇佣的多是京师绍兴邦前夜人员, 绍兴邦的规模实力远不如山西屋子, 相对来说封闭性也就没有山西屋子那么强, 这一批人他雇佣的时候没得选, 早年的钱业业务十分稳定, 电火极少改换东家带, 所以他能用的除了同业触建来得满实的学徒, 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失业的火迹, 其中不妨有犯了电规被辞的人, 所以德龙开张的时候京师统业是非常不看好他们的, 自己把这样一支队伍带起来, 在京师站稳了脚跟, 稳稳地坐到了京师前十的钱庄行业里, 这一路受了多少磨难又花费了多少心思, 真正是冷暖自知, 关掉铺子一足了之固然最安全, 但是这支他苦心经营的队伍还有精师的局面, 一旦散了, 再要聚集起来就需要很久很久了, 堂上的众人都面露惶恐之色, 毕竟眼前的冷大掌柜, 同堂和官场都知道他和文贼有所勾连, 要不是他的后台够硬, 和各路大毛勾连甚深, 别说是他了, 自己这一干人也早就下了大牢了, 日子虽说不好过, 但是也得过下去, 一是要对得起在客户, 二也要对得起大家, 冷凝云望着众人, 我们都坐在德龙这条船上, 这条船没破, 只是遇到的风浪大了些, 大虎若是能同舟共济, 只要船不翻, 总有活路, 若是跳下水去, 大风大浪里便自尽无意了, 堂上众人虽不说话, 但是神态各异, 冷凝云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 暗暗记住, 肖乡里因为此次时间表现出了严重的动摇情绪, 这一回第一个出来表态, 大掌柜说的是, 如今只有同人们陆立同心, 方能共克时间, 前面天大的危局, 大火也点了下来, 如今大掌柜回来了, 咱们有了主心骨, 什么也不怕, 冷凝云微微汗手, 说, 肖乡里说得好啊, 咱们虽难, 可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知道大伙都在怕什么, 一是官府, 二是挤兑, 他故意用一种很不经意的口气说着, 表示自己胸有成竹, 官府那边老巫会去接洽, 这几日自然就能恢复营业, 德龙牌匾上也没刻着蛮贼两个字, 你们不必太过忧虑, 只是生意上得有一些调整, 第一个调教便是不再接受两广方面的会对业务, 普通会对也不再开展, 大家把会对生意主要放到江南和山东, 生意调一些不碍事, 确保平安就是, 其次便是停止拉罢额存款, 原本争取存款是德龙最重要的任务, 京师里达官贵人多, 无处可去的银子尤其多, 这为大量吸收存款带来了便利, 也为元老院在梁广的经营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流, 但是现在交通断绝, 德龙又在各方焦点之下, 银权流动变得困难重重, 少有风吹草动就有挤兑的危险, 大量吸收存款势必会造成汇兑困难, 若有人愿意存呢? 有人问道, 若是愿意存, 自然还是按照来规矩, 利息从幽, 冷凝云道, 咱们不主动, 可也不必畏首畏尾, 送上门的钱不要。 第三, 德龙所有在职人员, 但凡在京师有家眷, 全部搬到宿舍院去居住, 如今外头打德龙主义的人不少, 只怕有人会挟持家卷, 冷凝云道, 愿意送回老家的, 安排和连胜互诉, 事到如今众人自然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难事就是挤兑了, 冷凝云叹了口气, 我让刘先生盘算了, 不算系证开出去的票子, 大约有33万两, 而我们现在的全部存量不过15万, 这里头就存着18万的缺口, 除了两位乡理之外, 其他党首都不知道资产负债表上的具体数字, 此刻听到贴个数据, 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18万的缺口, 我去想办法, 但是这个法子未必能管用, 总在五五开之间冷凝云道, 就算管用也未必能补得了这么大的缺口, 所以还要大家一起来维持, 一个姓朱的党首道, 老爷既然都教清楚了, 小的们也没什么好说得, 尽力去做就是, 只是具体做什么还请老爷明示, 吴先生已经去和顺天府中老爷交涉, 大概三五天的功夫, 查封的封条即可及去, 一旦起封, 马上卸板开业, 听到卸板开业, 众人都松了口气, 说到底, 自己的饭碗最要紧, 东家敢于卸板开业, 说明他心里至少有六七分把握, 否则以官府的名义, 查封对他这个老板来说, 再好不顾, 苦的不顾是下毒的伙计和外面的储户, 大掌柜这么说, 我们做一做准备, 等逢条一撤就开张, 萧香里很是积极, 卫香里凑取道, 老爷, 这都腊月小年了, 顺天府已封了印信, 虽说启封店铺不过是中老爷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扑子开门, 总也得过了初五才是, 结果五路财神, 咱们多被鞭炮, 热热闹闹放他个半条街, 一是显一显我们的实力, 二也去去晦气, 冷凝云笑道, 就依你的意思办, 这个年咱们过得热闹些, 这大火提提气, 开张之前, 还有几桩要紧的事情要做, 冷凝云缓缓顾众人说, 第一件事, 就是清理存户账目, 把五千两以上的户头, 只用藤浩的匿名账户这两种户头列出名单来, 五千两以上是大户头, 只用藤明的匿名账户, 多是达官贵人家眷属的私房钱, 前者动辄成千上万, 后者虽然大多只有几百养, 但是影响力大, 所以都要专门做工作, 列出名单之后, 你们先一步开业前逐个去打招呼, 冷凝云不知道, 目的就是一个稳住他们, 每个党首手里都有若干这样的重点客户, 平日里, 钱庄也专有一笔佣资金来维持关系, 冷凝云的话说出来, 众人马上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你们去打招呼, 千万不能说什么我们银根井, 请他们暂缓提款之类的话, 连这个意思都不能有, 众人漠然, 即要打招呼, 又不能露出原意来, 这个招呼如何打, 虽说他们与客户之间多少有交情, 但是这个交情十分之浅薄, 是建筑纯粹的商业利益之上的, 成天上万银子的安慰, 和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交情孰清孰重, 人人心里都明白, 有人忽然插话道, 要不这样, 我倒是有几个主意, 大家斟酌着看看, 说话的正是周性党首, 此人平日里在钱庄里并不太出色, 终归中举的一个伙计, 冷凝云道, 你说说看, 如今正是年关, 过了腊八各处宅门商户都要用钱, 原本就是提对的高峰, 我们前些日子不是被官府查封了吗, 与其等着门一开, 被他们堵着挤兑, 不如没开门就主动上门, 若是商家就告诉说年关到了, 前些日子因为被官府查封, 不能开业, 若是有提款的需要, 请他们先说个数字, 我们这里预先准备起来。 三节的时候各处要用款, 银根很紧, 钱庄预先来打招呼, 这是常见的做法, 算不上异常。 二是那些匿名的私房钱存款, 原本是按月节息, 这个月店里有事没能按时节息, 我们把利息都结出来, 连带着正月的利息也提前结出来, 请他们过目, 为是要现银还是银票, 不管是要银子还是要银票, 不管银票用哪家字号的我们都可以立刻给付。 嗯嗯, 冷凝云颇为赞赏地点了下头, 我们主动上门送银子, 他们大约还会打听德龙这次封门的消息, 我想, 不妨趁此机会将东主被绑票的事情经过透露一二, 一来可以思路开德龙式逆产的传闻, 若是逆产, 岂有封了在开门之里, 二来巨扣专程来绑老爷, 正说明老爷是这经师里的财神, 而老爷又能平安回来, 足以显示老爷在经师的实力手段, 只要将大户稳定下来, 零星散户来挤兑, 无足为忧。 会议结束, 冷凝云交代清楚了, 方氏攒回内宅, 此时已是入夜时分, 原本临近年节, 内宅里照例张灯结彩, 摆设鲜花盆栽, 张贴年华, 重游桃福, 冷凝云被绑票之后, 内宅主室的河湘雁二人哪里还有心思过年, 因而一概准备全无, 宅邸内冷冷清清, 没有半点过年的气息。 河湘和燕红在中门迎接, 多日未见, 刚才只是匆匆一瞥, 如今细看, 二人面色憔悴, 容颜折损, 燕红的竟然还多几丝白发, 看来这一夜白头, 也不全然夸张, 见他到来, 二女浮起了笑容, 迎了上来, 老爷还没有吃晚饭吧, 燕红问道, 饭开在哪里? 就在正房开饭, 冷凝云荡, 关照中门, 晚间关门之后, 吴先生, 刘先生和连郑的两位标头, 随叫随通报, 不得延误, 这就吩咐下去, 燕红掌管内宅树物, 立刻应道, 到的正房明天里, 已经备上了饭菜, 虽说在罗马客栈里, 已经江西了两日, 毕竟被囚多日, 燕红怕他肠胃虚弱, 因此, 饭菜预备的都很清淡, 厨子上只预备了四样吃食, 一海碗银碗燕窝汤, 一针水蒸鸡蛋羹, 一碟山药松仁核桃糕和一盘清中酿豆腐, 燕红动手先给他盛了一碗燕窝汤, 冷凝云厚的几口, 不冷不热, 甜度适中, 十分适口, 自从被绑之后, 他已经多日没有吃过这样精致的饮食了, 一碗下去, 只觉得五脏六腑都暖了回来, 紧接着便是一阵长鸣, 声音之大, 二女都听到了, 河湘鸣嘴一笑, 这乌开地也太不会伺候了, 这几日在罗马客栈, 都预备了什么给老爷吃, 客栈里囊里有心情吃饭, 冷凝云道, 虽说脱险, 却是心机如焚, 他接过烟红给他盛来的饭, 这回计较定了, 吃起东西来才有滋味, 说着他又吃了一块酿豆腐, 笑道, 这酿豆腐真好, 千变万化, 一块豆腐里塞的不同的食材, 便有不同的滋味, 具有不脱豆腐的本味, 何湘听他冲散自己, 心里高兴, 面上也有光, 不过, 他更急于知道冷元老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毕竟已经惊动了元老院, 据说还牵扯到了民国方面的重要人物, 这些都是要写成报告的, 何湘用客家话问道, 老爷, 您这次回来打算怎么汇报呢? 冷凝云立刻瞪了他一眼, 虽说用客家话交流很安全, 在京师懂此种方言的人寥寥无几, 烟红更是北直立出身, 客家话对他犹如外国话一般, 但是这样当着别人的面用方言沟通, 一则十分无礼, 二来也会让燕红有自外之心, 女人心海底针, 很多小事积累下不满, 一旦机遇成了寒心,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就可能造成不可姑娘的损失, 他并不接他的话, 只说道, 我想起你做的盐印机也是一绝, 明日做来, 是, 老爷也吃, 奴婢最是欢喜不过, 何湘也意识到, 刚才举动十分不妥, 蒙接话道, 但是三人共参, 显然不是为了一续别情, 何湘身为机要秘书兼电报员再清楚不过, 所以该问的事情还是要问, 只是不能再牵扯到林高和元老院了, 外头都在说, 德龙这次怕是开不了门了, 又说官府要办德龙, 还有人就算官府不办德龙, 德龙也是个空架子, 银子早就给棍傲主人拿去了, 一旦几队立刻就倒闭, 虽说都是谣言, 可也不是无稽之谈, 我们的境况确实微如雷软, 冷凝云将外头的情况搭带说了说, 如今我想了个福地出新的法子, 若能管用, 这一关便可度过, 若是不管用呢, 不管用只怕是要出大事, 何香和燕红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久在冷凝于身边, 生意上的事情也是知道一些的, 知道挤兑的后果, 而且这是惊失, 一旦挤兑出现风潮, 顺天府, 武城兵马司, 东厂, 锦衣卫都会介入, 得龙青客便会被吞噬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燕红这时候小心翼翼插话道, 说是明年开市, 可是连着今日也不过六天的功夫了, 老爷, 您在外头奔走, 奴婢们在家里做什么? 是, 有什么要我们做的, 老爷只管吩咐, 冷凝云心想, 自己身边没有斐力秀这样的人物, 走不了太太路线, 这多少是个损失? 不碍事, 六天一能做很多事了, 冷凝云道, 首先便是过年, 过年, 二女一正, 这焦头烂额的时候, 老爷张口就是过年, 对, 过年, 冷凝云道, 我知道你们这些日子为我提心吊胆, 上上下下也是乱呼呼的一盘散沙, 自然是无心料理过年的事情, 弄得这宅子里冷冷清清, 我们做生意的人家, 这是大忌讳, 先不说外人, 就是得农的人, 宅子里的人, 见了这副模样, 自己就灰心丧气了, 哪里还能跟着我卖, 我懂了, 何香说, 要给人信心, 不错, 做生意, 一是要有信用, 二是有信心, 人看着我们自己都灰心丧气, 哪里还敢来做生意, 尤其是我们这样做前夜的, 做面子虚好钱财的事情, 不知道要做多少, 为的就是要人家说一声, 有实力, 不然谁会把真金白银给咱们料理, 老爷说的是, 燕红说, 我们乡下的大户越是死了当家人, 越要大半, 不这样做, 债主们必然认为你家里撑不住了, 都要上门讨战,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 掌嘴, 何香称怪道, 轻声呵斥道, 燕红这才意识到什么死了当家人之类的话, 在岁末的日子里说大不吉利, 还有咒老爷的意思, 顿时慌了神, 连着打了自己两个嘴巴, 起身就要跪, 算了, 算了, 冷凝云摇头制止道, 几句话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不讲究这个, 一起吃饭, 吃完了赶紧把过年的事情都列个条子出来, 一中中赶紧差人去办, 今晚要辛苦你们没得睡了, 没得睡也不要紧, 就当提前守岁了, 何香道, 可惜今年事多, 定系班子请大肆误的事都给耽误了, 也不知道现在再请还来得及来不及, 能请则请, 大不了加钱就是了, 冷凝云说的话, 整个人渐渐贪软下去, 二女吃了一惊, 赶紧将她扶起, 才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胆尽服侍的更衣上床休憩, 这一觉醒来, 已近年三十的中午, 冷凝云从床上起来, 只觉得精神抖操, 眼下要做的事情长堆, 奈何正是年末岁尾, 不论是见人还是办事都得过了破午, 至于中月初一的拜年, 大户贵家都是浅仆一棒棱投贴, 人并不到场, 自然也说不上谈事, 这么一盘算, 外场竟没什么可做之事, 至于内场, 内宅有荷香艳红, 德荣有五开地, 都料理得井井有条, 自己也没什么需要插手的事情, 至于绑架案的后续, 他回来之前就已经接到广州电报, 此事无需他管, 只要将相关报告呈上, 就算满劫了, 具体追击石工集团的事情, 挑由外情局处置, 如此一盘算, 自己要做的事情只剩下撰写报告了, 类似的报告他获救后已经写过一份, 但是那时刑事仓处, 写的也比较简单, 回到德荣之后, 他大可将二十多天的情况一一回忆, 特别是和乐先生的几次对谈的内容整理出来, 任何蛛丝马迹都对外情局追查后续有所注意, 如今想来, 这位神秘的乐先生的确大有可挂之量, 但是有一点他是非常明了的, 乐先生绑架他去, 要他写的书信并非乐书, 而是要求和元老院进行和谈, 这在书信里是非常明确的, 他前后写过三封书信, 内容大同小异, 但是德龙收到的书信, 第一并非他所书写, 第二内容也变成了乐书十万两, 随性而到的信物, 却又是从他身上拿去的随身物件, 用不着有多少智慧, 只要看这情形就知道, 绑峭团伙上下不同心, 上头的人策划的是以他为人制逼, 元老院一合, 下面的人却是其货可居, 要拿他换十万两银子, 幸好冷凝云心下, 朝廷悬赏的纯贼主任的赏银, 不过区区三千两而已, 相较之钱庄以万技术的银钱, 实在是毫无吸引力, 如若不是自己是个钱庄财东, 大代早就被人卖给官府了, 如此想来, 这石翁集团看似神秘莫测, 实则那部分话亦很严重, 搞不好这就是全奸他们的大好契机, 他边想边写下笔如风, 不过半个时辰, 便将报告写完, 装入保密带, 晚上自有河乡一程密码送出, 办完这件事, 他从宅邸出来到德龙去转一转, 德龙内亦是张灯结彩, 伙计和杂役竞相奔走直视, 店内喜洋洋满是过年的气氛, 原本的肃杀晦暗一扫而空, 此时正是开午饭的时候, 冷凝云特为去看了看, 因为是除夕, 虽是午饭亦很丰盛, 每张八仙桌上都摆着一个大号的暖锅, 此所谓一品锅, 不过是白菜丝打底, 上面铺陈烧肉, 丸子, 鸡鸭, 鸽蛋, 中的锅子里满满当当, 虽然无剩值钱的食材, 但在这饿瓢满野, 街面上每晚都有几十人动饿而死的地方, 说是人间智慧也不过分了, 照例除夕晚上还有一顿正餐, 钱庄的私物按照冷凝云的吩咐, 今年的除夕年夜饭较之往年更为丰盛, 大掌柜五开地忽然过来, 对他使眼色, 冷凝云知道必有要紧的事情, 当即来到柜房内, 低声问道, 什么是? 杨公公那边派人来了, 是杨公公还是? 德龙平日里和杨公公的来往都是由杨天良出面, 杨公公极少亲自太人来, 不是, 是杨公公身边的人, 年老见过, 名叫宝渝的, 宝渝并非太监, 只是杨公公府邸里的厅差, 一般来说, 大太监身边最亲信之人多是小太监, 心有用外人的, 至于为何重用小太监, 道里和皇帝重用太监一个意思, 认为吴后残缺之人只有自己可以依靠, 因此办事更为忠心, 宝渝虽是杨公公的听差, 亦算是心腹之一, 受信用程度却要差得多, 不过冷凝云抱着有菩萨就烧香的心思, 平日里也颇为敷衍他, 因为他行三, 便叫他宝三哥, 今日已是除夕, 入屋十分要紧的事情, 杨公公绝不会派人来找自己, 请他到外书房奉茶, 冷凝云道, 我这就过来, 听差约有三十上下年纪, 穿着促心灰布面的老羊皮的袍子, 外照照假, 头戴惹眼小帽, 脚下穿一双脚靴, 见到冷凝云, 立刻请了一个安, 冷老爷, 你我是老相识啦, 不必客气, 冷凝云很是客气, 坐, 宝渝是权监手下的听差, 出去办事, 莫说是一介商家, 该是普通经官, 也要对他们假以辞色, 所以并不推测, 只拱了拱手便在客位落座, 除夕无败客之礼, 突然到来意识非常唐突, 宝渝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 落座之后, 想了想, 带着颇为难的表情说道, 冷老爷, 原本这除夕之日, 没有来上门打搅的道理, 实在是这种事体重大, 不得不如此, 还要请杨老爷赎罪, 宝三哥说哪里的话, 极有极事, 还分什么时间, 是, 宝峰说道, 杨公公说, 原本龙老爷脱困, 是应该轻身上门来到贺的, 只是翠庆功这头是多, 脱不开身, 所以千较小的来到贺一声, 他有空的时候再坐东, 给老爷压惊, 多谢杨公公美意, 冷凝云笑道, 杨蓬蓬还说了, 德龙虽被查封, 不过他已经托人去和中府引官说, 大约过完年就能起风卸伴营业, 冷凝云芒做出惊喜的模样, 道, 有劳杨公公费心了, 原本我正在愁这件事, 真乃雪中送炭之举, 请宝三哥回去带我卸货杨公公, 改日必有众筹, 接下来的话便是进入正题了, 宝鱼咽了口唾沫, 大约自己也觉得这话拖难开口, 想了好一会才说, 有一件事很急, 杨公公让姥爷一定要设法办一办, 哦,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冷凝云心想这话里头的味道不对啊, 杨公公往日里什么事要他办, 都是直截了当的派人来告知一声, 这扮一扮却带着伤的, 请求的意思语气里弱化了不少, 年前小杨公公存入德龙的十万两银子, 是, 这事已经办妥了, 折子和佣金我也交给小杨公公了, 杨公公的意思是能不能马上提出来, 现在宫里头情形有变化, 他有急用, 一屑板杨公公就会派人来提十万两银子, 这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是没想到杨公公要得这么着急, 专门在除夕派人来办, 室设十万两银子, 照理应该是小杨公公出面, 纵然小杨公公没空, 至少也是他身边的清随太监, 现在派来的人独蛋只是个听差, 而且语气闪烁, 这对头大有毛病, 冷宁云道, 是, 是杨公公要提款, 这自然没问题, 只是他做出为难的模样说, 如今得龙的银库, 账房各处都有顺天府封条, 这黄雕封条若无官府的人奉命起封, 擅自揭开可是大罪, 封了银库拿不出银子, 封了账房开不出票子, 这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 就算是来人是东城大挡头, 仅一位都堂, 来提款也要走这个程序, 不过只要黄峰也开, 我立刻预备银子, 不论是现银还是银票, 马上送到府上, 宝银似乎有些失望, 低声道, 蒙老爷, 您手里头就没有十万两银子, 宝三哥冷凝云做出无奈的表情, 十万两握着钱庄里, 最多的时候存云也不到十三四万, 私底下如何能有十万两, 可是宝鱼似乎很艰难地说, 听说您老蒙男的时候, 为了凑赎金, 专门从德蒙运了十万两银子出去, 冷凝云心中一惊, 这件事杨公公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此事绝不能承认, 因为私企风黄雕是莫大的罪名, 就算是谣言也后患无穷, 当下他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道, 这是谣言, 我若有这么多私材, 交给绑匪们熟身就是了, 何必受苦受到现在? 宝鱼无从回答, 只得道, 也罢, 这事远远是强人所难。 冷凝云马上道, 多谢宝三哥提亮, 请您来回去, 还要在杨公公面前替我多多分店, 至于提款的事情, 只要德荣能卸板开业, 我亲自将银子送到府上, 说罢, 事已污开地。 后者立刻送上一个红色的仇子宝, 一点年节小心翼, 宝三爷莫要嫌弃。 宝鱼入手一颠, 至少有十两, 这是很重的礼了, 当即满脸笑容, 道, 冷老爷此分脱困, 吉人天相, 将来必有一番大事业。 冷凝云趁机问道, 宝三哥, 这年节里头, 杨公公为何突然要提款, 还要得这么着急, 见宝封面有难色, 马上又到, 是我多嘴了。 这倒让宝鱼不好意思起来, 何况他刚才又拿了一个大红包, 有心想要卖好, 便低声道, 还不是家里头起了风波。 怎么说, 冷凝云顿时来了兴趣, 他其实都要猜到了, 因为这几年和德龙的接洽, 都是经小杨公公之手, 杨公公从不过问, 哎, 原本小的也不该多嘴, 不过冷老爷也不是外人, 只提醒您老一句话, 杨公公是杨公公, 小杨公公是小杨公公,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 看来父子反目这个消息是坐实了的, 不过他着实想不到他们父子相继, 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是, 是, 多谢宝三哥指点。 宝鱼匆匆离去, 冷凝云正想将各处送来的相关材料, 再规制起来看一看, 礼仪里线索的时候, 外头又有蒲原来报, 顺天府刘老爷派人来了, 快请, 冷凝云心想, 真是磕水送枕头, 原本想过了初五再去找他, 商议起风的事情, 没想到腊月三十居然就来呢, 来的是顺天府的一位书伴, 冷凝云也认识, 进来之后并不读客套, 只是告诉冷凝云, 刘推官请他马上去柳全居, 这个时辰去柳全居, 说是午饭太迟, 说是晚饭又太早, 何况今日又是除夕, 这刘推官到底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 要着急见他, 莫非这杨公公的官说, 已经到了中府尹那里, 他来不及多想, 当即吩咐被教, 去柳全居, 因为前头的教训, 纵然柳全居就在城内, 负责保护的标识头目也不敢大意, 专门派了四龙标识, 并平日比上夜巡逻, 有拳脚功夫的家扑七八名一起护送, 原本冷凝云出门, 绝不肯摆这么大的阵仗, 但是此刻他只能听标识的安排, 毕竟, 德龙和和连兽再也折腾不起第二回了, 但是如此一出门, 动静变小不了, 而在德龙门外蹲守得形形四四的人员, 免不了要指指点点, 有人愤而怒骂, 有人就拦脚哀求, 还有人偷知粪土垃圾的, 幸而门口常住有顺天府衙役维持秩序, 将人赶开, 这才免了一场风波, 一行人一离往柳全居而去, 除夕的午后街面上, 已经挤无行人, 除了寺庙门廊下蜷缩着的难民之外, 只有形色匆匆的伙计和帐房, 他们要赶在天色落黑前讨要帐款, 等风能鞭炮一响, 便无讨债之理, 一个年关就算又过去了, 街面上白雪挨挨, 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花, 端坐在那轿子里的冷凝云, 不由自主地掖了掖貂皮袄, 宁淡圆巫穿着皮草的习惯, 切与满清骄兵, 商路断绝, 皮草更是罕见, 但是本时空元老院大肆贩卖辽东皮草, 1637年的京师气温远不是棉袄能够抵御的, 因此掩人耳目的南洋皮草在达官贵人中风行起来, 到当柳全居门前, 却已有顺天府衙役前后门看守, 看这模样, 这刘推官绝不是请自己来喝酒的, 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吧, 再转念一想, 似乎又无这个必要, 静的门来, 早有伙计等候, 将他引到后院树林中的三庸平房前, 冷明云来柳全居多次, 知道这是一片杏林, 春天的时候对花饮酒, 一是京师达官贵人的一大雅士, 入冬之后枝条萧瑟, 一场大雪之后却是穷条营枝, 开着纷纷扬扬的雪花, 分外静谧, 他刚刚走到廊下, 只见顺天府一个相熟的书瓣已经涌得出来, 冷老爷书瓣低声道, 钟大人在里面等您, 钟大人, 冷凝云一惊, 毒是刘老爷吗? 刘老爷也在, 只是钟大人立即以他的名义, 请您过来, 未免物意有害。 是, 是, 听说是中初请他来, 冷凝云不觉打足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这位钟福尹为人青脸耿直, 对双甲虽不清零, 但亦有无好颜色, 完全是以四名相看待。 面对这样的人, 极要姿态放得极低, 稍有骄纵之色, 大代会仗四十杀, 烧起气焰, 屁股非开花不可了, 但是若是唯唯诺诺, 只一味大人高明, 小人该死, 更遭鄙夷, 别想着再谈事了, 得有个不卑不抗的态度才行。 好在他也是有底气的, 冷凝云来京师外勤局, 特意通过关系, 为他捐了个满京古子兼监省, 虽然监省之名在明末很是不堪, 但他到底是朝廷的功名, 有了他, 官员们便不能对他予取予夺, 肆意灵虐, 可以说是个很好的护身符。 书办转身进去, 不多片刻, 有仆人出来, 大人传见? 是的, 请引路。 说引路, 实则就是上台接近屋而已, 横幻的听差揭开门帘, 示意冷凝云入内, 进门一看, 却是个头发花白老者, 大约六十上下, 端坐在窗前的一张方桌上, 拿着一本折子正在流来, 桌上只有许多折子和信函, 并一套文房四宝, 听得他进来的声音, 却浑死不绝, 冷凝云只好等着, 这一等就是好几分钟。 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这下, 马威的意思却很明确了, 只等他放下折子, 端起茶盏, 饮了一口, 冷凝云才撩起一惊, 做了一个长衣, 报名道, 学生冷凝云, 参见大人。 哦, 你就是冷大掌柜, 中秋的眼睛已经老花了, 显得有些浑浊, 看人的时候甚至要眯缝起来, 然而目光犀利, 仿佛能将人刺透一般, 将他从头望到底, 久闻大鸣。 不敢不敢, 学生在京城经营前夜, 在行当里略有薄名, 你岂是略有薄名, 简直是大名鼎鼎, 中田颇为激方地说的。 这可不是一句好话, 冷凝云平日礼拜会官吏, 虽然不过一介奸生, 但是大家看在他背后的门槛面子上, 总有一个座位, 没想到这位中老爷一个座字都没有, 大有审问犯人的意思。 好在他从事金融行业多年, 早就练就了一副上好的涵养功夫, 继续毕恭毕敬地站着。 听闻你前不久刚刚被匪人所信, 如今安然脱险, 真是可喜可贺啊。 多谢大人, 说来学生此番脱险, 一是靠顺天府晚平, 大兴两线击补的兄弟全力追击, 震慑泽胆, 使得歹人不敢轻举妄动, 二来也是聘请地标识救援得力, 这都不亏了大人平日里治理有方。 你倒是很会说话, 难怪京士和宫里头的大佬都愿意为你说话, 钟前点头道, 说, 多谢大人, 冷凝云此时才松了口气, 当下欠了欠身子, 在旁边的官帽椅上落座, 虽然落座却无茶水, 显然他算不上课, 今日把你叫来, 是一桩事情要与你商量, 不敢有什么事, 大人尽管吩咐, 宫里头还有外面都有人向我来打招呼, 让我尽快给你的钱庄启封, 钟胡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朗凝云, 关于启封一事, 我原也无不可, 毕竟本来查封亦非我的本意, 是, 当初大人查封毕号, 可以说是救了毕号, 若无这样的霹雳手段, 学生被陷的这段日子, 德龙是绝技支撑不下去的, 冷凝云恭恭敬敬地说道, 嗯, 钟欢点头, 启封员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一纸文书而已, 只是有一件事, 我颇为担心, 请大人明示, 有人说德龙十分不稳, 内力亏空, 所以外头持有德龙票子和存折的人, 都在等你开门兑换, 钟庸光炯炯, 我虽未曾迎商, 但是这前夜里的花样也是略知一二, 都是十枝锅子九个盖, 给你启封容易, 若是落到再要查封的地步, 他就是很难看了, 若是酿成了明辨, 你这个尖声的名头和你背后的门槛, 他也是照护不了你, 原来是为这件事, 听到这里冷凝云的心完全放下来, 原来他担心的是这个, 他想了想说道, 大人忧心事面, 担心名声, 学生钦佩之极, 我顺天府百姓有如此之父母, 实乃幸事, 这不过照例的客套话, 以中西的身份自然不必履会, 只听他的下文, 大人如今担心的, 是德龙的银根紧不紧, 有没有能力对付, 这一点学生可以保证, 若无人恶意挤兑, 绝无问题, 此话怎讲, 中印闷道, 这票子和折子, 不都是你们德龙发出去的吗? 大人也许知道, 学生被献之时, 市面上谣言很多, 有些不孝同业, 以低价兑换了他人手中的银票, 最低的甚至有之, 集票面一两成的, 学生所忧虑的正是此事, 他低价收来也好, 街上捡来的也好, 都是你们德龙的票子, 你们开权中的规矩, 只要不是记名的票子, 都是认票不愿人, 不管他们这票子怎么来的, 有意图做什么, 拿到你柜上兑换, 你对是不对。 冷明君心想, 这钟老爷一下问到了问题的核心, 说一千到一万, 他的准备精是远远不够的, 只要开了门, 自然是要对的, 做伤人最要紧的就是信用, 可是你自己也说了, 你对不出啊, 钟庭长叹一声, 是, 若说我钱庄里的银子, 要完全成对市面上德龙的折子和票子, 确实利有未逮, 不过市面是打架的, 真要把德龙挤兑胯了, 只怕于京师民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何以见得? 大人请想, 德龙息那的存款, 自然是以净身们居多, 他们要来提款, 学生以自保机, 必然是优先给付, 连利息也不敢短少一文, 钟初点头, 这是自然的事情, 可是在德龙存款取息的, 除了净身大户, 还有许多的小商户和普通百姓, 银子提完了, 师生只能把铺子一关, 至于他们怎么办, 学生也不知道, 即使进了大牢, 全部身家都拿出来, 也不能补偿百姓一二, 冷宁云很是诚恳地说道, 百姓呢, 隔手豪足, 出卖血, 汗得了几个钱, 存下来, 到我这里图几个利息, 把他们的本钱折腾掉了, 学生如何过亿得去, 这还不仅仅是, 折损存款本金和利息的问题, 真正的穷苦人, 手停口停, 没有余钱来存款取息, 真正受打击最大的, 是京市内的许多中小商户, 他们多多少少有些余钱, 放在钱庄或者大商铺里生息, 以此来赚一点钱, 贴补家用, 生意紧张的时候, 还要拿出来周转资金, 一旦得龙倒闭, 对这些中小商户就是毁灭性打击, 城市的市面必然大受影响, 许多人要投保跳井, 更多的人沦为乞丐饿嫖, 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 对名声的打击极大, 中乎并不是不通俗事的书呆子, 当然知道其中的危害, 呵呵, 想不到额大掌柜还有如此的善心, 中县余带嘲讽地说道, 说完他沉吟片刻, 倒这么说还是风着更好, 这就有和他商量的意思呢, 冷凝云心想有门, 他立刻道, 若是继续风转, 虽然不至于挤兑, 但是外头的折子, 银票形同废纸, 后果还是一样, 洗风也不好, 茶风也不好, 你的意图何为呢, 距离开市还有几天时间, 这几天学生会在外头尽力奔走, 调度资金, 也说服同行称学生一把, 冷凝云用很诚恳的语气说道, 还要请大人帮学生一个忙, 哦, 你要本官怎么帮你, 冷凝云此刻心中笃定, 他最踏遇到的是脾气执拗偏偏才干, 又平庸的官, 办起事不靠谱, 偏偏自认三观正, 认定的是八匹马要拉不回来, 终然不是这样的官, 自有刚正清廉之名, 也能审时度势全变, 只要能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他, 就有合作的可能, 此时他愈发从容的多谢大人, 他的要求很简单, 起风之日, 请顺天府退出衙役和书办, 若是能请刘推官更好, 到场为迟致, 起风之日, 一是必有挤兑, 若无人为耻, 只怕会自相践踏, 其次, 也是防着有人趁机煽动闹事, 诱发明辩, 这个容易, 刘老爷想必也不会拒绝, 中帖点头, 只是到时候跪伤若不能对付, 本官也只能再次一封了之, 只是这次不只是封电了, 是, 学生明白, 其二, 是想商情大人以顺天府的名义, 出一张贴红告示, 哦, 中库不得不慎重起来, 贴红告示是官府文书, 其中言辞颇为讲究, 若是有什么话不合适, 一旦用了大印贴了出去, 石牛拉不转, 虽说维持市场秩序, 谈压地方是官府日常的职责, 但是这事牵扯面甚大, 若是影方的明殿了, 顺天府免不了, 也要吃挂落, 告示里只要有回护德龙的地方应景, 就是御史门谈合的材料, 他想了想, 当即吩咐从人, 请林师爷来, 林师爷其实一直在窗下旁, 听东家和冷凝云的对谈, 毕竟这位冷大掌柜, 如今正在风头浪尖之上, 应对稍有不慎, 东家的虔诚和声语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听到此刻, 林师爷觉得冷凝云讲话大致在里, 所提的要求也不过分, 但是他信誓旦旦调度银两, 这话实在听着没敌, 如今东翁召唤便立刻现身了, 见过李, 中期到林师爷, 为了维持世面, 不能不出头来管着德龙的事, 如今棱掌柜提出, 要顺天府出一张告示, 帮着维持信誉, 这件事还得请你参详, 是, 是, 大人思旅周详, 林师爷作为顺天府隐的师爷, 德龙平日里自然也有敷衍, 对于一个在清关又是金关墓中当差的师爷来说, 德龙每个月挤两银子的利归和三节的捷径, 不无小补, 原本德龙的事情他是很愿意出力的, 毕竟德龙比之山西屋子冷老爷的手面要大得多, 若是能帮上忙日后的谢意也不会小, 但是德龙的事情牵扯太大, 他不能不慎重, 辛苦你了, 不敢不敢, 林师爷恭神道, 只是这告示要写什么内容还请老爷试下, 这个你先问冷大掌柜, 我们再参诸, 冷凝云赶紧到, 有劳林师爷了, 德龙的事学生自然责无旁贷, 不过也得靠大家帮衬, 顾臣大局才好, 以学生的一点余见, 一是要说明德龙是本分商民, 多年经营信誉卓著, 二是潜虚日子掌柜为匪人劫持, 故而店铺赞封, 如今掌柜盟官府营救已经安然归来, 故而店铺从开, 三是德龙资产充裕, 并无倒闭之风险, 四是前夜牵扯甚广, 已有波动市面大受影响, 亦非经时百姓之福, 请大家莫要传谣起哄, 我请你把这番意思切切实实跟大家说一说, 灵师爷极聪明了一个人, 一番话说完, 他脑子里已经有了复稿,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去梳桌旁落比尼稿, 而是目光转向中气, 看他的意思, 中空明白他的意思, 这四点之中, 二、四都不要紧, 关键是一和三, 原本第一点不算什么, 能在京师经营多年的大商铺, 总不能说他是奸宁, 再说店归店, 人归人, 严格老倒台之后, 他名下的铺子只是换了东家, 照样好好的开到了崇祯朝, 但这德龙却是与众不同, 京师里稍有地位的人都知道, 德龙和在梁广造反的宽贼,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告示里各是出现了这一句, 变成了顺天府中期出面, 担保德龙并非逆产, 冷凝云也和回贼无关, 这里头的责任可就罢了, 不出事罢了, 一旦出事就是御史县城的挑剔, 至于后头的德龙资产充裕, 并无倒闭之风险, 也有打包票之嫌, 万一德龙倒了, 中窟的官生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零师爷此刻有心要帮一把冷凝云, 仔细想了想, 道老爷, 冷老爷并非普通商人, 而是有功名在身的人, 聪明人一点就通, 中医顿生毛色洞开, 这冷老爷是假狐贼也好, 真傲助人也罢, 这南京国子监奸生的功名, 可是实大实的, 礼部还存着他的三代出身吕弊呢, 他就算是魂贼, 也是南京国子监和礼部的事, 和顺天府有什么相干, 至于这德龙资产充裕, 零师爷也有思路, 当即拟了稿, 请终切过目, 中忽年须细看了一遍, 微微点头, 示意把文稿给冷凝云看, 这种告示, 多用四言俗体, 语句浅显, 读起来和打油诗差不多, 冷凝云也能看得懂, 得龙钱庄, 性欲卓著, 联好广布, 调度充裕, 时时不静, 贼人作乱, 电东蒙尘, 性得脱困, 安然归附, 同启门飞, 营业照旧, 电东有势, 银两充足, 若有差池, 国法不容, 顺天府遇, 世面平静, 小民应故, 得龙开门, 银票照付, 百姓商户, 无须张簧, 莫听谣言, 其来对付, 引动骚乱, 难辞其咎, 不乏小人, 威严获重, 暗中煽动, 易经拿货, 必受冲责, 苦口婆心, 莫为不欲, 妾妾此欲, 冷凝云暗暗赞叹了这灵师爷的一支笔, 果然厉害, 这第三点, 直接就把顺天府从, 担保变成了监管, 摘得干干净净, 学生觉得很是合适, 灵师爷果然是一支妙笔, 度感不感, 事关顺天府市井伤名, 慎重些总是好的, 灵师爷退下之后, 中医注视了冷凝云好一会, 道, 你的要求, 本府都设法于你了, 下来的惊涛骇浪, 就要看你自己的呢。 是, 学生必当小心操舟, 使得万年传, 不负大人, 中湖眼中流露一丝欣赏的神色, 虚语又不见了, 负不负我, 并不要紧, 只要你不负在你铺子里存钱的商户百姓就行了, 盐霸端起了茶碗, 冷凝云回到钱庄, 心里笃定了许多, 有中浮尹的应成相当于官府给他背了书, 至少在百姓们看来是这样, 关键是让绑匪背后的势必有了忌惮, 别看京师高官如云, 但是顺天浮尹却是京师城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非皇帝信众的众臣不能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去说服山西屋子的霸脑们了, 冬日入夜来得早, 四点刚固, 天色变渐渐暗淡下来, 外头嬉戏落落地响起了爆竹声, 年景再差, 该有的点缀还是要有的, 德龙和宅邸内却是热热闹闹, 冷凝云回归,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记强心计, 尽管伙计们对初五开张之后, 如何应对挤兑的狂潮心中无敌, 但是有掌会的在, 大家都觉得有了靠山, 毕竟这些年在京师开拓市城打江山, 也经历过不少惊涛海浪, 都在掌柜的运筹之下一一化解, 所以人们依然相信冷凝云也有这样的本事, 冷凝云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有把握, 虽说他已经电联了总部, 知道外情局,福伯军侦察总局都有人马派来, 年初即可抵达天津, 到时候手中有的是精兵强将可调遣, 但是他还是希望和平地解决事成问题, 而不是靠杀人放火, 当然真要走到这一步, 他也会毫不犹豫, 当天的年夜饭, 他现在钱庄内和电伙们一起用餐, 随后又回到妹宅和妹卷守岁, 在京师过年已经多次, 但是这次糊口余声,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过完年, 年初一冷凝云便把德龙高层召集起来, 预备着开张的事宜, 开完会议, 他将乌开地搬读留下, 商议筹款的实请, 牙鼠取应是正月初三, 商户多在年初五开业, 乌开地孤寂, 顺天府会在初四初五这两天, 派人来起风, 至于德龙, 自然不必踩着线来开门, 照规矩精湿的银田公, 所会在初五半久招待同行, 即使联络同夜感情, 新一年一些重要的事情, 也要商讨决定, 吃完这番酒席, 银权业才正式开门做生意, 这顿开门酒对银权业的大校同行买书, 堪称生死攸关, 权业和其他行业不同, 是与前生前做的是无中生有的买卖, 一家的钱庄的存款和本权是有限的, 遇到银根紧张的时候, 就要同夜之间调帝, 此种调度既有长期的借款, 也有短期的零拆, 再通过各家银号之间互相成对, 绘画和清算, 故而银钱也有100万的银子, 就能当300万用, 事情总是预体两面的, 既有好处就有坏处, 钱中不同于街头的钱摊, 或者只有一间门面的兑换铺, 各家最少也有几万资本, 几万的存款, 撬动着数十万的生意往来, 一旦倒闭, 但凡有拦网的同业都会蒙受损失, 虽说同业是冤家, 但是在银钱业里, 却颇有些羞气与共的味道, 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 公所的资格很难取得, 不但要大本钱大门槛, 还得有公所多数同业的认可, 当时京师里的银钱行当主山西帮势力最大, 资本最为雄厚, 其余便是江浙帮, 两湖帮, 他一个孤零零的广东帮, 连门都摸不着, 当初德龙进入公所就颇为不易, 好在他本钱门槛都很充分, 关键是能办两广的绘华, 速度快, 金额大, 这对于京师的同业来说颇为难得, 他又通过赵颖公的关系, 拉拢了江浙帮, 这才得以入会, 但是山西屋子对他这个兴来的, 原本只是排斥的态度, 虽然因为稀疏存款的关系, 多有摩擦, 但是总者来说并没有要死要活的地步, 一来他们的生意范畴多不重合, 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二来他有杨公公的门槛, 大太监的势力, 一般官员静身是不敢不愿招惹的, 但是这次绑票案件前后, 山西屋子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如明其中有人牵扯甚深, 只是到底是某家山西屋子牵扯进去, 还是整个山西帮都牵扯进去, 其中的关节还搞不清楚, 眼下所知的, 就是夏季山西屋子的侨管士深设此事, 一个管士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 夏季必然深陷其中, 以小的来看, 山西屋子落井下石有可能, 但是意图置老爷与死地倒不至于, 屋开地道, 纵然他们低价买入了大量的德龙银票, 若是不能足额兑付就是废纸一张, 德龙一倒, 各家都有损失, 何必做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没错, 所以绑票案子除了夏季之外, 其他各家应该是不相干的, 若能趁势让德龙倒闭, 他们也是乐见其成, 冷凝云坦大, 只不过他们都是冷眼旁观, 等着打太平拳真要出力未必愿意, 所以我猜低价收票预备几对的主力是夏季, 其他各家用不着专门来对, 把年前积攒下来的德龙票子都拿过来就够了, 夏季愿意干着亏本的买卖, 大约是有人指使, 这海勇书必然是石峰集团, 搞不好还有其他大脑, 他现在安然回来, 其余七家山西屋子大约心存忌惮, 不管夏季的背后的人对他们说了什么, 又许了什么怨, 他的归来已经是充分证明了德龙的实力, 落井下石是一回事, 又争刀争枪死杀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也是他认为山西屋子尚可争取的原因, 除去八家山西屋子, 江浙邦,两湖邦, 同业六家, 亦是可争取的对象, 只是他们的实力远逊于山西邦,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屋开地心脸神会, 我这就去见这几家的掌柜, 话你不妨说得明白一些, 现在德龙有困难是真的, 但是只要能稳住阵脚, 大家都有好处, 二,山西屋子在京师中已然是势力最大, 若是这次被他们击倒了德龙, 以后他们必然得寸进尺, 所以这件事上, 务必请他们多调寸头过来, 是, 纯凡屎王的道理他们还是明白的, 乌开地道, 只是他们几家资本都保, 请他们调银子过来, 只怕很难, 能调多少调多少, 按去年最高的同业, 拆借利息翻倍算, 冷凝云道, 你他们说, 不必调银子过来, 请他们开票子过来, 这六家每家大约能拆借两千两, 再多大约便无望了, 两千两就是一万两千, 比起十八万的口子还是差了许多, 何况现有的十五万里, 还有十万杨公公是声明一开门就要提走的, 这么一算, 还差将近二十七万两, 二十七万两在明末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的, 万利天启朝廷修三大典工的花费, 也不过二三十万两, 但是再一想,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去到杨公公肯定会来提的十万两, 剩下的十七万中大多是开出去的票子, 德龙全国联号信誉豪汇款迅速, 许多票子都沉淀在旅途中或者外地, 京师市面上票子最多也就是十万了, 山西屋子那边不落井下石就很好了, 大约是指望不上他们来雪中送炭的, 屋开地探道, 道也未必, 冷凝云道, 只要德龙不倒, 他们能挣钱就行了, 这帮老薛剑奴的钱都要挣, 我们的钱赚不得, 夏季是上了贼船下不来, 其他七家大可争取一下, 弄个十万两银子来, 光是拆戒加倍的好处, 大约是说不懂他们的, 光有好处怎么行, 还得有坏处才行, 冷凝云黑黑一笑, 特针队这几天就要到天津了, 这么好的机会不用怎么行, 无开地虽然没去过林高, 但是也听出过特针队的故事, 听他说起不由孝道, 是了, 有他们在, 我们也来请财神, 是了, 他们乖乖配合就好, 不配合, 只好撕破脸皮上手段了, 冷凝云道, 不过真要闹到这一步就很难收场了, 咱们是红线道合, 让他们知道厉害就行了, 是, 是, 这就足够了, 无开地这时脸上开朗了不少, 只有这七家不来挤兑, 咱们就不碍事了, 这么一算处差不多了, 冷凝云道, 谨慎起见, 我们还是要多预备些现银在手里, 你我备一封鸣铁, 我两天, 我要见一见李洛游, 您要见他, 无开地吃了一惊, 他人倒是在惊师, 可是这个人出了名的难见, 您老几次请他, 都被他回绝了的, 现在德龙是在生死存盟的关口, 他非见我不可, 无开地瞠目结舌, 以常理来说, 过去顺风顺水, 尚且吃了闭门羹, 现在德龙在危难之际, 对方更不会理睬了, 他当然不知道, 李洛游有个软肋在捆贼的掌握之中, 只有他顾念妻职, 这个时候就非得帮忙不可, 真要闹到德龙倒闭, 冷凝云落荒而逃, 或者被捕入狱, 故宝城在林高, 也就别做什么生意, 到辅有地那里抹沙子还差不多, 冷凝云见他诧异, 也不多加说谋, 只是说你放心就是危难之际, 李老爷绝技不会不管, 见他如此胸有成竹, 无开地道, 我这就去安排, 他在京师不住在自家宅里底, 另有一个门头, 备一份厚礼, 全要最新的傲珠货, 给姨太太也备一份, 乌开地笑道, 老爷糊涂了不是, 给那阵备礼, 照理是两位姑娘的事, 哦, 对, 对, 是我糊涂了, 冷凝云敲了敲自己的脑门, 我这就去, 还有一桩事, 乌开地提响他, 李老爷和林高做生意多年, 什么澳洲货没见识过, 我这里能备办的等旋物件, 他大约也不稀罕, 最好有新鲜的玩意儿, 适去老吴你说的对, 冷凝云心想, 这李洛游虽有软肋, 毕竟也是在大明和后金之间, 游刃有语的豪商枭雄, 据说还是天主教徒, 和葡萄牙人打得火热, 当初元老院在海南, 只有林高一余之地的时候, 就赶来投资, 见识魄力胆识远超过一般人, 什么世面没见过, 自己要求他帮忙, 只顾着拿捏腰鞋, 只怕引起他的反感, 这老家伙, 这几年和元老院若即若离, 生意作战, 关系不冷不热, 虽说礼物人情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有时候却能起一个催化剂, 润滑剂的作用, 冷凝云顿时慎重其来, 回到一墙斋, 他立刻从档案柜里, 取出李洛尤的档案盒子, 这里面不但收录了他到京师之后, 和李洛尤的全部往来记录和信件, 还包括外情局搜集到所有此人的信息, 包括顾宝成在林高活动的时候, 提及的相关情况, 虽然一铃伴着, 但是往往涉及到他的私人生活, 兴趣爱好等诸多隐私材料, 尤其珍贵, 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这位李老爷有个呆己, 晕眩之章, 虽然百寿医院的盖府没有给他量过血压, 但是从顾宝成的描述, 旁观者的见闻, 还有他家仆役长期购买酥和香饮, 单身丸等药物来看, 他很有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有可能是高血压, 但是苏和香饮和单身丸对高血压的治疗作用有限, 当初百筹医院的治疾所谓的提高药效, 专门对制造的了单身滴丸, 尽可能地提高有效成分浓度, 但是效果依旧不尽人意, 一直到制药厂从罗浮墓, 蛇根木等植物中萃取出了沥血瓶, 才算是有了真正管用的降压药物, 沥血瓶因为副作用较大, 在新时空已经不再是一闲降压药, 但是在十七世纪, 却是地地道道的神药, 刘荡林能活到现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灵高能得到这种药物, 冷凝云没有高血压, 但是考虑到精湿关幻的富豪阶层老年人居多, 这种老年病应该相当突变, 所以特意准备了一些永难挖荣关系, 不过送药给别人毕竟是一件相当有风险的事情, 特别是权贵豪门之家, 视大夫为草剂, 这药要真是仙丹也就罢了, 万一吃出个好歹来, 未免招人恨, 所以冷凝云等闲并不拿出来馈赠, 这次他决定用一下这个终极武器, 李洛游见过世面,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 馈赠这件礼物应该能获得他的好感, 他回到内宅叫来雁红, 取书干完, 被三个月的量送到内书房, 流出到灵膏之外的沥血瓶, 用的是中药水纹的形式, 其中除了沥血瓶之外, 另包含肚中、牛黄、 丹参之类的药物, 打的是润氏糖的商标, 取名为书干丹, 用小瓷瓶包装, 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 接着他又吩咐荷香, 去内书房把暗格打开, 内书房的暗格做的是多宝厨的款式, 只是外面封有墙壁, 严丝合缝, 不开暗锁, 都知道那里乾坤, 打开厨门, 里头大小不一的格子里, 储存的都是当时罕见的真气玩物, 这些东西多是平日里用来溃赠拉拢关系之用, 其中不少都出自红黄男的零高奢侈品品牌, Linkoff, 不过大家还是习惯性地称之为八号店, 这些物件或用三皮纸包着, 或重放在精致的各种材质的小盒子和小口袋中, 外头统一拴着一个标签, 这是北比路由老爷选礼物, 选四色, 一色是药, 还有三色, 你帮我想想看, 是辽海行的李老爷吗? 就是他, 这倒难了, 河湘也有些犯难了, 若是只求贵重, 那可送之物甚多, 若求新奇, 洋货澳洲货也不少, 唯独这李洛有几有钱, 又见识过各种事面, 想让他买账的东西真心不多, 当下将暗格里物件选了几样拿了出来, 堆在桌上, 李老爷是喝过洋墨水的人, 平日里大约能有鹅毛笔, 这只钢笔如何? 河湘取出一个颇为精致的小羊皮烫金盒子, 这是只八号店出品的林克福克科技布太白, 天文台联名款的高级钢笔星辰爱戴中的水星, 不但笔尖材质大幅度升级, 耐磨性有了显著提高, 笔杆材质也有了长足进步, 用的是青金石料金工, 雕琢镶镶金银工, 极净奢华, 深蓝色, 配色深邃如遥远的宇宙, 表面闪烁的影点, 仿佛七天的无数凶尘, 这个可以, 据我所知, 李老爷也是经常用西洋书法的, 还有就是这个了, 河湘拿出一个丧皮纸包, 小心地打开, 里面是个极讲究的皮盒子, 一只宝石轴成的大黄金表, 这是地地道道的林高产品, 生产出来还不到一年, 怀表的生产两年前就已经开始, 不过最初的怀表受限于材料和工艺, 和马铁闹钟不相上下, 除了军事和工业领域有所运用之外, 大多数人对这笨重又不太精致的玩意并不感冒, 相比之下, 这只星晶出品的金表已经十分接近18, 59世纪的怀表尺寸, 表壳采用的是7以5, 免黄金十, 免的银和二, 免的铜制制成, 色泽漂亮, 又有足够的强度, 其表盘材质是白色玻璃右面, 指针和表字均为发蓝制地, 表壳内部镶嵌有烧制的发廊画, 这个表灵高纸送来的四块, 一块都没拿出去过, 外头是看不到的, 够重了吧, 他将表托在盒子里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 又加了一句小心打碎, 真漂亮, 冷凝云接过来端详了下, 他很喜欢手表的, 李洛有对钟表计时器颇有兴趣, 也构置过欧洲来的百锤式立地大钟, 不过怀表这样的便携式计时器, 当时并未出现, 所以当他看到元老们佩戴了手表的时候, 流露出极大的兴趣, 几次表示想重金购置, 当时因为手表不能自产, 独论成品还是配件, 全靠旧时空的库存, 属于一级管控物资, 这个要求没能满足, 还剩一件, 要出光是稀罕物, 望远镜大约也算, 算不上了, 地球仪他肯定也有, 他家里科学仪器有的是, 西洋人的, 我们的, 你就别费脑筋在这上头了, 冷凝云有些发愁, 其他东西他就更加不稀罕了, 要不再送他一味平安药吧, 正好成对, 何香说他既有高血压, 大约心脏也不会好, 润士腾的射箱保兴丹, 最是对症不过, 也好太过奢华, 似乎也有见外之嫌, 至于姨太太的礼物反倒好办些, 何香说, 我看资料上书, 这位乔姨太乙是中年, 库里有上好的阿娇, 是照着供品的规格做的, 好, 还有呢, 再一样要贵重些, 紫针摘的蓝宝石耳环一对, 宝石原本在十七世纪并不太受国人的重视, 首饰上虽有使用, 并不算特别珍贵之物, 究其原因, 主要是切割加功能有限, 无妨做到后世那样切割出多个冷面形成光反射, 产生璀璨独目的火油光, 紫针摘引入了兴德切割工艺和技术之后, 宝石的价格便一度看涨, 不过几年功夫, 全新的审美趣味便传播到了江南和京师, 然后就是意料了, 河香开始收拾桌子上的物件, 库里有上好的辅仇料, 还有香芸沙料, 每种四个尺头足够来, 这两种织物都是元老院纺织工业的全新产品, 后者不必输, 是广东的著名产品, 原本是民国初年才有的, 现在提前问世了, 全者虽叫辅仇, 实际上既不是辅仇也不是仇, 而是广州的纺织厂用经书棉制造的高枝树平纹棉布, 质地轻柔光滑, 类似绸缎, 礼物配好, 乌开帝派出去投铁的人也回来了, 说李老爷年初四有时间, 可以见一见老爷, 还是在乔仪泰的下处, 是, 不过那边的管家说了, 老爷身子不慎爽力, 还请老爷长话短书, 这老家伙还真不客气, 冷凝云暗骂道, 乔仪太子人在李老爷身旁地位如何, 若说受宠, 李洛有的妾室就没有受宠一说, 无开地道, 他家里头素来一家法森严著称, 妾室简直和坐牢差不多, 不过这位乔仪太跟着他二十多年了, 情分上要比其他妾室深一些, 他在京师常年都住乔仪太的外宅, 就算过年也只在家里头住到年初三, 这倒是个怪人, 一点不怪, 无开地笑道, 他家两位老风君和原配都已去世, 几个子女也已成家立业, 原本家里没什么事情, 天天他家里兄弟子职多, 日日来请安问好, 要差事求帮臣, 他嫌过早, 所以躲在外宅里图个清静, 刀血压病人醉眼过躁, 他长眠在外躲清静也在情理之中, 加之他最近的症状又比较严重, 毕竟是冬季正是血压偏高的时候, 吴先生, 你先把这两份礼物提前送去, 特别是把这药的用法也和管家说一说, 老爷, 帷幕外有婢女低声唤道, 虽然头胀欲裂, 太阳穴更是振振地痛楚袭来, 李莫又还是应了一句, 什么事? 冷大掌柜派人送礼来了, 一股无名之火直窜他的脑门, 瞬间几乎将他引爆, 但是他想起医生们的告诫, 要他静心安神, 不要动怒, 以免突遭风急, 一旦中风, 非死即惨。 他是不怕的, 他已经是年近六十人, 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 虽然免不了有种种遗憾, 也算是丰富多彩的一生, 若是残了, 那才是沦为鱼肉。 从执掌权柄的大家组长, 沦为受人摆布的废人, 先不说肉体上的折磨, 只是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他也无法接受。 送礼便送礼, 交给姨太太说着就是了, 虽不发火, 可他已打定主意, 若这丫头是自作主张来禀告, 二十板子, 他是吃定了。 虽说宅门里的规矩, 过完正月十五之前, 不择罚家人奴婢, 但这里是外宅, 并非家, 他大可随心, 大约也感觉到快挨板子了, 婢女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 是姨太太关照奴婢来禀告的, 她说里头有两种药, 都是对症老爷的病, 真是胡闹, 李洛游不耐烦道, 我这病症这许多年了, 药吃了无数, 他冷凝云了, 又不是华佗在世, 哪来的什么灵丹妙药? 姨太太说, 这药龙掌柜说最是灵验, 衣服就有效果, 还说是南洋货的。 南洋货这几个字, 如今在京师, 就是澳洲货的代名词, 只说婚贼入侵两广, 京师商家既说, 澳洲货至于困货, 那是更不敢提了, 棱掌柜送南洋货员, 没什么稀罕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魂贼, 至于是假婚还是真魂, 李老爷不计较, 澳洲货, 不论是货送的还是他购买的, 虽算不上满坑满谷, 于他却没什么稀罕之处, 说起药物他也见识过一些, 包括现在京师里流行的几种平安药, 什么诸葛行军, 散壁温散之类, 最出名的大约就是必虐完了, 此物他在广州见识过之后, 并惊为先丹, 但是这种药物似乎澳洲人自己都很少, 并无法售, 非得有极大的人情关系, 才能弄到几丸, 但是服用之后即刻见像, 至于最近这几年在京师, 江南到处发售的炉石散之类的澳洲神药, 虽说声誉卓著李洛尤却醒不过, 因为顾宝成在每个月都要写来的书信里, 从来没提起过这些药物, 为了治疗他的头疯的药物, 这几年他一直命固宝承载林高留意澳洲人的药物, 如今这冷凝云派人送来治头疯的药物, 让他不由地将性将移起来, 不过冷凝云既是货真价实的昆贼, 眼下又要求叫自己, 想来毒会拿假药来, 如此一来他来了兴趣, 头似乎也不那么疼呢, 当即到争议, 当下在丫鬟服饰下穿上家居的袍服, 来到外头的民间客厅, 这块雪阁是乔宜太宅底妹他专门用来过冬闲居的地方, 说是阁实则是三明两岸的一个小院路, 这里每处房屋都有修有暗火龙, 冬季燃起火来, 一世如春, 冬日里他和乔宜太就在这里起居宴座, 老爷乔宜太监他过来, 立刻起身相迎, 道万福, 他和李璐游相伴已经二十多年, 但有儿女, 照理说是李家的有功之臣, 孰不拘礼, 在李洛游面前依旧离属周到, 不敢稍有怠慢, 见李洛游面露痛苦之色步履蹒跚, 他赶紧上来替下丫鬟搀扶他过来, 又一叠声道, 去取南洋藤椅来, 南洋藤椅就是旧时空之藤靠背椅, 别看看他是中国传统藤边手工艺产亭, 但是其形制却是清莫名, 出以西洋高靠背椅为蓝本创制出来的, 十分符合人体工学, 特别是高靠痕碧带倾斜的圆弧形靠腰的设计, 加之藤竹材料略具弹性的特点, 能充分支撑人体躯干, 对李洛由这样身体虚弱的病人来说尤为适合, 这藤椅用的是最好的灵膏红白层编制, 材料好, 工艺更是精湛, 自然价格不菲, 李洛由一屁股坐上去, 不由地舒了口气, 低声道, 这棱掌柜送什么药, 你要如此的大惊小怪, 剑却不敢随意叨扰老爷, 实在是送礼物挨得乌爷说, 这两位药物对老爷的病症大有好处, 且立竿见影, 所以才, 哦, 李洛又不知可逢, 他懒得说话, 用手略一指点身盼的桌子, 乔姨太赶紧将冷凝云送来的四色礼物拿了过来, 李末又哪有心思细看, 只把两种药拿在手里略略端详一下, 这是书干完, 乌老爷嘱咐, 每日两次, 每次一完, 服下及见像, 只是不能停药, 他这回送了三个月的量过来, 李洛又点头, 有气无力道, 吃了就见像, 他是先担不成, 乔姨太不敢揭话, 见他并无其他表示, 才继续说道, 这瓶是社香保新丹, 乌老爷说, 老爷既有投风之症, 大约异常有心痛, 心计之症, 发作时候, 立刻含服一碗, 即可疏解, 亦可每日服用, 一碗保平安, 各取一碗, 加上水化开, 他吩咐道, 酒病成医, 他对各种药物药理也颇有钻研, 这些年他用过的药除了酥和香饮, 和各式各样的磅子之外, 还有一种去痛蛮, 亦是脱明澳洲药的新药之一, 效果极好, 但是他却知道其中的猫腻, 此物去痛虽明鉴, 实则就是阿骗, 他告诫家人, 服用多了必有饮念, 身体虚弱懒动, 必成废人, 婢女将两个小碟子并一双银块呈上, 她端起碟子清修药味, 又用银块拨弄药渣, 舌尖清肠药味, 两脚才道, 既如此, 就服一剂试试看吧, 没想到这药衣服之下, 不过一个时辰, 头胀头痛的感觉便渐渐消失, 原本眩晕感也渐渐消失了, 过去服用驱捅丸虽能止疼, 但是眩晕感却是去除不掉的, 人一舒服, 胃口也好了, 乔姨太健壮, 喜不自胜, 观照人端来清猪小菜, 服侍她用过, 肠胃既得满足, 疲倦感便接踵而至, 这几日她的睡眠都是昏昏沉沉, 半梦半醒, 梦中多险恶之事, 醒来总是疲惫不堪, 此刻睡已袭来, 乔姨太立刻在暖阁内铺沉床褥, 让她歇息, 这一将一直睡到了黄昏降至, 李洛有起身, 只值得神清慕明, 原本的疲惫的身躯也充满了精力, 这么好的状态近年罕有, 李洛由不由暗暗称奇, 澳洲人果然厉害, 身体舒爽, 连带着对乔姨太病丫鬟蒲姨们的脸色 都好看了许多, 上下都舒了口气, 宅邸内也有了些快活轻松的过年气氛, 李洛由却没有乔姨太这般的轻松感, 他又把冷凝云送来的礼物仔细看了看, 两份礼物都很贵重, 而且十分用心, 摆明了是叫自己见情, 冷凝云来经时几年, 虽说因为业务的关系, 辽海航和德龙之间来往很多, 但是他本人与冷凝云之间却极少往来, 除了第一次经师, 他见了一回, 之后便再无私人往来, 冷凝云方面的态度倒是十分积极, 三杰投铁问安, 但凡有红白之事, 也来调贺送礼, 他如此冷遇冷凝云, 并非是简单的避嫌, 也不是因为当年拒绝卖炮而怀恨在心, 而是自打火烧五阳义之后, 他就感到, 魂贼定非持中路, 他们不是葡萄牙人, 占据了一个豪景澳, 有了块地方落脚做生意就心满意足了, 魂贼所图甚大, 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野心, 在梁广陷落前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 昆贼这些年的行动, 他从自己的商业网络中一略有所知的, 不论是插手山东的骚乱, 攻灭郑之龙集团, 迫降牛乡, 在上海半船印公司, 派人前往辽东与满清机恰做生意, 一中装一件件都包藏着莫大的野心, 犹如高手布局, 不显山露水地布下了一枚棋子, 所以当顾宝成飞叔来告, 澳洲人正在积极做打仗的准备, 很有可能会登陆大陆和后来广东沦陷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李洛有一点都没有惊讶,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正如顾宝成的预警, 朝廷知道了又如何, 不过是提前几日惊扰而已, 于后果都会有任何变化, 英灵岂是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美洛由南南道, 推贼这条来历不明的精灵, 如己要化作龙呢, 而这满天的风云正是这美矿玉下的国事, 对大明, 李洛由早已经心灰意冷, 这几年, 朝局的变化使得他愈发绝望, 他再也不是那个当初四处寻找新技术, 意图刷新军备, 中兴大明, 收复故土的中年人了, 但是让他另途明主, 他也着实看不上, 刘寇自不必说, 迄今为止几股有名的指寇, 官兵围剿便烟消云散, 官兵一退, 重持旗鼓, 风迎已对, 不成气候, 至于满清, 原本引路出穷途末路之乡, 然而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之后, 原本已然默契沉重的大京, 居然又焕发出了生机, 皇太极的野心较之只知异于匆忙, 以其略为能势的老奴要大得多, 关键是, 他的本事支撑得起他的野心, 以他在京师的地位和商业关系, 皇太极一命手下通过辽海型的沈阳分号写来劝奖书信, 让他暗中为大清服务, 许诺他疾风后的利益, 他知道做蒙古生意的山西商人中, 已经有人落水, 正以惊人的速度积攒财富, 但这些并不会让他忘怀当年广宁撤镇时的惨事, 不共戴天, 唯独对着砍贼, 他的感情十分复杂, 昆贼的这个大宋后裔不论是真是假, 总是华夏一脉, 语言文字亦是同宗同源, 叫之朝鲜, 安南, 小中华, 算得上是正传敌派了, 然而, 他们在海然的种种举措和交往时所传达出来的观念, 又说明他们和华夏相差甚远, 别说朝鲜, 越南甚至和他接触过的欧洲人亦有极大的不同, 他们若是入主华夏, 又会变成何等模样, 遥顺之国还是蛮夷之邦, 李洛游对未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反正他的寿暑将尽, 人死如灯命, 再大的劫难也与他无干拦, 生意上的事情他都做了安排, 只是乱世里这份家业的分店乃至覆灭大约是必然的, 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 将来是福使户, 全靠他们自己掌握, 至于贪得无厌的兄弟子侄们, 他们多少也捞到了些好处, 至于能不能守得住, 那就是个人的本事了, 他还有最后一个准备, 将两个侍妾和孩子送到了南方, 一个送到了奥林, 托福给耶稣会中的好友, 另一个则秘密送到了林高, 由故宝城照顾, 将来若是天下大乱玉石聚焚, 李家的血脉也总能保全一二, 他也算是对得起祖宗啊, 这冷大掌柜馈赠这么贵重的礼物,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求老爷办, 乔姨太的话, 把她都从沉思中唤醒了, 她要求的是, 我大约也知道, 李洛有冷哼一声, 不好办呢, 乔姨太不敢接话, 梁九道, 这要很对老爷的证, 若是能办, 老爷还是帮他一把, 帮还是不帮, 李洛有颇为愁愁, 他虽在家中卧病, 但是惊失的消息并不必散, 冷凝云被绑票, 归来, 有人暗中预谋挤兑德龙, 这些事他都略知一案, 但是他从不插手顾问德龙的生意, 他的字号和德龙往来甚多, 但都是业务关系, 和澳洲人在北方的行动不沾边的, 也并未入骨, 澳洲人所图甚大, 他不想为了几个钱掺和进去, 得罪了朝廷, 朝廷虽已到了穷途末路, 但是要弄死他, 毁掉他的家和事业, 还是举手之劳, 特别是京师这个地方, 卧虎藏龙, 满街的权贵高门, 他纵然有着偌大的家业和门槛, 也不得不小心从事, 随绑跳了棱掌柜, 他不清楚也无意查清, 但是挤兑德龙显然不是山西屋子的座位, 山西屋子取图击垮德龙, 这在京师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德龙背靠杨公共的门槛, 山西屋子上次谋使不成, 已然隐其息鼓, 这次突然重操旧业, 显然是背后另有人指使, 此人敢于挑战德蒙, 显然不是一般的官患, 谨慎起见, 自己最好是置身事外, 但是自己若全然不顾德龙的安危, 在困贼那边也交代不过去, 死来想去, 只能按住, 不能民邦, 想到这里, 他的思路已经完全明了, 当下对乔仪态道, 你叫张成进来见我, 张成是他的贴身仆人之一, 专办要紧的事情, 你去办这件事要悄悄地办, 李洛有嘱咐道, 记得要找旧存的, 不要专门去队, 不要开心票, 乌开帝没有跟去理财, 他分身乏术, 要去逐一拜访小同行们, 只能让冷凝云单独去啦, 回来之后更是忐忑不安, 不知道这位明满京师的大掌柜, 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冷掌柜, 虽说冷掌柜胸有成竹, 大有吃定了李洛油的意思, 但是乌开帝深知商场险恶, 人情冷暖, 别说只是商业上的生意伙伴, 就算有救命之恩, 危难的时候也未必会买账, 所以他一直坐立不安, 眼见着冷凝云回来, 嘴角微微带笑, 他才放下一半心来, 见过李, 蒙着问道, 老爷见了李大掌柜怎么说, 他个千年修炼的狐狸, 能怎么说, 自然是, 呃, 冷凝云笑道, 不肯落一句, 结实话下来, 乌开帝急道, 老爷, 您老还笑得出, 忽然觉得自己未应援太过狂奔了, 忙缓了一缓, 这事可容不得玩笑呀, 到底是何情形, 你少闻无躁, 冷凝云从容坐下, 喝过一碗茶, 又叫人送点心来, 这才徐徐到来, 李大掌柜人很是客气, 不过要他出面来力挺得龙, 他是肯定不干的, 他也忌惮对方的后台, 他知道后台是何许人也, 我猜他可能略知一二, 不过在京师里感动咱爷们的, 也不是一般的人物, 冷凝云叹道, 纵然是李大掌柜, 也不愿意平白招惹事端的, 那, 那, 那不是一无所获, 这倒也不至于, 冷凝云说着拍了下, 手边的败侠, 这就是收获, 你打开瞧瞧吧, 乌开地急忙将败侠打开, 里面却是满满一叠的桑皮纸, 心就不移, 有的甚至污渍斑斑, 但是他立刻就分辨出来, 这里头全是银票, 银票, 不错, 一共三万两, 乌开地翻了翻, 这些银票全是山西屋子开出来的, 心就不移, 大约是专门搜集来的, 这里老爷还真有意思, 可惜只有三万, 乌开地心中盘算, 加上小同行的借款, 也就仍凑五万, 五万就不少了, 冷凝云叶下口中的点心, 拍了拍手, 年初五的这顿饭, 才是要害, 不在这前夜工会的宴席上, 把他们都给收拾服帖来, 就算给咱们三十万两银子用付过去了, 日后也是个隐患, 话是这么说, 小同行们怎么说, 冷凝云打断了他的话, 闷道, 今日我逐一都拜见过了, 六家小同行倒是都很同情我们, 也愿意帮我们, 但是他们都忌惮山西屋子, 乌开地说, 小同行们因为本钱少, 门槛也小, 所以不太敢得罪山西屋子, 但是他们也对山西屋子 把持经师迎权市场横行霸道不满, 所以也希望德龙能挺过去, 所以拆戒这件事每家都答应了, 只是要求德龙保密, 这个自然只要他们肯出钱, 我们自然是建秦的, 老爷, 这秦我们自然要建, 只是这钱乌开地欲言又止, 一脸苦笑的拿出一个户书, 都是票子, 票子也不打紧, 本来也没指望他们拿银子出来, 然后打开一看就愣了, 原来里头满满的都是德龙的票子, 一共是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二两期权一分, 乌开地道我都数过了, 冷凝云哭笑不折, 来挤兑的人本来就是要把德龙的票子换回给他们, 这下又拿来二万多德龙的票子, 他去对给谁, 也罢, 好歹是帮我们在市面上清掉了两万七千两的票子, 几位掌柜都说了, 德龙若是不倒, 到时候将票子还给他们便是不必计息, 若是他迟疑了下, 没有再说下去, 若是倒了这些票子, 本来就是一堆废纸呢, 这帮南方佬算得倒是精, 话又说回来, 他们送来德龙的票子也是真金白银的支持, 算是摆明了立场, 客观上说, 也减少了德龙面对的市场上的挤兑压力, 这穷分也算够大的了, 冷凝云点头道, 利息还是要给他, 这么一速呢, 我们还有七八万的缺口, 这就要看今晚了, 老爷有把握吗? 乌开的忍不住再一次问道, 五五之间, 他还是照样如此回答, 乌开地为之气节, 虽说这德蒙没有他半分银子的股份, 他也不过是个月之十二两的大伙, 但是这些年来和冷凝云相得一张, 这京师德龙的天下也有他的功劳, 感情颇深, 冷凝云此刻虽说不上承住在胸, 对明天的会议是颇有把握的, 在他还没有回到德龙之前, 何湘已经将山西屋子的相关情报转交给了这次, 前来指挥的真塔总局特针队派来的联络员手上, 特针队的本事他十分的信得过, 实话说要不是这生意还得做下去, 不能被人视作妖怪, 他很想明晚的酒宴上当场指挥狙击手打死几个, 体会下谭小坚杀人于无声的快感, 只是这一事他不能和乌开迪说, 再说在京城不同于外地, 罗网严密, 纵然是特针队也不见得能来去自如, 所以他只是提了一个震慑的目标, 如何去实施, 就交给带队的指挥官了, 京师最精美膳食的并不在酒楼饭庄之内, 除去皇宫御膳房和达官贵人的家厨, 头等的宴席所在是在刑院, 京师最好的刑院里的一间厅堂, 酱烛高烧, 香莲莫卷, 外头是凌厉的寒风, 屋内四个白桶火盆烧的正旺, 室内温暖如春, 摆着三张八仙桌子, 桌上八个高装摆盆的蜜茧甘果, 镶嵌着福禄寿喜之类的吉祥法, 中间是齿来高的诗仙糖果, 四臂间摆着大瓷盘中的高高的南方俊来的佛首, 十多盆张珠, 水仙花, 芬芳土蕊, 空气中弥漫着清淡雅致的香气, 今天是京师前夜宫会新春的第一宴, 工会里大小同行十五家, 要在这里聚会宴影, 同时与商议新的一年的生意, 现在政务刚过不久, 这回来的只有大同行在此预示, 按照工会的潜规则, 小同行要到入夜才会到来, 重要的事情, 大同行们在下午已经商议决定, 到的夜里只是告知小同行而已, 这其中自然不会照顾小同行的利益, 因此小同行们颇有怨言, 却无可奈何, 大同行们清一色都是山西屋子, 彼时的山西屋子, 还没有真正进化成后来的钱庄, 这样的纯粹商业金融机构, 而是什么都干的贸易金融一体企业, 顾名思义, 山西屋子就是山西商人在京师开的店铺, 经营的货品以山西货和蒙古货为主, 其中既有常见的农副产品, 日用品, 也有盐、茶、 马等官府专卖或者管控的商品, 钱业汇兑只是附属于这些生意之外的附属品, 只不过山西商人很久之前就意识到权业汇兑, 存款放息中的巨大的利益, 加之他们的商业运作本钱巨大, 流动性强, 本身就需要金融行业的支撑, 因此山西屋子也就渐渐的无师自通的搞起了金融业, 后来甚至成了他们的主要金融项目, 今天最要紧的一题, 自然是如何处置德龙和善后, 金师权业工会的惠首姓曹, 晋商虽说明满天下, 但以权业而言, 其财东、掌柜、伙计几乎都出自山西中部的十几个县, 曹老爷爷也不例外, 他本籍太古, 权装伙计出身, 在金师从业三十多年熬到了掌柜的职位上, 虽只是个掌柜, 但是权力极大, 在钱庄内相当于半个东家, 经营人士财务权力皆由其掌握, 只对东家负责, 不但报仇丰厚, 还有干股可以分红, 算是精灵工作, 但是东家要求的回报也高, 三年认满, 会账下来盈利让东家满意, 一字分红就可以赚到普通人几辈子的钱, 可若是盈利不行或是吃了赔账, 后续也就无人请教了, 因而能混到掌柜位置, 还能一干几十年的都是在业内的老狐狸, 而在这全野公所里担任会守的, 更是修炼成精的狐狸精了, 曹掌柜任职的山西屋子, 只简单的称长鸡, 这也是各家屋子的特点, 独庸自好, 只以东家的姓氏为祭, 在京师的八家山西铺子里, 只是老五老六的位置, 这也是他们同行间的一种制衡, 避免一家独大, 所以会守照例, 不是前三家担任的, 山西屋子竟成精营已逾百年, 是彻头彻尾的地头蛇, 德龙这条强龙出来, 乍到之时, 虽说有门槛有面子, 还是很费了一番力气, 才站稳了脚跟, 其间也合伙给德龙下过半载, 只是按于德龙通着宫底的路数, 才没有用墙的, 后来德龙凭着店会生意, 和子氏精品做大做墙时, 世道已经不允许他们在背后捅刀子了, 于是才开始与德龙接触, 恢复了正常的礼尚往来, 尽管德龙已经做大, 但与山西铺子背后的实力和存带规模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远了, 严格说起来, 德龙依旧属于小同行, 原本冷宁云也无意挑战京师的金融秩序, 激化矛盾, 但是自打有了电汇这一秘密武器, 远程汇队这门生意, 尤其是贴水丰厚的江南, 广东等地的汇队, 基本上就没山西屋子什么事了, 而且德龙因为有电报这一秘密武器, 对各地银根情况了如执掌, 调度资金如必实质, 每次都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使得山西屋子的同学们又急又恨, 推贼入寇, 广东沦陷的时候, 山西屋子还是兴奋了一阵, 以为德龙很快就会覆灭, 没想到这德龙居然不声不响地又混了过来, 这背后的势力着实令商人们砸舌, 因而这段日子大家还算消停, 年末前清闻老宁云被贼人绑跳, 又一次令山西铺子的掌柜们谈贯向庆, 这年月若是被贼人绑跳, 就算不死, 德龙也势必援起大声, 听到消息的当日, 几个掌柜便串联了起来, 预备着放出谣言外加挤兑, 一举把德龙拿下, 没从想, 接下来的一连串变化, 令人眼花缭乱, 不但德龙被查封免于挤兑倒闭, 年前冷凝云居然又奇迹般地回来了, 冷凝云回来不回来得不打紧, 德龙如今元气大伤, 只怕也就此观张了事大, 瞧记屋子的闽东掌柜, 瞧万年秀着夕阳鼻烟笑着道, 瞧老爷, 您老真是消息必赛, 合计的掌柜秦盛宇冷笑一声, 顺天府里已经传出消息, 钟大人年初四夜回崖, 就解了德龙的查封, 他若要是关门了事, 何必解封, 一解封不就是要开张, 倒也未必见得就是要开张, 深计的元掌柜, 是八家掌柜中年龄最轻的, 不过四十出头不解封, 他库里头的银子账策都不能动用, 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吧, 这钱庄里少说也有几万银子, 我的元老弟, 你可真是个良善百姓, 协议在香飞榻上公然吞云土雾的夏季深掌柜, 吃小道, 这冷凝云又不是什么好人, 他自个儿多半就是魂贼, 要跑路了还管你什么黄雕查封, 于他不过是废纸一杠, 是啊, 既然于他不过是废纸一章, 何必请抚引大人解封呢, 直接跑路不就是了, 深掌柜一愣, 脸上颇有些挂不住, 倒总要垂死挣扎一番, 深掌柜在山西屋子的诸位掌柜里, 是最坚决地认为, 德龙要完, 冷凝云要跑路的一位, 大伙知道他如此积极地逼毁德龙, 大约是因为夏季在这件事里很可能有牵连, 虽说众位掌柜都十分之讨厌德龙, 希望这个和魂贼油染的异类尽快从京师消失, 但是京师里错综复杂的环境, 养成了他们不轻易开口表态的习惯, 我瞧着德龙肯定会开张, 曹掌柜道, 昨日无开地已经依次去柳家小同行那里, 大约是为了掉头寸, 一辈的开张的时候应急, 他们敢, 深掌柜双眼云争, 这帮蛮子是不想在京师吃这碗饭了, 他们敢不敢都不碍事, 请掌柜一脸不屑, 这几家每家的本钱不过三四万银子, 最多的一家也才六万两, 能给德龙凑几万银子出来, 咱们还是按照老计较, 只要德龙敢开门, 咱们就一鼓作气击垮了干, 击垮了德龙容易, 德龙留下的烂摊子怎么办, 一直没开口的王继大掌柜留书还开的口, 王继是山西屋子里最大的一间, 实力最为强劲, 据说可调动的资金逾百万, 本金亦有三四十万之多, 德龙在外头的票估摸着至少有二十万, 原掌柜盘算着, 他手里的存盈最多有十万, 只要去挤他, 他肯定倒, 倒了之后, 京师的世面只怕是非常难看, 倒了也不过是多几个人跳井上吊而已, 身掌柜不屑一顾, 可咱们自己受害也不轻啊, 原掌柜道, 现在不同以前, 以前他家的票子少, 和咱们来往也少, 这几年来网急增, 咱们手里头哪家没有德龙的票子, 德龙一倒, 这票子不就成废纸了, 身掌柜吃笑一声道, 你瞧瞧, 就几千两票子就犹犹豫豫了, 做大买卖还能计较这个, 赶走了德龙, 他的那些存户不都是咱们的了, 原掌柜冷笑道, 身掌柜, 小布财的有限, 不比您老的下家财东有钱, 几千两银子的尽亏, 算大账的时候岂能是用一句做大买卖糊弄过去的, 他这一句带起了千尺浪, 因为各家都有不少德龙的票子多得上万, 少得也几千, 这德龙的票子若是在倒闭前能足额对出来, 也就罢了, 对不出来可真是没法交代, 怎生想个法子又能把票子给对了, 又能把德龙给击垮, 吃, 各家掌柜都在怯怯私语, 除了勤掌柜之外, 言辞中对挤兑仪式不太热心, 身掌柜心中大吉, 这怎么突然之间都转了风向, 眼瞅着掌柜们还在装相, 冷笑道, 诸位也别装啊, 谁不知道上个月冷盈云被绑了之后, 你们每家两折三折, 对了不少德龙的赢票, 回来预备着挤兑, 这回德龙要开了, 一个个都畏畏缩缩起来了, 身掌柜少安无躁嘛, 曹掌柜发声打圆场, 德龙全装, 咱们自然是容不下的, 只是具体如何做, 大伙还是商业妥当为好, 话虽说得漂亮, 气势却低落了不少, 完全没了当初, 镊子潮石的镜头, 身掌柜不觉纳闷, 这才过着几天, 咱们一个个都忽然转了性, 莫非这几天冷盈云和他们密谈过, 做了什么屁, 私下的交易, 身掌柜面露狐仪, 看着秦掌柜, 二人交换了眼色, 分头借故来到外头, 见四下无人, 身掌柜问道, 老秦里头这是咋了, 一个个都下软淡了, 我也不知道, 秦掌柜一脸懵懂, 年前都说得好好的, 分摊买票子的时候, 大家也都痛快, 再说, 就算得龙的票子便废纸了, 一家最多也损失几百两, 莫非那冷屋使了什么手段, 许了他们好处, 这个啊, 不会吧, 秦掌柜犹豫道, 咱们山西屋子向来同声共气,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 他冷凝云拿了什么书买大火, 身掌柜一想也是, 冷凝云手里现在说不上有什么牌, 这道齐了, 他难难道, 我看, 这冷凝云地缘是使了什么手段, 秦掌柜道, 还是先探探大火的口风再说, 二人一前以后又回到了屋子里, 只听着风际的陆掌柜正在侃侃而谈, 这冷凝云啊, 今晚肯定会来, 不来, 我是你孙子, 身掌柜微微皱眉, 心道, 这陆掌柜还是这么粗鄙, 山西屋子的掌柜大多出身下层, 都是学徒小伙计一步步熬上的, 大多只是读过几年私塾, 算是粗通文目, 只不过他们多年商场打磨, 自然学的一副商人的言辞谈吐, 只有这陆掌柜不脱本色, 几句话就显出原形, 陆掌柜一点也没有在意身掌柜的贤气表情, 继续兴致勃勃地说, 他请顺天府解了茶风, 又去拜访了小同行, 摆明了就是开业硬顶, 居然要开业硬顶, 怎么会不到财神宴上来露面, 搞不好他才指望从咱们这里弄点头寸呢? 哈哈, 说起来德龙的东甲不是轮贼吗? 听闻纯贼可有钱的锦, 可惜再有钱, 你我也不能去广东拿, 要不然咱们手投的这些德龙银票, 拿到广州去兑, 十足包袱可就发财了, 你们想得美, 德龙可从来不承认资格是捆贼, 以跑去对付, 广州的捆贼说, 你是朝廷派来的奸细, 拿到海皮开刀问斩, 哈哈哈哈, 听堂里竟然洋溢着笑声, 最开心的笑声在身, 情二人听来却是说不出的诡异, 会议到现在, 对如何挤兑得龙这件事, 居然没人出谋晃策, 反倒是不少人泼冷水, 这可太蹊跷了, 深掌柜在京师二十多年, 和这些人共事最短的也有七八年了, 深知他们虽然脾性各不相同, 但是在做生意这件事上, 各个都是杀伐果断, 冷酷无情之人, 然而箭在弦上, 多得不发, 这只箭不射出去, 他对后台门槛便无法交代, 更别说在东家面前了, 一想到东家, 他的脑门的上就有些出汗了, 自己这几十年的生育, 后半生和子孙的荣华富贵, 就全在这上头了, 当下他咳嗽一声, 道, 吞贼真要到了京师, 咱爷们的脑袋只怕也大大的不稳呢, 吹贼到了广州, 也没见哪家广州同行的脑袋搬家, 有人说道, 山西商人在广州经商的为数甚多, 郭东竹发家的豪畔街上, 就有不少山西商人的生意, 对灰贼的情况, 从往来的信件中多少能一窥究竟, 呵呵, 那可不一样, 沈掌柜冷笑一声, 广州的同行可没得罪过捆贼, 咱们这些人当初可把冷掌柜给得罪死了, 此话一出, 原本欢声笑语的厅堂上顿时冷了场, 要说当年挤兑德龙的事情, 这八家一家不少都掺和过, 特别是德龙出道京师的时候, 八家联手不输, 还动用了官家势力, 要不是冷凝云背后的杨公公出面, 德龙只怕早就灰飞烟灭了, 后来大伙虽说合作还算顺畅, 但是魂贼登墓广东的时候, 八家又一次合谋, 意图将德龙打成逆产, 冷凝云打成回贼奸细, 这回可比上一次更严重, 真要成了, 冷凝云只怕是性命不保, 诸位想想看, 你们要是冷凝云能咽下这口气, 不得把咱们都给弄到菜市口, 他坐在贺年藤门口, 看着仇人一刀刀地被火割了, 眼瞅着厅堂上一干人东面露惊恐之色, 山掌柜不由得暗暗的意, 看你们这群首属两端的货色, 他继续蛊惑道, 打蛇不死, 反受其害, 这冷凝云如今刚刚获救, 德龙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外头原本就风言风语甚多, 咱们只要来个推波助澜, 用不着我们多卖力, 外头的存户和票子几个就能要他完蛋, 青塘里又是一阵窃窃私语, 这些话并非无的放食, 龟贼能打到京师, 除非太阳西边出来, 立掌柜一脸不屑, 再说了, 龟贼真要打来, 咱们还留在这里坐肾, 定时胡椒, 生意你不做了, 生意都把冷凝云得罪死了, 难不成还蹲在京师等他来活割, 自然是麻溜的卷铺盖回山西去, 生意哪不能做, 再说性命和生意, 还是性命更要紧, 申掌柜最恼这家伙, 插科打魂一般的言词, 但是这一番话说的却是不无道理, 真要屠贼得了事, 他们在京师也混不下去了, 反过来说, 只要酷贼不打过来, 京师还是他们的天下, 曹掌柜咳嗽了一声, 这是示意大家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他要来说几句公允话, 大伙也莫要争了, 德龙总是我们同业工会的一员, 他是不是轮贼, 不用猜也没必要猜, 官府说, 是就是官府若说不说, 我们就当他不是, 曹掌柜满条丝里的说着, 是这话,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申掌柜大吉, 正要开口说什么, 曹掌柜摆了摆手, 继续说, 至于德龙是元气大伤, 还是生龙虎虎, 那是他们自个的事, 咱们是同行, 听说几句也就是了, 申掌柜勃然大怒, 这简直就是投降主义, 正要质问, 曹掌柜依旧不紧不慢地说, 至于各家手里德龙的票子, 各家的生意, 自个做, 觉得不稳当的, 就趁着这几日, 他开张赶紧去对了, 真要觉得德龙成得住的, 放着也不碍事, 这废票吃到账的事, 咱们做前夜的, 也算是家常便饭, 这话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 但是申掌柜知道, 原本商议好的连李同之, 同声共气, 挤垮德龙已然成了空文, 改成了自行骑士, 虽说申掌柜确信, 各家对德龙的前途是不看好的, 而且还有重力可图, 原本的挤兑知识不可避免, 但是八家合力和自行骑士发出的力, 完全是两样的, 八家共同行动, 可以协调进度, 统一调度, 大可打的德龙喘不过气来, 分散开, 德龙应得的余地就大得多了, 他还想再说什么, 原掌柜嘀咕道, 德龙真要倒了, 杨公公只怕也不会善罢甘休, 杨公公是中古司长案, 虽比不上司礼间, 玉玛间这样的十全衙门, 却也是堂堂二十四衙门之一的长官, 真把他得罪死了, 后果也不是他们能承担的期待, 你怕慎, 请掌柜道, 杨公公早就派人去提他的银子了, 明个一起风, 冷凝云就得乖乖地把十万两银子交出去, 杨, 公公银子一到手, 冷凝云誓死是活管他鸟事, 话是这么说, 原掌柜显然不太有底气, 他们两次意图治德龙与死地, 两次杨公公都出力干涉, 而且第二次因为德龙有困贼之嫌, 杨公公已有放弃之意, 最后居然又被德龙安然度过, 使得他们不得不怀疑除了杨公公之外, 德龙还有更厉害的门槛, 杨公公的态度只怕, 也在两可之间, 乔万年一直没开口, 这时才徐徐说道, 他急着提银子, 说明他对德龙不看好, 只怕野, 不会出力力宝, 否则就不会提这笔银子了, 老乔说得对, 真把德龙搬杆子, 就得雪中凤看, 哪有府邸抽星的, 请掌柜立刻附和, 他就是坐在岸上看水涨, 德龙不倒自然好, 德龙要倒了, 他也没什么大损失, 是, 大不了我们事后合伙送几千银子给他, 就是身掌柜道, 入掌柜道, 我可没这么多银子去塞狗洞, 身掌柜又要争论, 草掌柜出来劝解, 这都是后事, 你们争个身, 要说门槛谁家没有, 至于这么害怕什么杨公公呢, 请掌柜给大吼鼓敬, 魏公公当权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门可罗雀了, 当今即位, 他又不是姓盲府的太监, 靠着巴结拳底旧人才混到了中古司长案的位置, 又说和几位内相的交情, 只怕也不甚深厚,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得轻巧, 万一这德龙里头还有某位内相的干股呢, 只不过爱着名声, 只是叫杨公公代池呢, 真有这事, 冷凝云还能叫人绑了去, 吃, 一群人正说得热闹, 忽然外头一个小妖儿进来禀告, 德龙的冷凝云冷脑也来了, 原本闹呼哄的听腾里顿时静了下来, 瞬间连炭火爆裂, 细微琵琶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自打知道顺天府要给德龙解封, 所有人就知道今晚冷凝云必到, 但是此刻却依旧令众人心中一颤, 这个煞星终于还是来了, 冷凝云白白净净, 待人接物, 堪称彬彬有礼, 虽说口音略微难懂, 但是说话的时候永远不温不火, 没见过他急眼淡, 恩里说这么一个白面书舌模样的人, 无论如何也和煞星二字搭不上边, 但是自打他安全归来之后, 他那谦和的笑容回忆起来便有了阴险的意味, 身掌柜是最清楚的, 原本以为这冷凝云已经死得透透的, 纵然回来也是灰头土脸, 没想到他居然活蹦乱跳地回来了, 回来了不算, 还要重新开张, 既然敢重新开张, 手里就有底牌, 这是身掌柜最担心的事, 他的底牌冷凝云清清楚楚, 冷凝云的底牌他还一无所知, 毕竟他背后还有个捆贼呢, 冷凝云进到花厅里, 只觉得周身一暖, 笑道里头好暖和, 小妖陪笑道, 这火从昨晚就升起来了, 一直等着老爷们来呢, 冷凝云道, 难怪屋顶上雪花也没有一片都给化了, 说吧, 抽开斗篷的细带, 肩膀微斗, 貂皮香边的雨沙斗篷, 顿时缓落下去, 身边的小妖眼疾手快地记住, 倒退几步退了出去, 只扫了一眼, 便见青藤里八位掌柜聚在, 过去他和小同行们一起, 都是入夜前财报, 今天是头一回来到大同行的聚会现场, 心里不惊, 微微有些快意, 京师的前夜格局, 自今日起就要重写了, 曹掌柜已然起身过来见礼, 冷凝云芒不迭还礼, 接着又是一番乱哄哄的见礼座仪, 互道新年, 这才各自安息, 按座次落座, 小妖立刻送上香名, 这茶既非龙井, 亦非北方常见的福建香片, 而是朝鲜来的松罗茶, 在朝鲜是国王御用, 甚是名贵, 京师里的富贵人家, 醉西远逗而来的奇珍异宝, 这行愿也算是费煞苦心了, 正要说话, 小妖又进水果, 水果在冬天的京师, 补帅西寒物, 京师有叫兵这行, 也就随同诞生了一行买卖叫果果, 果子行每年大量购入应激的水果, 随后审则果皮完好的叫藏在冰窖里, 到冬季的时候拿出来发卖, 可得几倍的利润, 只是多事耐处的凌蹦中国原生苹果, 山楂, 梨枝妹的, 自打山海五路陆续渗透到北方, 从海南岛用来的反济水果, 也就源源不断的, 又用冰块制冷的浪藏船运到了北方, 这种真正的反济水果在京师一两项, 就引得高门大户的追捧, 哪怕一串葡萄一个香蕉卖到一两银子, 一个菠萝一个西瓜卖到三四两银子, 每次到货依旧发售一空, 行愿是消惊枯, 自然不怕贵的, 送上来的水果也是地地道道的穷州府仙果, 至于这穷州府如今在谁得志向, 照例是无人过问的, 只见几个大号的乳色大玻璃盘子里, 是翠绿英红的七片西瓜, 黄整整的菠萝片, 一串水灵灵紫微微的葡萄, 大伙在久居生活的屋子里, 一见不觉舍底生惊, 冷凝云一事不妨暂时放过, 心润一润干涸的喉咙在说, 这穷州府的水果真是爽口, 瞧万年赞道, 它那里无冬天暖, 能种出西瓜葡萄也就罢了, 怎的个个都是水灵灵的, 瓜肉又细, 汁水又多, 上口更甜, 不论哪里的西瓜都比不上, 十七世纪的西瓜已经被广泛种植, 但是无论果肉口感还是糖度, 都和旧时空专门培育的品种相去甚远, 偏偏这西瓜你还找不到种子, 厉害厉害, 陆掌柜笑着吐出几个白色的西瓜籽, 西瓜都熟透了, 瓜子还是生的, 这西瓜是怎么种出来的, 要不怎么说骑贼, 骑骑赢巧, 夺天地造化呢? 瞧万年叹道, 可惜可惜, 可惜个慎, 莫非你还指着捆贼对朝廷去打仗? 若是当初应对得当, 曹整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休谈国事, 瞧万年当即道, 是, 是, 不谈不谈, 当下转头却和冷凝云寒暄起来, 冷掌柜, 您这次蒙难, 受惊了, 幸而脱险归来, 时乃可喜可喝啊, 是, 冷凝云笑道, 多亏了几位标局的朋友出力, 要不然, 只怕是连皮带骨都被人吃干净了, 这伙匪人着实可恶, 也不知道哪里的来路, 胆子居然这般大, 敢在天子脚下如此放肆, 瞧万年的话其实只是客套, 但是身掌柜却明显脸上显出不自在的表情来, 是, 想来官府也是容不下这等狂徒的, 相信用不了多久, 必被拿货正伐, 是, 这也胆子太大了, 不狠狠地杀一批,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去, 掌柜们随口附和, 不管对冷凝云的观感如何, 作为有缠者, 被绑票这件事上, 他们是颇有兔死湖碑之感的, 身掌柜的脸色却愈发不好看了, 虽竭力掩饰, 但是曹掌柜这千年狐狸还是一眼便看透了, 心猪暗骂身掌柜不地道, 虽说在座的谁也不是善男性女, 但是勾结匪人曹掌柜还是非常忌讳的, 他原本就隐隐约约地听说, 身掌柜这次不干净, 今天看他的表情, 立刻吃准了身掌柜掺和的这事, 破戒吃荤也就罢了啦, 没吃到还弄了一身的骚, 身掌柜心中十分鄙夷, 众人一番繁衍之后, 曹掌柜觉得应该进入主题了, 毕竟德龙还是成员单位, 作为会手总得有几分关切, 棱掌柜此次脱难而归, 不知德龙明日, 明日照常下班营业, 冷凝云毫不含糊地说道, 此次因为小弟蒙难, 小铺查封了不少日子, 已然损失惨重, 再不开张, 大约只能卷铺盖了, 哈哈, 冷掌柜说笑了, 曹掌柜笑了笑, 继续问道, 下班开业, 可有了万全的准备, 做生意哪有万全的, 冷凝云故意叹道, 实不相瞒, 银根空虚呢, 众人都是一阵, 原本以为他必然要自吹自泪, 说自家银根如何的充实, 搞不好还会来一场空城计来糊弄, 闻想到这么爽快, 就承认自家银根空虚了, 哦, 我可听说外头对德龙的风评不太好啊, 深掌柜故意提到, 是啊, 我也听说了, 说是不少大户都预备德龙一下板就去提款兑换, 到时候空有挤兑之律, 老兄的银根又紧, 万一一个对付不出, 闹出事来, 只怕是难以收拾啊, 虽说是挤兑他的话, 但是二人说的全是事实, 并非诽谤, 花厅内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冷凝云的脸上, 小弟在外猛难多日, 又被官府查封, 外头自然有疑虑, 好在小弟有钱夜工会的诸位撑腰, 必能遇难成祥, 渡过难关的, 众人又是一阵, 这是什么路数? 冷凝云见众人满脸不洁, 徐徐道, 德龙被挤兑官铺, 小弟固然是颜面扫地, 前夜工会大约也不见得脸上有光, 这道奇了, 你的铺子倒了, 关我们什么事? 请掌柜冷笑道, 我们前夜十五家都在天子脚下, 一损去损, 一欲容俱容, 何分彼此呢? 冷凝云毫不在意地微笑道, 说起来, 小弟这次冒昧提前过来, 也是为了此事。 沈掌柜刚想说话, 曹掌柜打断了他, 和颜悦色道, 冷掌柜有什么事, 只管说来, 只要是同业们能帮上的忙, 一定出力。 曹掌柜客气, 冷凝云道, 诸位同业也知道, 德龙如今银根井, 下班之后只怕难以应付, 想请同业们帮衬拆解一半。 厅内一片死寂, 谁也没想到, 朕冷凝云张口就来借钱。 不错, 前夜同行之间, 互相拆解是家常便饭, 极有当日就轻的短拆, 也有一年半载的长戒, 他们和德龙之间自然也有这样的往来。 但是德龙现在的形势不但风雨飘摇, 而且和大同行们之间的关系, 虽说不上事如水火, 也难言融洽二字。 不落井下石去挤兑, 已是顾及一点往日情分, 还想借头寸应对挤兑, 简直是痴心妄想。 果然, 曹掌柜立刻露出为难的表情, 道此事只怕有, 有难处。 哦, 不知有何难处, 冷明云道, 据我所知, 年初各家银根积宽, 每家差借个一两万, 应该不是问题, 现银还是票子都无不可。 态度甚是猖狂, 哪里还有过去千千君子, 白念书生的模样, 身掌柜心中暗暗吃惊, 见草掌柜支支吾吾, 忍不住又跳出来道, 我等银根松紧, 与你有半轮钱关系。 没想到冷明云居然毫不理睬他, 直到这差借我也不是空口无凭, 就按着过去最高日差借历史的一倍给息, 有一日算一日, 开出德龙的票子给诸位。 读过七八天功夫就由德龙赎回, 至于出借的款子, 读乱是现银还是各家同业的票子接客, 利息同等计算。 申掌柜发出一阵大笑, 请掌柜也跟着干笑了几声, 但是预计中的哄堂大笑并未发生, 他隐隐约约觉得不妙, 只能继续硬着头皮闻道, 吃人说梦, 吃人说梦, 说罢又是几声大笑。 没想到花厅里居然还是一片死寂, 半想只听得曹掌柜说, 棱掌柜说得有理, 只是外头疯传德龙危在旦夕, 你若拿德龙的票子来拆借, 只怕同业们难以接受。 棱掌柜忽然瞧万年插话道, 外头都说你们危在旦夕, 若数这个时候给您老差借, 哪一家都输不过去, 若是撑不住倒了, 这差借来的票子岂不是废纸一张? 申掌柜出了一口气, 总算有人出了硬核了, 一个个都装死装到现在。 冷凝云道, 若是德明真的被人击倒了, 你老有这灯废纸日后, 地能身家百倍, 说不定还是护身服呢。 此话一说, 厅堂里木然起了一股寒意, 人人都在扎摸这里头的味道。 在此之前, 他们顾虑的最多的不过是德龙背后的门槛, 此刻他们木然意识到, 德龙最大的门槛是魂贼啊。 德龙和狐贼有染是大家都默认的现实, 但是魂贼巨精师很软, 似乎又影响不到他们。 此刻, 再一想, 昆贼虽不见得能打到精师来, 但真要扯破了两批, 收拾他们这几个人亦非难事, 不管老牛云在昆贼里什么身份, 击垮得龙, 推贼至少要损失二三十万银子。 推贼再有钱, 也不会觉得二三十万银子无足轻重。 再联想到他安然回来, 只怕也不是几个彪尸就能办到的。 深整柜硬着头皮冷笑道, 一派胡言, 荒诞可笑。 于礼而言, 冷凝云的话荒唐至极, 的确是一派胡言, 然而他此刻说出来, 却没有半点可笑之处。 然而花厅里再也无人开口, 瞧万年神经质地嗅着鼻烟, 不知怎地触动了鼻关, 顿时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这个喷嚏算是打破了花厅里冷场的局面, 远掌柜忽然道, 急都是同意, 鱼里总该拉上一把, 他说着缓缓从榻上起身, 闭号财力有限, 银根也紧, 雪中送炭是做不了呢, 这样吧, 我店里还有德龙的票子, 差不多有一万二千两, 就算是拆借给冷掌柜了, 这缘就是德龙发出来的, 想完冷掌柜不会嫌弃。 成情之至, 冷凝云起身, 做了个一, 沈掌柜大为着急, 这原掌柜话虽说得漂亮, 实则就是退出了几对的行历, 而且他这两万多两德龙票子, 都是低价收来的, 成本龙供不到三千两。 他刚要出身, 没想到草掌柜也七七暗暗道, 哎, 这也是难为了, 本号也有上万的德龙票子, 原就怕出变故, 既然冷掌柜这么有担当, 本号的德龙票子也就算拆借吧, 还请冷掌柜不要嫌弃。 自家发的票子怎么会嫌弃? 冷凝云笑道, 多谢身掌柜照应必好。 这两家一开头, 各家也都接着印了话, 或一万或两万的, 都是用德龙的票子点了差借, 粗粗一算, 竟有将近九万两只巨, 冷凝云暗暗砸舌, 这帮老仙儿还真是有备而来, 要不来这一出, 明天一开张, 光对这些票子就能让他陷入困境。 还是多亏了袁老院, 这一瞬间, 冷凝云充分体会到了来自林高的关怀, 虽说时间仓促他, 还来不及知道怪情局和侦察总局具体干了什么, 但是效果灼群。 想到这里, 他的心情愈发的愉快, 把目光转向深, 前而人。 虽说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从身掌柜的表现来看, 在这件事上, 他逃不脱干系, 此刻他多少有些戏弄的说道, 不知到身掌柜, 秦掌柜意下如何呢? 身掌柜做梦也想不到, 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居然起了这么大的变故, 他简直是怀疑一干人都中了邪, 要不就是吃了冷凝云的民药, 正要跳起来止赤, 忽然秀子被秦掌柜拉了拉, 只听他低声道, 莫及又蹊跷。 这话一说, 身掌柜立刻反应过来, 冷凝云既没有民药, 他们也不是中邪, 而是事前他们肯定已经有了什么私下交易, 搞不好这伙人已经把自己出卖了, 也说不定。 身掌柜手脚冰凉, 一时间也想不出该说什么话, 木呆呆只听的耳畔请掌柜道, 我这里也有一万多的得龙票在, 利息什么的就算了。 这顿饭一直吃到二更天才散, 期间少不要歌舞助兴, 俊腾美女劝酒相陪, 各自酣畅尽兴兴零零去, 唯独这身掌柜却是食不甘味, 美女在侧也没有半点兴致, 好不容易挨到的散席, 保姆安排了她平日里最喜欢的一个供养赔素, 身掌柜哪里还有什么欲望, 勉强撑着和一杆同行打过招呼便要回去, 刚到教厅, 忽然冷凝云拦到了她的面前。 身掌柜, 您铺子里的乔馆是身子还好吗? 她好歹也是平遥乔家的人, 您老若不多多看过她, 有个三长两短的, 您老怕是没法交代吧。 身掌柜咬牙切齿道, 我能不能交代与你有何相干? 这么说, 她是遭遇了意外。 身掌柜一脸愕然, 低声道, 你胡说什么, 说吧, 再也顾不上和冷凝云斗嘴, 赶紧上了轿子, 一叠声道, 回铺子去。 冷凝云回到宅邸中, 屋开地拱手喝道, 老爷真乃大财, 几句话就说得他们俯首称臣。 哪里, 哪里, 冷凝云换过衣服, 在碧云端来的铜盆里洗过手, 结果毛巾擦了擦, 惬意地说, 我哪来这样的本事, 说狠话也是要有本权的, 一来元老院, 如今危震四海, 由不得他们要考虑后路的问题, 二来, 特针队这几日大约给了他们一点小小的战汗, 真不知道这特针队是何等的神武, 屋开地扑有无体投地之感, 有朝一日真想轻眼目睹, 机会自然是有的, 冷凝云笑道, 你去把人叫来, 两位乡里明日一早, 你们就带着这两张班子去各家山西屋子取款, 多代标师护卫, 萧威二人虽说在场面上信心满满, 实则对年初六开张之后, 到底怎样心中无敌, 这回接过单子, 再看了树木, 不觉满脸惊喜, 又有些不可置信, 老爷, 这是真的吗? 萧萧李壮着胆子问道, 当然是真的, 组委让酒席上诸位掌柜亲口答应了树木, 你们可得赶紧找去办, 我定了年初八开门的, 明日就要告示贴出去的, 虽说没有当成给票子, 但是生意厂商一言九鼎, 绝没有当众说的话又反悔的, 卫乡里道, 都是给德龙的票子, 两张单子加起来, 这差不多有十万两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乖乖, 这是把市面上的德龙票子都给扫空了吧, 要真让他们明日一把冲杀过来, 我们就报了, 卫乡里说大约还有从外地对的票子吧, 若是本地的寻常往来, 至多只有一半, 说起来, 这也是他们千载难逢的良机, 若不是这次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 他们如何能这么快就梭罗如此多的德龙票子, 都是打了三折四折, 甚至是两折收的, 多少咱们的客户吃了亏, 搞不好倾家荡产, 冷凝云叹息道, 这事我们是有责任的, 抛售德龙的票子就是信不顾我们, 亏了也是活该, 萧香里不以为然, 话不能这么说呢, 虽说我们做金融的都有一套免责的话术, 经手的钱财又是大来大去的, 难免有拿钱不当钱的心思, 这可使不得, 我们用的是客户的钱, 赚的是客户的血汉, 虽说盈亏是家常便饭, 也不可起了轻慢钱财之心, 卫香里看了几遍, 低声道, 没有夏季, 没有就没有吧, 他一家也掀不起大浪来, 冷凝云不以为意, 我们原来十五万, 杨公路明日要提十万, 余五万, 李老爷又给了三万两, 这八万银子是可以随时兑付的, 刘总会盘算了一番, 从同业那里, 龙共差借到十二万两银子, 虽说都是德龙的票子, 并不能用来贵换, 但是至少消灭了等额的流动性, 使得德龙面对的挤兑压力骤然下降, 这么估算下来, 开张之后纵然有挤兑, 现有的准备金也绰绰有余了, 我们开出去的票子不过三十多万, 如今已有十二万回笼, 明日杨公公提款又回笼十万, 剩下的就算全来要求对付, 也不过十万了, 刘总会的话音一落, 在场诸人都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虽然冷凝云一直给他们打气, 时不时也有些好消息传来, 但是本经匮乏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棱掌柜居然虎口拔牙, 硬生生地逼着山西屋子, 拆这如此多的一笔银子出来, 德龙可保安员无恙的, 众人散去, 屋开的仍旧不放心, 问道, 老爷, 那夏季的孙掌柜不肯借钱, 莫非, 你说得不错, 这件事他大有干系, 我今日试探了一句侨管事的事, 他的脸色都变了, 依我看, 这侨管事多半已经被他灭口, 他胆子这么大, 乌开的吃惊道, 侨管事可是平遥侨家的人, 虽说是旁喜树枝, 侨家也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说榜臭的背后势力, 大约不是山西屋子, 第一下家犯不着做这样的恶人, 第二, 身掌柜没这么大的胆子, 如此说来, 就是吴吴老说的背后的势力了, 不错, 大约是身掌柜得了对方什么许怒或是好处, 冷凝云敲了敲脑袋, 这里头的事复杂的紧, 让外情局的人去伤脑筋吧, 咱们还是考虑考虑开张的事吧, 杨公盟当初存的十万两银子已经准备妥到, 照例大户大额提款只需通知一声, 由钱庄派人送到府邸上并不需要专人前来, 杨公盟却特意派了宝鱼过来, 银子都被办妥当了, 冷凝云和颜月色, 总算不负杨公公所托, 是急是急, 宝鱼满口奉承, 我也和杨公公说了, 冷大掌柜为人最地道, 办事妥当, 原本这银子不提也罢了, 只是杨公公有急用, 不得已不得已, 这银子是我装的楼车, 即刻起运的府上, 还是? 杜芒杨公公关照了, 要先瞧一眼, 宴看一番, 也是走个流程, 呵呵呵, 宝鱼干笑的几声, 也好, 这也是应有之意, 冷凝云当即将他引到后院, 院中已经放好了一百定银鞘, 明清时代运送大额银两不用箱子, 而是原木对半聚开, 当中挖空, 五十两一个的银钉一字相扣, 相入其中, 每定多为十个元宝, 一千两银子, 中满之后合拢, 外用铁钩孤住, 不论碰撞跌落都不会散开, 银钉都敞开着, 满院子亮晃晃的荧光, 宝鱼一走进去, 顿时腿都软了, 请宝三哥过目查验, 宝鱼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对在一起, 只觉得星遥神夜, 勉强定了定神, 走到院中宴看, 冷宁云冷眼相观, 原本查验不过是图具形式, 钱中的大鹅影子调拨从无弄虚作假之事, 否则钱光招牌就立不住了, 看宝鱼如此当真, 显然是杨公公特意吩咐的, 我们这钱庄性欲就一下差到这个份上了吗? 这杨公公以后也不少地仔细地轻转一番, 不过从父子不和这个端倪上倒是可以入手, 寻击整倒小杨公公, 宝鱼查验满壁, 卫乡里当即命人和尚银钉, 上铁锢, 加盖封条, 宝鱼交回存单, 冷宁云观照人和销, 又拿了个红包塞到他手里, 辛苦宝三哥了, 那里那里, 宝鱼自己也觉得颇为不好意思, 多事我多事, 吃人一碗, 受人拆遣, 冷老爷莫往心里去, 亲兄弟明算账, 这哪里说得上, 冷宁云说得极其诚恳, 日后还要请宝三哥多多提携, 这话并非客套, 如此大的一桩是杨公公没有派遣自己的贴身小太监来办, 反而叫宝鱼这个厅差来, 正说明此人在杨公公身边的地位看长, 今后大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渡赶,渡赶, 冷老爷有使得着的地方, 小的一定尽力, 言罢告辞而去, 卫乡里指挥伙计们将银子逐此装车, 由何连胜押送越往杨公公指定存放的地方, 这杨公公父父子真天地不地道, 十万银子拿了好几千的回扣, 到头来只放了不到两个月不说, 还要算利息, 卫乡里嘀咕大, 倒不如去抢, 冷宁云笑了笑, 道, 这棋子全烟, 可不就是变着法子抢权吗, 咱们先忍他一时, 用不了多久, 他就又要来存银子了, 1637年正月初八, 德龙京师全中在万众瞩目中, 终于卸板开印, 冷宁云官找人多买万字编, 几百挂万字编, 将整条大机都远成了红色, 特意营造出来的喜庆, 并不能掩饰德龙开业的紧张启方, 顺天府并晚平, 大兴两县早早地派出了大队衙役到场谈压, 顺天府留推官更是直接到场, 将公案奉在街道对面的店家台阶上, 来人把布告贴出去, 硕大的官府布告张贴出来, 顿时也来了许多人围观, 一早听到消息便在德龙门前等候的人群为数不少, 黑压压地将德龙门前街道完全挤满, 若不是衙役们不断吆喝开道, 整条街道也要为之补色, 德龙门里头党首们虽然已经开过会, 知道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 但是乍看到外头人头攒动的模样, 惊艳收收不住的党首们依旧倒吸了一口冷气, 肖乡里, 这, 这老爷说的没问题吧, 你搬信个屁, 老爷把老师们都搞定了, 外头就是些散户, 最多五十两的票子, 你怕个屁, 话虽如此, 肖乡里自己心里也没底, 的确, 他个卫生里二人毫无阻碍的, 像单子上的各家七家神习屋子, 输回了差不多十万两拨龙的票子, 加上之前棱掌柜筹集的, 应对门市已无大问题, 但是昨日白花花的十万两银子被运走, 依旧让他心痛不已, 这银子要是能再单个几天提就好了, 心中七上八下, 还是要强作镇兵, 说不定棱老爷正暗中看着资格呢, 因而不断地大声吆喝, 到处吹毛求疵, 恨不得柜面上一颗灰尘也没有, 眼瞅着店内准备完毕, 外头牙翼门也维持到位了, 他当即高喊一声, 下班, 随着他的一声吆喝, 两个学徒打开侧门, 开始卸下门板, 外头的人群顿时一阵的骚动, 蜂拥朝着店门涌去, 其中不乏妇女老人, 顺天并两线牙翼, 立刻甩开手中的长鞭, 不停地在空中挥舞, 打出响鞭, 将人群破退, 一进鱼腿之间, 已然有人被击倒在地, 发出被践踏的惨叫声, 刘推官坐在台阶上, 赶紧命令手下人指挥牙翼门将人群隔开, 只空出一条通路来, 一头进一头出, 又将陆续赶来的人群隔在外头, 依次放行, 这才将秩序维持住, 传令下去, 但有带头鼓噪, 煽动的一臂当场拿下, 家好使众, 他吩咐道, 强力弹侠之下, 店门口的秩序总算维持住来, 只是存户们争先恐后, 一个个人挤人人挨人, 几乎到了前胸贴后背的地步, 其中许多妇女因为丈夫在外营生, 来不及赶回对线, 也顾不上男女有别, 此刻也这般挤在队伍中, 便有人趁机在人群中发扰轻薄, 迄今还有人被踩掉鞋子的, 挤散发迹的, 也有人被挤得了晕的过去, 队伍里哭叫声, 像骂声, 伴随着牙医们的吼叫, 和皮鞭的挥舞的嗖嗖之声, 和痴痛的惨叫声混杂成一片, 冷凝云在钱庄二炉的迷闪窗里望出去, 暗暗叹息, 他此刻已经不担心挤兑了, 但是外头这幅乱象, 着实叫人揪心, 来排队挤兑的, 九成都是京师礼担略有资产的小市民, 手里头有几两银子存款取息, 贴补家用, 这些银子对于高门大户来说, 不过是一定木, 一罐子南洋鲜果, 一件首饰, 但是对他们来说, 却是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 钱庄若真的倒闭了, 这些来挤兑的人中, 不知道有多少要投合上吊的, 他叫来卫乡里, 叫他带几个学徒到外头, 临时搭一个棚子, 里头升上炉子, 背上热糖水, 让年老的体弱的, 晕倒的人有个羞气的地方, 告诉肖乡里, 所有的党首都上, 全部窗口都打开, 忙过这两日再请大家吃靠牢, 安排完这些其实已经无事可做, 冷凝云已经几日没有好喝水觉, 却一点没有困乏, 只在二楼坐看, 好在人群在全力对付的情况下, 逐渐减少, 到着五斤, 人群不再增加, 对出去的银子和银票数量, 也在预估之内, 销乡里不敢懈怠, 并不停歇窗口, 只关照后厨多座包子, 馅饼之类, 送到柜上给党首们充饥, 边吃边干, 预想中的大额挤兑并未出现, 最大一张票子也不过五百多两的, 多的是五两十两的小额存款和票子, 一直等到五后, 才有人来一次性兑换大额银票, 也不过五千多两, 随着银子不断兑付出去, 排队的人越来越少, 道德零上板前, 来兑换的人群已经散尽, 众人悬着的一颗心, 这才放下, 卫乡里出来给衙役们道辛苦, 又每人封了个红包, 晚间清点账目, 全日兑换出去不过三万九千多两, 再查存款目录, 除了山海五路这些关系企业的存款之外, 原本定额存款九成已经兑付, 发出去的票赞, 也回拢了六成多, 剩下的银子绰绰有余, 德龙内部上到冷宁云, 吓到学徒, 原本谁也无形吃饭, 只就着馒头烧饼喝着浓茶盘胀, 待到盘胀完毕, 众人都如始重负, 上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冷宁云当即关照火房, 开一顿丰盛的夜宵来, 除了不许喝酒, 大伙尽兴, 只是不要睡得太迟, 误了明日的生意, 掌柜的放心, 误不了事, 卫乡里兴高采烈旁的不说, 自家这份年薪一百八十两银子, 年底还有花红的生计, 算是彻底保住了, 冷宁云回到内宅, 匆匆灌洗上床, 刚挨到枕头便发出了憨声, 此刻张家温镇外的一处寺院中, 许可正在伤脑筋, 手里头有一个重要线索, 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作为外情局派来的冷暗的专员, 他率领特征队来到天津的时候, 冷宁云已经获救, 按理说这是大好事, 省却了他很多麻烦和责任, 但是接踵而来的指示, 就让他头大了, 外情局直接给了他一个元老院的最高指示, 要他根据冷宁云榜票案目前查知的线索, 将幕后黑手一并掘出, 并且提醒他, 这次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在追踪的石翁集团, 石翁集团的名头于元老们来说是大名鼎鼎, 但是这些年来抓来抓去, 始终没有拿获重要人物, 到了广州之后, 原本有限的安保力量进一步西施, 破获的大案不少, 要说大人物一个没拿获, 还积累下不少悬而未决的案子, 屈指一算, 从闹林高开始, 到后来的入骨案, 税案, 假药案, 这些案子背后都有石翁集团插手的痕迹, 究其原因, 无非是他们在京师, 并无多少情报力量, 虽然无数线索都指出, 石翁集团是京师某个全臣, 然而, 在京师冷凝云等山海五路, 在京师的情报工作, 也只限于搜集公开情报, 一则这个时空保密意识甚差, 公开情报甚至小道消息, 就足以掌握很多重要情况, 而来京师的罗查极言, 东厂锦衣卫, 顺天府, 五城兵马司, 各种衙门犬崖交错, 下屋碟床, 半看密碟遍布, 速集秘密情报即引火烧身, 影响正常经营活动, 山海五路的主要工作是营收, 而外情局也无力在京师布置第二套班子, 只是在大陆攻略开始之后, 才部署了第二套平行于山海五行的专职情报班子, 如此沉弱的力量加之石翁集团超越时空的情报工作制度, 使得外情局在京师没能获得有用的线索, 冷凝云的这个案子爆出了太多有用的线索, 这也是为什么江山看到明展链小组发出的第一批报告之后, 就立刻下令组织精干人员, 有许可带队前往京师的原因, 许可来到天津之后, 日夜兼长, 在宁初一抵达了张家湾, 他和明展链一样, 决定选择这里作为指挥部, 指挥部的所在便是去张家湾镇东南不到十里的聂二四村, 此地是曹运重要通道, 由传道张家湾, 跺在李二四之说法, 实景颇为繁荣, 此处有一座道官, 名为幼民官, 正在聂二色村村西运河南岸为道家官院, 官内寄奉金花圣母同相, 俗称娘娘庙, 宁家郡十四年道掌州, 从善奏请赐官额约幼民官, 此官地势高亢, 占地十余亩, 左南朝北, 官前及运槽之大令河, 是个四通八达之地, 许可途径就签定了此处作为指挥部, 这类寺庙宫官都多有房屋出租, 许可既有银子诸史容易, 很快就包下了官内一处院落, 下设计电台以商人为掩护, 开始搜集情报的工作, 他的盗埋使得所有在京师的小组都升级了装备, 每个小组都配置了小型电台和报务员, 还获得了对讲机的加强, 许可在张家湾就能实时扬控指挥多个小组, 同时展开行动, 许可在这里分析了所有获得的情报, 得出了几个基本的结论, 一,此事为石翁集团所为, 二,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逼迫元老院和谈, 三,绑票实施者在实施过程中起了异心, 改为勒索巨款, 四,小杨公公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许可意识到,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不但掌握了石翁集团的幕后主使是王爷浩, 还发现了集团内几名核心人员的人员的重大线索, 宁展列小组捕获的这个道士更有可挖掘之处, 当初急于要救人, 宁展列小组没有仔细讯问, 现在他既有时间又有地方还有专业人员, 大科把这假道士五脏六腑都审一个一清二楚, 虽说他手下有证保局最好的审讯员, 但是他觉得他们只是会技术, 靠着酷刑获取口供固然快捷方便, 难免有偏差, 这个刘亚当初还就选择了交代问题, 说明他的心房已破, 徐徐徒之就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奈何刘哈被移送到他手里的时候, 亦是奄奄一息, 他只能派随对卫生员好吃好喝, 地照料他, 刘予虽为伤及要害, 但是流血甚多, 伤口缝合之后又就病发炎症, 连续多日发高烧, 虽有抗菌素治疗, 一番折腾也弄得个精壮汉子奄奄一息, 别说讯问, 连答话都是十分困难, 好在此时, 京师已无药物, 他也不急于一时, 趁着刘娜养伤之际, 许可开始着手安排铲除石翁集团的计划, 原本他们对石龙集团一无所知, 现在知道的集团的首脑, 不过暗杀王爷号固然简单, 但他是朝廷命官, 一旦暴毙朝廷绝无不查之理, 何况以现在掌握的情况看, 王只是幕后金主, 真正负责执行指挥的另有其人, 此人或者此集团不但老谋深算, 而且孰安许多旧时空的知识, 对元老院了解, 是除了黑尔集团之外最深的一个, 不止许可, 几乎所有强力机关的元老都认为, 此集团中很可能有类似黑尔, 这样来自旧时空的人, 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王爷号, 而是这个黑尔赖克, 虽然元老院并未发出过具体的命令, 强力机构的元老们已经心照不宣, 许可派出了三组重点监视人员, 一组重点布控王爷号, 一组布控杨公公和小杨公公, 第三组人员布控夏季山西屋子的 身掌柜, 至于在真吉冷宁云案中发现的, 其他有线索的相关人员, 已全部派出了监视人员日夜盯梢, 搜集情报, 不过除了发现了一些合伙挤兑得龙的阴谋之外, 暂时还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刘石的情形怎么样了, 他问卫生员, 今早体温已经降下来了, 不过下午应该还会有低烧, 不会有危险了, 神智清楚吗? 清楚, 还问我是不是魂贼, 许可一笑告诉陪护的兄弟们要看紧了, 防着他自杀, 用了束缚带, 嘴上也用了口夹, 他死不了, 给他多弄点补气一中的药, 伙食也得跟上, 不要舍不得花钱, 许可说, 这人现在可是宝贝, 卫生员走了之后, 通讯员送来了各小组送来的报告, 德龙开业已经第三天了, 挤兑已经结束, 客流恢复正常, 一点点小手段果然就奏效了, 许可不无得意的想, 重点监视的王叶浩, 反倒没什么要紧的消息, 他就像京师里的一个普通官僚一样, 每天去衙门办事, 拜课, 见人, 验尹,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他见人很多, 以监视小组有限的力量, 又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情况都清查一番, 所以脱感困难, 许可只能将监控的重点, 放在王叶浩的重要仆役听差和幕僚身上, 虽说有了重点, 监视小组依旧立有未待, 王叶浩这样的级别官员, 仅身边幕僚就有二三十人, 有的常居他的府上, 有的借居在外, 几日到府一次, 至于家人听差, 除去管家采办这些重要家谱, 长期为他奔走办事的听差就有十多人, 分析组根据搜集到的情报筛选, 列出的重点监视名单也有十几人, 通过这些人的监视, 许可得知, 王叶浩目前正在派人寻找王良和刘邦, 包括通州等币, 都派了人去, 也找到了刘沙的宅邸, 自然在刘法的宅邸, 只能找到血迹, 但这也证明了刘沙供词的真实性, 从监视中还发现, 王叶浩和大臣们往来频繁, 与温体人一党也有很多接触, 似乎正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结合刘沙的供词, 应该就是为了议和, 显然冷凝云获救之后, 以人质要挟议和的计划, 已经破产, 但是王叶浩并没有放弃这一努力, 依旧在设法促成议和, 真要给他搞成了, 也未成不是好事, 许可想, 只是他想破头, 也不知道王叶浩该怎么说服皇帝, 又该如何的具体的操作, 在皇帝露出脚弧意图的这个节骨眼上, 王叶浩利主义和, 他的战略大局观应该在众多大臣之上, 不过在联想到冷凝云所说的乐先生, 许可愈发觉得乐先生很可能就是王叶浩的主要谋士, 很有可能就是他要寻找的黑尔赖克, 但是这位岳先生颇为神秘, 因为王府里的幕僚仆役, 从吴云提及有人姓岳, 显然这是一个化名, 虽说根据冷凝云的口述, 国家警察总部技术触手会的肖像还在海上挑, 但是目前拍摄到的所有的幕僚照片中均无此人的痕迹, 看起来王叶浩和此人平日里并不直接发生联系, 多半是通过某种秘密渠道联络, 许可想这就有点现代情报工作的意思了, 这个乐先生不简单, 他指挥过多次在大明治下地区的情报搜集, 和特种行动, 时区市区的秘密活动水平很低, 即使是秘密活动的崩溃和邪教, 也强不到哪里去, 只要在当地有人倒影, 都能轻而易举地搜集到重要情报, 相比之下, 石翁集团在情报工作上的组织和实施, 就颇有些现代意味了, 只要有了知识, 学习其实很快的事情, 想起前些日子外情局搜集到的情报, 其实在大明内部, 已经有些有识之士, 意识到玩贼的先进之处, 当然, 他们的了解多少, 还只停留在船间炮力之类技术性层面上, 体会不到元老院在制度上的优势, 仅仅技术上层面的正视和学习, 也足以带来巨大的进步, 若是大明来个蛮物运动, 岂不妙灾? 许可和很多元老想的不一样, 他并不赞成技术封锁, 元老院毕竟不是一个公司, 单纯以赚钱为目的, 还抱着改天换地的信念, 单纯以元老院的力量, 要达成这个目标, 或许需要一百年以上, 如果能向大明输出文化、 知识、技术、观念, 让他们效法元老院的做法, 开本工厂, 举办学校培养人才, 未来元老院能够利用的资源就会更补, 或许就能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过程, 挤兑没成, 是,先生, 徐勇低声道, 就第一天人还多些, 第二, 第三天就少了许多, 我悄悄打听了, 山西屋子零食像得软淡, 没去, 周乐之面色凝重, 问道, 身掌柜怎么说, 他如今对外装说自己病了, 躲在钱庄里头不见人, 我怕身际外头有暗哨, 没敢去找他, 是啦, 你想得很对, 周乐之道, 他这样冲在前头的人, 纯贼肯定有人盯梢, 反正挤兑的事情已经败了, 他这个人一无关紧要, 且容他先躲着再说, 是, 冷凝云的事情如今已经败了, 事没办成, 魂贼势必要大举报复, 就算是天子脚下只怕了也不太安全, 从今起, 你不要再到王老爷府上了, 联络的事还是要让交通员去做, 明白吗? 小的明白, 徐勇说, 好, 你去吧, 小心从事, 徐勇迟疑了下, 低声道, 先生, 刘爷那里有消息来, 说锦衣卫正在暗中打探因老人家的情况, 哦, 周乐之皱了下眉, 知道为了什么? 刘爷说不太清楚, 只知道是锦衣卫堂上君吾老爷的意思, 他说他会暗中运动, 让您这些天暂时不要活动了, 你告诉他, 我知道了, 这些天我就在这里歇着, 哪里也不去, 徐勇退了出去, 周乐之心里很喜欢这个刘神的小徒弟, 不但聪明, 还没有聪明孩子的浮夸, 遇到大事, 非常沉得住气, 刘石当初就和自己说过, 徐勇这孩子是个好料子, 大约师傅当年也是这么看自己的, 周乐之不觉有些沾沾自喜, 想到师傅, 周乐之意识到, 京师眼相对自己已经不太安全了, 虽然他做了许多隐匿身份的安排, 但是他在外头行医, 门槛是王爷浩这件事, 在京师豪门里却不算什么秘密, 当然, 只凭这一点, 也没法说他和王大人就有特殊的关系, 毕竟京城里败在王老爷门下的各色人等少好几百, 他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套能糊弄锦衣卫, 却不见得能瞒过门贼, 纯贼素来凶残多治, 使得他不得不多加小心, 从崇孝寺搬走也是为了暂避风陶, 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发现有可疑人员在崇孝寺附近出墓, 他现在住的地方在城西明语坊的广济寺附近, 此地靠近皇城, 周围都是庙宇和雅术仓库, 地广人稀泼为清净, 他打算在这里藏密些日子再做打算, 利用这段时光也把为王老爷效力以来的事情静下心来做一个复盘, 冷宁云虽然逃脱, 但是义和之势他并未放下, 朝廷搅魂不出于自杀, 这是他一直秉承的观点, 但是现在失出了冷宁云这个最大的王台, 双管齐下的方略已然不成, 他只能另替西径, 先从朝堂上先遏止住脚弧机器的启动, 崇祯十年中月1637年2月末的一天, 空气中还能闻到爆竹燃尽的消烟味, 大街上还到处有红色和褐色的炮胀皮, 北京城里街头巷尾的小贩们已经开始早早地忙碌起来, 摆摊的吆喝叫外声不绝于耳, 街面上的行人还有在议论着格隆大案的种种传闻, 这是这些日子京城最大的八卦新闻, 也是市井小明闲来之余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古今中外, 人们总会将关心与己无关的大事当作一种消遣, 紫禁城前卿宫外, 杨四昌整个整衣冠在太监的指引下跨步走入殿中, 历史的蝴蝶由于由于穿越者的到来煽动了翅膀, 大明的内忧外患较职另一个时空更为严重, 因而他没有如原时空般三次聚接崇祯的夺情旨意, 迪起袁时空早了数月返回京城, 向崇祯提出了他的平乱方针, 今天他要将向天子奏臣这一谋话, 这是他精心准备期待已久的时刻, 父亲的获罪与同僚的排挤并没有浇灭, 灭他忠军报国的权权之心, 从地方巡抚运上的表现, 倒入京后的操劳, 他向这个年轻的君主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能力, 今天他要在这大殿之内, 一军一臣, 指定这个暮起沉沉的帝国的未来, 他相信皇帝历经图治的决心是他最大的倚靠, 以他的才华定荡平天下, 忠兴大明无论是流贼, 东卢还是魂贼都阻止不了, 礼毕之后崇祯说道, 自镇玉及以来虽清贤臣, 远小人铲除未溺, 整肃朝纲, 人内忧外患不减反增, 朝堂之圣同党伐义, 各地都府或行明者保身之道, 无所作为或如朽木, 坐于公堂之上不安正目, 先有能臣可谓君父分忧, 北有东辱平庭叩官, 略我天朝子明, 内有刘贼四方篡犯, 搅得名声不安, 外扬文贼又窃具梁广平范, 闽浙沿海, 渐阅称治, 全日又艰难直走报, 推贼以快船三艘泛松江, 窥借长江, 一阵水师竟不能退敌, 真是令阵失望至极, 这素闻轻之才干, 经特指独情照于殿前, 继位声定讨伐东鲁, 流寇, 困贼诸事, 乱臣贼子一日不灭, 大明天下辩一日不得安宁, 穿越者凭借旧时空的知识, 对明末的局面有狠, 清醒地认识, 明末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是财政破产, 而财政破产的因素多种多样, 小冰河期的天灾是一方面, 土地兼并的家具又是另一方面, 落后的财政赋税制度, 更是根本性的原因, 以大明的疆土, 人口物产和经济状态而言, 离套低效的统治机器, 维持住统治亦非难事, 小冰河期的突然降临, 打破了脆弱的平衡, 饱受自然灾害和瘟疫折磨的底层农民, 再也无法承担沉重的税收纷纷破产, 凋敝的农村成了农民军滋生的肥沃土壤, 朝廷原本著低效腐败的财政制度, 也因此陷入死局, 财政破产的结果, 使得行政和军事能力大幅度下降, 随即而来的, 便是边疆地带机密统治区的叛乱, 加上官吏上下其手的贪腐, 大明朝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最终坠入了深渊。 当时的有识之士, 包括杨死昌道人, 对这些问题心中自然不可能全无认识, 但要隔除弊端, 就要对既得利益集团开刀, 大明的晋身和宗室集团极其庞大, 统治者若无瓜骨疗毒的勇气和见识, 根本无人感动, 皇帝夜惊于情, 滋滋以求, 偏偏对朝义又十分的敏感, 如此专前顾后之下, 想要大刀阔斧的变法是自寻死路, 杨四昌十分清楚其中的风险, 所以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在他看来, 大明的广人仇, 物力丰饶, 只要历经图治, 依然可以忠兴, 纵然不能重献术士, 最差维持下去还是没有问题的, 此刻他正色道, 自古忠孝男两全, 蒙陛下圣恩, 沉生当云首, 死当劫草, 以暴君负姓任之托, 说吧当庭叩谢, 崇祯点了点头, 平身吧, 你且说说吧, 谢陛下, 于少保有言, 强兵以足时为本, 让外以安内为先, 兵不强无以荡扣, 梁不足无以强兵, 经地方各镇嵌享久矣, 沉官寄镇, 经营各部, 堪用战兵实不足矣, 君户之家多迈儿女女以起活, 疲惫之旅自南敌虎狼之敌, 且将士穷困往往堕入为寇, 陈文流寇之中多有严随, 故人宁夏, 甘肃四镇士族混迹其中, 甚至有将门子弟侧身为贼的, 道通来还是兵马钱梁这四个字, 可是愁挫钱梁说着容易, 身体力行又何其难啊, 言罢, 崇祯不由地叹了口气, 说是四个字, 其实就是一个字, 钱, 自古以来, 任何政治实体的崩溃, 都是从财政崩溃开始的, 大明自然也落不出这个俗套, 各地官军的欠享, 自他爷爷万历那会儿, 就已经是大明的常态的, 战时为了让将士用命, 才补发一定数额的欠享, 至于战功赏赐, 实话说, 大明的军功赏赐速来十分微薄, 和八旗这样的系统性分配战利品的武装截略集团, 在击毙制度上实在不是一个档次, 而现在, 大战之前拨出十几万两银子铐上, 将士整补军资对户部来说, 都已是捉惊见肘了, 陈以为若要充实良详, 必先随敬地方, 东鲁之患犹如头疾, 发作时虽疼痛难忍, 然终是一世之患, 入关之鲁虽劫掖, 甚众人于关内无理追之地, 急速之变, 十打鲁却聚我关内四成, 玄己为王师所灭, 以继阵宣打之兵, 严守京师周边, 以官宁兵守宁井, 鲁若再寇官如范, 则昭天下精兵秦王, 将其驱出官外, 则东鲁尚可知应, 推贼自去梁广后义无法斩, 只以水师袭扰敏浙, 渤海扬面, 向来其虽未称颂至, 然不过弗朗基, 汪直, 徐海之流, 重商贸之弊, 贪婪财资尔, 梁广师县大臣, 虽多言徒贼传, 金炮利, 陈以为一英王尊德, 善开边信, 精略之师, 丧之时久, 后任雄文灿, 不善之君, 新殿之君, 疏于战阵, 故昆贼之患如皮衔, 虽多有不便, 然不至威胁朝廷根本, 朝廷心腹大患者, 实属留贼, 留贼自善甘起兵, 纵横三边, 祸乱中原, 中都沦陷, 搅得天下不明, 各地奸民四起, 裹挟渔民百姓, 不是耕种生产, 不行中义之道, 各地都府疲于奔命, 是顾兵马疲弊而良想不足, 若平东鲁驱灰贼, 必先剿灭流寇, 此所谓攘外必先安耐者也。 重针对杨死昌的这番 攘外必先安耐的分析颇为认可, 继续问道, 依清之机, 当如何平顶留贼? 听到这一问, 杨死昌的眼中闪烁出了敏锐的光芒, 以红亮的声音答道, 四正, 六余, 十面张网, 以陕西, 河南, 湖广, 江北为四正, 四巡抚分角而专防, 以沿随, 山西, 山东, 江南, 江西, 四川为六余, 六巡抚分房而斜角, 侍卫十年张网, 以三边总督, 七省总理二臣, 随贼所向专使征讨, 恩威并施, 剿斧并用, 对其中手逆务必痛脚, 以斩草除根, 其他贼手又愿归降朝廷者, 遣专人招斧, 为以君职, 助官军剿贼, 侍卫以贼攻贼, 臣既如此行事, 不除二年, 定能荡平流寇, 寇换济平, 则可使中原各省休养生息, 补充兵马前梁, 在以中原荡寇之师, 南下讨乎, 三边之兵会宣大, 寄了各阵, 分进河基北上平鲁, 则天下定矣, 此番言论端得鼓舞人心, 但是皇上这些年听过的豪言壮语不少, 知道要害在哪里, 若依清计, 平贼需多少兵马全粮, 经国库空虚所不足者, 当作何去处, 若欲荡平流贼, 臣义时省当增兵十二万, 增享二百八十万, 臣文前番奏义开征乐响, 此笔加征岁收有二百一十万, 而平昏以剿贼为先, 平贼君祥可先从月祥处支取一百万, 所不足者可再行家派交响一年, 从阴良异地势力三处抽取, 且细说与战, 是, 陛下, 所谓阴良者应习旧额之粮, 量为家派, 前月祥既以母书八钱, 则此番交响陈继多应于父户, 宽敛平农, 商地不语, 遂可得银一百五十万有其, 异地者, 乃先前游以财省之银, 可以其中二十万冲响, 其余则以势力冲敌, 许奉宁书自为奸生, 为君父分忧, 以岁而止, 若百姓生愿, 该当如何? 陛下, 无商也, 此番家派, 多出于有利之父户, 百姆增赢, 不过一二全, 亦可稍易兼并耳, 且梁户多中军体国之辈, 缴贼关系社稷安危, 其必能为国分忧, 待中原平静, 再与民生息, 见清恨晚, 见清恨晚啊, 崇祯不由地赞叹道, 便依清言, 暂泪无名一年, 除此心腹大患, 崇祯听罢, 整日愁容密布的天子, 竟扬起了微微的笑容, 地下知欲之恩, 陈冠死难报, 说罢, 杨思昌跪地谢恩, 前凡与温体人奏诣搅糊之事, 其举荐卢相声, 红城仇都师讨徽, 后阵与红城仇总督三边讨贼, 卢相声阵首身大为京师屏障, 皆难复任, 便暂时了雄文灿, 田义行事之权, 制衡狐贼, 经济于清言, 仙脚流寇, 而雄文灿至军乏术, 两广方面当作和安派, 既以十面张网之策, 除红城仇都三边外, 现真以卢相声都宣大, 何人可盛总理中原七省军部之任, 杨四昌心里咯噔以下, 暗叫不好, 雄文灿本就与他颇有交情, 此次入境前, 雄文灿也托人嘱咐, 让他设法, 能使其继续戴罪留任, 杨四昌的计划里, 本就想让雄文灿, 暂时负责牵制狐贼, 他现在丧城失地, 已经是梅霞区的总督, 魔庸越想, 他雄文灿自然不好叫苦, 刚才为了能说服崇祯, 以平定流寇为先, 而有意让皇帝低看澳洲人的实力, 一时兴起, 净数突露了嘴, 若是皇上认为雄文灿是个无能的废物, 事儿就不好办的, 但是雄文灿的表现, 强行要保他, 也的确有难, 丧失失地, 朝廷不歹至下狱, 已是格外开恩, 还想留任未免有痴人说梦之嫌, 崇军自然不知道杨四昌, 此刻姓吕的小九九, 沉默思考了片刻, 杨四昌开口道, 雄文灿虽不善之君, 然其在何如兵丧时穷州后, 能恢复局势, 拖延纯贼, 一时能辰, 徽贼大军敬奋后, 节节抗击, 使贼南出梁广, 足见其中勇, 可暂遣以善战之将, 为总兵驻之, 制衡活贼, 雄都既言广东民兴士气尚可一用, 正招募义军, 陈以为先拨月响二万宇雄文灿, 令其重整行武, 招募士卒, 与广东义军夹击混贼, 推贼自外扬来, 陆时匮乏, 则雄文灿成可以收复失地, 若不成也可使魂贼无暇他顾, 朝廷大军则可趁机荡平流贼, 令遣一支兵之臣, 仍难干巡抚, 则地练兵数万, 可与雄都东西呼应, 若雄文灿不能平复两广, 便以此为主力, 南下平昏。 这一谋话甚为妥铁, 也没有打乱朝廷固有的行政区话, 看得出皇帝甚为满意。 杨四昌继续道, 陈以为陕西巡抚孙传亭生情高逆, 其才不下红成仇, 卢相声可堪大任, 地下若以孙传亭总理中原君务, 则流寇之父王, 可继日而待也。 善, 正和正义, 这一下, 崇祯不仅嘴角扬起笑意, 眼光也更加明亮了, 他又想到了些事情, 继续问道, 南建巡抚, 清和有举荐。 前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 傅宗龙堪任, 傅宗龙此时正复玄在家, 他虽于崇祯三年获得重用, 总督三边军务, 然而没多久就因为小事被去职, 自天起年间起, 傅宗龙就以织兵著称, 只会参与过多次西南地区的平乱战争, 堪称九军战争, 然而因为性格刚直, 所以打的胜仗固然不少, 却总是短期被启用, 然后长期复闲在家。 皇帝点头又问, 登南巡抚孙元化, 或言其有通苦之嫌, 清以为如何? 孙元化在登州之便留任后, 已成了朝廷炙手可热的知名之兵巡抚, 在登来之乱平定后的短短月, 就平定了东江镇的叛乱, 斩杀聚众兵变的东江副总兵沈氏魁, 彻底控制了东江明军, 并向重支圣咒屯田带响, 外构太息军火, 编炼新军, 重建三方布置等奏书, 在此之后, 登州军与东江军屡次次海上出击, 战锅颇风, 重斗兵部的首级, 都是以最挑剔的眼光, 也挑不出毛病的真大, 而更是前所未有的上缴了许多之前, 边军极少缴获的剑奴的甲杖, 军械和文书印姓, 崇祯和兵部命朝鲜使臣, 和与建州匠人辩认, 都断言绝不可能有假, 去年丙子之变, 孙元化甩灯来, 东将军自海上洗咬辽南, 连续攻克十数个达子堡垒, 斩杀俘获达子和投降汉官数十人, 斩杀达子兵七百级, 君子无数, 逼迫皇太极紧急召回了全处辽西走廊, 掩护阿纪格入关截略的多尔滚部主力, 战后续攻, 孙元化更是得到了兵部侍郎的家贤, 张扮等东州救人乃至陆文渊, 吕泽阳等人也等到了家方赏赐, 杨四昌对这些事情自然是知道的, 他也听说了这些功劳的背后, 推贼可能有参与其中的猫腻, 别得不说, 光是他编练的所谓东州新军, 就有许多混枪混炮, 据说还有快贼来指导教习, 他与孙元化并无交集, 皇帝问他这个问题究竟是为何, 很快他想到前几日兵部收到了孙元化的堂报, 邓州水师会同东江兵, 与压绿江畔截击达鲁骑兵, 挫败了奴求寇贩朝鲜的企图, 陛下大约是由此又想到了孙元化, 再一想邓州之变时朝廷的窘境, 事后对相关官员的问罪, 和自己如今承担平乱精锐的重任, 无论孙元化有没有通文, 他尽了与孙不利的建言, 朝廷若真是以此为由有所处置, 以孙元化的功绩和军中卑望, 难保不再出一个登州之变, 他扬似昌的平乱万徒而废不说, 事后朝廷追究, 只怕也难以洗脱干净。 孙元化自平定东州之乱之后, 其功郎上到皇帝, 下到百官都是有目共睹的, 东将能维持, 也全靠松元化的支撑, 存在朝廷里的势力也不小, 当初就是当今的首府温体人提拔起来的, 他的恩师兼庆家徐光起, 虽然已经不在内阁为相, 但是圣郡并不衰填, 如今在天津为朝廷屯田练兵, 据说也颇有成就。 他忽然一个极顶, 徐光起在天津屯田, 引入了不少太息农法和机械, 成效卓著, 这所谓的太息, 搞不好其中也有混贼的玩意在内。 自己若是贸然云孙元化通胡, 如何如何, 岂不是连带着把徐光起也给得罪了? 徐光起多年为官, 人满身后, 而且作为太息洋教, 在华的信徒的首脑, 身边有一批奉教的近身, 得罪了他, 自己这官就坐不牢靠了。 就算孙元化与惠贼油染, 也不过是些澳洲海生, 想要多个逐利赚钱的门路罢了。 等来土地平级, 素以穷困著称, 比不上穷州水土风貌, 若没有路上多年经营, 一时成不了大患, 就算有朝一日混贼入饭登州, 首当其冲问罪的也是他孙元化, 语己无干, 想到这里杨死昌回奏道。 孙元化自登州之变后, 平定东江, 千至达鲁, 屡见其勋, 其中真, 勤勉日月可见, 若狐贼真与其有舍, 想来不过是其治下多有商甲犯人数奇货罢了, 东来地处沿海, 必有海茂商甲前来, 商人重力, 犯受回贼所造物件, 乃至军械, 皆不足为其。 陛下, 如今天下何处不受仆户, 何人不用轮户, 臣以为控户, 既有可为大明所用之处, 则对挥霍可暂不必加以禁绝。 崇祯听罢, 点了点头, 对于孙元化, 参奏他的人不在少数, 他也所怀疑, 便只是登来镇守太监和警衣卫调查, 结果虽不全如杨死昌所言, 但回噪并无护贼, 在登来地面活动的迹象。 但是奏饼孙元化, 登州军有从海上购买自称来自南洋的鸟处火炮, 稀利无比, 此从回贼处所获, 不过随后崇祯向兵部顾问此事, 发现那种据称来自南洋的鸟创, 包括关宁军在内, 多支军阵的镇镖, 斧镖精锐都有装备,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杨四昌的这番话, 郑重了崇祯的胃口, 眼下情形, 他并不想失去智艺能臣, 登来和江东局势的逆转, 极大的牵制了达子的活动, 而孙元化等人, 因登州之乱败罪的缘故, 向朝廷所要良想的口气, 也软了许多, 上书使他招募留名, 开墾屯堡, 以粮带响, 再加之从太仓直运登州旅顺的粮食, 孙元化现在每年能节省朝廷 差不多十万两的开销, 这种善于减费增效, 又方便领导甩锅的大臣, 自然是崇祯园里的香播报, 至于捆贼真在登来闹出个好歹, 再查办了他也不迟, 朕闻听狐贼亦是华夏一脉, 宋寺绝灭之后流亡海外, 如今虽窃具梁广, 若能不为乱, 百姓少数战乱之苦, 亦是朕之赤子, 皇帝这句话多少有些突兀, 但是杨子昌早就听闻体人暗示过, 皇上并不以为处贼是复兴之患, 隐隐约约有招安他们的意思, 先安内后攘外之策, 看来正图了皇帝的心意, 是皇上仁后, 昆贼即使华夏苗义, 只要皇上给他们机会, 总能翻然悔悟, 痛改前非, 君臣二人前后对谈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杨自昌才退下, 崇祯舒展了下身体, 走出乾清宫, 自登基以来, 大明上下八方走火, 四出生烟, 这位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天子, 神态步履却如中年人一般憔悴, 这一次他感动了无比的清浪, 自数月前, 明镇天下的闯王高营祥, 被押解静京处死, 孙云化日前又作报了镇江堡大决, 京阳死昌又为他献策贫贼, 他仿佛看到了大明忠兴就在眼前, 于是对王承恩吩咐道, 去后院即经御花园, 他已经许久没有到过后院, 京师不比江南, 多少还有些长绿的树木, 天寒地冻的, 御花园里一片萧瑟肃杀, 以原理而言并无可上之处, 且内院逼自, 皇帝游幸多去西院, 万岁山等处, 内奸们接到旨意一阵忙乱, 到皇帝驾临后院的时候, 园子里已经预备齐掌, 皇帝平日来后, 院起居宴坐的御方轩, 精卫御斋, 内生了火, 摆设了从海淀送来的暖洞鲜花, 皇帝来到这个无可赏之处的后院, 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为了召见一位要紧的人物, 此人并非什么达官显患, 亦非复兴重臣, 但是皇帝前不久看了他的尚书, 颇受触动, 故而今日专门来召他入见, 因为他的身份颇为特殊, 所以并不在皇帝日常召见臣辽的前清宫等处, 而是选择在内院, 坐下不多久便有人来报告, 东城提督曹化淳来了, 奴婢见过皇爷, 宠贞莫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问道, 听闻前些日子, 德龙田庄出了些事情, 如今是怎么的情形, 曹化淳早就得了王德华的消息, 皇上在派遣一位密查德龙的事情, 德龙冷凝云被绑票这件事的始末, 他大代已经打听清楚, 但是话却不能说得太明白, 防着皇帝与他是有备而来, 回禀皇爷, 却有此事, 据闻是些京郊的盗匪, 结伙绑了棱掌柜的勒索十万两银子, 顺天府查击之后, 年前已将棱掌柜解救回来, 他顿了顿又添了几句, 因为棱掌柜被绑, 德龙一度不稳, 百姓们都去挤兑, 如今他回来了, 世面也就平息了, 这家德龙是专门于两广会队的钱庄吗? 是, 正是这家, 曹化重道心中愈发加了孝心, 听闻他与两广会队有所谓殿会, 两日便可到账, 不知可有此事, 奴婢未在德龙办过装票, 在广东也无亲唐, 故而不知此说是否确实, 不过德龙办理会队, 口碑却有肃密节著称, 至于说两日即到大约是世境传闻, 多有夸大之处。 朕也以为此皇帝点头道, 他原本就觉得这说法甚为荒诞, 如今锦衣卫和东厂的回贬大致相同, 也打消了德龙有妖法的顾虑, 他又问道, 朕听闻这德龙有中官入骨, 可有此事。 曹化淳早就在等他问这句话了, 此事王德化已经和他打过招呼, 他当即道, 此等钱庄多代京师败有门徒, 以其为靠山门槛, 每家皆然, 不知德龙如此, 想来许是这冷掌柜败在了某位中官的门下。 崇真已经接到吴孟明的报告, 说的和曹化淳大致相同, 不过吴孟明还明确说了冷凝云是败在中古司杨公公的门下。 曹化淳的禀告让他觉得十分满意, 两相对照之下, 不论是吴孟明还是曹化淳都不敢欺瞒他。 曹化淳退了出去, 暗途中他看到内奸正引着吴孟明等几个人过来, 他并不开口, 只是冲着对方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这回成了他的情。 吴孟明来到玉芳轩, 皇帝道, 上回让你查问的事情怎么样了? 启禀皇爷, 小陈已犬人觅查过, 这周乐枝与全太冲并无干联。 现在人呐, 年前已从崇孝寺退房走了, 说有事要先回南去, 过了年再来房子给他留着, 吴孟明道, 大约年后二三月份, 自然要回京师来。 何以见得? 他在本地小有名气, 病家甚多, 回去之后哪有京师里这般的好营生? 这倒是崇祯忽然笑了, 朕闻处京的官, 入京的和尚, 想必除了和尚, 倒是一项之流, 细史如此。 是, 毕竟京师是天子脚下, 守善之地。 钱太冲呢, 小陈已将他带到, 宣他进来。 不过虚实功夫, 钱海冲便被带进了玉芳轩, 他被人带来的时候多少有些懵懂, 这几个月来, 他一直住在福建会馆里, 四下活动为郑森办事。 自从郑之龙被昆贼所害, 虽然在他的神经妙算之下, 郑森夺回了安平。 烧龙没一批他父亲留下的将士和船只, 但是张珠湾里原本正是家族石壁太闷, 割据一鱼, 并不把这个少年人当一回事。 内乱未凭, 外患幼稚, 捆贼入聚台南, 建高雄城之后, 建队成年在福建沿海游异, 原本利润丰厚的对日贸易, 南洋贸易, 见次都被混贼夺去, 这使得各派之间,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争斗愈发剧烈。 郑芝龙留下的不仅有庞大的船队, 还有大量的土地和商业网络, 这些不动产的归属争夺, 已经成为张珠湾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各方虽然没有明面上开打, 但是私下里的小打小闹一直没有断绝过。 郑森作为幼子, 自然在这场争夺战中吃了亏, 虽有钱太冲居中调度, 外游捅太郎小力, 又得到了福建巡抚的支持, 但迄今为止也只是名义上的郑氏家主, 无法号令群雄, 甚至连郑家的核心中族所也不在他的志下。 如今他能保有的, 不过是安平一城和临近的几千亩土地, 只有这些, 别说报仇, 就是号令郑家都做不到。 钱太冲这几年在安平担惊截律, 把从书里看来的各种套路都想了个变, 也试了个变, 也没找到到破局之策。 福建巡抚周围连离任之后, 他更是失去了这个最大的官场靠山, 这使得他们在张州湾里的行驶愈发艰难起来。 安平虽说当初被昆贼卢举已空, 但是安平周围有大片的粮田, 在海外贸易几乎断殖的状态, 这些能每年固定产出的土地就成了香菠菠, 各方势力虎视眈眈。 少主过于年幼了, 今年也才不过十三岁, 朱少国仪, 稍有才干实力之人, 大多不愿意依附, 纵然有少主的正统, 绝大多数郑之龙的旧部, 还是留下了其他个股势力, 迄今为止, 聚集在安平的郑森集团水陆, 只有两千人马, 大小船只三十艘, 只能勉强自保, 垂涎于安平附近田中的个股势力, 独断的威逼避佑, 要拥戴少主, 前太冲左之右痴, 辗转藤挪, 好不容易才维持住小小的局面, 如此的压力之下, 前太冲知道, 自己纵然是诸葛孔明在这小小的张州湾里, 也没法施展, 要破局, 要生存, 需得寻找更大的靠山, 原本福建巡抚就是他的最大靠山, 但是周围廉离任之后, 新任巡抚沈游龙对正式集团十分狼淡, 明面上还呆之一个仪, 对集团内部的种种斗争, 完全是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前太冲几次赶赴福州, 都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援助, 幸好沈游龙对正式集团的态度还是分而置之, 虽然不会帮助某家, 可也不会允许他们互相兼并, 但是他的下一院呢, 若是有人受以重会, 再获着此人意图重新整合正家, 正森集团就岌岌可危了, 再三考虑之下, 前太冲决定赌一把大的, 直接上京来找靠山, 从崇祯九年入京, 一直逗留到过年, 期间他在京师各种找路子, 走篮子, 要说郑之龙留下的人情网络还真是不少, 前太冲套着郑森的牌面, 见了好几位朝中大佬, 连曹华纯这位内相也见过呢, 福建籍的在京显幻见了不少, 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两, 一直没能换来一个有用的回复, 在京师的这大半年, 他算是真心体会到了什么叫人走茶凉, 郑之龙得势的时候, 他未曾享受过他的风光, 为了郑森奔走, 却充分体会到了事态炎凉, 换作其他人, 大约早已是灰心丧气, 但是前太处死人却有着一股酱脾气, 偏要为人所不能为, 绝望之余, 他决定亲自向皇帝上书, 奈何他的官卑知晓, 并无执走之权, 只能委托朝臣, 但是这个人却并不好找, 郑之龙活着的时候, 他经营的海上贸易, 在朝的敏籍官员多有分润, 郑之龙死后, 郑氏集团分出来的各个小集团, 都被混贼排斥出了海茂, 没有了利益关联, 这些人自然也不会为郑森出头, 前太处最后还是走了太监的路在, 几途最后一搏, 这一盏茶, 邻居中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花费, 他用了一千两银子, 没想到这最后一搏却有了作用, 前太冲被带到锦衣卫阳那关了几日, 又问了几回话, 金钱突然将他提出, 要他穿好工服, 预备好相关文书, 问锦衣要去何处, 对风却是闭口不言, 不过举止言谈上, 却比前些日子客气了许多, 前太冲心中, 盈盈有了答案, 只是不敢相信金殿照对, 这是每个寒窗苦读的读书人的梦想, 即使到了此时此地, 也依然觉得自己死在梦中, 随着御前太监出来宣照, 前太冲赶紧整了整衣冠, 弯下腰, 一步一趋的随着太监的进了御方轩, 一个宫女接起黄段门帘, 前太冲腰背, 弯到几乎九十度, 恭恭敬敬的走迸了东暖阁, 说了声, 陈张州海逢统治衙门简孝前太冲见驾, 随即跪下去给皇上叩头, 这样的私下召队, 官员并不报具体报名, 但是前太冲, 以为自己并非天子敬臣, 还是把官贤全名全部报出来为好, 至少可以让皇帝留下印象, 以他的身份, 能见到皇帝是难得的姓氏, 但是真得要直冒欲言, 心里未免坠坠不安, 他现在已经不是明, 但是官卑直晓, 上书言事实乃大计, 获得召见大志, 可以说明皇帝对他上书的事情有兴趣, 但是自古半军如半虎, 万一奏队中出了什么疏漏, 他个人安危不足道, 还关系到郑森和他周围的一干忠贞之事, 行过长朝礼, 他没敢抬起头来, 望着皇上脚前的方砖帝, 等候皇者说话, 有片刻功夫, 崇祯没有说话, 纸板来人通身上下打量一番, 但见来人三十多岁, 神情沉稳, 皮肤有黑, 手脚事事粗大, 虽说举止稍有茅草感, 但是看面相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 你就是前太冲, 是, 正是微臣, 哪一年的科名, 臣惭愧, 磕场蹉跎, 只清一净, 那子为南京, 国子见奸生, 崇祯五年也安庭, 忠左收复保安在册, 得任俭相, 不是正途出身, 也用不着惭愧, 天下英才甚多, 哪里个个都是科举出身的, 谢皇上勉励, 前太冲听了这句话, 只觉得胸前发酸, 气血上涌, 不过一句客气话, 但是出自天子口中, 却有无上的荣光, 起来回话, 前太冲扣了一个头, 赶紧站起来, 垂手等候, 皇上继续说话, 他从眼角的余光望过去, 见中间宝座上坐着一个青年人, 头戴乌纱折脚巾, 身穿四团龙大红色盘铃窄袖, 腰束透膝带, 样貌上不会超过三十岁, 但是脸色很差, 双眼无神, 满身都散发着疲惫感, 皇帝轻轻地咳了一声, 说道, 你来京师多日, 一直在为郑森奔走, 你的奏折, 朕也瞧过来, 是, 你对飞黄将军的一片赤诚, 便是朕也是十分感动, 他能用你这样的人, 实乃郑家之幸事, 这一句, 更是引出了前太冲的满腹惆怅, 这几年来, 他为郑森奔走, 探经节律, 然而郑氏集团里说他好话的人, 却没有解割, 外人且不说, 就是郑森身边的人, 表面上很敬重他, 背地里也在质疑他如此卖力, 是不是意图架空郑森, 赚取郑家剩余的财富, 这份委屈, 他也只能在统太郎和马托斯, 两个外国人面前倾吐, 当然, 也正是靠着他们, 他才能继续在郑森身边, 发号施令, 此刻仿佛他的辛劳和委屈都获得回报, 刚想开口, 只觉得猴头哽咽, 他声他失疑, 赶紧平复着下心情, 才开口道, 陈渝飞黄将军不敢言忠, 只是数人之托, 不敢稍有懈怠, 如今郑森年卫若冠, 虽承袭了使职, 手中却无半分权柄, 郑家上下多不守他差遣, 连乃富仪下的土地全财也多被青竹霸占, 将军为昆贼所害, 为国尽忠, 嫡子落得如此境地, 陈官卑职小, 实无扶持之力, 只能来京师尽力为其奔走, 他说的这些, 崇祯已经在作者上看过, 并没有太大的感触, 郑之龙当初也是他头痛的巨寇之一, 后来虽然雄文灿将他招服, 也平定了闽月上的不少海贼土寇, 但是不少大臣的密奏中, 都言及此人狂辈自大, 勾掘窝寇, 大有听调不听身的意思, 当初郑之龙集团被昏贼击垮, 朝中大臣大有认为这是两贼相争, 再好不过, 甚至有人认为自此之后, 敏月海面再无拒扣, 这种情绪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皇帝的判断, 他之所以召见钱太冲, 也不是为了要给郑森主持公道, 此事你去找过沈尤荣吗? 见过, 只是无济于事, 他怎么说? 沈大人说, 郑森虽以习事职, 但是郑家的事是私事, 他不便介入, 前太初颇为艰难地说道, 微臣也知道, 大人说得有理, 只是这欺负孤儿寡母, 崇祯微点头, 他为眼前的权太冲冠, 敢扑好, 觉得他为报答一点知欲之恩, 为其恩主的遗孤呼喊奔走, 甚至想到了道经师来找门路上书, 把官司一路打到他的面前, 这样的人不但忠, 做事也做事, 有一股韧性, 只可惜他是个秀才, 不知具体的才学如何, 我看你的奏折对昆秦所知甚多, 是, 学生曾是广东左参镇分手海南道师帮要的幕僚, 崇祯三年, 王都发兵征讨忽贼, 学生随军出征, 王氏败于城外, 学生在乱军中, 被窥贼所护, 直到崇祯五年方才脱窥而归, 你跟随过王尊德, 征伐过昆贼, 皇帝大为诧异, 没想到这秀才还有这段往事, 是, 微臣寿施大人所浅, 自穷州城追随王都, 直到在城脉城下兵败, 全太冲不无悲戚地说道, 难怪你对昆秦所知甚多, 皇帝心相, 自从王尊德兵败, 上书眼垂贼, 窥视之人不少, 但是大多是隔絮骚哑, 纵然京师乃至宫廷里昆祸甚多, 但是自始至终, 了解除情之人却是寥寥无几, 如今, 魂贼已献两广, 几方居然连出贼内里是何情形, 亦是一有所知, 此人两次与惠贼交战, 又献贼数年, 对春行想必十分清楚, 倒是一个眼下极用的人才, 他问道, 既然你对昆秦所知甚多, 朕且来问你, 当下将朝中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所谓灰情, 一一做了询问, 前太冲在袁卯院手下, 可是结结实实干过两年劳役的人, 和道厅图书, 列其寻师的普通文人不同, 当下一一解说, 对种种传闻有的斥之为荒命, 有的又解释, 所以然, 原本不过半个时辰的赵队, 一论一答之下, 居然严惩到了将近一个时辰, 直到王德话过来, 轻声提醒后面, 还有安排, 崇祯才意识到, 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此之久, 此时他的情绪十分昂扬, 杨自昌刚刚献了角流寇的策略, 眼下又天降一个知乎之人, 看来大明中兴是天意所属, 关键是此人不景之魂, 从刚才的对谈中看得出此人条理清晰, 心思缜密, 是个真正实干能干的人才, 这样的人, 带到需要缴回的时候, 必有大用, 想到这里, 他道, 你说的事情, 朕已经知道了, 必给你一个说法, 谢皇上隆恩, 你身兮魂情, 居俭孝之直, 实在是屈才了, 皇帝想了想, 绸廷有过旨意, 选用人才不拘一格, 可惜你不是孝莲, 若是举人出身, 提拔就容易了, 孙元化举人出身, 几年前就是登来巡抚了, 总是微臣无能, 前太冲一阵狂喜, 看来皇帝不但要为他做主, 还要给他升官, 你且退下, 皇帝说道,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你如今下处在哪里? 微臣原住京师福建会馆, 依旧回那里去住, 没有旨意不要离听, 这是后面还有旨意的意思, 前太冲又是兴奋, 又是惶恐地跪下, 磕了头退了出来, 从宫里头出来, 护送了仅一位官校, 喊人士客气, 一顶小轿把他送回了福建会馆, 会馆的管室自打他被抓走之后, 心里头七上八下, 生怕审出了什么不应之事, 连带到会馆, 此刻见官校们用轿子把人送回, 这才放下心来, 官校临走还观照他好生照看前老爷, 管室的忙着蝶答应, 眼瞅着官校们都走了, 管室的这才抑制不住好奇地问起, 这几天的遭遇, 前太充满兴翻语, 原本想一吐为快, 但是想到此事涉及到皇上, 言谈中还是应该慎重, 万一传到皇帝耳朵笔, 自己一个轻挑的烤语便跑不掉了, 当下说道, 我来京师办的事情, 如今有了眉目, 他来京师办事, 已经前后滞留了大半年之久, 每日早出晚归, 几个月里也没见过几次效力连, 管室的恍然大悟, 公门手道, 恭喜, 恭喜, 想来老爷这回是找到门路了, 事情有门路就好办, 说完又压低了声音问道, 他不是朝中大佬, 正是, 正是前太充满心抑制不住的喜悦, 成宁老吉言, 前太冲人逢喜事精神爽, 眼见时间还早, 便请管室的叫些韭菜来, 他要边饮酒, 边将头绪整理一番, 管室很是得力, 不一会, 便有伙计挑着食笼送来韭菜, 因为是一人独针, 不过, 四碟小菜, 两盘下饭并一盘卷子, 此刻, 窗外雪花飘飘, 京师又降下了大雪, 前太冲干脆开着窗户赏血自饮, 这几年来, 他还是头一回心情这么舒畅, 不仅是因为自己获得了皇帝的重视, 而且皇帝有了对付苦贼的意向, 郑家墓前的窘境, 说到底是回贼造成的, 只要昆贼势头一摔, 郑氏集团目前四分五裂的各支派, 自然会朝着海外去敬意, 而不是在张珠班里争斗, 今日的赵队, 皇帝对昆贼十分感兴趣, 问了许多盆贼的消息, 前太冲发现, 虽说魁贼已经陷了两省之地, 论及声势远过于混贼, 可是皇帝对昆贼却是所知甚上, 也是, 他想, 别说高距于顶半的皇帝了, 便是福建这个如今已是前线的省份, 早就是横货遍地, 张璇一带着码头上就能看到昏船来装户, 虽然他们名义上都是大名的客生, 但是官员静身们对亏贼大多一时一无所知, 最多不过知道船间炮利, 器具精巧这些陈词烂调而已, 只要朝廷锐意竞角, 出动大军南征消灭胡贼, 不见得能做到, 烧杀其气焰不难的, 毕竟大名可是一个庞然大物, 岂是区区混贼相提并论的, 久之酣畅出, 钱太冲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自己作为有功之臣, 入朝朝贺, 受到皇帝封赏, 回声光宗耀佐的种种幻象, 乌门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打声, 钱太冲以为, 是管事的到门没份, 自个儿进来便是, 只听得支啞一声, 蒙飞双起, 进来的只不是管事, 而是一个陌生的青年, 他居住在会馆, 图得就是清净, 不像旅店那样人来人往, 闲杂人等到处登堂入室, 钱太冲有些酒懵了, 半想才问道, 先生何人, 青年微微一笑道, 素不相识, 既素不相识, 为何瞎夜到访, 虽素不相识, 却有同仇敌忾之人, 话说到这里, 钱太冲的酒洗用了一半, 立刻意识到此人并非乱闯, 乃是有备而来, 不觉起了戒心, 道, 学生不知道先生什么意思, 钱先生, 轮来京师八个月, 所谓何来的下不必多言了, 今日御方宣召对, 先生大智可遂, 可喜可贺了, 这下钱太冲喝下去的酒化作冷汉, 瞬间从脊背上冒了出去, 原本微醺之懒消散的一干二净, 立声道, 你是何人, 言罢, 就想去摸背后的宝剑, 钱先生, 莫要慌张, 青年人微笑道, 再下来此病与恶意, 只是有些事情, 想与先生共议, 钱太冲脑子转得飞快, 他今日刚和皇帝照对过, 晚上, 此人就知晓了, 显然不是一般人物, 搞不好还是场队中人, 又你或是中官贵人, 这与阁下何干, 先生深谙忽情, 朝廷日后用兵必有大用, 只是先生可曾想过, 当初王都罚苦贼, 军事如何, 军事强盛, 推贼当时可有今日之盛局, 远不如今日, 既如此朝廷用兵, 先生何以为不会重蹈王都覆辙, 这疑问直指钱太冲的内心, 他是和魂贼打过仗, 在林高待过两年的人, 当然知道, 今时不比往日, 相比起数年前, 魂贼更加强大, 当初区区一线之地, 几千连铠甲都没有不足, 全建了广东官军, 精锐二万多人, 如今他们已经近战两广, 海上北到天津位, 南至广珠府, 海面上到处都飘扬着混贼的旗帜, 黑烟滚滚的舰队, 如入无人之境, 朝廷纵能动用十万大军, 又能如何, 想到这里, 他顿时憋坐下去, 眼前的美酒佳肴, 也变得索然无味, 他有些迟疑, 又有些疑惑地抬起了头, 问道, 先生说, 这些有何用意? 他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颤声道, 莫非, 莫非, 莫非你是混贼? 这一瞬间, 在城外败退时逃亡的惶恐, 被扶持的恐惧, 被压到林高为苦意时的屈辱, 见识到宽贼强大之后的震撼, 统统浮了上来, 大约是看到了钱太冲目光里的恐惧, 来人微微一叹, 道, 在下不是魂贼, 先生且放宽心, 今日前来有几句负心之言, 是, 是, 请自驾, 先生这代客, 钱太冲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道, 坐, 请坐, 恕罪恕罪, 青年这才落座, 他的举止态度很是从容, 见钱太冲依然有些魂不守, 笑道, 先生目要疑心, 在下与昆贼势不两立, 只是知道先生有仰无之心, 这才前来续谈, 钱太冲这时才定下神来, 擦了擦额头冷汗, 道, 先生来的实在太过突然, 经诗中胡贼密探眼信遍布, 再下不得不如此, 青年书生低声道, 此间无外人, 可与先生密谈, 不知先生台府, 地姓月青年道, 当然是假名, 如此坦率倒是让钱太冲一正, 只听对方继续道, 在下与昏贼算是老相识了, 推贼恨之入骨, 不得不如此, 钱太冲当即表示理解, 再次问及来意, 先生今日为皇上招对, 说了许多文贼的, 内情皇上的意思, 大概先生也是明白的, 是皇上似有伐狐之意, 钱太冲到, 昏贼如今已成朝廷心腹大患, 只是朝廷诸公至今, 尚在懵懂之间, 未曾看清大局, 先生说的不错, 只是这伐狐之举, 万万使不得, 钱太冲不解, 即使心腹大患, 为何使不得呢? 魂贼盘踞梁广, 净收梁广钱粮人口, 假一时, 歧视欲强, 朝廷若是一位姑息, 将来春贼, 岂不是势不可挡? 先生说的不错, 只是官军法武, 失死无生, 朝廷如今还有多少钱粮人马, 能经得起如此挫败, 精锐一失, 刘寇东鲁趁势, 再起朝廷又到何处去筹挫钱粮, 再练兵吗? 钱太冲一时雨色, 以他的精力见识, 自然无法说朝廷必胜, 但是心理下, 还是很抵触官兵必败的几局, 惆惆到不至于此的。 再一想, 朝廷从王尊德兵败成脉, 起到如今, 四处收火, 八方卯烟, 不算小谷流寇报名, 只中原的流寇, 西南的土寺, 关外的剑州, 几乎无日不在大仗, 还能剩下多少精兵, 如果在广东战败, 从各处抽调来的精锐折锁一空, 记下来的局面可想而知, 想到此处, 他不禁呆住了, 难难道, 法武失败, 手欲亦失败, 如何是好? 梅京之计, 只有赞任一时, 促成义和, 乐先生述这话的时候, 颇为怅然, 义和前态冲响到白天照对时候, 皇帝的确流露出这样的意思, 但是在义想最近看过的抵抄, 摇头道, 朝廷上最近义争乐响, 已被脚裤之右, 事已至此, 和谈亦和, 况且昆贼素来狼子野兴, 贪争无厌, 视朝廷为寇仇, 学生在临高的时候, 但凡提起大蒙, 不是伟便是窜, 大有自居正统之意, 不然不然, 周乐之当即将元老院目前的内部, 有关南下北上的纷争, 战局两网之后, 驻然增加的统治成本, 对财政造成的压力详尽的讲了一遍, 钱太冲愈听愈惊讶, 要说大明境内堪称知魂的读书人, 他可算是名列前茅了, 独蛋和回贼打过仗, 还在纯贼那里当过俘虏, 受过培训, 做过文书工作, 释放的时候, 得到了刘勇的邀请, 要不是不愿意从贼, 这回他就已经是个伟坤, 搞不好已经是两广懒线的干部了, 说到对坤贼制度, 内部情况, 人员的了解, 他自认大明, 没有第二个能知道的如此透彻, 没想到和这位岳先生一对谈, 才发觉自己那点见识, 真如滴水入大海一般, 要说真正了解胡贼的朝廷, 知道昆贼的元老心术, 还只有眼前这个乐先生, 他压抑道, 先生大才对昏贼所知竟然如此透彻, 他忽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口若玄河的年轻人, 在说急昏贼的时候, 偷有些他在林高看到过的真文伟容的气质, 莫非他是, 那先生却像是知道他想了什么事的, 叹气道, 我若是道好了, 先生何出此言, 我若是魂贼, 必设法说服朱元老与大明友善, 彼此都是华下一脉, 何必互相攻伐, 白白耗费钱良人命不说, 还便宜了蛮仪, 说到此处不觉有些激动, 钱太冲道, 先生所云即逝, 只受文贼纵然一时愿意一合, 将来只怕也是翻脸无情, 乐先生叹道, 如今的局面拖得一时是一时, 再说了困贼使人, 我大明官身百姓义使人, 他能造的大套火轮船, 我们就造不得, 可是我们无人懂这些啊, 学生在林高的时候, 但凡机械器具都由真混制造, 教导假窟使用, 假窥只会照章办事而已, 其中缘由一概不知, 重要器械, 更是绝不假手假胡, 我们不懂, 让婚贼来教便是, 周乐知道, 石鲑记已攘春, 钱太冲, 只觉得这乐先生欲想天开, 道, 婚贼与大明乃是敌国, 纵然能双方一合, 亏贼岂能来教授, 先生有所不知, 婚贼乃是商人治国, 兵性最为贪婪, 只要有银子赚, 岂能不证, 周乐之鄙夷的笑道, 先生大约, 知道, 这些年来, 各阵多够所谓南洋冲嘛, 略有耳闻, 听说就是魂贼的枪支, 不错, 两国交兵, 他们照样在卖这样的杀人利器, 合一于手刀与人, 周乐之冷笑道, 不说魂贼们, 便是大明, 山西屋子的商人在沙湖口各处边强贸易, 说是和蒙古人做生意, 实则都是在与达子交易, 建奴的铁器, 粮食多由关内犯, 受得来, 竟由此事, 钱太冲热血上头,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朝廷就不管吗? 朝廷自然想管, 只是这份一得十的利润, 只要做到了, 岂肯放手, 自古有言, 抬本的生意没人干, 沙徒的生意有人做, 何况这十倍二十倍的利益, 钱太冲目瞪口袋, 这些年, 他在郑森周边折腾, 的确没注意国内大局, 没想到居然已经糜烂至此, 钱先生, 您待在张珠湾里太久了, 外头的形势一点都不了解嘛, 周乐之缓缓道, 朝廷局势已是微如雷波, 罚昆是素死, 一和尚能保住一口气, 失魂长济以自强, 徐徐徒之或许还有救, 钱太冲一击灵, 大声赞道, 好一个失足, 长济以自强, 先生一言, 圣读十年诗书, 过奖呢, 这其实亦非我一人之见识, 广州御元社收藏回书最多, 混情了解亦多, 只是两广沦陷, 社员兴赛, 这些收藏大约也保不住了, 钱太冲略一犹豫, 问道, 这预言社的社长听闻就是梁存后梁老爷, 哦, 你知道他, 略知一二, 钱太冲小小的做了隐瞒, 实则梁存后派人与他联络过, 意图拉拢郑家的残余势壁, 他还专门去过广州商议, 只是梁存后后来发现, 郑氏集团四分五裂, 结盟的意图才没能实现, 梁老爷的朝廷赤胆忠心, 可惜陷于广州, 侧身于虎狼之间, 只怕也是自身难绑, 周乐之叹道, 可惜了, 梁家可是广东的望族, 纵然是望族, 此刻大约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只担心周乐之簇没道, 他忍不住, 白白误了性命, 谈到这里, 两人对坐唏嘘, 受请前太冲孝道, 你我正当努力朝廷, 克服神州, 何至于做心庭之叹呢? 先生说的是周乐之孝道, 日后办起魂雾来, 还要请先生多多相助, 我倒是有意, 只是少主, 先生, 你若是只把眼光放在这小小的漳州湾, 纵然皇上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郑家也回不到过去了, 前太冲哑然, 半想风道, 学生但求问心无愧而已, 周乐之一笑, 在下道是以为, 先生若要重振郑家, 就得从这昆布上下手。 前太冲吃了一惊, 再想了想, 笑道, 先生这就有所不知了, 若说与魂贼往来, 郑连郑彩他们早就干了起来。 除贼虽然封锁了郑家的出海贸易渠道, 但是并没有断绝郑家的贸易, 所以四分五裂的郑氏集团各派就地转为了产品供应商, 将各式各样的福建产品销售给来张州贸易的昆商。 他们虽然挂着各式各样的字号牌子, 可是用脚后跟, 想想也知道, 里头大多是回贼的产业, 再不然亦是魂贼扶持起来的商家。 这些商家来到张州湾各处大肆收购原料, 又把各种胡货和福建景区的食盐倾销过来, 生意做的事十分鸿骨。 偏身安平这里是最穷的, 当初魂贼破肠, 把安平炉掘一空, 什么都没剩下, 重修府邸和城墙倒是花了不少钱, 至于郑家的商路和商铺, 少主一点也没有沾边, 如今只能靠这几个田庄, 几千亩地收田租过活, 就是这几千亩地亦逃不过他们的介余。 钱太冲探道, 若不是为此, 我也不会贸然上京来找门路。 亏贼与你们也有生意往来吗? 自然是有得, 只是我这里除了鱼货便是稻米, 卖不起价钱。 为何不种甘蔗? 种甘蔗, 钱太宠一愣, 他还真的没想过这事, 第一, 他并非你人, 二来他对农事很是陌生, 多少还有一粮为本的观念, 这倒是没有想过, 不过田庄一贯都种甘蔗, 该种其他, 怕天护们也不会的。 如今福建报处都是种甘蔗的, 若想改种, 想来也不难, 周乐知道, 推贼最大的生意有两桩, 他竖起一个手指头, 撕, 接着又竖起了第二个指头, 糖。 他缓缓道, 只要你有甘蔗, 不愁卖不出去, 而且你可以自办糖厂, 把甘蔗做成糖子卖给纯贼, 又能多挣不少钱。 种甘蔗做糖, 前太冲陈词片刻道, 先生的主意是极好的, 只是办糖厂熬糖, 比之种甘蔗更难, 哪里去寻找这样的人手呢? 自然是去求教狐贼嘛。 前太冲目瞪口呆, 半想方道, 先生莫要开玩笑, 时生虽数与混贼有生意往来, 这糖乃是他发家的本钱, 如何肯将制糖之术传授于我当? 建价买甘蔗, 做的糖高价卖出, 岂不赚得更多? 呵呵, 这就是先生指之其一, 不知其二了。 周乐之孝道, 胎糖厂做糖要工人, 要场地, 要房舍, 要仓房, 糖还没有做出来, 你开门七件事, 却是处处都要钱。 这糖厂投资好大, 却只能开工半年不到, 相比之下, 直接买你的糖饭卖给西洋人, 东洋人, 他还少了一道加工的开销, 岂不是更赚钱? 你算算这里头的赵。 前太冲还有些懵懂, 周乐之见他脑筋一时间转不过弯来, 提醒道, 不说糖, 只说稻米, 是种稻卖粮的农家赚钱多, 还是粮商赚钱多。 这下钱太冲恍然大悟, 道, 是了, 变身起罗者, 不是养残人。 这就是了, 温贼要的是商业渠道, 这也是最挣钱的事, 做糖这事又无关军国打击, 你要想做, 他是求之不得, 说着他又提起在林高和广州, 荤贼都有招商办厂, 转让技术和设备的事情。 广州一拍卖了好几个项目, 都市魂贼帮忙, 盖城养成工匠, 连机器一使他们包办, 你要办糖厂, 亦可如法炮制。 钱太冲和周乐之的对谈,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之后乐先生告辞离去, 钱太冲流滩凌晨再走, 京师晚间宵静, 路上又无灯火, 很不安全, 没想到乐先生居然毫不在乎, 送到门头时才发觉会管赵陛下, 有小教和七八名家人等候着, 这位乐先生显然不是普通书生。 回到屋中已敲三鼓, 钱太冲西灯上床休息, 却兴奋地睡不着觉, 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的奇遇, 原本入京运动, 亦是抱着最后一波心情, 没想到却机缘巧合, 蒙皇帝召见, 现在又意外地和乐先生一番长谈, 令他思路大开。 是了, 眼下的局势正将要报仇血恨, 无从坎起, 在张州湾里自相残杀, 更无出路。 眼下自己和郑森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说到底还是没有钱, 有了钱才养得起兵, 置办得起婚, 枪能炮, 然后才能保住现在的产业, 继而再谈其他。 现在什么也没有, 只能到处求人, 钱花了不少, 却是收向甚微, 若非这次机缘巧合, 此次京师之行, 只怕是空手而归。 想到这里, 他再也睡不下去了, 干脆起身点燃烛火, 突开纸木, 将刚才琢磨的事情逐一裂了出来。 第一件事, 自然就是半堂场, 郑森属下田地甚多, 亦有相当部分种植甘蔗, 便兰等经济作物, 但是自己没有加工能力, 甘蔗多是受奈的糖疗, 最近两年, 荤塘大量倾销过来, 糖疗全部倒闭, 这些甘蔗多是卖给了收甘蔗的行商, 至于他们去卖给谁不言而喻, 自然是浑人。 推贼收购福建的甘蔗做糖这事, 在本地并非秘密, 原本福建是产塘大省, 土糖疗伶俐, 不论是红糖, 白糖, 冰糖都有出产, 海生中运出口和内销都很多, 自从有了昆糖, 倾销直向, 糖疗几乎全灭, 利用价格和质量的优势, 各种等级的昆糖, 犹如水银泻地一般, 迅速占满了整个市场, 疗主, 商人, 工匠纷纷纷破产失业, 为数损害的只有浙农, 自家办起缺乏糖厂来, 原料上毫无问题, 只是集无混机也无混降, 这些还是得靠昆贼来提供, 这一点上, 钱太重原本尚有疑虑, 毕竟双方还是敌国, 按道理说似乎没有帮助自己的可能性, 但是后来听论乐先生说的昏贼行径, 才想到如今张州湾里各家都在和惠贼做生意, 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还是要试试看, 钱太重新想, 正如自己此次进京, 不论是旁人还是自己, 其实都无把握, 没想到竟能蒙皇上的赵剑, 钱太重哼起了最新流行的闽南小调爱拼才会赢, 这小调是前几年随着春商传入的, 虽然钱太重没弄懂为何昆贼, 为何会有闽南小调, 但是曲调好听, 歌词立志, 一经传入就流传开了, 郑家上下自然也是人人都会哼唱几声, 连他这个外乡人也不例外, 许可端详着, 这个在严密守卫下的众年人, 一张宝经风筹, 沧桑面孔, 花白的胡须和头发, 让人难以想象, 他只有四十出头, 正直壮年, 若是在街市上看到他, 大约真的会被他骗到, 以为就是个每日游逛在街上, 鼓动三寸不烂之舌, 挣几个小钱糊口的江湖混在, 只是在剥光了他的衣服给他上药的时候, 才露出他满身惊悍的剑子肉, 这种肌肉不是健身爱好者用蛋白粉堆砌出来的, 而是真正经过长期的名列摔打母脸出来的, 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 其中的爆发力和韧劲远非常人可比, 外加全身多处疤痕, 许可知道此人身手不凡, 江湖惊艳老道, 若不是他先被人捅了一刀, 捉拿他只怕病要废一番手脚, 这样的人身体素质甚佳, 只是失血过多才显得虚弱, 用了抗生素没有炎症, 又将养了十多天, 身子一日好过一日, 许可为了保证审讯效果, 一直听卫生员说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 也能坐起来吃些软质食物的时候, 才提审留尬, 刘伯的病房间求是就设在二房内, 许可迈步入内, 房内光线明亮, 窗户上额外安装了铁条, 留傻半躺半卧在一张小床之上, 墙壁上凿入了铁环, 将他右手左脚用镣铁链固定齐上, 原本只是用尼龙束缚带控制他的手足, 最近他身体好转, 力气渐长, 便改用上镣铐, 床边看护人虎视眈眈, 不但备有枪系匕首, 手上还有电柜一根, 随时可以将其拿下, 如此大费周章, 时乃是许可是个非常谨慎之人, 尤其是在敌境中审问囚犯, 不得不善众, 刘蛇不仅身负武功, 而且他就是在广州犯下滔天罪行的始作俑者, 读书他在元老院制造了多少麻烦, 光是在广州指示匪人采生哲歌, 行巫蛊之事, 就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样的人自知罪孽深重, 大多不甘心服罪, 所以要提防着他垂死挣扎, 来个玉石俱焚, 刘蛇源在床上闭目养神, 听到有人进来, 方才睁开双目, 身子如何许可温言笨道, 恢复的倒是不错, 澳洲药果然灵验, 刘蛇神色如常, 如续家常一般, 道长体格强健, 这点小声并不碍事, 许可道多将养血日子行动如常, 听到他用道长称呼, 刘蛇色微微一变, 大约知道自己隐匿的文书已经被发现了, 行动如常又如何, 刘拔举起被靠住的右手, 怕这尊将要卸掉, 在下一手一足才能放心, 不至于不至于, 许可笑道, 我大宋向虐杀扶求之事, 道长既已被扶, 罪行如何, 将来自有法司审核处置, 名正典型, 我只是个真机仿氏之人, 只是以防万一, 刘伯听闻他的言语, 显然对方已经知道, 他是牧师道人, 以他犯下的事, 绝无宽幼之理, 如此一想, 反倒石坨落地, 再无坠坠不安之感, 道先生既然已知道, 在下身份, 何必救治, 仿平问虎, 救死负伤, 实乃元老院行事的本分, 先生是不是罪大乐疾, 不由我等判断, 许可知道这样的人打杀不怕, 若是一味威逼或者怀柔, 都不能叫他屈从, 即使言行拷打, 既出手咬点话来, 也不见得能完全走下, 只能软硬兼施, 徐徐徒之, 先生大义, 刘伞的话语中, 不乏讽刺之, 一道救治在下, 是小魏在下的话吧, 这个自然, 当初道长已经与我们说了不少石翁的事情, 仍老院非常感兴趣, 许可道, 先生是聪明人, 我也不必遮遮掩掩掩, 石翁此人前前后后搬动手脚, 虽于大局无碍, 却与我们造就了许不麻烦, 这笔账必然是要算的, 居然要算账, 我又何必多言呢? 反正你们已经知道石鸣乃是王大人了, 石翁是王爷号, 或许不假, 但是以元老院对王老爷的了解, 他断无此等能力, 先生固然意识能独挡一面, 掀起无数风浪的能人, 但就大局而言, 还差什么那么一点? 所以我们想知道, 给石翁出谋划策之人是何许人也? 问题已经指指要害, 刘山深吸一口气, 面露愁愁之色, 许可知道, 他本身对石翁已无多少忠心可言, 否则也不会在绑跳弹里翻云覆雨, 勾结小杨公公了, 如今的愁愁, 无非是心里还存了讨价还价的念头, 若是成人只要许他活命, 大概率就会开口了, 但是愿他不敢许, 牧师道人不但是一系列返元老燕大案的幕后黑手, 还犯下了巫蛊案, 任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 若无软肋确实难以拿捏, 不过许可转捏一想, 他此刻的心态大约是心灰意冷, 只要待之已成, 让他一吐为宽亦有可能, 想到这里, 他停了几分钟, 竟他依旧不开口, 便打在试探一事, 道莫非是那位岳先生, 流石一震, 许可瞬间就从他面部的微表情中知道, 自己这一试探中了, 试探其中, 等于也减少了他的筹码, 看得出, 这留下已经开始动摇了, 又过了不到斩茶的功夫, 才闻听刘莎开口, 你们知道他, 自然知道, 只是不知他的真名实姓而已, 许可悠然道, 其实他姓甚名谁, 我们也不感兴趣, 只是想了解他这个人而已, 乐先生是个有大才之人, 流舌低声道, 此事我们也认同, 许可一副惺惺相惜的模样, 虽说是各位其主, 不过我大宋朱元老对石翁集团的诸位可佩服得紧, 朝廷大军耗费百万良响, 亦不及而等的一半, 马屁人仁爱听, 尤其是这话还出自强大的对手口中, 刘爸也不例外, 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微笑, 他闭目两久, 忽然睁眼开口道, 要我告诉你们亦不难, 只是我有个条件, 许可心道, 行了, 但说无妨, 只要我能决定的, 自然可以当场应成, 若是要元老院定夺的, 我也会尽快上报, 三日之内就能给你回音, 三日刘尚微微一正, 忽然又叹道, 是了, 你们有电报, 乐先生说过, 这东西虚势就可传音千里之外, 许可心中愈发诧异, 这乐先生到底什么挨头, 对元老乐竟然如此熟悉, 这位乐先生倒是博文广实, 他的本事大得很, 刘嘎苦笑道, 可惜, 可惜只说了一半, 却没有再说下去, 眼下他要说的东西都是呆假而辜, 岂能轻易说出来, 许可自然明白他的心思, 也不再追问, 静静地等他提要求, 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 溜沙自然不会例外, 我有一个女孩, 她低声道, 是我在外野游放浪的时候, 无一天结下的孽缘, 娘俩如今在应天府, 南京, 许可其道, 你是本地人, 为何把他们安排到南京, 江南风物养人, 再说孩子娘是南京人, 自然是当地有照应, 刘娜我岂无力道, 我做的是刀头舔血的营生, 不敢带着孩子在身边, 许可颇为疑惑, 因为他有个孩子的事情, 外情局没有半点消息, 只怕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 为何要自己说出来, 莫非元老院的性欲耗到如此的程度, 足以让敌人也信任, 虽说以元老院的体量地位, 绝技不会为难一个孩子, 也有不是诸连罪不及欺欲的司法原则, 但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事历朝历代都有, 谁能保证没有元老打算斩草除根呢? 作为刘娜于情于理, 最明智的选择是绝口不提这件事, 他抱着这样的疑惑, 继续听了下去, 刘氏苦笑道, 我不是在突估, 你我是敌国, 原本就是你死我活, 但是这件事事到临头我也只能请托你们了, 你只管说, 这女子原是秦淮河畔青楼储管的一个姐儿, 自从她有了我的骨血, 我在应天买了房子安置他们母女, 没从想她做营生的时候的一个客人, 是魏国公族里头的恶上, 竟将她母女二人都绑了去, 徐克吃了一惊, 魏国公就是徐达的后裔, 明初徐达时候追封中山王, 王府就设在南京城的, 王府就在聚宝门内大工坊, 后世子孙承袭魏国公, 在南京城里是赫赫有名的薰贵家族, 这样世代赞英的家族, 在当地的权势之霸, 可笑而知呢, 别说应天福尹, 便是应天巡抚也得给徐家几分薄面, 纵人不是敌派正知, 想要人也十分困难, 不过一个族中恶少而已, 又不是国公家的少爷, 你为王老爷做事, 从前又在锦衣卫里当差, 南京也有你们的人, 就不能活动活动, 若是国公家正经的公子范事, 倒好办啊, 刘拔叹道, 世代勋贵多少还要些脸, 这些远方尽知的族人最是无赖不过, 何况他还是国公家二公子的狐朋狗佑, 受他的庇护, 平日里在应天福里横行步伐, 无人敢问, 我纵然有些关系, 也无从瞎少, 事发之后, 卡去就求教过王老爷, 奈何王老爷不愿得罪勋贵, 只给了他一笔银子, 让他暗中解决, 刘傻知道老爷不愿出头, 只得另寻法子, 若说过去在锦衣卫当差, 南镇府原本与北镇府的差事人, 就是南远北辙, 说是镇府司, 实则算不上同事, 也就无甚交情关系, 再者, 他长叹一生, 我如今也不在北镇府司当差, 锦衣卫南镇府司, 在京师北迁之后, 只剩下管理军级工匠, 军器制造之类的职事, 在应天府并不是什么吃得开的衙门, 刘傻的活动能量甚大, 但是应天府的黑灰势力, 并不愿意为他去得罪魏国公甲, 光棍独斗势力, 这是必带混社会的铁律, 原本我打算弄到这一大笔银子, 便一路南下, 直奔应天府, 招纳几个亡命之徒, 直直了解了此事, 带着娘俩远走高飞, 不曾想, 银子却没有到手, 是了, 你是要我们去救人哪, 正是刘霸道, 你们是外来豪强, 无牵无挂, 皇帝老子都杀的, 何况一个小小的卫国功夫的恶上, 许可哈哈大笑, 你说的是小事一中, 说罢, 他书连笑容道, 这事用不着汇报, 我自个就可以决断, 我给你三个承诺, 一, 我即刻电告总部, 要他们派人去南京做这件事, 只要他母女二人还在南京, 一定把人救出, 二, 救出来之后, 按你的要求, 择地安置, 独论南京还是其他地方, 都派人送当, 另送一笔俺家银子, 三, 若是你喜欢, 此人的人头双手奉上, 痛快, 刘党点头道, 我知澳洲人素来说话最讲信用, 想来新生也不例外, 我也与你有句实话, 我是堂堂大宋元老, 岂能言来无信, 许可乐歌一笑, 别说一个卫国功的本家恶上, 便是卫国功本人, 要娶他的人头, 也是守到秦来的事情, 好, 有先生这句话, 在下就放心了, 许可当即问了母女俩的名字, 原本的居所, 恶兽的名字, 等一系列情况, 叫人登记成策, 令刘社过目无异之后, 便让人发回忠心办理, 现在我们说说乐先生吧, 许可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人, 他并不姓乐, 而是姓周, 留下第一句话就透露出了重要的信息, 姓周, 全名呢? 说来古怪, 刘煞道叫周乐枝, 好名字许可道, 有什么古怪的, 原本他并不叫周乐枝, 只是某一天之后, 他就叫周乐枝了, 许可一时间没弄懂, 追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的周乐枝并不是周乐枝, 而是周乐枝的徒弟, 后来周乐枝不见了, 他就成了周乐枝了, 靠, 这不是习名吗? 我们也没指传统啊, 许可想到, 姬儿又问, 那又如何呢? 如今的周乐枝, 继承了他师父的一波, 刘若说着打了个寒战, 这师父俩, 说起来一点也不相像, 只是这几年, 越来越觉得二人不分彼此, 你且说得明淡些, 许可道, 这老的, 周乐枝是什么来头, 心得又是如何出来的? 刘航苦笑道, 我所知义有限, 我来得比, 他们要迟, 他们的事, 多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 当下他将周乐枝师徒, 如何来到王府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这些事情他多是听刘昭, 金文池等人那里听说来的, 许可越听越惊讶, 从他的描述来看, 这个老周乐枝很可能和黑尔一样, 是个意外穿越者, 但是事关他的描述, 却有着大量怪力乱神的桥段, 什么空中人头之类, 这倒也就罢了, 关键是星周乐枝, 原本不过是个广州乡下读过几年书的少年而已, 在师父教导下居然学识突飞猛进, 最要么的是冷银云很肯定的说, 乐先生的思维不似本时空的读书人, 莫非这世上真有毒舍浑穿在意下, 我们自己不也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过来了吗? 他的唯物主义官开始动摇, 最后纯粹的理性又占据了上方, 这些都是刘昭的听书而已, 未必不是王爷号编造出来的糊弄人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周乐枝,不管他是新的还是旧的, 他肯定与旧时空泼不了干系, 这周乐枝果然是个奇人, 许可道, 我原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的谋士, 没想到居然胸有如此的秋鹤, 是, 石翁周围的人, 个个都佩服得他紧, 刘莎道, 王老爷说, 他对澳洲人的所思所想, 堪称了如指掌, 许可微微点头, 心中盘算, 这口供太有价值了, 甚至比石翁集团更有价值, 这刘昂可是奇祸可居啊, 这周先生, 莫非就是来往信件里的, 炉石道人, 是, 正是他, 刘石道, 石翁身边的人, 都用某石道人作为代称, 你是木石道人, 他是炉石道人, 还有谁? 老爷身边专办石翁名下事情的师爷, 叫做金文池的, 他是金石道人, 其他或许还有, 只是在下也不清楚了, 这些人都住在王府里头吗? 自然不是, 除了金石道人之外, 各有下处, 无事绝不碰面, 有人居中联络, 到指定地点碰头一事, 若无紧急的事, 也不会到王府里去, 许可暗暗点头, 这道做法, 颇有现代秘密工作的概念, 王老爷那里都是单线联系, 彼此横向不发生联系, 这样即使重量级人物落网, 也不能提供太多的情报, 关键是这还是在大明的统治区里, 石翁集团的谨慎可见一般, 被你杀死的那人是谁? 他是王老爷的清姓之一, 名叫王良, 他知道你在通州的下处, 是, 平日里就是他与我联络, 你杀了此人, 是不是他知道了你的意图? 正是我原本想以银两收买, 不曾想他静软硬不吃, 只能做掉他, 刘比亚愤愤道, 想不到他早有戒备, 这些情况许可已经掌握, 此次再问一遍, 对照前后供词, 又无漏洞, 这王良认识周乐枝吗? 认识他是王老爷身边的老人哪, 你知道周乐枝的下落吗? 他在京师仅此而已, 流沙道, 王老爷视他为瑰宝, 最为小心, 因为他能预知未来, 是, 他密藏有一本天书, 王老爷专门叫人偷出来, 一抽过一册, 只是上面都是符号, 无人能肯明白, 预知未来这件事, 许可并不惊讶, 此乃穿越者的必备技能, 至于这天书有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历史大事迹之类的, 用来给这位卢石道人备忘用, 许可又围绕着这位周乐枝提了许多问题, 但是流上所知有限, 特别是对此人目前的下落提供不出有用的情报, 许可危感失望, 他抑制住自己, 急切要抓到周乐枝的念头, 继续耐心讯问, 接下来的重点便是刘莎在广东的活动, 作为牧师道人, 刘莎在广工的活动十分频繁, 许多事情都留下了他的痕迹, 但是, 不论当初破获了多少案子, 但是外情局好不容易抓到了这条大鱼, 自然不会放过, 刘碧不隐瞒, 当即将他在广东活动的种种意义到来, 从最早的闹林高事件起, 一直到最近的假药案, 许可越听越动容, 闹林高巫谷案也就罢了, 当初办案卷宗他全都详细看过, 唯独这假药案案情一直扑朔迷离, 现在从刘霸这里, 大概知道这案子亦是周乐之一手操办, 而且通过饭运胡药再重置, 获得的巨额的利润, 许可听得惊心动扑,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出, 这周乐之可真够邪门的, 对元老院这个草台班子的漏洞可谓了如指掌, 怪不得元老院里不少人一直怀疑假药案有元老, 级别的内鬼在操纵, 他们干的实在是太专业了, 这王爷耗在历史上原本不过明末一段平平无奇的高级官僚而已, 能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 全靠了有周乐之的相助, 难怪刘霞说, 视为归宝,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捡到了一个宝, 这刘霞能提供的东西远比榜跳案多得多, 特别是石翁集团的内幕,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不过这些旧事牵扯甚广, 谈起来无边无际, 就眼前来说, 他的任务是查清石翁集团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 同时弄清楚民展链和朗宁云报告里都提到过的杨公公父子, 不合到底是这么回事, 以便重新评估他们的合作价值, 必要的话还要对其做出制裁, 杨公公父子是怎么一回事, 小杨公公有没有掺和绑票的事情, 他们父子不合已有许多日子了, 刘雪当即把杨公公父子不合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一回德龙有十万银子的事情就是他提供的, 他怎么知道你们要绑冷银云的票, 他不知道, 只是平日里他与曹太监颇为相熟, 曹太监又是曹生的亲戚, 曹生又是你的朋友, 是, 我们之间经常合作, 做一些生意, 亦是请财神的生意, 刘雪呵呵一笑默认了, 小杨公公就是通过曹生这条线和刘雪搭上了关系, 后来杨公公和广老爷也搭上了关系, 所以便光明正大的往来起来了, 只是王老爷和杨公公都不知道我们早就相识了, 王老爷为什么和杨公公搭关系许可颇为不解, 杨姑姑虽说的宫里头也算是实权人物, 但并非要害部门, 在皇帝面前的影响力也很小, 为的是饭运糊糊, 杨公公因为和冷龙云的关系, 能从林高直接订购到大量珍稀的澳洲货, 这些澳洲货除了用来行贿之外, 杨公公自己用不了, 自己也没有渠道可以销售, 王老爷就是看上了这个, 才去巴结杨公公, 每个月都能从杨公公手里弄到澳洲货, 倒卖出去便能赚大钱, 许可哭笑不得, 难怪冷凝云最近几年澳洲争货的生意这么好, 原本还以为是公里头的太监集团消费能力超强, 没想到真正的大分销商居然是石翁, 一时间他觉得这世界简直是一幕荒诞剧, 王老爷钻了不少吧, 具体赚了多少在下也不清楚, 刘莎冷笑道也与我无神关系, 看来他的是没分到多少好处, 许可想着, 故意道大约杨天良也没得什么好处吧, 他对这个干老子早就心怀不满了, 大钱都是杨公公管着, 没有差事他一文钱也捞不着, 只能弄些外水, 包括和你一起请财神, 是, 实话说, 许可对他们合作请财神这事还是挺意外的, 刘莎这种人不去说, 等身就是江湖好汉, 朝廷豢养的鹰犬, 没什么是非官, 荣誉官, 这杨天良虽是个太监, 也是有品质的官, 做些贪污受贿的事不稀罕, 何某榜票就多少有些汉人听闻, 你们都是请哪些财神, 许可起了八卦之心, 那可多了, 刘莎黑黑一笑, 莫非尊驾也想请财神吗, 这个自然, 咱们还想请皇上这个天下最大的财神呢, 想必先生也知道, 这京师里头有钱人最多, 达官显患, 薰贵全患, 巨伤大甲, 不计其数, 不过这些人大多我等招惹不起, 所以请的财神都是有钱没权的人, 这样的人在京师很多, 比如户不勇库的库钉, 各衙门的书办, 看守库房的太监, 别看都是不起眼的小利就义, 油水出息却很大, 尤其是看守京师各种官家库房的库钉, 公然盗取库存物资倒卖,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最肥的户部银库库钉, 家产都有数万两之多, 户部库钉就是古道里塞银子的, 原来先生也知道这事, 早有耳闻, 牛舍和小杨公公请的财神却不是户部库钉, 因为他们有钱已经是人所供之, 京师内外盯着的人太多, 所以库钉防范意识极强, 平日里上册成群结伙, 还聘有标师保护, 平日里在家里也是戒备森严, 等闲不出门半步, 刘商和小杨公公独匹西径, 专门请太监财神, 京师皇城内亦有多处仓库, 最出名的就是旧时空被称之为 西神库所在地的十座皇家仓库, 名为甲字库, 乙字库, 丙字库, 丁字库, 户字库, 城运库, 广营库, 广汇库, 广基库, 赃罚库, 每个仓库都存放着各处进贡来的物资, 专供皇家使用, 甲字库存放的都是药材, 乙字库主要存放各种纸张和军事服用的胖袄, 丙字库存放南方来的本色丝棉, 和罗斯串和从北方来的棉花, 丁字库, 储存生漆, 铜油, 白麻, 黄蜡, 牛皮, 鹿皮, 鱼胶, 生熟, 剑铁等剑, 乌字库, 主要铸藏盔甲, 弓, 剑, 刀等武器, 乘运库, 主要铸藏黄白生卷, 广银库, 主要铸藏各色平螺熟卷, 杭杀, 清洗棉布, 广汇库, 主要存放彩枝帕, 书炉敏刷, 钱贯杀战之类, 广基库, 主要铸藏火药, 脏伐库存放煤物件, 十座库房, 每一座规模都很大, 连鞋洞, 储存的货物更是山及海存, 有些库房已经多年没有开启, 储存的货物已经腐化变质, 年身日久, 库存物资的早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自然, 这样的状态给监守自导大开封点之门, 作为库管人员的掌库, 贴库, 回熟, 库钉等人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发财机会, 担任掌库贴库的太监更是大肆倒卖库存物资, 太监对钱财的贪婪远胜常人, 因是无根无后之人, 唯有金钱才能倚靠, 无论地位高低, 都以聚敛为能事, 即使是普通太监, 也要设法积存银两, 已被年老出宫之后养老之用, 担任掌库贴库的太监, 自然更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 因而每一任都会捞得盆满不满, 这些太监大都不是权患, 所以绑了他们无需担心会有人事后追查, 杨天良便愁着了其中的商机, 专门向刘莎提供情报, 刘莎则组织人手按图锁机, 一绑一个准, 每次都能捞到不少银子, 两人二一天做五分城, 这生意做得很是顺手, 前前后后也弄了几万的银子, 只是后来请得多了, 这帮太监也有了防备, 这生意便不太做了, 刘亚道, 小杨公公也说, 这样干不是长久之计, 他要寻一个近身之街, 否则就这样跟着义父, 看不到前程, 杨天良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若是继续这么混下去, 凭义父在宫里头的地位, 当上二十四衙门的掌案, 或者管事的可能性不大, 皇上还年轻, 在做二十年皇帝应无意外, 这也意味着信王府出来的太监, 至少要掌权二十年, 就算未来新皇登基, 杨公公父子这样的, 早就成了过气的不能再过气的人物了, 杨公公也就罢了, 他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 小杨公公可还有半辈子没活呢, 要谋出路就得有重慧, 他寻了许多门路, 又花了不少银子, 总贩在私里煎饼比太监王之心那里走通了门路, 这王太监许他只要拿两万两银子来, 就保他任御, 马尖监官转过一任再保他出任镇守太监, 杨天良好大的本事许可不由自主地说道, 他如此惊讶, 是因为御马监是二十四衙门里唯一能和私里监分庭抗礼的机构, 如果说私里监犹如内庭的内阁, 那么御马监就是内庭的叔父, 御马监并不如其字面上, 只是管理饲养宫廷易用的鲁马牲畜, 除了他最初的本职掌御马即朱进贡并点目所官收马罗之事外, 继而发展到统域四卫营, 勇士营的进军, 出镇竹边及各省战时监军等职, 管理牧场黄中黄辩, 连那个东城管不了的市西场管的西场, 也是由御马监太监出掌提督的, 杨天良一个中等位分的太监被提拔到御马监任监官, 相当于他的太监仕途上了快车道, 前途不可估量, 御马间有权有钱, 出人这首太监更是肥差, 比跟着杨公公混要好太多了, 白花花的银子谁不爱, 刘让冷笑道, 为了这句话, 他前前后后花了一不下两万银子, 等懂到这句话的时候, 早已经是喝干海惊, 连外头的饥荒也抹了不少, 徐克星道, 这王太监也够黑的, 把杨天良给榨干了, 再开出一个大价权, 若能凑得出来, 正卖个好价权, 若凑不出来, 那就活该你全面花的全都打了水漂, 两万两银子在十七世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眼瞅着积蓄已经花干净, 到哪里再去弄两万两银子, 便将竹椅打到了冷凝云的头上, 冷凝云自然不可能借给他两万银子, 于是便又打着杨公公的旗号, 要冷凝云弄一票澳洲真货来, 因为数额巨大, 冷凝云便起了疑心, 私家打听才知道根根没这回事, 杨天良的计划又破产了, 冷掌柜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不理会小杨公公, 许可笑道, 他那父子不合, 冷掌柜早就知道了, 留八道大约一年多前, 杨公公就关注过冷掌柜, 杨天良若未吃他花鸭的手书帖子, 任何银钱来往他都不负责, 要不然杨天良找他一复不救世了, 以杨公公多年聚脸的积蓄, 两万两银子还是轻轻松松的, 就算父子不合, 杨天良若能到御马间当差, 对杨公公而言, 岂非也是一种美事, 总比这样不嫌不淡的混日子强吧, 刘石盯着他的眼睛, 半想方才笑道, 您老人家是不懂他们的心思, 若是狄青的父子, 儿子能出头, 当爹的就算是对仇人磕头都不是问题, 他们这样的, 杨公公栽培这个义子是为了养老二人之间, 极无血缘之清, 又说不上抚养之恩, 若是这个义子太过出息, 他这个中古斯长硬太贱, 岂不是还要养义子的鼻息? 想不到他们父子猜忌至此许可道, 我还以为杨公公很看重这义子呢, 看重自然是看重, 可也不愿意这义子太过发达, 这样才能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给他养老送终, 为了这两万银子, 你们才勾结到一起的, 两万银子只是一个开头, 刘沙道, 斗了御马间也不是万事大吉, 上头有掌印太监, 监督太监, 提督太监三位大员, 他想在里头混出名堂, 还得再拜服烧香, 里头的花销还少得了, 所以他才急着要干掉杨公公, 是吗? 哪怕十万两分文不取, 他说分文不取, 我岂能做这样的事去, 留下一笑, 断了老公的钱财, 不是自寻死路嘛, 御马间这个差事的银子, 自然是要留给他的, 少不得还添上一万两的贺钱, 为了七万两就干掉杨公公, 这风险可大得很啊, 刘碧痴的一笑, 毒血一顾, 道, 杨公公归一封八面, 大伙都哄着他, 给他送银子, 不过是因为他是中古司长印, 若不是有求于他, 便是怕他给你惹祸事, 他若再给刘控拿住了, 随便哪个贼人手起刀, 落砍了他脑袋, 有什么风险, 跳出三姐脉, 不在五行中, 自然不在乎, 正是要杀杨公公, 半点风险也无, 刘席笑满事惆怅, 何况还有银子拿, 徐可忽然心中警觉, 他和刘嘎畅谈许久, 颇有些相知之感, 此刻忽然意识到, 自己或者说袁老院, 正是使他美梦破灭之人, 千万不可对其有半点怜悯同情之心, 否则只怕会被他反噬, 杨公公赢的很多, 他当了一辈子太监, 也红过几年, 最近几年又是掌印太监, 手里头少说也有十来万银子, 小杨公公除掉了他, 这些银子就都是他的, 再说了, 杨天良也不是少年郎呢, 日日还要在宫里头, 占规矩服侍这个糟脑头, 连外头搞个女人, 也要偷偷摸摸, 早就有怨气了, 搞女人, 他不是太监吗? 刘舍用少见多怪的眼神, 看着他道, 道, 他自然是太监, 可也有女人, 宫里头还有对时的宫女呢? 许可很少涉猎这些东西, 顿时觉得三观受到很大冲击, 他按捺住好奇心, 问道, 你知道他的女人在哪里? 自然知道, 刘莎笑道, 这事就是我替他办的, 你和这杨天良交情匪浅呢? 刘比戳了一口, 谁与他有什么交情, 这起子没XI的东西最是阴险不过, 看来他和这小杨公公的合作也没少吃亏, 你知道杨天良私下买的招商局的传票预订单吗? 刘史一阵有此事, 正是, 看来他对自己这次的举措亦非百分百有把握呀, 虽意外也算是情侣之中, 他就是这样的人, 刘孝冷密不是人, 那怕是知道桥断了也不会和一块走的人说, 只会先拐弯跑了, 杨公公的事日后再说, 请说说石翁身边的人嘛, 许可道, 当初闹林高之时, 他从哪里绝交了如此之多的江湖好汉, 目非也是周乐之的功劳, 那倒不是刘霞摇头, 弄林高的主意是周先生出德, 本意是悄悄勤获几名元老, 带出穷州府回来细细拷问,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很大的规模, 后来派去的人轻而易举便全军覆灭, 这才引起了石翁集团的重视, 任务目的也从绑架元老代为绑架元老, 不成便刺杀元老, 如此一来, 动员的人就大幅度增加了, 刘瑞摇的江湖关系虽然不少, 但是多是鸡鸣狗道之徒, 指望他们厮杀搏击是靠不住的, 所以才会像想到找门台众人, 负责鸡头的是金石道人, 他原是魏大人的幕僚, 魏大人有个女儿, 名叫魏仪, 一直在恒山派修行, 当下就将魏仪在扬州行刺周乐之, 得王爷后救助的一段往事说了出来, 此事我一听人说的是否如此亦不清楚, 不过后来闹铃高, 确信是通过恒山门人联络, 好家伙, 徐可心想郑王爷后如此处心积虑, 处处不局, 难不成他是要造反, 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自带干粮的和元老院对着干, 显然不是简单的为了升官发财, 王爷后多年前就已经认过都府这样的要职, 如今也挂了兵部尚书的弦, 堪冲位极人臣了, 再进一步, 除了入阁败相, 就是封侯了, 败相了且不去说, 在崇祯朝着不是什么好差事, 封侯德又不是之功, 徐可心想莫非他是想以镇压苦贼之功封侯, 然而论及士大夫对亏贼的知情程度, 王爷后大约是大明第一人了, 他怎么会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 何况最近这次绑票行动的目的还是合一, 这说明他清楚地知道, 朝廷对元老院完全是无可奈何, 从这些方面看, 他找不出人执着于反护的动机, 他想到前不久他看到政治保卫局散发的 良存后思想变化研究的文章, 其中分析其之所以逐步走上了反护道路, 是因为元老院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旧世界的文明秩序和思想体系, 换而言之, 他们或许可以容忍改朝换代, 但是无法忍受以夷变下, 正如当初满清入关, 一开始势如破竹, 等到后来搞出剃发义服幺蛾子之后, 反抗的烽火便立刻燃烧了起来, 抵制于剃发义服的满清, 元老院看似宽松的统治背后却包含着重建文化, 连入新文明体系的野心, 这种企图士大夫们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较之良存后全靠自己观察体会, 身边存在能预知未来的疑似穿越者, 但王爷浩恐怕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这位岳先生可能已把明末清出的历史走向告诉了他, 旧王图存为了攘移维护华夏道统, 也为了维护大明统治下自己家族的利益, 他努力返魂才解释得通, 不过他还能想到要一和, 在见识和理念上似乎又比良存后要高明不少, 后者纯粹是为了弃绝, 知其不可违而违居的意味, 手段手法上远不如石崩集团来的务实, 二人常谈许久, 许可见他神思倦怠, 似乎有些乏了, 便道, 你且好好休息, 将养着身子, 我们明日再谈。 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立刻根据口供撰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 用电报发送给中心, 至于详细的口供记录, 通过外情局的交通线原文送出, 他在报告中不但建议要充分利用刘上, 还提议最好在天津等更为安全的地方将他秘密安置, 详细审问石翁集团的情报。 此人对石翁集团了解很深, 是多次返回行动的县城组织者、 指挥者, 有重大情报利用价值。 撰写完之后, 他又询问各小组有无心得消息传来, 回答是, 暂时没有。 现在, 杨天良是绑票案的主使者之一, 确凿无疑, 当然, 他是个二级主使者, 但是犯下了不可了数的冒犯袁老人身安全的重大罪行, 这是其一。 其二, 根据刘莎的供述, 杨天良和冷凝云之间的矛盾显然依熟不可调和状态, 他的利用价值完全消失, 而且很可能会因为这次失败的绑票行动而愈加变本加厉的搞阴谋, 最妥当的方式是将其密财。 都过要密财杨天良, 他还得征求冷凝云和忠心的意见, 至于石翁本人是否采取行动, 则要看接下来的进展, 不论是外情局还是郑宝局, 对石翁集团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斩草除根。 王爷浩虽是头领, 但是在许可看来, 此人无足轻重, 关键是那位周热之, 他现在到底躲在哪里呢? 王芝来到书房里, 在周乐之耳畔轻声说了几句, 周乐之一惊, 问道, 贞德, 千真万确, 刘昭低声道, 徐勇来报答, 叫他进来, 徐勇进到屋子里, 悄眉声地站在一旁, 你把通州的事说一说, 不要一漏。 是, 徐勇应道, 啊, 小的跟随刘叔去通州查论刘二叔, 回事的时候说名字, 周乐之提醒道, 是, 小的随刘昭去通州查找刘家的下落, 只找到了他的联络人, 联络人亦不知他的具体下处, 只是每日在一座教侯园的茶馆碰头。 刘昭和徐勇在通州各处打听均无消息, 只知道他最后一次露面已经是十多天前, 一直到打听到通州衙门里头的一个熟悉的捕快, 才知道刘别出事了。 他说, 刘昭在通州疏拢了一个乐护家女子, 置办了储宅子, 前几日, 乐护家的劳宝报官, 说他家女儿瑞姐许娇没有回家, 去敲门发现门户紧锁, 里头又有臭味飘出, 不快进去查验, 宅邸内有一具男尸, 墙头和地面都是血迹, 自幼搏斗的痕迹流嘎并锐减, 还有一对看守门户的老夫妻下落不明。 男尸不是刘煞, 周乐之精道, 不是, 徐勇道, 好在案子没结, 失手装练了赞托在义庄, 刘昭带着小的去义庄开馆查看, 死的居然是王良。 这下周乐之大吃一惊, 王良和刘华一样一时失踪多日,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两人会联系在一起。 照石宫集团的规矩, 王乐也身边替他奔走办事的厅差, 带石字号的人员彼此之间是没有横响联系的, 除了住在王府内的人之外, 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处。 王良作为王业浩身边的心腹之一, 虽然石宫集团里的所有重要人物他都认识, 也没有坏过这条规矩, 如今怎么死在流沙的外宅里? 周乐之心头闪过十万个为什么, 但是一条也解释不通, 只得问道, 人是怎么死的? 队员用刀子一刀刺杀的, 捕快大哥说手段很辣, 不是普通人的手笔, 知道什么人干的? 刘昭在通州查问几日并无消息, 不过徐勇时意道, 刘昭说, 最近这些日子, 通州来了不少可疑的外地人, 小的估计十之八九是验贼所为。 是了, 你且去吧, 周乐之说, 最近你不要再和刘昭碰头了, 有什么事, 用信箱传话, 我这里也不要来了。 打发走了徐勇, 周乐之官, 赵王之, 搬家。 全贼若是在通州预留有人马, 徐勇和刘昭去通州查找刘昭的事, 肯定隐瞒不住, 到时候还贼循迹而来, 自己自有束手就擒的份。 这一次, 他决定彻底切断和石翁集团的人力买网, 全部改用信箱联系。 王良如何死在刘昭的外宅不得而知, 但是刘昭的失踪却有一种可能, 他已经落入苦贼之手。 吹贼有的是办法撬开刘昭的嘴, 一旦他开口, 石翁集团的许多秘密, 也就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周乐之这个名字, 必然会成为颓贼悬赏缉拿的头号人物。 这种荣誉是非常恐怖的, 周乐之十分清楚, 魂贼在铲除异己方面愿意付出的成本, 要对抗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藏起来。 推贼在猖狂, 也不可能在京师公然搜捕, 京师里头做工的最多眼线密布, 只要他的藏身之地不被泄露, 藏起来是最安全的办法。 这次他搬到了万平县衙附近, 紧挨着皇城城墙的一处院落悄悄住下。 周乐之安顿下不久, 便写了一封书信, 随后打发王之前往信箱投递, 刘舍如果被捕, 整个石翁集团就会处于不测之中, 王业浩是朝廷高官, 魁贼或许还有所顾忌, 但是石翁集团里, 只要是刘杀知道的人, 只怕都有性命之忧, 要提醒他们各自做好防范, 最近一两个月, 最好不要互相联系。 其次是动用所有朝廷内部的关系, 包括景一卫, 东厂, 五城兵瓦斯, 顺天, 大兴, 晚平等衙门的人, 在京师颜面罗茶, 给荤贼以压力, 迫使他们输送活动, 或者退出京师。 若是在京师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 他们这个团伙, 还不如赶紧散伙。 处理完这些, 周乐枝在窗下默默地反思这次绑票案的失败, 他把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捋了又捋, 琢磨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池。 在这次行动里, 他可谓机关算尽, 前前后后都想到了, 关押和熟人是两拨人分头行动, 还专门做了许多混淆视听的工作, 没想到窟贼居然还是找到了突破口, 一声不吭的就从西院里头把人给抢走了。 能如此快准狠的行动, 地有情报来源, 那么这个情报来源在哪里呢? 周乐枝不由地怀疑其留守来了, 于情于理也自有他最有可能, 而且他知道去年他囚王老爷办事不成, 只怕心怀怨恨, 现在又爆出他在通州疏拢女子。 疏拢女子的代价周乐枝十分清楚, 而且他的石翁集团内部密布诗人, 显然在这个时候已经起了外心。 不过事已至此, 探图是否是流渣已经不太重要, 眼下的关键是尽快扭转朝局, 促成何意? 原本他和王老爷暗中活动, 至少在温体人那里, 已经获得了某种义和的默许。 王老爷也通过自己的人脉暗中联络组合派, 但是前不久他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变数, 那就是辐射。 辐射的首脑张浦目前正在暗中推动周延如的付出, 原本周延如复取这件事在周乐枝的预言之中, 要等到四年之后, 猝不及防的一点是张浦却是主张搅糊的, 不仅辐射里的卢东二章, 射中成员中已有许多人持此观点, 认为坤贼已成朝廷的心腹大患, 必须尽早铲除。 这下周乐枝多少有些失措了, 天书里只说了周延如的父亲, 傅社的助力, 可没有他们对溃贼的态度。 据他们搜集到了情报, 傅社中有好几位大老, 其实都与本贼有勾连。 天津航线上的遭商航运, 便是沈亭阳和杭朱的真门赵颖工合办的, 甚至张浦本人也和吴贼有过基础交往。 原本他以为傅社诸子纵然不见得愿意支持与完贼合意, 也不至于急着要去讲武, 现在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傅社对本贼的态度如此反感, 他要如何去说服楼东二章呢? 周延如虽然要在四年后前能入阁, 但是温举人一旦去职, 纵然他的党羽继续把持内阁, 形势亦不得不谨慎, 以傅社目前的声势。 内阁大学士刘远亮, 屈国官等人未必敢与昭夜对着干, 如此一来, 他在朝廷布局议和之时就会复之东流呢。 现在他面临的选择不多, 要么说服辐社放弃反武, 要么全力协助温举人, 度过眼前的危机, 保住守抚之位。 要去说服张普这位通天教主, 周乐之自认没有这个能力, 何况就算说服得了他, 也不见得能说服辐社的世子。 至于保温体人, 他从天书上多少知道温体人下台前后的始末, 现在还是年初, 只要说服他放过钱千亿, 不要在张汉儒的事情上做文章, 避免被罢黜还有可能性大。 只是温体人素来阴险狡黠, 恐怕难以取幸于他。 其次温体人虽然是因为执意构陷钱千亿, 而被崇祯帝怀疑由党遭到罢免的, 但是皇帝对温体人已有不满, 此事不过是个影子, 他温体人躲得过初一, 未必能躲过十五。 看来自己纵然手持天书, 又受过师父的教导, 但是在座官上还是地道的门外汉, 这事还是要请王妖爷来定夺才是。 天书上真是这么说的, 王爷好咒没道, 正是, 那都难了, 王爷好咒没道, 原匹温体人, 此人尖字必报。 当初兽之先生前千亿, 为了阻他和周延如入阁, 结下了臭戏, 兽之虽被迫去植归乡, 可原并未就此罢休。 这些年来, 一直在暗中搜集兽之的短处, 预备着给他致命一击, 若真如你所言, 今年有大好的机会, 他怎肯放过? 学生也是顾忌于此, 所以才来求问老爷。 不妥不妥, 王爷好连连摇头, 原匹入阁七年, 堪位减在地心, 事事顺手, 样样碎翼, 朝中每个不得养他的鼻息, 他虽自卫独命, 实则挡羽, 便朝野, 连内阁诸臣都不敢微扭他的意思, 朝野都为之皇上遭温了, 纵使我们劝他, 他亦不会相信, 只怕还会引火烧生。 老爷说的是, 只是若是征壶之意成事, 周乐之脸上流露出极大的忧虑。 先生顾虑的是, 不过先生一幕要太担心了, 王爷号道, 肥翁杨四昌, 前期日子在乾清宫照对, 言约攘外续得安内, 极力主张仙教流寇, 后遇东武和狐贼, 皇上身以为然, 可见对空意和知识, 皇上心中早有胜财。 只怕不靠谱啊, 周乐之没有当过一天官, 但是对皇队的了解, 却并不逊于面前这个官城老游子, 皇上素来刚计自幼, 却又迟疑不奸, 义和之事一旦泄露, 势必潮意汹汹, 以皇上的心性, 到时候他翻脸便又要搅了。 慎言, 王爷号压低了声音道, 虽是, 你我暗示对谈, 与皇上亦不可无恭敬之心。 周乐之似笑非笑地应了一声, 是, 不过先生言之有理, 王爷号为官多年, 如何不知道皇帝的个性, 他沉吟片刻道, 软框那里绝不可去劝谨, 不然便是引火烧身, 此人朝野内外名声甚差, 我们亦非他的党语, 犯不着做这样的事。 若是如此, 这谋合之事只怕周乐之面露忧虑之色。 无妨, 王爷号臣吟道, 皇上既有新检任肥翁任兵部, 说明他还是要先安内, 和固然意不成, 但是这较大约也是虚应故事罢了。 接着, 他又说了杨四昌推荐熊恩灿, 留任梁广总督之事。 若真要下力痛脚, 绝无让雄文灿代罪之力, 至于副宗龙, 皇上预备给他的读过是个难干巡抚, 比照东炉, 流寇的力, 搅困这样地跨树省之势。 荣率不是都师便是总理, 方能居中调度指挥, 岂能是一个巡抚。 如此说来, 皇上亦是虚应故事。 不错, 毕竟朝义汹汹, 皇上也不能不顾忌, 尤其是这昏贼, 以献粮省, 虽都是鞭壁之地, 到底是也是设了不正司, 朝中广东级的官员意识不少。 如今广东已经失陷两年久余, 朝廷总得有个姿态方能安抚。 王爷号道, 依我看, 脚枯是剑在弦上, 只是这剑是木头的罢了。 若真能如此, 亦是一大姓氏, 周乐之日松了口气, 打一个败仗, 损失几千人马, 白白浪费十多万银子, 固然可惜至少不伤筋动骨。 只是雄心开威矣, 王爷号低声道, 此次缴回失败, 这失现两广的责运的锅, 他就非备不可呢。 傅宗容呢, 这是肥翁欲备要用的人, 必然平安无事, 肥翁若能平定流寇, 下一步再贫婚贼, 势必要用他的, 如此学生也就放心了。 是了, 如今腹射声势浩大, 里头又有多名广东籍的士子, 我们若一味要合, 只怕把腹射给得罪死来, 莫要忘记我们在广东亦有布置, 若是真把他们得罪了, 这些布置可就用不上了。 老爷说的是周乐之, 度有的表示钦佩, 维京之计, 我看是与腹射交好, 天儒如今虽负行在家, 在朝野中却是声望日龙, 若按天书所言, 他能让朱颜如腹香, 此人和腹射的能量不可低估, 且他们又是反混蛋, 若是能与他们交好, 将来与反乎大业乃是一大助力。 周乐之自然只能唯唯而矣, 毕竟朝堂之上的运作他并不熟悉, 全靠王老爷把握。 据如此张汉如之事, 老爷可以坐须小手腕, 是好周延如他提醒道, 这次不必说, 既然天书上书原逼再无翻身的机会, 自然无需顾忌, 王爷厚道, 只是你说过, 挨摘周延如鬼相一不久, 一摘久不久, 就看他能不能和我们的心意了, 周乐之道, 天书上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爷厚点头说道, 最近这段时日你要小心, 多谢老爷, 你问我, 冷宁明笑道, 我的意见当然是赞成的, 说话的时候, 他正在德龙的密室内, 与桥中前来的许可会谈, 虽说理论上他并不需要自己清临一线, 也用不着非要和冷凝云面谈, 但是他还是决定冒险到京师来一趟, 一是要和冷凝云谈向未来的京师战布置, 二是实地了解夏京师群况, 我还以为你要继续忍辱负重地利用他呢, 许可开玩笑地说道, 我可没这么见, 都让人请了财神的, 小命差点不保, 冷凝云一笑, 不过话说回来, 他要还是杨公公的心尖子, 我还真的考虑考虑, 不过他们已经父子反目, 这杨天良的利用价值也没多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许可说, 这小杨公公不但贪得无厌, 而且胆子这么大, 留着必然是个祸害, 你打算怎么干? 我手里头有他意图要杀死杨公公的证据, 拿到杨公公内去, 杨公公自己就先处置了他。 许可道, 冷凝云摇头道, 杨天良虽然对他养父无情, 两人算是恩断义绝, 不过杨公公现在投鼠忌器, 杨天良如今不是普通太监, 一具拖出去打死就能了账的, 他不但有执掌, 还走通了王之心的路在, 杨公公哪里还敢动他, 硬要动他, 王之心借机以此来讹诈他, 非得大大的出血才能弥缝过去, 这事他不敢当, 这么说就只能我们动手了。 不错, 毕竟杨公公对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冷凝云笑道, 就昨儿他又把十万两银子送回来了, 好家伙, 这帮太监真脸皮真够厚的, 正全嘛, 不寒沉, 冷凝云笑道, 咱们说, 起来在宫里头唯一的路子就是他, 所以杨公公还得敷衍着, 对我来说弄掉了杨天良, 反而是件好事, 不然要同时应付他们两父子, 彼此还要猜忌, 这才难办。 他喝了一口茶, 继续道, 杨天良精明强干, 又很贪心, 是个很麻烦的客户, 相比之下, 杨公公已经老了, 虽说是条老狐狸, 却也爱听顺耳的话, 在他身上还能榨出不少资源来, 我说的不仅仅是银子, 你说的是宫里头的关系吧? 不错, 崇祯其实多数明朝皇帝一样, 更相信家奴, 尤其是他从信王府邸带来的那批太监, 杨公公虽然不是他的嫡系, 但是这些年颇为钻营, 和这些大太监的关系都处得不错, 要不怎么能给我拉来这么多的存款呢? 冷宁云说道, 这只是一个好处, 情报上的好处不用说了, 太监的消息来得更快, 更准确, 但是我觉得我们忽视对明高层工作中的另一个方面, 什么? 影响力? 游说? 正是冷宁云连连点头, 迭坎官员和太监们都是陈该死圣上英明, 看上去都是圣公独裁, 实则各有各的法子来影响朝局, 这太监的影响力其实并不逊于内阁呀, 就说今年就要倒霉的温举人吧, 若不是当年钱千亿给王安写过碑文, 曹化纯出于这一点香火勤奋出手相救, 钱千亿大约就人头不保, 温体人这内阁首府大约还能再坐上几年, 你想通过太监影响什么朝局于许可孝道, 也未必一定是通过太监冷宁云此刻说的有些兴奋的, 大臣之中亦有可合作的对象,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地培养起代理人了, 代理人我们是要推翻大明的, 推翻大明那是后话, 冷宁云孝道, 两广的教训还不够吗, 直接统治要花多大的成本, 假如, 我是说假如, 朝廷愿意和我们一和呢, 跟咱们签个通商协议之类的, 再来个五口通商, 你不觉得这个模式从经济上来说更划算吗, 也符合现在元老院快要破产的财政状况, 想得美, 崇真能答应, 慢慢来嘛, 许可道, 满清入关后, 各路流寇多成了朝廷的栋梁, 最后穷途末路, 永利皇帝的太傅, 还想到过要向葡萄牙人求援, 只要时机到来, 什么可能性都会用, 我们现在所建立起一个代理人队伍将来会很有用的, 许可想了想, 你说的挺有道理, 不过没有这么简单, 毕竟现在多数上层对我们还是刻板印象, 就是觉得我们传经套利, 闪经商而已, 所以说我们还要着力输出文化, 对文化, 冷宁云月, 输月起径, 还有科学知识, 现在元老院对科技的输出还是太保守了, 要么全是基础性的理论知识, 要么完全是过时的玩意, 前者就和康熙学数学差不多, 纯粹是有钱人炫技的玩意, 后者虽然能挣钱, 但是对懂行的人来说还是太浅薄呢, 你这一回来是思路打开了, 许可开玩笑的说道, 哪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改造传统社会, 我们在元老院论坛上各种闲扯淡, 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俺们中国人其实最务实, 不管什么科技文化都要看他有没有产出,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才是好猫, 你要传播科技传播文化, 首先就得让大家能体会到你的那套东西有利可图, 可是这么一来, 基础学科不就无人问津了吗? 冷凝云一阵, 不由得哈哈大笑, 这是1637年的大名, 老百姓大多数连饭都吃不饱, 晚上睡下去, 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丢了小命, 就算是当官的, 只要脑子还清楚一点, 看得明白大事的, 无不忧心忡忡, 想着救亡图存, 你要他们学习基础科学,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可是你想传播, 人也得给你传播才行, 这自然是要扣战场上来获取了, 冷凝云倒, 前些日子我回顾了夏晚清的历史, 说起来王朝末年的景象都是似曾相识, 清政府对外国的文化科技, 也是从一压的惊汉, 抬斥到二压的学习引进, 最终搞起了洋雾运动, 这是有个过程的, 你的意思是再打一仗, 大明就会搞无误运动呢? 是的, 长野有识知识甚多, 我在京师日久, 审甘晚明比起晚清, 没有那么呆植保守, 社会思潮要活跃得多, 世大腹中迂腐顽顾, 顾不自封者固然不少, 但是见识广播意识开明的人同样很多, 冷凝云说, 类似李莫有这样的人, 这几年是愈来愈多, 想法简单的, 只是想着能用上魂枪魂炮, 石魂剂以至纯, 见识更深的, 对我们在技术, 制度, 文化上的优势, 已经有了一定的感受, 知道我们有优势的人不少啊, 比如梁存后, 按理说是最清楚不过来, 现在成了头好反魂分子, 在广州城里, 紧如蜜谷的古岛反魂复明, 看清不一定就会接受嘛, 每种制度都会有他的殉道者, 梁存后无非是存着一个 华仪大方的念头, 不甘心而已, 其实你读一读晚清的历史, 反洋务的清流保守派一直存在, 保守和进步, 这是亘古不变的斗争, 好了, 咱们不谈遍咒法了, 许可来了兴致,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现在自然是什么都做不了, 像赵尹公那样的搞法, 太过招摇, 也太揉眼, 虽说成小大, 也全靠了特征队给他撑腰, 财散没搞砸, 我在京师更不敢了, 冷宁云摇头说, 我的看法是未来元老院一定要把天津作为开放口岸给拿下来, 这几年我们打通了南北海运, 天津味就比过去发达了许多, 可以作为未来我们新文化新制度的一个重要渗透点, 等第三次反围搅胜壁了, 你在京师照样兴风作浪, 兴风作浪或许可以, 但是像赵尹公这么干我可没这个胆子, 冷宁云笑道, 除非内阁首府是广罗兵, 私立奸长印是萧子山, 提督东厂是马迁竹, 两人爆发出一战大笑, 笑声渐消, 冷宁云说, 要说什么都干不了, 似乎也过了, 若是第三次反围搅打出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局面, 我想正式投资办一份报纸, 其实现在京师里头各种底抄和类似小报的玩意很多, 有一部分是通过山海五路渠道运来的宣传品, 在京师非常受欢迎, 各家茶馆都有人传阅的, 但这毕竟和报纸不是一回事, 好家伙, 你这是要抢丁丁的饭碗啊, 他要是愿意来京师办报我也欢迎啊, 毕竟专业人才还得仰赖于他的系统, 冷宁云道, 变法为新闹革命, 都少不了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最上, 也有个启蒙的作用, 真办起来销路是不成问题的, 丁丁还得给我送锦旗呢, 许可很喜欢他的挥鞋爽朗的态度, 既然说到了这里, 他也正好把未来京师站的定位问题也和他谈一谈, 我来之前中兴和我聊过, 谈到京师站的定位问题讨论下来, 觉得过去你兼顾商业和情报, 其实多少是有些犯险的, 而且经历上也顾不过来, 所以讨论下来, 还是让你把主要经历放在经营生意和苏集公开情报上, 与秘密条线的工作做切割, 这个也不只是德龙, 山海五路的各家铺子都要这么干, 冷凝云点头, 我也觉得这样更妥当, 没错, 秘密情报和秘密行动, 由专门的情报机构去干, 山海五路都是下金蛋的鸡, 拿来冒险太不值得了, 许可说, 外情局今后会在京师另外安排一个站点, 你们之间不作横想联系, 都是垂直联络, 好, 冷凝云忽然想到了什么, 和连胜呢, 他们还是干老本行, 做安保工作, 我和江山也讨论过了, 不一样和连胜牵扯进太多的秘密行动, 一来有为, 他们这帮人的道德观, 二来标局人太复杂, 杨天良这几日茶饭不思, 连自己上班的地方都没去, 他的正式职务是经常掌丝, 在太监群体中亦算是混出头了, 但是这个位置, 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京城顾名思义, 是皇郊大内勘客印刷书籍的地方, 可印的京师子籍和佛道经卷为主, 虽然从隶属来说是二十四衙门里, 私里兼这个权柄最为显赫的衙门管理, 但是在里头当管事的太监, 却享受不到什么权力红利, 自然, 各种漏规和出息也是有的, 但这都是定额的东西, 多不出来, 若说再要赚外快, 无非就是倒卖库存书籍和板片了, 这种劳神费弊的小权, 杨天良也敲不上, 但是义父的能力也止于此了, 九千岁当道的时候, 他差点连这个差事都没保住, 要不是见机的快, 即时重会殷党成员, 他们两父子大约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当今皇帝上台之后, 杨公公凭借过去的老关系, 终于混到了中古司长印的差事, 但是杨天良想再进一步, 却难如登篇, 他多方钻影, 好不容易得到了王之心的承诺, 光明大道瞬间就铺设在眼前了, 奈何这两万两银子成了蓝鹿虎, 他原以为义父会为他的前程慷慨解囊,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顿训斥, 要他少痴心妄想, 老实当差是正经, 杨天良心中愤恨, 他们父子有戏已经几年了, 从最初的高家银子的事, 到最近义父不使他在和德龙达交道这一系列的事情, 两人感情已渐渐淡漠, 原本以为这样涉及自己虔诚的事情, 义父从能帮自己一把, 没想到居然如此的决绝, 于是他便想起了刘煞, 想问问他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二人闲谈中便将杨公公给德龙拉了十万两银子的存款事情, 告诉了对方, 刘靶表示极有兴趣, 义父不给自己钱财对自己不仁, 德龙的棱掌柜不肯借钱是不义, 这不仁不义之徒的钱财取之有道, 杨天良和刘霞便一拍即合, 做起了谋划绑票勒索的勾当, 请财神的勾当, 他们不是头一回干, 但是毕竟试涉杨公公, 冷凝云在京师大小也算个人物, 杨天良再胆大妄为也对掂量掂量, 没想到刘补却拍了胸脯, 告诉他杜碧担心, 天塌来有高个子顶, 杨天良不知道这个高个子何许人也, 但是看刘霞胸有成竹, 自然也就信了, 二人一番密谋之后又拉入庶人, 欲盖得西院内宁又庙, 这个藏票的地方, 一番谋划百事顺遂, 冷凝云顺利被请, 接下来就是等银子了, 十万两固然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得龙的钱庄里也得的确正好有十万两, 这段日子杨天良真是走路都带风, 心里头一遍遍地盘算着银子到手之后, 杨公公抱病身亡, 自己正式入玉玛间当差, 以赴这几十年的积蓄也到手了, 这笔银子的具体数目他不知道, 但是少说也有七八万, 不曾想自己这如意算谈全部落空, 不但宁又妙被袭, 冷凝云获救, 连带着刘煞都不见了, 他派小太监去通州联络刘煞, 在侯元苦党数日都没遇到人, 朕刘氏莫不是把我卖了, 杨天良暗暗心惊, 但是转念想似乎说不通, 他把自己卖了能有什么好处, 他最担心的是杨公公的态度, 若是义父知道自己图谋要除掉他, 以他在宫中的势力, 让他丢了差事, 日子不好过还是轻而易决的事, 王之心看看拿不出钱来, 转头就会把他当做垃圾一般, 就在这样坠坠不安地混了一天又一天, 忽然这一日小太监来报, 杨公公请他过去, 杨天良这些日子作贼心虚, 根本不敢去杨公公府邸上, 连每日的晨婚定省都免了, 只说自己得了重病, 这杨公公倒也没怎么细问, 只派人关照, 好好养病其余一概不问, 此种态度就让他担心, 又让他安心, 每日里患得患失, 不知该如何是好, 有时候一阵的心惊肉跳, 便想着要拿出那张预订单, 逃之夭夭, 然而想到跑路之后, 要面对的种种, 杨天良又犹豫起来了, 毕竟真的跑路了, 这份差事可就没了, 他也不再是宫里头的一张嘴, 足以让官生们拿出银子来, 打点了, 暂说, 他十多岁即入宫, 家里早就没的人, 在外头并无人可以信偷, 入宫多年, 他的英容笑貌早就落下了鲜明的痕迹, 失去了太简这张皮, 只怕是凶多吉少, 好在这些日子, 不论是宫里头, 外面还是义父那里, 都没有异样, 除了流傻如人间蒸发的一般不见了之外, 一切照常, 这多少让他安心, 原本准备跑路的念头也淡了许多, 义父忽然要见自己, 杨天良心中坠坠不安, 忙中出义父病容, 把传话的小太监叫进卧室里来问话, 义父叫孩儿过去, 不知道有什么事吩咐, 他靠着床榻, 有气无力地说道, 回爹的话, 小太监攻身道, 老祖宗说了, 这些日子听说你得了病, 很是担心, 所以特别排小地过来, 若是爹的病情轻了, 老祖宗请爹到府上来医序, 有些要紧的事要谈, 若是身子还是不爽, 再需几日也不碍事, 让您老人家安心将养好身子, 请你去转告义父, 说孩子的病这几日已经大好了, 明日里就来给义父请安, 严爸又做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模样问道, 义父这些日子身子可安, 老祖宗身子安, 原本德龙的棱掌柜被绑票, 他担心得紧, 如今听说棱掌柜又回来了, 人也快活了, 昨日还请了几个公公, 传的一般戏般来伏笛笔, 唱戏迎酒取乐呢, 那就好, 杨天良心里都稍稍放心, 转念一想, 自己的阴谋除了刘莎之外, 并无第二个人知道, 而刘比尔和杨公公之间, 也无交集之处, 杨公公应该不知道, 想到这里原本病故闹的气色顿时好了许多, 观众手下给小太监放赏, 自己琢磨了一番明日该如何应对义父, 这个原本他气质如秉吕的义父, 此刻不得不考虑要重新修复下负责关系, 银子大约是一时半会是拿不到了, 王芝心那里的差事只能并想办法, 但是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的义子地位, 杨公公的身家今后照样是他的, 至于什么时候再把它除掉, 那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一早, 杨天良用过早餐便赶到杨公公府邸上请安奔好, 杨公公的气色倒是不错, 见他过来行礼, 笑眯眯地虚抬了下手, 你我是父子, 哪有这么讲究, 意思到了就是了, 又端详了一番, 你身上的病可大好了。 是, 杨天良公公静静地应了一声, 孩儿久病, 多日未来请安, 心中愧疚, 今日身子已好多了, 多谢爹关心, 你身子好就好, 你也是不惑之年了, 不是年轻人了, 身子要当心, 杨公公显得颇为关情, 咱爷们虽是半路父子, 到底也互相扶持了过了二十多年了。 是, 爹的养育栽培之恩, 孩儿不敢忘。 你不用这么客气, 杨公公颇为感慨道, 当初九千岁刚刚当权, 咱们父子在宫里头丢了差事, 被人赶来赶去, 连个住处都没有, 拼了命地转场, 才算是在宫里头重新站住了脚, 那会再难再穷, 亦是同心协力。 没说过一句贱爱的话, 反倒是这些年顺风顺水, 多少有些生分的, 说来说去, 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 杨天良不知道义父忽然提这些陈年往事做什么, 但是后头的话就很推心致富了。 他张那张口, 似乎是要辩解什么, 杨公公却示意他不要说话, 只硬摸嘴, 旁边的小太监立刻端拿一个棋盘, 上头搁着个信封, 里头是德龙的票子, 两万两, 你拿去买你的钱乘吧。 杨公公说到这里不胜感慨, 你去了御马间, 只怕下面还有许多花费, 这笔钱只能靠你自己了。 杨天良做梦, 也没想到杨公公居然会对他说出 如此推心致富的话, 还当场拿出了两万银子, 要知道当初他为了向义父借这两万银子, 二人几乎为此反目, 这怎么忽然赚了性? 爹, 怎么是嫌少了? 不, 不敢, 杨天良慌蒙摆手, 孩儿也想自己来筹办这些银子, 不曾想。 你不必说了, 杨公公叹道, 我如今也想明白了, 我懂六十出头的人了, 在世上还能活几天, 这一家一当, 日后都是你的, 何必还与分得这般清楚? 你想到御马间刚差, 我也不拦着, 毕竟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番话真性实意, 一时间竟让杨天良有些感动, 忙跪下接过信封, 赞机替兵道, 跌得栽培之恩, 孩儿永生不敢忘。 你有这份心就好, 杨公公此刻显得很是慈祥, 说来我也是有私心的, 怕你飞上了高枝, 就不认我这个义父来, 又怕了你成了宫里头的红人, 日日忙碌不得闲, 再无闲暇来给我养毛, 哎, 人毛了, 多少是有私心杂念的, 你要见谅才是。 不敢, 度敢, 杨天良赶紧指天伐咒, 说自己若有不孝敬义父的想法, 必当不得好死。 你知道就好, 何必伐咒? 杨公公叹道, 咱们爷们用不着这个, 是, 杨公公倾咳一声, 继续道, 德龙那边暂时伤了元气, 他也来求告我, 所以宫里头诸位公公的十万两银子, 我就做主还是存在他那里了。 全凭爹做主, 棱掌柜这个人办事谨慎又很可靠, 将完说不定还是你我父子的倚靠, 你带他, 不可像带普通商甲那般, 孩儿明白, 杨公公又叙叙叨叨地说了十多今后的安排, 杨天良也依依用了, 父子两人聊着天, 其乐融融一副父慈子孝的景象。 莫了, 杨公公似乎是无意中提取, 我听说你前些日子常取天经味。 杨天良一正, 在谋划这桩大事的时候, 为了预备事情败露之后逃之夭夭, 他的确专门去过天经味, 在招赏局船行买了一张预订单, 这事他并没有叫小太监去办, 是自己亲自去做的, 且他带去天经味的跟班, 亦非宫中太监, 应该很是机密, 杨公公是怎么知道的? 再一想, 自己去天经味并非秘密前行, 义父知道也不为奇, 他略意思索便道, 是还是去了几趟天经贵办事? 哦, 办的是什么事? 天经味如今有许多新鲜的玩意, 特别是有很多南洋户, 寒儿听闻其中有几位药物十分神奇, 便专门去那里看看, 到底是否如此灵验, 若真有效果, 便想买了来孝敬爹, 杨公公也面露好奇之色, 什么药? 吸一种药酒, 有壮阳补肾之功效, 杨天良说的并非全是假话, 因为在天经味的确有药铺在销售这种, 据说是魂贼内里流出的壮阳药酒, 而且功效显重, 有用, 有用, 杨天良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又略作羞涩道, 孩儿, 孩儿也尝了, 却有效力, 太监用壮阳药, 这并非奇闻, 太监滥用壮阳药物, 事实各种边, 在明清的相关太监生活的史料和中史有记载, 杨公公父子都是太监, 可照样须有鸡鹊不仁, 这方面的需求十分强烈, 竟有如此歧视, 杨公公面露贪婪之色, 这等魂贼好物, 冷凝云怎么没提起过, 大约因为是药的关系, 他有麻烦, 杨天良道, 他是商人, 自然不愿意招惹麻烦, 亏老子让他攒着许多钱, 一点孝心也没有, 杨公公骂道, 马上又问到了药酒上, 你买了几瓶, 这药酒到货时有时无, 每次数量亿很少, 十分抢手, 杨天良道, 孩儿去了好几回, 才买到三瓶, 一瓶孩儿已经试药用了, 余下两瓶明日便让人送来孝敬父亲, 好, 好, 不愧是我的乖孩儿, 杨公公把掌笑道, 这轮贼果是有好东西, 他说着叹息道, 听闻天津卫有个招商船行, 杨天良吓了一跳, 坠坠道, 有, 走海路航线的亦有走运河的, 我听人说, 招商船行的船能到林高, 爹是老了, 不然真想去林高瞧一瞧, 杨公公叹息道, 杨天良甘笑几声道, 您老人家说笑了, 且不说海路颠簸, 如今两国交战, 如何去得, 爹, 是了, 这也是说罢了, 震闻贼可真是厉害, 一面打仗, 一面做生意, 朝廷里头的孙子, 要都有他们的本事就好了, 杨公公笑道, 我乏了, 你且退下吧, 杨天良从杨公公府邸里出来, 只觉得两腿发软, 却又如释重负, 摸了摸怀的庆风, 才发觉自己不是在做梦, 没想到义父不但没有察觉自己的阴谋, 还如此的慷慨, 是的, 想必是这老东西也知道, 自己时日无多, 要倚靠他这个义子, 早这样不就是了, 杨天良心想, 何苦让我这般的折腾, 不过, 他一出手就是两万银子, 老东西还真是阔气, 也罢, 等自个儿当了御马间, 再好好巴结王之心, 之后这老东西若是顺顺当当的咽了气, 也就罢了, 若不肯咽气, 再送他上西天, 也来得及, 在此之前, 不妨再敷衍敷衍这老家伙, 南洋壮洋药酒, 他的确有几瓶在手里, 都是他从卢沙那里搞来的, 据说十分灵验, 他试了一下, 果然很有效果, 就这么献给杨公公, 他多少有些不甘心, 不过, 他要药酒倒是个好机会, 日后就用药酒了结了他, 反正, 这药酒就是个瓶子, 里头装什么, 还不是由他说了算了, 想到药酒便想到了流沙, 此人下落不明, 始终是个隐患, 杨天良心中隐喻有些不安, 但是在想自己和刘哈的关系, 知道的人极少, 只要他不是落到澳洲人手里, 就不要紧, 正在窖中思索, 忽然轿子一顿, 停了下来, 杨天良一正揭开冲联问道, 怎么回事, 却没人回话, 跟他出来的小太监不再叫叛, 定征一看, 外头也不是街道, 而是不知哪里的厂, 京师城内外各种厂子托多, 都是各衙门堆放物料所在, 如红罗厂, 战车厂, 牧场, 粪厂等地都是, 这些场占地面积很大, 平日里除了少数看守人员之外, 极少有人买, 是城中非常冷落的地方, 杨天良把小就在京师, 又在宫里头当差, 这样的地方到过不少, 但是此地却很是陌生, 他大吃一惊, 立刻意识到自己中招了, 正要发足狂奔, 身子已经被人牢牢按住, 两个教夫把他左右胳膊扭转, 痛入骨髓, 不觉惨叫一声, 全身动弹不得, 有人朝着他的西弯里狠狠踹着一脚, 杨天良不由自主地扑通跪倒在泥泞的雪地里, 他惊恐万分, 开口道, 各位好汉, 各位好汉, 莫要洞出, 四个教夫却不理他, 只目不作声地将他全身上下都搜了一个遍, 见胸前的信封被搜去, 杨天良暗暗心痛, 不过也安了心, 叹来对方是求财而来, 小命无恙了, 此时为首一人太后问道, 你就是经常掌私杨天良吗? 是, 是, 正是咱家, 对方有备而来, 自然是赖不掉的, 杨天良想起流沙叫过他, 遇到这样的事, 绝不可抬头看人面孔, 只滴着头求道, 银子, 你们已经拿去了, 求好汉, 高抬贵手。 银子, 你自个儿留着吧, 路上用得着, 没手的人慢悠悠道, 名人不说暗话, 兄弟们与你无冤无仇, 今日送你上路是属人之托, 你到了阴曹地府, 莫要记恨兄弟们。 杨天良这才知道, 来者并非节道, 而是来取他性命的, 顿时贪婪在地安好道, 莫要动手, 莫要动手, 我有银子, 银子, 他们给多少, 我加倍给, 再加一万两, 不两万, 两万够不够, 再多我也凑得出来, 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 饶命, 他一面求饶, 身子已如筛康一般, 有心反抗, 却被人扭住, 关键动弹不得, 私人却浑然不予理会, 只将他连拖带拽地, 拉到一间空屋内, 房梁已经挂上了绳子, 下面摆着一条长凳, 旁侧还有只瓦火盆, 围手地拉长那吊子吆喝的一声, 哎呀, 伺候阳公务上路, 早登极乐, 鱼下三人齐声应道, 摩, 七手八脚, 就把杨天良送上长凳, 套进绳圈, 杨天良面如死灰, 拼了命挣扎, 却依旧逃不过去, 被硬生生地套住了脖颈, 瞬间长凳便被踢倒在地, 只留杨天良的身子在半空中挣扎抖动, 私人在躺默默地看着, 直到半空中的身在再也没了动静, 有人搭过脉搏, 杨生并告, 杨公公已经上仙了, 在旁的人立刻在火盆里打着了火, 将一份指人叫码画在里头, 又加了一串虚定, 为首之人从撕开装着银票的信封, 取出里头的票在这哪里是什么德龙银票, 而是一张印着曾都通行宝钞两万钉的明钞, 他将信封和明钞一起投入火中, 跳跃的火焰渐渐吞噬掉纸张, 杨天良神良自尽的消息并没有在宫里头引起多大的关注, 这宫里头当差的太监都人上万, 每年冬许有人死亡, 自尽的也不在少数, 死一个人还不如宫里头主位死一只猫狗来得有水花生, 不过杨天良毕竟是经常长私, 又是中古斯掌印太监的干儿子, 故而丧事般得颇为隆重, 中古斯的太监们从上到下少不得要窥送殿仪, 有心钻营的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至于其他大太监们, 看在杨公公的面子上多少亦得给一些, 一场丧事坐下来, 除去开支, 大约亦能净入千两, 杨公公一边办丧事, 一边叫来个贴身太监, 关照善后事宜, 宫里头和外头的下处, 你带着人去接下来, 里头的东西先不着急翻看, 都贴上封条, 日后检释, 是老祖宗, 与他对食的都人赏他五十两银子, 他若是愿意回家, 便给他报个暴病身亡, 让他出宫若不愿意, 就留在宫里头继续当差, 杨公公仰面躺在一张南洋藤榻上, 慢悠悠道, 他宅邸里的几个女人, 你若是喜欢就都留下, 老祖宗说笑呢, 奴婢哪里养活得起, 太监成皇成孔道, 怎么, 这是嫌月钱少了, 不敢, 不敢, 太监赶紧道, 我让你养得起, 你就养得起杨公公冷笑道, 你愁什么, 是, 是, 全杨老祖宗栽培, 你跟着我几年了, 天启五年, 小的入宫后不久, 就拨到了老祖宗名下, 这么说, 也有不少言头了, 杨公公换手点头, 又仔细看了看跪着的人, 笑道, 猴崽子一个多大呢, 奴婢二十八岁, 真年轻, 杨公公发出一声似是叹息的声音, 你跟着我这些年, 半顿事虽然不大, 但是都很妥当, 谢老祖宗夸奖, 都是奴婢应当作得, 咱家可而不平白无故地夸人, 杨公公笑道, 这样我现在提拔你, 谢老祖宗, 谢老祖宗, 太监连连磕头, 别急, 杨公公摆手道, 你杨大哥已经没了, 他的位置, 咱家和司礼间曹公公已经说妥了, 我给你十天时间, 你去京厂, 与我取一部小无量寿鸡来, 事成之后, 你就去接这个差事吧, 是, 谢老祖宗, 奴婢一并不负老祖宗之恩, 太监大喜, 又连着磕了几个头, 去京城取经文看似跑腿的差事, 实则是对想要提拔的太监们的考验, 若能顺利取到经书, 就说明他的手腕和人际关系, 已经足以应对更高的职务拆遣, 当然, 这个机会并不是随便给但, 杨公公对眼前贴身太监早已观察许久, 基本上算是十拿九稳了, 即日起, 你就改叫杨天辩, 是, 谢老祖宗赐名, 虽然改了名, 但是杨公公并不急于收他为义子, 一则杨天梁尸骨未寒, 二来他也怕了, 生怕再养出个白眼狼, 来杨天梁共患难过, 尚且靠不住, 何况相处不过十多年的新人, 杨天辩这个备胎他暗中观察了多年, 认为他能办事, 也算得上忠心耿耿, 但是平日里他从没有表露出对此人的垂青, 一来义子若是发觉了很可能寻击下毒手, 二来也看了他的性子, 现在看下来此人买得住寂寞, 做的事情很多, 没得到多少好处, 却对杨公公父子从无怨言, 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眼下杨天梁已经死了, 得让人继续给他办那些要紧的差事, 虽然年头短了些, 但眼下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他已是年过花甲之人, 在宫里头当差的时日已经不多, 再混上几年, 少不得要够退, 杨天梁之死对他是莫大的损失, 但是他实在无法想象, 这个心怀叵测的义子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如今自尽了, 亦算是卸掉了他心头的一件烦心事, 他见杨天辩还在眼前跪着, 忽然想起了一桩事, 道, 你明日去一趟德龙钱庄, 见一见棱掌柜, 杨天辩大喜, 这是今天的第二大喜讯了, 这德龙的棱掌柜, 他知道, 是杨公公钱袋子之一, 两乡里交往极密切, 杨天梁未死之前, 除了最近这半年多, 一直是他负责对接传话的, 这回叫他去禁, 岂不是意味着这份差事也落到他的手里了, 是, 杨天辩问道, 奴婢过去要不要与他传什么话, 你就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请棱掌柜不要太计较了, 他帮咱家的忙, 咱家自然计的, 杨天梁死了, 刘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并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惊讶, 仿佛早就遇见到这个结果, 颇为淡漠地重复了一句, 是, 这几天杨公公正大张旗鼓地给他办后事呢, 许可说, 这老烟祸干得出来, 刘娜冷笑道, 又能聚脸一笔了, 看得出来, 留下这太监们的观感甚差, 杨天梁死了, 杨公公他为老年丧子了, 虽说他又收了一个, 可是这个义子能不能靠得住还不好说呢, 刘舍笑了, 只要手里头有银赞, 他脑子还不糊涂, 找人给他养老算什么难事, 他就是太贪了而已, 有了一万响两万, 寒信点兵多多以善, 要不怎么冷掌柜这么巴结他呢, 也别说冷凝云了, 便是京师里其他钱铺的掌柜, 也都把太监当财神爷, 京城里头最有钱的除去皇上, 大约就是他们了, 他开始说起京师里一些太监的家财情况, 许可没有打断他, 原本他今天谈话的目的, 是关于广东那里的返元老院情报, 特别是梁存后的情报, 但是他此刻说的东西也很有用, 哪一天需要太监们乐圈的时候, 这都是依据, 更重要的是, 他要维持这种良好的氛围, 经过多日的讯问, 许可已经刻意地迎接了一个轻松谈话环境, 这种环境下对方思绪上没什么压力, 也不会太过刻意地去掩饰什么, 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吐露出许多重要消息, 对情报工作来说, 没有无用的情报, 特别是他们目前对京师里的情报搜集有限, 因而对刘霞提供的情报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们谈话的时候, 有一台录音机一直慢悠悠地转着, 太监擅聚连, 我看世家大族们也不差, 待他告一段落, 许可接话道, 你和梁存后打交道也不少, 说说他家的事情吧, 刘鹤黑一笑道, 就知道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他家, 说起来他可是你们的大安人哪, 这多少有些挑衅的味道了, 许可并不生气, 一笑道大安人不假, 没有他, 或许元老院就没这么顺当啊, 只是元老院这铺天的富贵, 他瞧不上,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兄弟没得做, 那就只能当仇人了, 刘石道, 这破天的富贵咋不落在我头上, 许可知道他是在试探, 但是此人犯下的罪孽极大, 能否宽容他是不敢也不能做主的, 故而并不接他的话茬, 继续道, 他瞧不上这富贵, 老老实实地当他的富家翁也就罢了, 没想出还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刘须悠悠道,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我在广州议尔文元老院有名言胜利者不受审判, 想来亦是如此, 许可没想到这刘夏居然还直接打脸了, 说起来, 元老燕干过的见不得人的事也颇有一些, 许可作为秘密战线上的一员, 自然了解的很多, 好在他早就甘恋出来脸皮了, 淡淡一笑道, 虽说不以成百论英雄, 但是天下大事顺者称你者亡, 他一个世家大族的掌门人, 这点道理总该明白, 天下大事如何能看得明白, 刘沙感慨道, 当初我在锦衣卫当差, 戒调东厂, 九千岁全清朝野, 朝廷百官无不战力归命, 这是不是大事奈何没几年, 这大事又调转过来了, 许可笑道, 你那不叫大事, 只是一点波澜罢了, 你若读过几本史书, 便知道全患把持朝纲, 祸乱国家的事情, 历朝历代都有过, 不说远的就是你那大名, 就有王振, 刘锦, 汪直, 这几位, 魏忠贤号称九千岁, 刘锦可是号称过立皇帝的, 这几位最后下场如何, 朝廷政局变换, 有人上有人下, 不论忠臣兼臣, 都是过眼云烟, 真正的天下大事不在于此, 刘邦不以为意, 问道, 那在何处, 天下大事为民心向贝尔, 许可颇有些慷慨激昂的架势, 他良存后自始至终, 也没弄明白这点, 总是纠结于华谊之别, 动不动便要维护名将, 殊不知百姓沉沦苦海, 哪有功夫来听他说将, 他说着看了一眼刘沙, 其实便是你吧, 你给王老爷做事, 说白也就是为了银子, 难不成还是为了诸家天下, 这番话颇为新鲜, 刘沙消化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道如此一书, 岂不是要天下人都成为驱立之徒, 驱立又何不好, 难不成都要成成为伪君子不成, 许可笑道, 承认人都是驱立的, 应是力道才能成就大事, 再大的忠臣要他日日八复从功, 就算他自己不抱怨, 迟早也得被饿死, 也罢, 与你们说不明白, 刘沙白首道, 你们的道道太多, 不说这些道道了许可笑道, 继续说良存后吧, 良存后的家事, 我也不必说了, 想必你们自己更清楚, 他的事情说起来千头万绪, 不知道你们想知道哪些, 先说说你们是怎么和良家勾搭上的吧, 许可道, 王将和良家差着好几千里, 也没有同朝为官过, 是什么让你们一起走到反活大业这条共同道路上的, 这次新的比喻让刘沙很不适应, 想了想才, 说道, 这事说起来倒和我亦有几分关系, 刘伯在锦衣卫和东厂当差的时候, 因为监察百官的缘故, 在广东待过很长一段日子, 不但许得一口广州白话, 与当地的三教九流亦有关系, 你们说的巫谷案里几个拍花的, 就是那会结识的, 这种人你结识他们作甚, 许可颇为不解, 自古有云, 道义有道, 这种行当, 素来为人不齿, 江湖中人亦不愿多加结交的, 这不就是您老说的人都是趋利的吗, 刘伯伟嘲讽的一笑, 不齿归不齿, 他们有钱是真有钱, 咱们当差的, 看似威逢八面, 人人忌惮, 可咱们这些坐鸡察百官的兄弟, 等闲不能入着身份, 并不能像其他来查办案子的兄弟那般威逢, 随时随地可以缉拿官名, 言行拷问, 自然要弄银子也就不太方便了, 所以你就收了他们的银子, 许可道, 是, 干这行的罪大恶极, 衙门里的人, 董贤都不感受他们的相互, 自然只能来孝敬我这样诸实不计的人了, 刘亚自嘲的一笑, 如今落到你们手里, 亦算是因果报应, 不过, 这和梁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许可道, 莫非梁家与他们有染? 梁家自然是不可能与他们有什么关联的, 这关系说来话长, 刘哲因为这个关系, 顺带也提示了不少本地花街柳巷的乐户, 娼妓这个行当, 除了乐户这样的贱民是世徐的, 别无选择之外, 多是人牙子贩卖而来, 人牙子的进货渠道, 那就各式各样了, 既有从百姓手中买来的, 亦有从拍花的手里弄来的, 尤其是琵琶仔需要从小培养, 故而拐卖来的女孩子很多, 这么说, 你是通过傅文这个渠道认识韩乔姐的, 傅文这等人神艳鬼气, 哪怕是季家也绝不会与他打交道, 实则通过的关帝庙人马转手, 徐可心想, 这就对上了, 茂家客栈一被破获, 高天使立刻企图灭口, 二者之间有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傅文此人又是如何与你及时的, 纵然你当初是锦衣卫官校, 他亦不会平白无故地拎你银子吧, 当初他在西江上行事, 被当地衙门里的公差拿住, 辗转托人托到我这里, 许了五百两银子, 我将他捞了出来, 算是救了他一命, 怪不得了傅文能替你干这样的事情, 此何哪有如此简单, 这等采生哲歌之人最是无情无义, 我救了他的性命, 拈了他的千刀万挂之苦, 这贼子却心疼他的银子, 自寻死路, 半夜里在江边居然想要谋害平荡, 许可也不觉恶然, 他多少了解一点十七世纪的江湖, 符文这种做法, 不论是那一山的好汉, 都是最为不齿的行为, 好在平道法力深厚, 当场被我拿住, 既然他送上门来, 我也就不客气了, 抽了他一魂一魄, 叫他终身为平道所驱使, 打住, 打住, 许可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了他, 诧异地问道, 你说什么? 抽了他一魂一魄, 刘傻悠然自得道, 刘道长, 我知道你精通道数, 可如今都到了这地步了, 你就别装神弄鬼了, 明明白白的, 说不就是了吗? 刘傻一笑道, 我知道你是不信的, 你们澳洲人都不信, 也是不信便不会着到的, 你不信便不信, 总之他是信了, 原来如此, 许可心想, 这家伙还真有几下子, 根据审讯记录, 那个巫道士, 也以为是被他抽了一魂一魄, 所以被他驱使, 要不然他如何肯到广州做这般大事, 刘把颇为得意, 自然, 有大生意可做, 亦是一条, 茂家客栈这桩案子虽然已经破获, 但是其中疑点甚多, 眼前这个组织者吐露出来的, 自然是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虽说如此, 但是今天的主题是梁家, 巫谷案只能暂时先放一放, 以刘氏目前的状态来看, 他已经全然砍淡, 完全不在意说什么呢, 甚至许可能感到他有一种清土的欲望, 秘密太多的人, 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 一旦制约被打开, 真叫一个意图为快, 刘长就这样在产销渠道上, 先后结识了官地庙人马, 继而又搭上了韩乔节的县, 说起来, 评到当初一未想过将来会做如此大事, 与他们结交, 亦是些好处而已, 江湖好汉, 讲究得是到处有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 刘八这样披着官皮的锦衣卫官校, 他们自然是乐于花几个小钱来敷衍的, 难怪当初办案之时, 只觉得这牧师道人大有手眼通天之感, 原来这关系王末你早就做好了, 许可不识实际地恭维了他几句, 果然是心思缜密, 哪里, 哪里, 刘上面露得意之色, 没有金刚钻, 岂甘懒此起活, 我听说良存后疏拢了越晚, 你是从这条线上结识凉的, 哪里, 刘上摇头, 我分哪排名上的人物纵然九千岁全, 清朝野, 东城锦衣卫最风光的时候, 世家净身照样瞧不上咱们这号人, 更别说还是从风月场所上认识的买, 良存后此人是世家公子, 输拢个名记, 虽说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但是他劝了人对身边下人都是不假辞色的, 刘上若是通过越晚的关系结识的良存后, 那么他在对方心底里的地位也就是个下人聊, 但是根据掌握的情报看, 良存后对牧师道人是非常看重的, 这么说还是靠着王爷号的关系咯, 没有王老爷的引荐, 我只是个青客, 有了王老爷的引荐, 我就是个受尊重的青客, 并无太大不同, 珍重让他对平道另眼相看的, 是平道为他举荐的用之人, 哦, 不知是什么人物, 居然能让梁公子如此高看, 刘房收录犹豫之素, 许可却已经大致猜了, 出来, 我猜大约是梁公子的五班底吧, 刘时有些吃惊, 显然没有意识到, 袁老爷已经掌握到了这些情报, 铁梁寺会议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是不是叫云婷的, 是了, 当初会议的时候, 你们派了戏作进去, 刘沙道, 周先生说过, 论级谍报戏作, 天下没人比你们更厉害, 过奖了, 许可道, 你那位周先生本事也大得很, 不错啊, 就是此人, 有关云婷的囚报, 早就上了政治保卫局的案头, 但是袁老院对此人所知甚少, 只大概知道他是梁存侯的五班底, 掌控着不少人马, 就说说这位云婷吧, 许可道, 我们对他颇有兴趣, 云婷本是他的化名, 年名叫什么他惠莫如深, 不过听人说过, 他姓吴, 是朝善人, 当过一族, 年轻的时候, 赤后赌博, 倾家荡产, 沦为乞丐, 到处云游乞讨, 足迹遍布月, 明, 江, 这一带, 此人身强力壮, 高大魁梧, 江湖人称铁盖, 铁盖, 许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只好继续听他说下去, 他虽然不是本地人, 又是乞丐, 可是读过书, 胸中颇有勾合, 虽然即是外乡人, 又是孤身一个, 却当了花山贼的二当家, 花山贼, 是盘踞在当时帆宇县南海两县北部交界山区的一股匪道, 此地位于省城之北, 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咽喉之地, 北面群山险峻, 南面一片平愁, 不到一日入城即刻抵达广州府城, 落立于高百丈群山之上, 登高俯瞰, 来往于府城与清源, 从化之间的车马传播, 历历在目, 即是交通要道, 必有匪道盘踞, 收取买路田, 自元朝起, 便有山贼, 平显四处暴掠, 万历出, 杨雁明盘踞此地为匪史, 大家结舍远达曾城一带, 到了明目这里更加混乱, 崇祯二年, 由山贼中国让刘杰武县, 官兵屡刺静脚, 都是玄脚神奇, 屡刺脚不尽, 大陆攻略开始后不久, 福波军占领广州, 这个距离府城, 不过一日路程的匪潮, 自然受到了福波军的重点关注, 很快便遭到了重兵围剿, 广东大区警备司令兼国民军, 广东大区总队长北伟亲自指挥椅, 国民军广东总队的第一机动队, 朝鲜队和侦察总局特征小队为核心, 领动员五个国民军中队, 共计六千余人, 对这一带进行了围剿, 消灭贴面的土匪之后, 北伟与刘祥等人, 既以此地按照清代规制, 设立花线限制, 尚无条件, 但是驻军却是必不可少, 毕竟这里是广州的北大门, 距离广州不过一遇的行程, 不但是商旅通行的要道, 也是连勤输送物资, 供应连洋登地的重要交通线路, 故而继续, 消归草水, 在当地的水溪, 苏东, 白泥三地各驻扎一个中队的国民军, 保持对当地的压制态势, 这些情况, 许可当然都知道, 所以当他听说云庭愁了花山贼的二当家的时候, 颇为疑惑, 问道, 花山贼不是已经被福伯军剿灭了吗? 刘详吃得一笑, 道, 我说剿灭便剿灭吗? 大明剿灭花山贼多少次了? 还不是悬灭悬起, 莫非你以为花山贼都聚集在山寨里吗? 许可点头道, 是了, 多是山区的匪户, 正是刘诈道, 不论是大明还是你们, 难不成把当地的百姓都杀光吗? 纵然如此果决, 惠州, 清远, 从化等地, 照样远远不断有人愿意到当地为匪, 只要当地还是交通要道。 刘诚笑道, 大明治理不了的地方, 你们用了顽枪顽炮一样治理不了, 红武爷, 成祖, 大明立朝多少有为圣人, 能臣良将尚且治不了花山贼, 你们也一样。 治不治得了, 日后自然见分享, 许可微微一笑, 不说这个, 他成了二当家, 你又是如何与他相识的? 他当初在浙江行起的时候, 与我结识的也算是惺惺相惜, 刘果看到, 我平生不轻易赞许人, 这云亭虽出声卑微, 却有雄才大略, 风云即会, 出江入乡亦非难事。 这番赞欲让许可重视起来了, 刘诈此人言谈中, 凡是涉及的人物, 心有欲美之词, 这一番言论却是出乎预料, 再加上前面他说的话, 这良存厚对此人亦很重视, 以留两二人的见识, 这云二当家绝非等闲之辈, 花山贼如今还有多少人? 到底多少人平道亦不知晓, 不过这云二当家说过, 毒会少于三千人。 三千人, 你好大的口气啊, 许可不敢置尽, 这要多少良想? 官兵打仗才要良想, 花山贼都是贼了, 还要什么良想? 留下一扇一路往南, 只管掳掠便是。 许可心想, 若真是城市启事, 三个中队的国民军还真不见得能镇压住三千人的队伍, 而且花县距离广州城堪称近在咫尺, 广州周边也无多少主力, 福布军都在前线, 国民军主力则忙于各县的扫荡清调, 仅有的一些驻军都是朝降不久的明军改编的国家, 国民军战斗力堪忧, 要说烫得住的武装只有黄埔港和香港基地的海军部队。 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 眼前这个牧师道人还在广州周边各县拉拢了许多会道门组织, 一干花山贼下山, 这些会道门必然群起而响应, 结果可想而知。 大陆攻略初期, 雄文灿纵名为匪, 搞得遍地烽火的惨状许可还记忆犹新, 若是再来这么一遍, 土匪虽然不见得能攻克广州城, 这么一闹腾, 也足以把广州周边打个稀巴曼, 捣毁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杀死许多积极分子和北上支队的干部。 这样玉石俱焚的计划, 梁公子也会接受, 岂非怪在还有你这铁盖, 莫非觉得靠着三千花山贼就能打下广州, 大明给他封关禁决, 梁公子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至于云庭, 他可没打算打下广州, 不过, 沿途劫略大约一能收获丰厚了, 到时再退回山里便是流逝道, 他说过, 若是摆开阵势, 交战不论官兵还是花山贼都是必败, 但若必其锋芒, 只是烧杀劫略足以让丸贼伤惊动骨, 只要广州周围不能平静, 时间久了, 稳贼自然待不下去, 刘石道, 这一点他倒是和周先生不谋而合, 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没想到这梁存后居然如此歹毒, 想出这样的绝护计来, 非如此如何能撼动你们, 许可的心中默然起了一种紧迫感, 因为广州方面针对梁存后势力的调查, 一直没有效的进展, 而从刘本目前透露出的消息看, 这场暴动的规模大, 目标明确, 一旦发动起来, 势必将对珠三角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 幸好, 这关键性人物刘下已经落入了趟之手, 其他不说, 光是作为指正梁存后的证人, 他就有莫大的用处, 这云庭陷在何处, 他与评告亦是单线联系, 通过一个叫做乔炎的人, 许可不计的此人, 显然他不在政治保卫局的监视名单上, 他追问道, 他有化名吗? 或许这便是他的化名, 你们在广州府拉拢了许多会道门, 这些人你们拉拢了又有何用? 据我所知, 这些门徒道众大多是指知烧香百神, 被人愚弄得无知百姓, 除了会守身旁的几十好人之外, 多无战力, 真要见仗就是一哄而散的局面, 难不成就是为了撞声事? 流舌微笑, 一草一木都有他的用处, 何况是人, 你要说他们各怀鬼胎, 毫无战力平道亦是认得, 但你若他们无用, 那可就大谬不然了, 平道且问首长, 这广州府的会道门有多少会众? 这个我到底却不掌握, 不下三四万之中, 刘萨略略有些得意, 这三四万人蜂拥而起, 就算手无寸铁伸着脖子给你杀, 你要杀多久? 如此说来, 这些收灵不过是用来拖延元老院反击的贡凭, 正是刘霸道, 恕我直言, 润及谋划大事的气度, 元老院未免小家子气, 远不如梁老爷这般豪气甘云。 他是豪气甘云, 许可笑道, 倒是很有无为天下计, 启息小民灾的气魄, 不过道长亦不过是一介小民, 在梁老爷眼里, 大约和那些送去填刀烤的会道门徒众相差无挤呀, 为之积极赞赏, 岂不谬哉。 刘石一震, 原响反驳, 却又无从勃起, 说起来自己在王老爷那里, 不也是一枚棋子而已吗? 不然为何又要起异心? 许可见他面露尴尬之色, 也不再继续揭短, 道梁老爷既有五班底, 旧有文班底, 你可知晓。 刘石古怪的一笑, 道我若多几了孩子就直了, 如今觉得亏了, 是不是许可起身给他的茶盏里添了热水, 笑道, 刘石黑黑笑了几声, 算是默认, 说, 这文班底其实我所知不都, 良存后心思缜密, 并不在王老爷之下, 刘石道, 据说广东本地的世家近身, 牵扯其中的很是不舍, 这个我们多少也估计到了, 许可点头, 他们是不甘心, 失去自己的天堂的, 不过这些人算不上文班底, 是啦, 其实他的文班底, 我虽不知晓具体是何人, 大概也知道是原本预员社里头的人, 预员社的名头在梁的专案材料里多次出现, 其中有部分成员已经被捕或者被策反, 所以成员名单, 他们已经掌握得七七八八, 但是, 但是这些人在社内的地位不高, 所知有限, 这个社本身是广东一批对婚学有浓厚性质的世子组成的, 动机不一, 有的人单纯只是好奇, 有的人是为了学习魂学, 也有的只是因为良存后对婚学感兴趣, 又来作为攀附的渠道, 因为目的各不相同所知晓的社内情况也不一样, 单纯因为爱好或者求出路入社的社员, 自然是社团的外围人员, 纵然有些人胡须钻研得很深, 良存后也只是和他们坐而论道, 定没有什么机密的事情托付, 多的情况频道也不知, 只知他搜罗了许多你们的书籍报刊藏在府中, 任由社内世子研读摘录, 自己和清线的社员依据搜集到的书报, 秘密编转了一部书, 叫天晴广文录, 关于良存后秘密编书这件事, 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这部书藏在哪里? 大约是藏在他的府邸里, 留下道, 这书他费了莫大的心血, 自然是真藏在, 日后献给朝廷, 书节不谈, 他在预言社里原本最亲信的, 一个被是林尊秀, 不过他如今早就是死老虎了, 在广州城里苟延残喘, 就算是梁老爷大约也不会和他有什么勾连了, 不过要论渊源最深, 非他莫属, 还有呢? 还有三四个人, 不过我只见过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肯模样, 并非什么有钱人家之地, 大约都是贫寒书生出身, 不过有一个人你们大概是知道的, 听梁公子说过, 是从林高来的, 姓黄, 正是刘哈笑道, 你们果然知道, 此人现在何处? 不知, 刘沙摇头道, 巫谷案前他就不再露面了, 要么是去了外地, 要么就是被梁公子藏了起来, 黄炳昆在广州投靠了梁存后的事情, 正保局知道, 但是查获的各项案子里却没有他的身影, 到后来干脆连下落都没了, 梁公子很看重他吧? 是, 毕竟他是从林高过来得, 所见所闻都是轻身经历, 此人果敢永逸, 又有一股执鸟之性, 梁公子很是看重, 这就坐实了皇室梁家带中的重要人物, 至于他的去向, 许可估计十之八九已经离开了广州, 遗憾的是, 即使刘沙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将来多半是个祸坏, 他的下一个问题, 是元老院财经口的人最想知道的, 你们在广东活动, 使得假币都是从何处而来, 是梁公子的主意, 还是王老爷的? 这是说来话长, 刘沙道, 最初这是乐先生给王老爷出的主意, 说你们不住钱币, 砖印纸钞, 可以作伪, 即可套取物资, 又能牟利, 后来呢, 伪钞并不好做, 刘沙道, 此事是乐先生亲自主持的, 不过几次都是失败, 王老爷脱了关系, 请了许多能人, 银子花了不少, 做出来的东西却是一言难尽, 只能到乡下匡田人, 到了城里就花不出去, 乡下人也不傻, 不管你是真得假的, 根本就不认钞票的账, 许可知道, 在用已经废除粮食流通券作为之前, 市面上所有的纸质违毙都是一言假, 乐先生面子上挂不住了, 来问济于频道, 刘沙人说到这里颇为得意, 频道这才出了作假迎币的主意, 宁老真是一位大才, 许可办事业余办事佩服地说的, 哪里哪里, 刘沙掩饰不住得意, 这乐先生学问自然是好的, 但是论及这样的江湖道道, 实在太嫩了, 那么, 依你所见呢, 纸币看似廉价, 实则澳洲纸币包含密法, 极难仿制, 反倒姻缘更容易下手, 原来贾因缘就是你的主意, 许可道, 朱提营便是你的手笔吧, 朱提营是乌老刀炼的, 炼丹是他的看家本师, 你倒是结识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江湖人物呀,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原本是贵州山里的巫师, 并非修道之人, 学得许多西南深山里的巫谷邪术, 后来机缘巧合, 败在一位道人的门下, 又习得了服服丹药之术, 杂柔出一套自得的玩意来, 不但精通各种法术, 还擅长西藩松人的诅咒之术, 打住,打住, 许可咒没道, 他原始巫师, 后来败入道门, 怎能又修习起密宗来了? 呵呵, 您老有所不知, 无知其所习的, 乃是密宗杂柔了西藩本教的法术, 最是神秘不过, 据其研法力极大, 下可以诅咒夺人性命, 圣龙不设阵法坏国之气韵, 十分灵验, 这个你信, 平道亦是将性将疑, 不过我亲眼见过他诅咒杀人, 十分了得, 许可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 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在看刘傻这份话, 信誓旦旦, 似乎又不像是在撒谎, 在想到傅文干的那些事, 看来崔道长当初的推测非常准确, 这个崔胖子搞封建迷信还真有一趟, 如此厉害的人物怎会为你所用, 许可对此很感兴趣, 他自己就是做法的大师, 能被你的抽一魂一破的法术给唬住, 此事如何能叫唬住, 若没有真才实学, 他这样的大家能被平道拿捏驱使, 留拔傲然荡, 这事是谁想出来的, 当然是巫道人, 我可没这个本事, 刘傻赶紧与此事撇清, 只是他要用的人命太多, 我才将傅文推荐于, 他没想到, 这二人行事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许可欣赶, 你也知道要和这事撇清关系, 他继续问道, 这一桩事乐先生是怎么看的, 他自是反对的, 说自古未闻一旁门左斗成大事的, 其实王老爷也是这么说的, 那又为什么这么干了呢? 兔子急了一咬咬人, 刘傻看到, 无知其心事淡淡, 由不得我们不信, 便想着试一试也好, 这不就是狗急跳墙吗? 许可付费道, 为了这事一事, 多少无辜百姓丧了性命, 王老爷等人且不去输, 若这周乐之真得什么穿越者, 光是如此穷洁, 将其千刀万垮也不过分, 他不懂声色道, 这事于是代价可不小啊, 傅文后来交代说, 光是银子就给高天使一万两,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刘和笑而不语, 许可立刻领悟了过来, 这些都是朱提营, 不错, 都是乌老道练哲, 刘傻道, 这是他在苗江袭来的秘书, 再说, 再说, 你们还有三江茂的戳子, 这东西原始一件陈年久物, 不过有了它, 这朱提营便更好用了, 清销型的戳子, 是一种信用的保证, 并非随意使用, 刘和的这个戳子, 大约也不是神妖正经来路, 据国家警察的调查, 三江茂是一种万历年间的老悬案, 以刘和的年龄, 看绝无可能牵扯其中, 这戳子是哪里来的, 你们还真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呀, 刘傻笑道, 总不见得是我干的, 就我知道, 许可点头, 但是我还是有兴趣, 这戳子, 是我从一个叫正盖针的人手里拿到的, 刘八道, 此人你们大约也知道, 广州有名的善人, 至于他是如何拿到的, 我也不清楚, 郑盖针, 这个名字十分的熟悉, 许可努力回忆了良久, 才想起此人是广州普济堂的举董, 也是普济堂的实际掌控者之一, 在广州地界更是以善人著称, 刘三道任之后, 接管了本地的各种慈善设施, 加以掌动, 郑盖针以做善事为名, 轻吞瓜分善款的事也随之暴露, 一年多前已经吃了官司, 庞当的家产也被全部查抄, 原本许可以为此人不过是个善棍而已, 看来这善人杜锦倾吞善款, 背地里可能还牵扯到人命官司, 纵然不是他, 也是他的上位, 这无道人令了多少猪蹄营都在哪里, 大约有五万两除了给高天市的那一万两, 余下的都交给广州做假币的人用来, 给高天市的猪蹄营纵然登时企划院 接受查抽物资的时候没有看出来, 转给中土行的时候也会发现无需多虑, 但是余下的四万两可就成了定我时炸弹了, 美洲的内务安全会议交换的情报来看, 中土行在市面上已经发现了一部分非常精湛的假币, 因为使用的踏白铜来作造, 在整体上已经和真币有了七成的相似度, 只有边缘的滚尺一言假, 但是经过专门的旧化处理之后, 在市场上达到了能蒙混过关的程度了, 国家警察一直试图查清到底有多少假银币在市面上流通, 以便评估起对金融的危害程度, 现在留啥的交代解开了这个谜题, 四万两虽说许可是个金融门败汉, 但是中储型拨给广东分横的银币不过是二十万元, 这四万两如果都进入流通, 相当于瞬间就把货币投放量增加了五分之一, 这通货膨胀率也太好看了, 许可知道, 币制改革之后, 为了支付水涨成高的军费, 行政费, 基本建设投资, 纸币的发行量就一而再, 再而三的膨胀, 纸币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先的一百万的计划, 再对这假币一折腾, 后果不堪设想, 他问道, 这假币如今是谁在负责? 我只知此人名叫李富贵, 其他一概不知, 留下道, 在广州做假币的是一伙人, 把假币花出去的另外一伙人, 愿要赢的又是另外一伙人, 好家伙, 你在广州连你也不知道, 正是刘达点头, 这是岳先生的主意, 各条线各做各的, 这周先生不简单啊, 许可缓缓道, 不过乌芝琪既已落网, 如何在炼制药营? 他有个徒弟的, 明幻乌海, 原本和傅文是同行, 倒是很与乌芝琪很投缘, 便做了他的弟子, 原本乌芝琪炼药营的地方就在广州, 自他出世之后, 炼营的地方就搬到了外县, 在哪里? 我如何知道, 流浪一向, 具体的点, 大约只有李富贵清宠, 甲壁这块是他抓走, 你认识李富贵吗? 只见过一年而已, 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中年人, 出同生甲的打扮, 说一口广州白话, 言谈甚是文雅, 不过他对白宫之事颇为熟悉, 多半家中原是将育之流, 许可心想, 这人极能说广州白话, 极有可能就是广州本地人, 至多也不过是属下各州县的人士, 你们若要抓他, 也不是没有机会, 留下悠悠道, 许可心思极快, 马上意识到了他想说什么, 肖文道, 怎么, 你想提条件了, 你就说, 你想不想抓到这个人吧? 不是我想不想, 实在是我没这个权利答应, 刘学却打断了他的话, 你都没听我说, 如何知道你没这个权利? 那就姑枉听之, 我那女儿刘啥道, 这时我已经答应你了, 只是路途遥远, 大约没这么快, 这时我信得过, 刘家道, 把他们娘俩救出之后, 能不能让孩子到广州念书? 上我们的学校许可大悲惊讶, 别说林多的芳草地了, 就算是广州兴办的兴市学校, 甭说关身了, 只要中产以上的市民都不慎愿意就读, 只有少数有眼界的或者是抱有某些目的人, 才将孩子送到兴市学校就读, 这刘县居然会想到这一出, 莫非真如后人所言, 最了解你的只有你的敌愿, 难不成我们的优越性, 这个刘厦也意识到了, 想到这里许可颇有些得意,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宣告几封的正确性呢? 他想了想到, 这件事需要袁老院同意, 不过你本人虽罪孽深重, 袁老院向来不是株连, 你女儿若愿意读书, 想来也无问题, 我这里先答应你就是, 多谢刘莎抱全, 以后她的事情就请您多费心了, 好说许可点头, 你放心便是, 乐先生在广里的活动, 虽然各封各县, 彼此互不相见, 却有一个联络人居中联络, 此人见过许多人, 若能将他抓住, 至少抓获伪必制造人, 是不成问题的。 哦, 这么要紧的人物, 叫什么名字? 说来, 他也是你们的老熟人, 刘莎眯起了眼睛, 狗熏理。 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纵然早就锻炼出一副处变不经无恙的许可, 也瞬间动容。 是他, 狗熏理父子自从狗家庄脱逃起, 其历史已经和元老院一样久远, 原本以为不过是元老院宏大历史中的一个NTC, 现在却渐渐成了一个小boss。 这小boss虽然并不怎么强大, 但是却十分蛮强, 时刻不忘和元老院作对, 关键是他无处不在, 始终若隐若现, 提醒着元老院的过往。 当初元老院各式各样的敌人, 强大的狡诈的凶残蛋, 渐渐的死的死, 走的走, 只有这狗家父子, 时不时的总能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和元老院的斗争经验日渐丰富, 已经成了凡母大业里的真正的专家级人物, 这使得他们的危害性日渐增加, 因而政治保卫局对狗家父子的接纳, 也从最初的略带玩笑。 性质的悬赏三十文, 上升到了最高级别的一千元悬赏, 严完全下落不明的赖小, 也有高达一百元的悬赏,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听说有狗家父子的消息, 许可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当下问道, 你怎会知道他? 说起来, 他儿子狗承炫便是我找到的。 刘舍将当初在广州偶遇狗承炫的事情逐一说了, 这狗承炫虽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愁闻之心甚立, 刘虾笑道, 把他在林高的事情说了许多, 讲了许多元老院的事情, 很是详尽, 王老爷正是见到了这狗承炫, 才想起要招揽狗巡礼的。 哦, 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李斯雅, 原来是他, 许可吃了一惊, 他们自始自终都没有掌握两人之间有联系的这个情报。 看来李姑娘也是元老院的老熟人了, 刘虚很是敏感地察觉到了, 她若是落到我们手里, 少不得要呵呵地招待她一番的, 许可笑道, 这女子现在何处? 李斯雅从他们光复广州之后便没有了音讯, 原本她每年都会有大半年出海, 但是至少也有四五个月时间会在澳门和广东活动, 但是这次莲花好从澳门出海之后就再无音讯, 连澳门的宅邸虽有人看守, 却无人知道主人的去向, 外情局几次在澳门查找她的下落均一无所获, 连李华梅这个她亲自布置的棋子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元老院果然很重视这贵妹, 刘北威威一笑, 你们夺取广州之后不久, 李斯雅便扬帆远走, 据说是回佛郎基去了, 她回葡萄牙去了, 许可又一次震惊了, 既然元老院要款待她, 她如何敢继续待在澳门, 佛郎基人护不了她的安全, 算她跑得快, 许可兴兴大, 继而又想起了关键的事情, 狗巡礼呢, 狗巡礼这些年一直在她的庇护之下, 听说折腾的不少事都没成, 李斯雅与在下也算是老熟人了, 和她一打听就知道她的下落了, 她也正好要走, 便将这些旧人都交给了王老爷, 难怪王爷昊一个外地留官, 在广东不过待了三年, 就在本地建起了如此庞大的秘密网络, 原来是坐享其成, 如此说来, 狗家父子团圆亦是你的功劳了, 说不上功劳, 不过这对父子倒是好用得很, 刘石从许可的语气和表情中, 知道当初狗家父子说的, 问及欲杀之, 并非自吹自雷, 这对父子现在何处? 上次见面还是在广州, 后来便不知去向了, 刘牙道, 这狗巡礼如今已经改换了僧装, 法号海巷, 不过自打你们要和尚道士都登记之后, 他大概不敢以这个身份活动了, 不过他肯定还在广东, 你这么肯定? 他到了京师, 半点用也无, 自然要留在广东了, 会到门的事情他参与颇深, 狗成炫呢, 此人的下落贫道亦不知道了, 刘沙双手一摊, 王老爷从广东卸任, 他就不见了, 亦不知是留在广东, 还是另有去处, 这海巷和尚可有杜蝶, 罢明哪里有和尚有杜蝶的刘沙一晒, 有了反倒是怪事, 不过他倒是烫了戒巴, 明初对四官松道馆里极其严苛, 出家手续繁琐如此严格的管理, 造成的结果就是到了王朝中期之后, 松道普遍没有杜蝶, 具体有多少出家人就是一笔糊涂账呢, 刘沙的这个情报, 除了说明狗家父子还在之外, 其实没什么大的意义, 而且根据他的描述, 对着过去在档案里看到的模拟像, 两人的相貌都有了较大的变动, 道长, 你这消息挺要紧的, 这狗家父子元老院的确早就想除之而后快了, 只是这二人的样貌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啊, 许可微微有些失望, 只怕是他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都认不出他们来了, 我倒是还有一条消息, 可助你们勤获这狗巡礼, 哦, 此人在广东的具体为之平道虽不清楚, 但是他最后去得地方是香山县, 似乎预备在那里有什么动作, 这倒是个极要紧的消息, 许可饶有兴趣地问道, 梁老爷策划的暴动, 是不是要等朝廷的大军才会发动? 这个平道亦不清楚, 刘尚摇头道, 梁老爷的暴动, 乐先生是极不赞同的, 说除了白白让许多忠勇之士送了性命之外, 别无他用, 王老爷呢, 他是无可无不可, 刘折道, 反正损失的也是良存厚的人吧, 这么说, 时工无意掺和这件事了, 正是刘尬道, 失翁的人不多, 不能耗在这上头, 乐先生的意思是在广东的各路人马都要潜藏起来, 队伍不用大, 更不要立战, 行动的时候再集合起来, 抽笼给温贼来一下, 杀几个假狐放火烧狐贼的产业, 绑负狐商人的票, 半路袭击运货的船只, 西扰, 许可想这周乐之环真够鬼蛋, 这是打算搞游击队啊, 你们这位乐先生还真是奇才, 谁说不是呢, 平道也佩服得紧, 我现在想要抓住这乐先生, 不知你可有什么法子, 许可笑道, 平道说过, 他是单独活动, 平道亦不知道他的下落, 京城就这么大, 想来他亦不会到处乱跑, 总有些常去的地方, 刘烧烧犹忧了片刻, 哦, 乐先生过去住的宅院, 平道倒是去过, 只不过乐先生早就不住那里了, 在哪里? 就在王工厂, 王工厂, 这个名字对所有的元老, 都是如雷贯耳, 毕竟那天起大爆炸, 作为不可思议之事, 早就让在他们的耳朵里生了茧子, 那地方不是被炸了吗? 炸了之后, 自然又会有人去住, 京师寸土寸京之地, 怎会有控制的地方? 只不过, 街市尚未恢复如前罢了, 具体在哪里? 刘烧一不隐瞒, 当下将宅里的方位模样都说了一遍, 里面还有人住吗? 周先生的两房窃室, 还有两个孩子, 孩子, 他还有孩子, 许可犹如听到了大新闻一般, 叫什么名字? 大的是个女孩子, 叫周居李, 小的是男孩, 叫周牛顿, 这两名字倒是取得十分之牛逼, 不用说, 周乐枝肯定是个理工男, 老婆也娶了两个, 厉害厉害, 他有家眷就好办了, 许可笑道, 刘烧有些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许可这才意识到自己想岔了, 这头也不去看望师母, 乐先生说了, 不去看他们更安全, 有王老爷照应着, 不会受委屈, 宅地里还有没有什么书信, 笔记之类的东西留存着, 没有了, 东西都被乐先生带走了, 一共装了三大车东西, 运到哪里去了, 大约是王老爷宅子里, 具体下落频道已不知晓, 虽然刘烧说的十分肯定, 而且他没有欺骗自己的必要, 但是这个周乐枝很可能在宅邸内, 仍藏有某些重要的文件, 正如刘烧藏在书房里的往来书信一样, 一个孤独的一时空来客, 必然有很强的倾诉愿望, 十有八九, 也不甘于自己的这段奇遇就此湮灭, 他暗中留下文子材料, 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于他的妻妾孩子, 谨慎起见, 最好也将其控制, 孩子固然小, 但是妻妾都是成年人, 很难说这个周乐枝对他们说过什么, 或者他们看到过什么, 如此说来, 这株先生当时在宅邸内有不少东西, 岂只是不少, 而是几屋子的物件, 都是哪些东西, 许可立刻来了兴趣, 大多是澳洲货, 刘烧说, 周乐枝不论是隋同王爷号到广东镇上, 还是在京师居庭, 都会派人秘密购买各式各样的澳洲货和部分澳洲书籍, 这些澳洲货大多是冷门的澳洲科学仪器和实验器材, 他专门有一间书房, 里头订做了桌子柜在, 上面摆满这些澳洲酱器, 三五日便要在里头折腾一番, 还将王居和徒弟到处去搜罗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 时而还搞得灰头土脸, 说到这里, 刘烧忍不住笑了, 大约是想起了什么好笑的场面, 他造过器物吗? 造过, 画过许多图纸, 也手工做过小样, 请工匠做出来倒是很是精巧, 只是多是奇迹赢巧之物, 他好谈兵器, 说得头土使道, 纸面上更是汇出无数力气, 真要做却就是这个不行, 那个没有, 王老爷让他仿制南洋步枪的子要, 他推说不会, 让他煮炮, 又说不善铸造, 倒是在东洋田庄上造过一座水车, 是说是要给小高炉鼓锋炼钢, 最后钢也没炼成, 那水车用来如米磨面, 很是好用, 刘烧的时候满脸都是噎语之色, 许可却感受到一阵凄凉,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孤身一人, 呆在完全不能理解你的人群当中, 虽然掌握了虚度资源, 却没法将头脑中的设想化为现实, 纵然是理工出身, 赏之天文, 下小地理, 火药玻璃肥皂配方无一不敬, 但是真的开始做了, 才发觉欠缺了太波的全制条件和工艺细节, 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 连他说的事什么都未必能理解, 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无助感, 许可心想多亏有元老院, 也有书籍嘛, 有许多都是澳洲书, 不知道你们印这些东西出来准备卖给谁, 一摆的里头大约九十九个都看不懂, 他自己写过什么书或者笔记之类, 除了天书之外, 居王之说, 他每晚都有撰写, 写了还会教徒弟, 一讲就讲到深夜, 虽然刘霞不知道书稿里写的是什么, 许可大概猜得出来多半是各种科技, 军事类的书籍, 说不定也有类似海国图志的内容, 本质上和元老院出版的各种书籍, 没太大区别, 对刘氏的训问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 基本上算是摸清了石翁集团的底牌, 特别是岳先生的情报堪称是突破信贷, 最有价值的情报, 还是搞清楚了光复广州以来, 发生在广州的一系列案件的幕后主使和他们之间的网络, 总得来说, 梁存厚在乌骨案里牵扯不深, 甚至甲壁案与他也无甚关联, 但是从刘霞提供的情报看, 他是铁了心要干大事了, 一旦给他搞成呢, 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来看, 各处余孽, 在几年的震荡之后逐渐河流, 形成了虽然松散, 却又能紧密联系的集团, 但是他们整合起来也未定是坏事, 许可心想, 至少给了元老院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尤其是梁存厚一直隐忍不发, 逆来顺受, 让郑宝局始终抓不到他的把柄, 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将其法办, 在舆论上未免引起过河拆桥的议论, 这也是为何这些年来郑宝局始终只是监视, 从未下手的原因, 至于那些飞蛾投火的靖山, 正好给予彻底的清洗, 留下的靖山大户, 虽不见的忠于元老院, 至少不是寄途作乱的潜在威胁了, 这一番血与火的扫荡之后, 广东的局面, 才算是彻底的稳定下来, 相敌之下, 知道石翁是王爷浩, 反倒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毕竟这位王大人的本钱不多, 全靠着不知何处而来的乐先生, 只要把乐先生除掉, 石翁集团不攻自破, 接下来的首要工作, 就是抓住这个周乐芝, 他是穿越也好, 夺舍也好, 再或者是弟子, 抓到了自然间分晓, 确定了重点, 抓捕朱乐芝的, 便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的第一位, 许可把相关情报向中心汇报, 很快就述到了回电, 准许他便宜行事, 这意味着如果抓捕不成, 准于就地处决, 在接下来的一份电报中, 还要求他做好相关材料的回收工作, 如果条件不允许, 则全面消毒, 至于刘霞, 他提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批准, 同时命令抓捕工作结束之后, 将刘霸通过海陆送往广州, 以安全事务联席会议名义发出的电门中, 还批准他享有北直和山东两地的指挥权, 可以随时动用两地所有的元老燕资源, 侦察总局再增加部署一个分队, 见到电门, 许可不敢怠慢, 授权可以看出元老燕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 他立刻将各个小组的负责人召集到了, 许可目前派出了三组重点监视人员, 分别针对王烈浩, 杨公公和夏季山西屋子的身掌柜, 现在他做出了调整, 杨公公与绑架案无关, 小杨公公纯粹是绑架案中的意外插曲, 已经没有必要在他身上花费精力了, 对全部监视布控撤销, 山西屋子身掌柜, 徐和分析, 他在整起案子里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他和核心人物并无基础, 只不过是个打手兼盟友, 监控他意义不大, 因此对其的监控也撤销了, 他将所有监视力量重新分开, 重点监视布控王烈浩集团, 包括王本人, 金文池和王的其他亲信, 关于这些人和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 刘比供了一份详细的说明, 从刘过的供述来看, 乐先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京师活动, 地井他是王烈浩的重要幕僚, 王烈浩有许多重大事物, 都是需要和他商议的, 而且根据刘舍的述说, 很可能还掌握着天书的解释权, 这意味着除非有重大事情, 需要他去亲自处理, 此人不可能离开京师, 也不可能长期不与王烈浩接触, 两人之间的接触相当频繁, 只要他们还在频繁接触, 顺头摸瓜就能找到周乐枝的藏身之处, 许可不认为以周乐枝这样半调子水平的秘密工作, 知识多半还是, 只上谈兵能防得住外情局的监控, 所有监视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 有过丰富实践经验的, 其次便是王工厂的周家老宅, 虽然刘莎说过那里自有周乐枝留下的侍妾和孩子, 并无重要的人物和物品, 但是许可认为此处既原是周乐枝老宅, 现在的这个岳先生又是弟子, 两者之间可能还存在某些联系, 这是一个可能的突破点, 其他方向自然也有可能找到欺辱点, 但是许可认为他们现在人手有限, 对于那些可能性较小的线索干脆放弃更有利, 此人是袁老院的重点抓捕对象, 他对小组的组长们十分郑重地说道, 要是按照大明的说法, 就是朝廷侵犯一定要查清他的具体下诺, 所有人一起点头表示明了, 明斩链问道, 能不能继续动用和连城的人员作为支援, 我们的人手有限, 他们经常会采用开花的模式来规避跟踪, 所谓开花实际就是固步一阵, 或是同时从府邸中抬出多顶轿子, 或是同时从府中出来大量人员, 让监视人员固此施笔, 这个办法很是古老, 但是非常有效, 尤其是在京师这个官府耳目眼线遍地的地方, 前控人员本身行动就受很大的限制, 不能肆意而为, 而且我们的人大多不是本地人, 一开口人家就注意到你是外乡的, 虽说京师的外乡人最多, 终归还是不太方便, 许可沉吟片刻, 道和连城的人比较复杂, 只能做一些比较外围的工作, 你若要他们去监视王的府邸, 还不把他们吓破了胆子, 至少可以用一部分, 您斩链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用对了地方, 都比从广州调人过来更好用, 好, 我批准你的建议, 许可略意思索, 答道, 不过标识不成, 他们太挂象, 而且骨子里都是良明, 干不了这样的脏糊, 好在他们还有其他一些人可以用, 要是江湖人士, 那是再好不过, 杨在, 京师私混的, 都是有些能耐的, 本地也熟悉, 人员火来安台, 你们安排好相关的街头地点就是, 王之, 周乐之忽然呼唤道, 什么事, 乐爷, 王之原在廊下看笑傲江湖, 正看得入港, 听到他招呼, 赶紧丢下书进来, 这年过得乱糟糟的, 周乐之说着, 翻开了桌子上的布册, 王工厂那边也没去, 一提到王工厂, 王之脸上露出的些许紧张的表情, 低声道, 老爷少回吩咐过, 让您尽量别去那里, 两个女人都不是省心的祸, 您一去, 他们又要问师父的事, 您老怎么回答他们, 还能怎么回, 自然是不知去向, 周乐之苦笑道, 我也的确不知师父的去向, 您知道, 可他们不知道啊, 到时候哭闹起来, 您老怎么处置, 王之道, 还有两个孩子呢, 上回他们抱着孩子跪着求您的事, 您老忘记了, 大人哭孩子闹, 搞得街坊们都惊动了, 安安安安, 周乐之听他提起往事, 不觉测然, 师父对我有再造之恩, 如今他人不知去向, 照理两位师母和孩子, 我是应该多多照看他, 至少逢年过节, 也得去请安稳好, 您照看不照看, 也没多大关系, 王之是王府上的厅差, 拨给周乐之使用, 对他自然没太多的尊崇之心, 有王老爷照顾他们, 什么也少不了, 娘母子几个锦衣玉食说不上, 至少也是温饱无鱼的小康之家, 您老去看他们, 反而惹得他们伤心, 何苦呢? 再说了, 你看了他们也不多一块肉, 不看也不少一块肉, 竟这个虚理有什么意思? 这一番话说得周乐之无言以对, 只好苦笑道, 认谁没你会说话, 纪元老爷的意思是叫我少去, 我少去就是, 你且帮我办几样实惠的年户, 独要中看不中用的那种年节礼货, 派人送到王工厂去, 这个容易, 王之见他没有坚持, 也松了口气, 笑道, 不知多少银子, 十二两银子吧, 周乐之说着, 忽然又像是想起什么, 低声问道, 上回我听说有容很不安分, 这波上有些八卦的问题, 立刻引起了王之的兴趣, 他一压低了声音, 是, 我听牧师道长说, 有容闹了几回, 要见王老爷让他找先生, 这我大约也知道, 周乐之中梅道, 我问的不是这个, 这, 小的可就不清楚了, 不过他和节衣不同, 乐护家出身的女子, 打小又是风月场所里养活的, 如今先生又是下落不明多年, 他有些心思也自然, 王之欲言又止的话语说明, 他知道的是不止这些, 周乐之蒙拜他的意思, 愁愁片刻道, 其实还不如让他自便, 贪留在王工厂, 只怕迟早有事, 乐爷您这道不必担心, 有容的爹妈都在王老爷手里, 他不敢作妖, 何况他还有个猪牛顿, 虽说不是轻骨肉, 好歹也是他一手养育长大的不是, 将来总是个依靠, 先生若能回来, 什么都好说, 周乐之苦笑道, 独目难之, 偏偏刘道长也没了去向, 我真是怕, 说到这里,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 刘沙失踪已经不少日子了, 虽说王老爷已经暗中派出人手去通州等处查访, 但是迄今为止, 不论是官面上还是私下里, 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 甚至连相关的消息都没有半点, 周乐之心里十分担心,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刘沙要么已经远走高飞, 要么是被昆贼掳去了, 对于刘沙可能跑路这件事, 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整个行动失败之后, 暴露出来的许多蛛丝马迹都说明, 刘沙手脚不干净, 私下搞了许多小动作, 杨天良的自尽, 也若隐若现的与此有关, 这件事到目前为止, 王老爷尚且彻查, 但是朱乐之心中有数, 刘之有问题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行动失败之后, 只包不住火, 他自然要远走高飞, 若是这样, 周乐之还放心一些, 他最害怕的是, 刘沙已经被混贼俘虏, 若是这样, 不但自己, 连王老爷都在极大的危机之下了, 因为刘娘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吹贼的行事作风周乐之再清楚不过, 先生曾经告诫过他, 慕要对困贼存在半点幻想, 其人行事果断, 下手极其残忍, 而且是肆无忌惮, 一旦得知王老爷就是石公, 他在京师还无大碍, 若是离开的京师, 只怕青客之间便有灭门之祸, 至于自个, 那是更不用说了, 实死无生, 不过这些日子一直风平浪静, 自己周围也没有出现可疑人员, 至于昂昂爷那里, 在反真技术的加持下, 也未出现什么疲动, 根据他们苏集到的信息, 吹贼似乎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杨公公和山西屋子那边来, 然而他想起师父说过, 欲是风平浪静, 欲有可能酝酿着狂风暴雨, 这种异样的平静, 似乎透震某种诡异, 要不要离开京师, 避避, 周乐之思索良久, 要说去触道不是没有, 精华的王家田庄, 他每年都回去, 如今已经赢个有生有私, 王家是当地的靖山, 周围又全是他家的体户, 庄子里续养了几十个家丁, 都是师父当年亲自训练的, 后来还装备了专门购买来着南洋补枪和手枪, 可以数相当安全的一个地方, 但是从这里到金华, 千里迢迢, 荤贼有的是半途拮据的机会, 京师毕竟是天子脚下, 各式各样的衙门的爪牙遍布各处, 荤贼再厉害, 也没法在京城里肆无忌惮的行动, 只要自己小心谨慎一些, 不至于出现大问题, 他没有增加卫士, 除了王芝和徐勇之外, 他身边再无旁人, 刘昭提议他多加些保镖, 特别是用几个王府续扬的江湖好汉, 但他还是谢绝了, 人太多了, 过于惹眼, 也和他的神医身份相去甚远, 现在因为流沙的下落不明, 他连神医的身份也抛弃了, 对外的身份只是一个在京师游学的书生, 这样的人在京师数不胜数, 反倒不容易引起注意, 现在他别无他法, 只能暗中潜伏着, 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钱太冲, 自从周乐枝的拜访之后, 反倒把皇帝的召见这件事抛之脑后, 一心一意地策划起半堂场的事情来了, 座堂的利润大, 收益高, 是来钱快的好办法, 虽说要和回贼合作, 但是亦属无奈之志, 至于捆贼是世仇, 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好在大墓身边的人都以自己马首是瞻, 阻力预计会小很多, 他还多了个新年, 若是做出来糖, 多半只能想回伤销售, 利润的大头依旧不在自己这里, 若是能不通过婚贼, 直接运出福建销售, 岂不是能挣一大笔钱, 尤其是这回自己在京师的活动收获甚大, 若是能直接将糖运到京师, 但是转念再一想, 从安亭外运大宗货物, 除了海运别无他途, 说来说去, 还是绕不过轮贼, 吹贼若是不允许正式船只外航, 他做出多少糖来, 也只能卖给灰商, 推贼对张州湾实施全面的封锁, 只有悬有其令旗的船只, 才能出入张州湾, 令旗谁都可以申请, 唯独原正式集团成员不能申请, 这等于变相掐死了正价的贸易路线, 正式集团的分裂出去的个股, 为了避免被彻底掐死, 不得不改其意志, 将名下船只卖给代理人, 由代理人再去申请, 虽说这套换皮能把坤贼糊弄过去, 但是令旗的价钱不菲, 依贼还推行商船母港注册制度, 若是以张州湾各港为母港的, 注册费都上浮两成, 为了节省这两成的费用, 又把母港纷纷注册到其他地方, 一来二去, 原正式集团的各路东家, 渐渐发觉自己对手下船只, 失去了直接控制权, 海商多半续养翼子, 作为出海贸易的代理人, 如今, 儒贼的政策使得这些翼子, 成了元老院海上制使下的船只, 和令旗的所有人, 若是一切太平无事倒也无碍, 真有些什么风波意外, 这些船只, 请客就和自己不相干了, 虽然已经觉悟, 但并不能改变现实, 前太冲旁观者清, 可谓心知肚明, 思来想去, 到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 走代理人这个法子了, 好在统太郎等人都颇为可靠, 大可托付, 只要船只能胎出去, 就能挣钱, 至于这钱怎么挣来的, 另当别论, 眼下钱太冲, 收陷的整个集团活下去, 不论是马托斯的黑猿雇佣兵, 还是捅太郎的日本武士, 光靠中意两个字, 是维持不下去的, 若能复兴正家, 忍一时的委屈也不碍事, 只是自家愿意低头, 又如何能搞到困贼的堂厂呢, 他这些年一直与混贼为敌, 算得上少有的知乎人士了, 但是对堂厂这些还真没有注意过, 乐先生倒是说过, 吹贼会定期标卖设备, 只是要去广州, 正在胡思乱想间, 忽然会馆的管事人来通顶, 外面有客来拜, 这来拜的客人, 正是前不久把他拿去的锦衣卫官校, 不过这一回他们客气了许多, 不但见了李, 还称呼他为老爷, 将他请入了一顶小轿, 轿子抬起, 轿夫急步如风, 昏天黑地狱不知走了多远, 待到出轿的时候, 正在一处家道之中, 飞檐红墙, 显示一处宫室之内, 前太冲不敢言言语, 只在轿外等候, 不得片刻, 果然来了两名官宦, 将他引到一处殿雨之中跪后, 他知道见自己的人必是皇帝, 上回让他留在会馆, 独要离京, 就说明皇帝还要召见于他, 此刻他的心穷是又惶恐又高兴, 上次召队, 皇帝的性质大多是在回贼身上, 与正家并无太多的表示, 不过, 既然皇帝对亏贼有很大的兴趣, 利用这反魂大事, 让皇上扶持正孙, 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 他想起岳先生的话, 心里默默盘算了好几遍, 这才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他赶紧做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 恭候皇帝驾临, 薛声藏藏, 只听得有人经过, 这时由小太监轻声提醒, 见驾了, 前太匆忙站起来身来, 报名而入, 跪拜如遗, 崇祯皇帝自从召见了杨子昌之后, 心里已经接受了 让外必得安内的简言, 在南北两个方向采取首饰, 对内全力剿灭流寇, 东卢方面, 由于最近孙元化和邓州军的表现出色, 情势一见趋稳定, 剑鲁去年攻入朝鲜, 虽然给朝鲜朝野极大的震撼, 一度将其逼迫到去守汉城的窘拓之地,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孙元化指挥邓州军的积极行动, 一旧江华岛, 二旧南汉山城, 三战压绿江, 使得其无功而返, 朝鲜依旧是大明的藩树, 拿不下朝鲜, 则满清的东义不稳, 朝廷在宁锦一带的防线算是基本无碍, 至于南院的贪贼虽然拿下了两广, 但也止步于乌领不全, 目前南北两线均无重大战役, 正是剿灭流寇的大好时机, 但是南线方面却有比较大的隐患, 纯贼战力极强, 多次劳战都是一哨胜波, 朝廷官军多不能敌, 非重兵不能压制, 偏偏两广失陷之后, 朝廷在南方的重兵集团已损失殆尽, 江西、贵州、云南、福建各省, 要么兵力空虚, 要么本身内部不稳,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军队来防, 副宗龙虽是织兵能臣, 难干巡抚麾下亦有数营人马, 但是较之于漫长的战线和灰贼的赫赫战力, 多少有些不服使用之感, 昏贼来攻, 所谓的防线不过是保纸一张, 若是要像王锦衣县的官宁军一样, 健身的重兵集团, 朝廷非得破产不可, 因此如何少花钱多半事, 就成了皇帝和阁臣们眼前最重要的课题了, 朝府显然是一个最便宜, 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当然皇帝对朝府这件事颇为有欲, 毕竟剑鲁和回贼已经猎土剑号的巨鲁, 不论具体的朝府条件如何, 朝廷和自己都会颜面无存, 尤其对一直滋滋以求当个圣君崇祯来说, 心理上更是难以接受, 特别是朝野上下都有许多大臣反对朝府, 一旦露出朝府的风声来, 皇帝吃不准有多少人会激烈的反对, 虽说他是圣公独裁, 朝臣再激烈的反对, 也不能动摇他的施政意图, 但是年轻的皇帝却比历代祖先更看重朝廷大臣对自己的风平, 常常在重大的举措前举其不定, 这一次的朝府他亦是走一步看一步, 他亦将自己的想法些许透露给了内阁诸臣, 从他们模棱两可的照对来看, 要不是没完全理解自己的意思, 要么就是在故意装糊涂, 这帮酸子一个也不肯替知府分报, 皇帝心中暗暗生气, 其他人也就罢了, 这温体人入阁以来堪称善解上义, 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却表现得不甚积极, 自然咯, 义和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 朝廷上少不了又要有一场风波, 而温体人的态度, 让皇帝对他的信任愈发消减了几分, 这还只是朝廷的问题, 皇帝虽然年轻, 但是基本道理也是明白的, 就算他力排众议, 促成平易以和, 但这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若是不给文贼一点压力, 春贼也未必愿意, 大张旗鼓的征收, 挥响, 任命副宗龙担任难干巡抚练兵, 等等措施都是给混贼施加压力, 让他们意识到, 朝廷仍旧有倾注权力移战的能力, 除了副宗龙之外, 培养一支偏师牵制狐贼, 也不失为一个法子, 他第一次召见钱太冲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这个主意, 郑之龙集团的兴亡皇帝是全程莫多代, 虽然东南海上巨渠已经不复存在, 但这钱太重不但熟知枯琴, 还有一番做事业的热血冲动, 郑森和魂贼还有杀父之仇, 稍加扶持就是一支能牵制狐贼的偏师, 关键是花不了朝廷多少钱, 此刻他看着眼前的书生, 却又有些疑虑, 此人能不能担此作战,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问道, 你素知魂情, 即如此, 朕来问你, 如今天下之事, 当如何应对困贼? 这是应有之问, 钱太冲早就不知道, 在心里模拟过多少次了, 若是在过去, 他必原是静言痛教, 不过这些日子在京师奔走和乐先生被谈之后,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朝廷极无实力, 也无意愿去痛教困贼, 一文钱逼死英雄汉, 在张州湾是这样, 在京师也是这样, 在这朝廷要痛教, 郑家又能做什么呢? 自家这点家底连张州湾都出不去, 至于那些青族们不收了魂贼的钱, 打过来就算不错的。 当即道, 魂贼盘踞两广, 骑士建成, 若有一股作气痛脚, 朝廷非太重臣, 调重兵不能为之, 只是眼下兵腿想法, 一时难以愁促, 说到这里, 他微微抬起眼皮, 大量皇帝的表情, 见崇祯表情如常, 便知自己揣摩得不错, 当下大着胆子继续道, 没有徐徐徒之。 哦, 如何徐徐徒之呢? 皇帝问道, 前太冲当即将自己思考多日的方略献上, 前面几点诸如练兵, 肃奸, 保甲等等, 都是老生常谈, 并无心意, 说到愁想的时候, 才有与众不同, 练兵不外乎是一个想字, 天下多事, 朝廷愁想艰难, 然棍贼所盘踞, 不过两省之地, 却是享足兵精, 就其本应, 实乃是有功伤之地。 灰贼为何兵精全都, 崇祯其实多少一听说了一二, 也知道昏贼重功生轻农士, 但是具体怎么个功伤厚利, 他并不清楚, 听钱太冲说及, 不由的来了兴趣。 崇祯虽然不如他的祖父那么贪婪, 但是论及对权的渴望, 并不信色于乃祖, 实在是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不管如何的想法, 自开源节流, 弄得愁也怨声载道, 呆花花的银子, 独减得增加多少, 花出去的银子于日俱增, 户部因为开支俱增, 府库如洗, 左支右处, 上书一职, 已成为人人畏惧之差, 每次照对, 只要一说到钱, 立刻就是死一般的沉默。 你且说说, 这文贼是如何有功伤之力的? 钱太冲当即将自己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一一沉重, 其实昏贼为何这般富裕? 按照钱太冲的认识, 就是海外贸易发达, 每年从国外赚取大量的白银。 海外贸易能赚钱, 在大明是人人都明白的事情, 但是朝廷却从中没获得多少直接的好处, 究其原因乃是税收管理十分之落后。 虽有关税, 实则税率极低, 证书风法亦不科学, 每年几百万辆的海外贸易金额, 从中获取的税收却是寥寥无几。 澳门这个东西方贸易的窗口, 每年为葡萄牙人商人赚取几十万白银的收益, 大明获得的只不过是区区几百两的地租。 全太冲接着说道, 荤贼与海外贸易却有一套完善精密的做法, 海商进出口货物按照市场需求的松紧, 随时调整抽水额度, 光是海关, 每年就能收取大量水收, 而且他们通过海商还能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购入稀缺的物质。 推贼出占两广, 实用匮乏, 即从硬度购布, 从千罗购米供应市场, 平易物价, 故而两地百姓均为其所获。 仅仅大量赚取白银, 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的富庶, 真正待, 原因其实是乐先生来拜访他之后, 他才弄通胆, 那就是魂贼从海外贸易上获得的大量银子兵, 不像郑家或者其他海商那样积蓄起来藏在库房地窖里, 而是转手又把银子花了出去, 从海外买入各种货物。 白银本身并不是财富, 这个概念前太冲是琢磨了好几天才搞明白的, 金银并非财富, 时乃等价值交换物而已, 财富之本身, 还是米粮布铁种种名声之物。 朝廷若能广开口岸, 革新关税, 不仅每年可作收一兆白银, 亦可从海外购入军器, 粮食, 纵然欠收不足, 进口几成, 既能弥补官用, 不必加态加征, 百姓们亦能喘息, 于流寇亦是福地出兴之机。 米粮从海外进口, 崇祯大使以惊, 自古以来还从来没听说从海外购买粮食来弥补却收的, 他摇头道, 海内一兆百姓, 区区一个鲜罗能产多少米粮, 朝廷又能有多少银子。 陛下有所不知, 钱太冲到, 鲜罗, 吕宋等地大米发卖之时, 美食不过一二钱银, 算上水饺费用, 倒得广州也不过三四钱银子, 浑贼每船少则两千石, 多则上万石, 日月月书川流不息, 每年入口的班罗南洋稻米, 不下百万石。 吹贼到底从海外进口了多少稻米, 钱太冲, 并不知晓, 具体数字是乐先生提供的, 实话说, 他也觉得太过玄幻, 但是乐先生却说, 这个数字只有低估, 绝无夸大。 居然要皇上接受自己的献策, 话说得夸张一些, 也没无不可。 果然, 皇帝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沉吟道, 海茂极是其一, 那么其二呢? 海茂是商, 其二便是公了, 钱太冲荡, 昆贼屡屡已少胜多, 仪仗的不外乎船间泡利, 各色澳洲货物, 亦不过是平常之物, 烧市加工, 便可溢价十倍百倍, 微臣见经时之中, 澳洲火甚多, 区区一合澳火, 亦要二三十文, 此物在广州发卖不过十文, 工坊整批发售, 每合纸两三文, 如点石成金, 焉能不负。 历后莫过于工商, 崇祯皇帝点头道, 古人之言姓氏, 只是先生所言, 皆是回贼之计, 钱太冲赶紧道, 微臣斗胆, 尽献一策, 望皇上恕罪, 清和罪之有, 但说无妨, 施除济欲让无, 钱太冲触点良久, 终于把这话说出了口, 这一刻他如实重负, 这句话和类似的意思,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 听朝野中的有识之士说过, 类似的话, 他和郑森集团中的 主要头目也聊起过, 但这只是他们 私下的共识而已, 不论是良存厚, 还是钱太冲, 在你或是其他人 都清楚在朝堂之上 可能遇到的阻力, 突记却有长处, 皇帝点想起狐贼 在宫里面的南洋户, 又问道, 这是如何失职? 钱太冲见皇帝 对此有兴趣, 立刻献学献卖, 将当初乐先生 与他说的话 改头换面又说了一番, 出贼重力轻易, 只让有足够的利益 他们自然肯传授, 这些日子, 钱太冲一直在 思量乐先生说的话, 结合着这几年, 他和梁存厚等指挥人士 交谈一集, 阅读到的困贼的 报纸书籍上的内容 重新揣摩了一番, 故人想到了一个 全新的策略, 这个策略不再是 半堂场这样 简单的技术引进, 而是要从根本上 改善郑家的局面, 要想皇帝扶持郑家, 就得让郑家 重新变得有用, 紧紧窝在 张珠湾里半堂场, 只能改善郑森集团的 经济状况, 却改变不了 作困酬成的局面, 待在张珠湾里, 郑森是不会有前途的, 即使朝廷肯扶持郑家, 在窥贼严密的封锁 和分化之下, 根本成不了气候, 迟早也会被皇帝抛弃, 违京之际, 只有跳出张珠湾, 另谋发展, 虽说老话是人离相见, 但是眼下的张周湾, 郑氏集团原本的各支队少主, 不无虎实单单, 千方百计谋夺财产, 留在那里, 只不过是众矢之地, 跳出来才有新的机会, 原本郑之龙活着的时候, 着力经营台湾, 但是自从金门大战之后, 台湾的郑氏家业 已被昆贼夺去, 那里并不适合发展, 臣请皇上开上海为通双口岸, 访广州当言诗, 前太冲饼道, 开上海为口岸, 崇祯吃热一惊, 诗如今两广失县, 广州已被混贼所献, 海冒收入尽归其囊中, 若是在上海富士一口岸, 重设提举史巴斯, 专管洋传贸易, 征收关税, 每年朝廷即可得税赢二十余万两, 二十万两, 这个数字让皇帝的眉毛微微一动, 即使朝廷二十万两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天启元年浙江, 南直立这两个十八省中最富数的省份姐, 运道京师, 太苍白银, 也不过三百二十五万两, 天启七年, 从广东调印库赢三十七万两入金, 翻库便为之一空, 一处上海口岸, 靠书洋伤关税就能获赢八十万, 但是郑之龙活着的时候, 就已传闻他的手下的掌柜, 管事, 偏江就已有几十万乃至百万的家产, 安平之战后, 锦衣卫秘密密到福建调查, 说灰贼一直从安平等地掠走白银三百万两有齐, 如此说来, 一年二十万两的关税亦不算离谱, 看到皇帝心动了, 前太冲又将在上海设置口岸的好处吹嘘了一番, 上海背抗富富数的江浙繁华之地, 物产风饶, 不论是生丝、绸缎、棉布、器具、 甘鲜国品都是洋商们喜爱的窍货, 还有长江的航运便利, 长江沿岸的出产都可以顺流直下, 运到上海出口, 然而皇帝却躊躇了, 实话说, 这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了, 大明的海外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和大明的很多事物一样, 并无某个具体的机构来管理, 也说不上统一的管理规范。 崇祯青年登基, 少年时代并没有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和历练, 对朝廷的制度所值甚少, 前太冲提出的建议看似美好, 但是对他来说, 却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性, 虽然前太冲使用了一个旧制度名称, 士博斯, 但是海茂的陌生感依旧使得他下意识地产生了恐惧版, 看到皇帝犹豫不决, 前太冲知道, 这样的大事不可能凭他一言决断, 少不得还要经我庭议, 好在乐先生和他说过, 朝野各路大佬支持搞胡误的人并不少。 当即他又到, 微臣已将此事写成劫掠, 求皇上过目, 当下从怀中取出一个厚厚的折子呈上。 与前太监忙接过折子放在御书案上, 前太冲作道, 若皇上依臣所请, 权欲奉郑士并麾下将士传之资产欠往上海, 为朝廷当元广州三十六行之差。 三十六行就是广州过去的代理洋商贸易的三十六家牙商, 担任海商牙商固然获利丰厚, 可以富可敌国, 但是牙商本身亦需要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贸易渠道方能胜任。 以郑森集团的实力来说, 担任海商牙商并非难事, 一旦得到了护布雅铁, 便成为由朝廷光环加持的皇商, 况且郑森本人又是十打十个世袭武官, 两者加持。 上海县岂不就是郑家之天下? 皇帝微微汉少, 的确以郑家过往的历史来说, 这的确是个能让他们充分发挥长处的办法, 他们继续留在张权, 几乎毫无用处。 沈游龙在作者中秉说张州湾哪员郑家各股势力, 彼此水火不容, 对困贼毫无牵制, 反倒争相与魁贼贸易。 既然他们愿意迁出亦非坏事, 崇真心下, 且不论最后在上海设口案件是不思之事, 能不能成, 郑森集团只要报了上海, 就全凭朝廷拿捏, 远不像在福建那般天高皇帝人, 听调不听宣, 虽说郑家惊非昔比, 至少郑家依旧有一只朝廷没有的大型船队和几千人马, 还不用朝廷发想, 单纯用来拱卫江南亦有用处。 当下道, 爱卿群权之心可嘉, 奏请上海涉事博之事, 朝廷自由处置, 郑氏院签上海, 朝廷欢迎之志, 到时日镇下旨地方, 自有妥善安排。 谢皇上, 钱太冲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赶紧跪下磕头, 虽然涉事博司一事, 并未得到应成, 但是允正家被迁上海, 说明皇帝对郑家十分之看重。 上海虽不过是松江府之下一线, 却是南直复兴之地, 距离南京更是尽在咫尺, 若无充分的信任, 皇帝是不可能让郑家这样原本半独立性质的海商集团迁到上海的。 对前台冲来说, 只有得到皇帝的信任, 才是成就事业的关键, 尤其是眼下主少国仪的郑家, 若无朝廷庇护扶持, 自己无诸葛孔明之才, 想要复兴正事, 就是无本之步。 现在, 皇帝已经充分表达了他对郑家, 不是对自己的信任, 郑家到底是终世间, 皇帝未必清楚, 全是看他的言行才下的结论。 思良至此, 在感激替丁的同时, 前台冲一步免飘飘燃起来, 至于你, 宫中国体, 甚为可嘉, 皇帝道, 朕有心要提拔你, 你的本职是征诸海防同治衙门俭相, 这样暂为你为海防同治衙门之事, 专任安平海防事宜。 谢皇上隆恩, 同治衙门的简校虽是官, 却是没有品级的未入流, 知事却是正九品的官员, 而且专任安平海防, 虽说他原本也极少去漳州海防衙门当差, 多在安平等地活动,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头衔, 在安平的活动名愈发正言顺, 你暂且不要离开京师, 皇帝继续道, 微臣知道, 全太冲一阵狂喜, 这是还要继续赵队的意思, 从前两次赵队看, 皇上对自己颇为满意, 若接下来赵队得体, 士博司的事情又能顺利办下来, 便是减在地心, 前途不可估量呢。 虽说他不过是个圈拿来的国子健身, 但是现在国事日促, 朝廷用人一件件不拘一格, 孙元化不过区区一个举人, 入室不过十多年, 现在已经是正八经的挂兵布侍郎, 闲得登来巡抚了。 他自问才华并不比孙元化差, 无非是孙元化有好岳父, 又利用了先混贼的关系, 才能清云直上, 他虽没有个好岳父, 但是和魂贼打交道可比孙元化多得多, 朝廷若是真得兴办空物, 自己就是头等的人才, 搞不好用不了十年, 自己亦能做到一方大员。 怀着这样卓越的心思前太冲, 从宫里头被景一卫送回会馆。 当晚乐先生又一次飘然而至, 一来便连声恭喜, 前太冲心中亚裔, 心道这乐先生不知是什么来头, 他今日与皇上的奏对, 到晚间子人便全都知晓了。 乐先生先是恭喜了他的升官, 又对他提出的开上海为口岸一事赞誉有加, 并延伸自己一定为之境地, 争取让朝廷通过此事。 说来学生正担忧此事, 前太冲不是三岁小孩, 亦非出入官场, 深知朝廷的弊病。 但凡朝廷有重大的举措, 往往会拖他数月, 一而不绝, 皇上举旗不定, 许多官员出于各种目的, 总会百般反对阻挠。 先生忧虑的是乐先生点头, 此事的确不易办, 不过朝中有识之事甚多, 我将老爷暗中加以联络, 在朝中形成舆论, 自然事半功倍。 你张卯爷是哪一位? 钱太冲不极十分好奇。 乐先生微微一笑, 并不答话, 钱太冲知道自己问得冒昧了。 这且不论, 乐先生道, 上海的情形你可知一二, 略有所知。 钱太冲这些年相当于郑森家的散项, 大小事物事物巨细样样都要经手, 对上海的情形自然知道一些。 听说上海由靖深联合举办了一家大船行, 名为周商行, 专司北扬各处航线, 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你可知道, 这家招商局的股东是何许人也? 不用问, 自然有酷贼。 是了, 乐先生扶掌道, 除了喷贼呢? 据闻是崇明沈亭阳, 此人我略知一二, 他将原就是上海的沙船帮帮主, 麾下沙船数百只, 专走南北洋贸易。 肚子他, 江南靖深大约有许多参股的不足为奇。 先生是直知其一, 不知其二啊, 乐先生摇头道, 这江南靖深四个字, 可不是不足为奇, 四个字可以一笔带过的。 这话激起了钱太冲的好奇心, 问道还有哪里的大佬? 实话告诉你吧, 招商局的第三大股, 多是附设诸公。 附设, 这下钱太冲目瞪口呆了, 纵然他这些年一直在张权一带活动, 也知道附设这个团体, 知道张图等人的大名, 他们怎么会与混贼混到一起去了? 钱太冲不由地张簧起来, 若是回贼在江南有附设撑腰, 就算在上海设的是博斯, 只怕也没有半点生意可以做, 谣论每年二十万两的税收了, 这, 这便如何是好? 不要慌张, 乐先生先定了他的心子, 天如与混贼合作, 原本亦是虚于尾蛇, 如今, 仇贼狼子野心暴露无疑, 天如异欲除之, 只是这跨海经商之事, 他说着, 似笑非笑地望着钱太处, 是, 是, 只要朝天温准上海开步, 学生自当尽力, 钱太冲明白他的意思, 当即又成道, 只是不知这开步之事, 朝廷能否用运? 此事倒是不必太担心, 乐先生道, 朝野持诗魂迹, 让无知义的大佬甚多, 何况天如意有此论, 有他助力, 可谓事半功倍, 是, 是, 群来尊龙龙话, 钱太冲赶紧拍上马屁, 乐先生珍重其事道, 先生谬赞了, 天下半凡有见识的, 既知我华夏非是流寇, 亦非东颅乃是魂贼, 朝野诸公怎能不知道这里头的要害, 只是魂贼船兼炮力, 天下又是多事之秋, 只能徐徐徒之, 是, 是, 学生佩服, 乐先生打量了一番钱太冲, 道, 先生熟悉魂情, 将来必是办理困物的能源, 前途不可估量, 学生惭愧, 乐先生又是一笑, 第一声道, 还有一事, 我这乡里许你说, 办与不办, 都在于你, 不知何事, 天如正谋化遗斋复相之事, 此事颇为棘手, 若是先生在这个节骨眼上, 帮衬天如一把, 想来天如必当领情, 大约这一瞻亦要谢正家, 不知道棘手在何处, 钱太冲一时没明带过来, 话音未落才恍然大悟, 暗骂自己蠢笨, 赶紧道, 这是小事, 只是学生与天如素不相识, 这是我的一张明帖, 你拿着去苏州便是, 乐先生从袖中取出明帖, 你的是, 他大体都知道, 只要将这名帖头上, 自然会见你, 可是皇上, 钱太冲, 想起皇帝的嘱咐, 眼下令和冰封, 待到春暖花开之日, 开布之事, 必有定论, 夜古两点, 崇征批复完手里的奏折, 又翻看了下通政司, 刚送来的奏本, 十多本奏折都有隐皇, 粗粗浏览并无太紧急的军国大师,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不知是不是这些日子, 来他日以继夜的祷告祖宗神灵, 有了效果,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钱清宫屏风上的三大患, 东鲁, 囤贼, 流寇, 都还算太平, 没有什么再让他震惊的坏消息传来, 今日就早些安息了啦, 因为身体太过劳累, 皇帝奔咒嫔妃事情, 直接回暖阁就请, 晚间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只猴子, 在山崖之下哭啼,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引来群猴相问, 哭啼的猴响指天上日月, 愤怒的垂胸, 群猴想上天摸日月, 却不能够到, 又见水中有日月, 群猴乘船捞月, 正忙着捞月, 忽然又来了一群猴子, 也要捞月, 第一群猴子不肯, 三方混战起来, 打得不可开交, 他在梦中看到后大笑, 不料迎来群猴愤怒, 一起向他扑来, 他急忙喊左右侍卫驾, 却无一人应承, 眼瞅着就被逼到一棵老槐树下, 忽然湖面上来了个法子, 又是一群猴静下来趁戏捞月, 三群猴子正闹得不可开交, 却见法中猴内, 蹦出一个猴王, 高大威猛, 挥舞金箍棒, 打得另两群猴子吱吱乱叫, 忽然这猴王朝着崇祯大喊, 无奈孙悟空视野, 区区凡人竟敢向俺, 吃俺老孙一棒, 崇祯忽然被噩梦惊醒, 吓出一身冷汗, 这才发现是一场梦, 这梦境的日月, 不问也只必是指大明, 猴子乘船捞日月, 想必是窃我大明河山, 真是可笑, 日月行与天, 儿等猴子岂能染指, 这群猴子只不过白费心力罢了, 这样想着崇祯心意稍微平复了, 用过早膳, 御前太监送来了南洋水谷, 翡翠的碟子里, 盛放着黄澄澄的B形圆形果肉, 在这冬日灰冷阴暗的电雨中, 显得很是鲜艳可爱, 说是南洋水果, 其实人人都知道, 这是从魂贼庙里买来的, 这种无人认识的南洋奇珍, 装在昂贵的玻璃瓶子里, 住满了香甜的汁水, 千里迢迢从南方郡到京师, 打开之后, 依旧保持着水果原本的清甜爽口, 在冬日里来上一口, 实乃是人生的枝高享受, 自然, 昂贵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这一叠子水果不过三四片, 就要将近十两银子, 皇帝一直觉得这样的享用太过奢侈, 有心采取这种享受, 所以眼下皇帝享用的南洋水果, 都是由田贵妃家, 禁奉来得他家的南洋货最多, 看到南洋水果便想到了昆贼, 但是这一回皇帝对昆贼的恨意小了不少, 一来春贼有太多有用之物, 眼前的南洋水果且不去说, 各处都府都在奏请朝廷准许购买南洋枪炮, 登来军和广宁军中使用南洋枪炮, 屡次挫败东的进攻, 虽说没什么振奋人心的大劫, 但是总算不是动辄败计, 也能弄来十几几十个真裸的人头来, 若真能与胡贼一合成功, 不仅东南压力可以减轻, 或许还能从回贼处搞到更多的枪炮子样, 按照知昆官员的说法, 昆贼不分是非敌我, 给钱就卖, 用过水果, 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内阁老门商议朝政, 崇祯十年的内阁是由温体人担任首府, 阁辽如薛国官刘宇亮, 张智发多是他的党羽, 堪称是温室内阁, 温体人此人在史书上名声极坏, 逢迎上义排斥一几方面不遗余力, 但是他办事能力强, 尤其是行明前谷等实物, 阁辰多只能坐而论道, 甚至又瞠目结舌, 不知所谓的他却能寻寻到来, 未观清廉, 即使是政敌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把柄, 在时局动荡, 内忧外患的状态下能应对处理各项繁琐的政务, 办事能力可见一斑, 故而崇祯朝好成有五十多香, 却以温体人在位最长久也最受皇帝的信任, 当然, 这种信任还因为了另外一种当今皇上十分喜爱的品质, 慎毒, 温体人当政的时候, 始终能保让皇帝相信自己不结党, 党称是皇帝最为不喜之师, 若是哪个官员涉嫌结党, 必然会引起皇帝的厌恶甚至霸翅, 东临党从崇祯初年的重政在朝, 不过几年功夫便被排斥出权力核心, 与皇帝的这一心态有莫大的关系, 不过在明末的招局中, 隔城若是无党, 连这个位置都坐不住, 温体人不带有党羽, 而且整个内阁基本都在他的党羽把持之下, 而皇帝却浑然未决, 游自以为他是孤中, 中午的阳光难得照进门华殿, 投射到殿宇的盘龙柱上, 使得盘踞柱上的精致雕龙, 显得展翅欲飞, 冬季的赵队并不安排在空旷高大的正殿中议室, 而是在冬暖阁中, 温体人是阁臣中最后一个来到暖阁的, 他来得持并非彰显自己的首府地位, 更多还是要表现自己不与人思议的慎独之态, 阁僚们一般总是六七个人, 但是照对之时并不全属到场, 不过自家进以后, 内阁首府权柄最重, 票拟之权基本尤其把持, 只要首府到场, 政务也就能办理了。 他来到暖阁中, 与阁辽曼见过礼, 便在暖阁中端坐, 闭目不渝。 自然太监们都在外头当职, 但是皇帝知道, 他们在暖阁中的一举一动, 连说了什么都一清二楚, 故而他干脆闭口不言, 一来表示他与阁僚们没有私交, 二来也避免祸从口出, 讲了什么不应之语, 当初他就是抓住了周延如的一句无心之言, 把江琪赶出魅阁的, 三来也把今日照对的内容先在腹中再过一遍。 皇帝召见阁臣具体谈什么并不一定, 但多是最近的重要政务, 有些虽是几年的往事, 之前也会有旧事重提的征仗, 都要预先做好复稿, 皇帝一旦咨询便要有处置的荒烂, 还得符合皇上的心思, 这里头就得有揣摩的功夫了。 若说这几年的重要政务, 不外乎皇上最为揪心的三大透和绵延不绝的天灾了, 但这并不是温体人关心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虽然重要, 都有往年旧力可以用, 赵章败事票你处理并不会出什么差池, 至于下头处置的如何,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眼下最关心的并非军国大师, 而是辐射, 东陵和辐射是温体人的死对头, 尤其是他构陷乾隆锡, 霸指乾千亿, 周延如之后与东陵辐射已是同水火, 从去年他就得到了消息, 辐射正在暗中运动, 让周延如出山入阁, 周延如此人当初是他的盟友, 两人一起合伙搬到了乾千亿, 只不过后来为征首辅之位, 才反目为仇, 如今他要借助东陵和辐射的力量重归, 是温体人眼下最大的危机, 此人一旦回朝入阁, 在朝内就会迅速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温集团, 温体人深知自己这些年, 在朝中得罪人甚多, 只要有人出头, 必然有人群起而攻之, 何况他背后还站着朝野内的两大政治势力, 周延如此人并非东陵党成员, 和东陵党的渊源却甚深, 他是东陵党党魁业相高的门生, 虽说因为乾千亿得罪过东陵, 但是他入阁主征后, 阻止了崇祯启用被燕党逆案牵连的王之臣等人, 并利用自己主持会时的机会大肆提携东陵党和副社, 中人, 包括罗东二章中的通天教主张谱, 失事返乡后的周延如, 看似过着寄居山水, 退居临下的隐退生活, 实则和与东陵党和副社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这也就是东陵党和副社之所以极力促成周延如负起的原因, 因为周延如虽非东陵, 却胜似东陵, 而且他弹劾过东陵党的重要成员, 乾千亿和乾隆兮更具有迷惑性, 可以轻易获得崇祯的信任, 这通天教主手段还真是厉害, 温体人暗想, 东陵党他倒不是太在意, 因为经过崇祯出言的集中大事, 尤其是袁崇幻事件之后, 皇帝对结党十分犯计, 对东陵党人更是有了很大的戒心, 有意识地排斥东陵党进入权力的核心, 但是素有小东陵之冲的副社, 却因为周延如主政的几年的刻意提携, 渐渐成了气候, 如今俨然是朝堂上一股强大的势力, 虽说他们还没有代言人进入中枢, 但是势力已经遍布京师和地方, 张普谋划周延如富起, 以性之大不言而喻, 而且由他穿针引线, 连当初周延如得罪过权谦, 一如今也加入了这个富起的谋划之中, 自然这种支持不是没有代价的, 很可能周延如已经承诺了一旦富起, 将帮助其重回朝廷, 搞不好还要二次入阁, 比起多少有些声名狼藉的周延如, 前千亿的威胁要大的多, 他的名气比周延如好的多, 还是文坛大家, 东陵首脑之一, 一旦富起, 必然会联合周延如对付自己, 要知道当初自己可是企图置他于死地的, 此人若是富起, 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自己, 确确地说周延如要富起, 东陵, 富社集团首先就得把自己铲除掉, 一想到这里, 温体人便觉得盲刺在背, 这件事得尽快解决才是, 如何解决呢? 周延如的名声很不好, 在朝时候就劣迹斑斑, 其家乡更是有人要淘汰的祖坟, 但是仅仅这些, 还不足以败坏皇帝对他观感, 毕竟这些都算是小节, 温体人为官多年, 身知圣券十分之一变, 而内阁首府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稍有不慎便会成为千夫所指, 要把威胁尽快消灭掉, 这一瞬间他已经动了杀意, 没容他继续思考下去, 皇帝来了, 今天皇帝的气色较之前些日子要好了一些, 都在晦暗无光, 阁辽们知道, 最近局势平稳, 皇帝的心情大约也好了不少, 君臣见过李之后, 皇帝在宝座上露宿, 他昨晚虽做了怪梦, 但是后来却睡得很踏实, 今日起来, 觉得精神较之往日要好了不少, 自从每日晚上, 田妃敬奉南洋水果之后, 他觉得比以权要有精神一些, 不知不是不这水果的功效, 有关这水果的功效, 太医们亦要有一番争议, 因为太医们从未见过, 说不出各自丑英卯来, 到底是上火还是去火, 亦是争论不久, 崇祯十分恼火, 干脆霸斥了太医们的意见, 温体人见皇帝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 便将近些日子各处的奏报, 拣选一些比较要紧的事情禀告, 多数奏报皇帝读过天皇之后, 不必细读就可以直接由内阁票拟, 交私礼兼批红即可, 只有少数重要的军国大士需要征询内阁的建议, 从形式上来说, 还是圣公独裁, 崇祯充灵即位, 并未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和烈恋, 对具体的政务处置实际, 还是以阁臣们的建议为主, 温体人最擅长揣摩上意又善事物, 因而他的奏对往往能符合皇帝的心意, 至于其他阁僚们, 多是温体人一打, 很少会提出相反的意见, 因而朝廷的政事多绝于他一人之手, 温体人一人决断内阁事务, 视同僚为木偶, 把持票拟大权, 皇帝不以为怪, 反而觉得他孤中, 故而当时人都皇帝是遭温量, 带到政务意的一个段落, 皇帝缓缓开口道, 盆贼猖獗日久, 以献良省之地, 朝廷竟奈何不得, 朱卿不知有何策略, 可治其患, 自从忽贼齐袭广州之后, 吞贼也登上了朝廷军国大事的议事日程, 大小朝会中时常被提及, 洛说的狐贼之事, 其实比支东鲁, 刘寇其实都要罢得多, 东鲁取经为止, 也只是占去了辽东都司, 广宁故地, 莫要说, 关内寸土, 便是锦州当光外要碍, 依旧在朝廷掌握之中, 刘寇迅如烈火, 确实悬起神铺, 四处流窜, 虽然一度攻下过中都,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是从来没能长久地占据州线, 唯有这苦贼, 不过两年功夫, 便占去了两广之地, 大明立国以来, 除了放弃安南之外, 还从未有过如此实的知识, 这几年, 朝义对征讨苦贼的事, 也议过不止一次, 但是始终不得要领, 要用兵用钱的地方太多, 比支援在南锤的梁广, 举京师不过几百里, 几次破关而入的东鲁, 和一直在中原腹地, 左冲右沙的流寇, 他们的威胁便显得不太迫在眉睫了, 故而上道皇帝, 下道陈辽, 除了部分广东籍贯的官员之外, 大多对征服之事不太重视, 而且魂贼身上浓厚的神秘气质, 又使得官员们无从见义, 当初朝廷中寻全全脚呼之策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奏章来着许多, 其中荒谬可笑的一不少, 有人说, 慢贼火炮犀利, 火炮用在宫城, 倘若城门之上, 挂上赵宋朝列祖列宗的牌位, 即自命赵宋后裔, 想必不会如此无君无腹之辈, 这魂贼断然不敢对赵宋朝列, 祖列宗的牌位开炮, 亦有人提遣人去那宋氏皇帝陵墓, 破坏风水, 散尽亡气, 更有人说, 除贼自称大宋之后, 公文告示从无大宋的印信, 有消息说, 其是奥宋的乱臣贼子, 可遣一时者, 寻访奥宋所在, 且奥宋皇帝太兵联合剿灭狐贼, 这事情在一而不绝中也就拖了下来, 这几年江西, 贵州, 福建等地或是朝廷行门, 或是都府自办, 多少做了些被捆的工作, 修筑了营垒, 行住了火炮, 补充了兵丁元额, 但是比起云集在山海关的关宁军, 这些准备不过是九牛一毛, 如今除贼还算安静, 皇帝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群臣唯唯懦怒, 在皇帝没定基调前, 不敢乱发言, 温体人却知道皇帝的心思, 此前皇帝已经多次在话语中暗示要辅, 对于是否要和回贼议和, 温体人是无可无不可, 若是皇帝意愿要和, 他本人是绝不会反对的, 但是他深知皇帝的脾气, 也知道朝廷的舆论风向一和二字, 和卖国求荣也差不多了, 皇帝不肯被议和这个名声, 要阁僚们来敬言, 这点心思其实阁僚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神也不愿空声, 因为皇上极爱习羽毛, 万一一和不成, 消息泄露出去, 皇帝是不会替自己顶纲的, 见众人都不言语, 于是崇祯直接发问刘先生, 刘雨亮是阁僚中抬在第二的人, 听到崇祯问话, 当下小心地应付到, 吞贼自命赵宋后裔, 海外遗中, 然昆发短符, 行的却是以遗变下之法, 名为遗中, 实为蛮遗, 这捆贼多来自南方, 不惜北方气候水土, 虽是尽忧, 却非打唤, 微臣以为当今之计, 仙脚流寇为重, 这话堪称滴水不漏, 急不谈, 朝也不舒服, 只说仙脚流寇, 又迎合着皇帝前不久提出的安耐之策, 纵然皇政挑剔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 果然, 崇祯文听面露不满, 但也没多说什么, 又把目光转向了薛国官, 薛国官此人因缘除克, 不许少闻, 且素来没有立场可言, 天启时任护科给适中, 赴慧魏忠贤, 弹劾东明官员, 崇祯初又弹劾魏忠贤已打, 朝廷轻易所飞, 杜德部以归阳为名, 卸任来避风头, 崇祯三年才重新起赴, 他能入阁全套温体人的宝剑, 亦是温的党羽之一, 见皇帝问到自己, 他早就相好了对应之策, 道, 魂贼极字称大宋苗义, 且不论真假, 思慕华夏之心可见, 如今虽不服王华, 然始终未闻有见号称治之事, 对朝廷失陷官员, 多礼宋出镜, 所获宗室一朵优待, 想来并非狂悲无礼之徒, 说到这里, 他悄悄地观察了下皇帝脸色, 看到皇帝并无不渝之色, 跟大的胆子继续道, 昏贼之廉耻, 想来与东鲁流寇有所不同, 若能小矣, 忠性仁义, 亦非完食。 这话比之薛国官又进了一步, 但是依旧没有把窗户指捅开, 接下来众人说的话, 大同小异, 绕来绕去, 说的都是招服的意思, 却不肯把招服二字说出来, 皇帝布局有些急躁, 又把目光转向了温体人, 温体人道, 盘贼之事, 只疑徐徐徒之, 不可操之过急, 臣以为应小欲兴任难干巡抚, 令其练兵备战, 多选细作, 打探消息, 以备朝廷来日尽脚。 众人说的都是些缓和的话, 唯独他唱反调, 众人都是义政, 接着又听他说道, 弯贼自起兵起, 传言战无不胜, 难免上下交狂, 若不错其锋芒, 嫌我上国天朝之危, 恐难领略何谓忠义。 温体人的话多少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皇帝却明白他的意思, 温揣摩上一队这些人经来说不算难, 但是要揣摩到皇帝的具体意图做法, 那就要看个人的修文了。 崇祯微微点头, 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招幅的建议, 至少阁僚们有了共识, 且温体人刚才说的话也非常符合他的心意, 具体的经办他也不愿让阁僚们都知道, 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近日有陈宫起奏, 广州既已失现, 越岗又遭废弃, 海貌断绝, 请开南直之上海为口岸, 准中外洋商道港贸易, 重设史博斯, 账量收税, 每年预估可得赢二十万两, 以冲响原, 朱青武为如何。 十七世纪的中火, 严格说来只有两个对外贸易口岸,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越岗, 广州是巨额利, 且有葡萄牙人这个贸易中间商, 所以对中国海商来说意义不大, 大多数海商都是通过越岗这个口岸, 驶往东西洋各国的, 两个口岸的管理模式, 贸易形势均有所不同, 因此分为广州实力和越岗实力, 不过是哪种实力? 其征收的税收均包含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一直到万利派出台间四处出任税间, 海贸税收才成为皇帝内库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这两种势力对海商现实极多, 所以越岗贸易在天启末年就逐渐衰败, 转到了郑之龙控制下的安平, 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府, 其实都失去了福建口岸的海上贸易税收, 如今安平在金门大战之后也已沦为废港, 剩下的广州口岸又随着门贼的入扣而实现, 所以朝廷在海贸上一文银子也收不到了, 朝廷大臣们对失去海外贸易口岸这件事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 因为大明的大多数年份里海洋带来的只是威胁, 独市收入, 为了防备东阳西阳来的窝口阳道, 还要花费重金沿海设防, 龙庆开海这件事在历史书上被大书特殊有特殊的意义, 实则探究其政策内容和通过的背景就知道所谓的开海, 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欲净余争的措施罢了, 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 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 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 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意识到了海上贸易的重要性, 也不意味着明王朝对待商贸的态度改弦一辙, 选择粤港作为开放口岸, 本身就体现出了开海是一种权宜之机, 粤港附近多山, 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 土地少而平起, 交通不便, 大明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 不得不靠海吃海地搞起了走私贸易, 换而言之, 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粤港的地理环境, 本身来说并不适合作为开放口岸, 这种三星二役的开关政策, 使得朝廷在发展海上贸易上并不重视, 而且很有益地加以限制, 即使是在最繁华的1594年, 粤港的所有税收也不到三万两, 对大明的财政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温体人是浙江湖州人, 对海贸的赚钱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 大量输出海外的私质品, 大多出这里, 作为本地近身, 每年光是销售生私和残田的收入, 就是一笔莫大的收入, 至于其他人, 则对此并无太深的印象, 刘宇亮道, 陛下本朝开步, 以越岗就立, 每年饮税, 水响, 鹿响, 增响不过两万两, 金云可得银二十万两, 实乃虚妄之言, 其他阁辽也纷纷表示质疑, 二十万两可不算小数字了, 很多地方一个县全年的商税, 才不过几两银子, 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 温体人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 海贸的利润之高, 他有所耳闻, 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航以上海为基地, 悄悄地和日本朝鲜做生意, 参谷的江南近深, 无不赚的盆满钵满, 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 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司工业商之一, 每年只是卖生司, 就就能净的数千两, 若是朝廷在上海开步, 依照当初粤港势力每年东西洋110瓶的制度发放传言, 再按照郑之龙在安平收取排响每存两千两计算二十万, 两是首到勤来之事, 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 温体人暗暗诧异, 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影黄, 大代知道内容, 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步社官之事, 皇帝久居深宫之中, 连经师都没有出过, 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那么是谁上书的呢? 温体人立刻想到了太监, 太监的贪婪一呼寻常, 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选太监去各地水关担任睡监之事, 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貌利益多在江南市身手中, 朝廷要在上海台步社官, 倾夺他们的权益不央于胡考夺食, 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辐射, 在上海社官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裁员, 但他可不愿与江南净身为敌, 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 意味于自己通妻, 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 但是白白地送一个好处给他们, 他也没这个兴趣。 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 道, 开步固然能遵国家之书成, 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 他提醒道, 上海乃是南直大县, 距南京不过数百里, 快马超发西智, 幼鳄长江入海要到, 乃海防重镇, 沿江沿海, 港口多而兵船少, 最难关防, 不易开步行商。 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 在十七世纪的官员们看来, 正是最大的劣势, 温体人如此一说, 阁辽们纷纷表示赞成, 温体人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 皇帝文言一时间也无从反驳, 毕竟这只是前太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谏言。 言瞅着此事已无后话, 温体人却又道, 上海虽不合适, 然皇上所言开步之事, 于国事亦大有益处, 臣请不妨在沿海他省, 不慎要害之处另择一地, 开步涉官。 这话说得很是得体, 亦照顾到了皇帝的面子, 崇祯一觉善事满意, 其实不论是粤港, 广州还是上海, 他都无神特殊印象, 说到底还是被二十万辆的收入打动了。 只要能收到钱, 开步选择何处, 他并不在意, 当即在学到, 昆卿国是老成持种之言, 谢万岁, 温体人趁机又禀告说, 此事涉及外遗, 事体重大, 不妨明发欲止, 领六部九卿, 并沿海各部正使一处上奏。 温卿所言极是, 此事须得慎重, 皇帝点头, 就依卿所言明发欲止。 温体人回到府邸之中, 回想着今天的赵队, 原本赵队并无什么特殊之处, 最奇怪的便是这个不知何处而来的上奏。 尽管他推测此事是太监所为, 但是回来细想, 事情似乎又没这么简单。 温体人虽然并不勾结太监, 但在宫内亦有相当的人脉, 以便及时掌握内庭消息, 若是真有人意图谋取关键之职, 绝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莫非不是太监, 而是并外有人密纵, 温体人想到这里, 叫来了一个轻逊常随, 轻声嘱咐了几句, 让他立刻去见一个太监, 大探消息。 不过, 这并不是眼下他最要紧的事情, 温体人的政治嗅觉十分之明比, 自打他入阁以来, 树敌甚多, 这许政敌眼下正在河流, 谋划着把他赶出内阁而皇帝, 隐隐约约也透出了对他的不满。 圣卷一摔, 不但仕途难保, 连性命只怕也有忧, 温体人自打知道东陵, 附设正在谋划推周延如富奇起, 就已经预赶到自己的脚下, 开始摇摇欲坠。 他将除掉周延如, 只有兴起大案, 正如当时为了排挤文阵, 孟购献数级市正贺, 但是要周延如此人虽然劣迹斑斑, 却没什么要命的把柄可以抓, 且他已经辞官归乡, 除非构陷其谋逆, 而谋逆大案, 势必要牵扯到场位, 他并无把握能让曹化纯, 无孟明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既然力推周延如付出的是东陵, 辐射, 剑除其羽翼也是一种方法, 这几年在他的运作之下, 东陵在朝中已经势必大减, 真正有能力兴风作浪的, 是启之秀辐射。 辐射号称小东陵, 在政治主张和成员上有许多重合之处, 但彼此也有区别, 一是附射更加注重把持磕场, 提携门人, 而东陵只专注于朝廷内部的斗争, 对磕场不感兴趣, 二是附射在更注重控制地方, 而东陵的重点在中央。 由于附射在夜尽门人弟子方面不遗余力, 大有把持磕场之势, 出现了忠视者皆附射之人的现象。 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 即使他什么不干, 也足以使温体人这样的全臣盲刺在背, 何况他还是自己的敌人。 因为东陵的关系, 温体人早就与附射, 早就势如水火, 崇祯六年六月, 温体人当上首府后不久, 他的弟弟温宇仁只使一星人吴炳, 做了一本绿牡丹传奇, 影射附射的各种丑恶现象, 温宇仁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 搬上舞台四处演出。 此事闹得很大, 惊动了张璞和张才, 二张为此专程奔赴浙江, 会见了提督时政黎元宽。 黎元宽随即下令毁敬此书, 并追究作者责任, 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 此事过后, 温体人第一次意识到张璞的实力, 他虽然已经下野了, 却仍能遥控朝政, 便下决心要铲除辐射。 这年秋天太藏欠收, 二张写了一篇军处说, 对旧荒政策发表议论, 苏州府推官周之魁指责二张备为组制, 温乱曹规, 周之魁是福州人, 亦曾加入过副社, 与东林的前千亿, 骑士般友好, 主讲过鲁策书院, 他因为自己名气高而自负, 不被副社其他成员所接受, 后与张璞结怨。 然而他的弹劾并没有起到作用, 到了崇祯八年七月, 周之魁被罢免, 周之魁认为自己下台是副社运作的结果, 十分气愤, 于是写了一篇副社货问, 对副社和二张进行控诉, 九年五月, 太苍仁陆文生又控杠二张, 唱副社乱天下, 温体人趁机周之魁和陆维生的控告, 送有关部门审议, 想借机兴大狱, 但是温体人显然错误, 估计了通天教主的势必, 提学御史尼元庚, 海盗副使冯云里, 太苍之舟, 朱仲廉拒不执行命令, 不惜降职, 进行保护, 使温体人的计划遇到了挫折, 这件事使得他对附射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认识, 也因此坚定了要铲除附射的心思, 这几年来, 他一直在暗中搜集附射的黑料, 预备着致命的一击, 温体人知道皇帝最忌讳的便是杰党, 皇帝登基初始为了排斥燕党, 任用过东陵党人之外, 后来便疏远了东陵, 究其原因是他厌恶大臣执党, 而不仅仅是燕党铲除魏忠贤集团以后, 东陵党的问题就渐渐突出, 引起了崇祯的注意, 他把目光投向那些无党派背景的孤臣身上, 并且逐渐将东陵党人从内阁中枢排斥出去, 排斥了东陵党, 皇帝也没有重新启用燕党成员在内阁成员的选择上, 他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没有明显党派色彩的大臣周延如, 温体人入阁, 和他们在皇帝眼中无党有很大的关系, 自然他们是不是无党, 只有天之党, 周延如要借着东陵附射的力量重回内阁, 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阻止的, 这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的问题, 而是周延如一旦重回内阁, 东陵必然要对当初他攻击全农兮, 原重换的就是算总账, 至于今日赵队的时候说到的法苦开步, 反倒不在他的心上, 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反击东陵和辐射, 温体人针对政敌的攻击十分厉害, 和其他政治人物不同, 他从来不搞淡章如雪的舆论攻势, 这对某些皇帝有用, 但是对反排斥结党的崇祯来说, 针对某人的弹劾过多过于集中, 只会引起他的怀疑, 若不是结党,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群起而攻之, 温体人能屹立不倒,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东陵党的手段并不适应皇帝的思维模式, 而温体人则反其道而行之, 要排挤一个人, 他会耐心地等待机会, 等到此人犯了错误, 在上去落井下石,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往往能置对方于死地, 自从他攻击原重换, 扳倒前龙溪之后, 整治对手基本没有失手过, 此所谓因事图之, 使其机子发而发, 尚不已也, 有时他会假装宽宏大量, 去为一个人说好话, 实际上却将此人与皇帝忌讳的事联系起来, 使皇帝更加生气, 从而加重对此人的处罚, 此所谓明就暗害, 如果他要推荐一个人, 他会暗中指使人去提议, 他自己在发表见解, 总之, 无论他做什么事, 都是从暗中出手, 从不亲自出头露面, 对付辐射, 他的思路亦是如此, 他虽不出手, 但却一直嘱咐其地暗中主义, 又无反辐射的人物, 去年, 陆文生和周知魁对辐射的攻击, 给了温体人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说周知魁此人反对付射, 是因为过去的政见不同和后来的师官, 陆文生的攻击就带有地方净身争权夺利的成分在内, 陆文生此人亦是太仓本地人, 虽无功名, 亦是净身出身, 寿年时在外祖父周文前家, 张才与他同学, 崇祯九年两人因小事失和, 陆文生因此怀奋在心, 以刺激报复张才, 便想出了去京师控告辐射的主意, 自然, 进京控告这么大一件事, 对是对付名声如日中天的辐射, 陆文生这样的白身是不敢善作主张的, 自然, 他的身后有大人物撑腰, 这位大人物并不是温体人, 而是太仓旺族王石鸣, 这位王老爷是前内阁首辅王熙爵的后人, 与温体人有两室通家之义, 伸手温体人以助, 恩里叫其他清姓游厚, 当时太仓旺族是万历石官至刑部侍郎的王, 世贞家族和万历石官至内阁首辅的王熙爵家族, 张仆畅立辐射之后门墙赤盛, 许多望族子弟皆盖居门下, 王石鸣由此序愿于辐射, 陆文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找上玩具, 告以入京之意, 王石鸣说, 乡军辐射参之正当奇迹, 但乡军严重, 不轻见人, 而主局者为德轻为政, 依旧伤之, 陆文生即按照其嘱咐入京拜访了蔡义琛, 乘进书稿, 温体人看了蔡义琛送来的书稿, 认为张彩无足轻重, 便只是陆文生将攻击目标转为张谱, 并且从戒端筹响, 历尘兼臂的角度攻势张吐, 但是这个机会被辐射的影响力给抵消了, 负责调查此案的提学御史尼元上, 继任的看为张凤行要么回护辐射, 要么拖延案子, 期间辐射又通过射源的关系, 通过给予善地圆缺的法子, 将陆文生调往湖南永州府任立幕, 温的轻信蔡义琛引诱他再次上书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温提人没有灰心, 因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那就是第一个出来反复射的周之魁, 为此他专门派遣党羽蔡义琛去福州, 舒服其再次上书, 根据书信, 周之魁已经在上京的路上不日即可抵达京师, 这是他的第一招, 第二招就是对付钱千亿, 铲除这位东陵的首脑人物双管齐下, 钱张二仁是东陵和副社的首脑, 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交往, 其中必然也包括对朝廷的议论和一些政治操作, 而且据他获得的消息, 朱延如意图负起, 钱千亿亦是操盘者之一, 如果能把这三个人连到一起, 结党乱政的帽子戴得结结实实, 一旦兴起大狱, 即使能逃出性命, 在政治上也再无前途可言, 温体人的盘算十分之精明, 而且前前后后他自己都无参与的身影, 皇帝是绝技想不到此案背后的花样, 温体人今年六月必被罢处, 王爷浩低声问道, 天书上便是这么写的, 周乐之说道, 师父也说, 没错, 看他的母呀, 皇帝对他还是很信用的, 纵然天书已经成功预言了许多大事, 但是对这样的朝廷大事, 王爷浩还是有些坠滞不安, 因为这天书上的不少朝局和天下大事的预言, 近几年渐渐的不再准确无误了, 关于这个问题, 周乐之自然解决不了, 因为他只是能读懂天书, 至于他的师父, 只会嘀咕一些蝴蝶加勒比台风之类的风化, 王卯爷也懒得再读过问, 王爷浩今天和周乐之的会面是秘密进行的, 周乐之已经警告过他, 王府周围必然有许多魂贼的眼线, 他们之间的见面必须十分机密才行, 不然他周乐之小命不保, 周乐之要是落屁了, 天书也就是一碟废纸了, 王爷浩贵为兵部赏书, 贤兵部侍郎, 也得照办, 王老爷今天是易容改装, 混在出入府邸的商人中离开家的, 途中又改换过一次装束, 这才来到这个秘密地点和周乐之面谈, 关于朝局, 周乐之的判断力自然不如王爷浩, 所以他没有发表意见, 也罢, 此事与我等无干, 乐得做官, 王爷浩道, 只是今日的朝夜, 似乎还是要战, 皇上心里头大约依旧是以战求和的想法, 战不战, 倒也无所谓, 只是莫要让朝廷失了元气, 周乐之叹道, 这一战打下来, 只怕左昆山是要损兵折将, 众轮手里没多少兵, 要征服十之八九会席条左帅的部队, 哈哈, 王爷浩冷笑道, 众轮挂的不过是个难干巡抚的头衔, 咱们指挥了洞中原的那票交兵汉将, 左昆山此人速来骄横自自, 众轮这次挂帅, 只求不说得太难看, 便是尚好的结局了, 他看到周乐之扑有些失落, 道, 先生也不必太过挂怀, 倒是你说的开步之事, 当下他将今日内阁赵队的时候, 众人的言语都说了一遍, 乌成说得不无道理, 上海乃是南直沿海重镇, 一起开步, 却是梦浪了, 周乐之思索片刻道, 近身们走得海添再多, 那是私底下的事情, 上不了台盘, 要过明路, 可就困难重重了, 哎, 钱开冲那里, 不碍事, 周乐知道, 上海不成, 可改宁波, 宁波, 王爷浩对宁波相当熟悉, 不仅因为他是浙江人, 而是关于开步这件事, 他翻找了许多陈年就料, 宁波的港口地理环境优于越岗, 又有繁荣的江南地区作为副理, 在交通上虽然没有上海那样, 可以利用长江水运, 但是利用永江亦可直达杭州, 与大运河相连接, 水运上同样可以享受四通八达之力, 只怕此事一难, 王爷浩瑶头道, 自龙庆开海之后, 这一省官员三次奏情, 开放浙海, 朝廷都拒绝了, 此一时彼一时出乐之道, 家境万利朝, 天下太平, 开步出睡, 于朝廷不过是锦上天花之事, 中书之人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今天下骚动, 朝廷最缺的就是银子, 这省静深, 南部城就眼睁睁地看着招商行赚银子, 虽说招商行里参古的江浙静深不少, 但是他们大多属于富社集团, 且又以苏, 松湖, 杭这四府静深为最多, 偏处于南部的各州府的静深就少了很多, 这一部分人就是宁波开海的潜在支持着, 若是他们肯积极活动, 此事就还有希望, 更何况目前朝义争呼, 过去对宽贼睁一眼闭一眼政权的招商行的近身呢, 大约也想着要切割, 过明路来安心, 这么一想, 似乎也有可能, 王爷好不知诸乐之为何, 这般执着于开步, 想来还是和半昏物有关, 周乐之的预言是以后朝廷里通乎情, 半昏物的大臣会大为走红, 若是他这上面抢的先机, 前途度可限量, 王爷好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几次追问周乐之, 这是不是天书上写的, 这周乐之却含含糊糊的说, 此乃是师父的意见, 即不是天书上所写, 就很难说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但是天书又是周乐之的师父亲笔写的, 这个逻辑难题难倒了王爷好, 他只能将性将疑, 先生的预言水平他还是性的过代, 纵然有疑惑, 也按照周乐之的指示, 做了相应的准备, 第一件事便是在金黄老家, 搜罗了不少贫苦的本家和弃家子弟念空书, 好在杭州近在咫尺, 完毕书房里但凡和魂学有关的书籍都搜罗到家学里, 子弟们自学, 要说苦贼还真是善解人意, 似乎是知道有人要自学一般, 完毕书房里居然真有的自学丛书, 一套几十本上至天文, 下到地理算学格物, 百宫农学无一不备, 图文并貌不说, 还通俗易懂, 王爷好看了也嘖嘖称奇, 至于这自学成果如何, 王爷好想想也知道, 毕竟子弟们连先生都没有, 好在周洛之说了, 一半昏雾, 开始的时候必然是泥沙俱下, 到处都缺通湖的人才, 所以就算是自学, 到时候亦可互弄个差事。 师父说的, 量变到质便是有个过程的, 只要数字足够大, 总能出几个人才。 这话似乎也没错, 好在现在王家有钱, 纵然搞各种阴谋开销巨大, 养活摆来个子弟吃闲饭, 还是小事一桩, 万一真的如同周乐之所说呢? 你这一说, 似乎已有可能, 王爷好愁愁道, 只是如今乌城想的是如何对付附射, 开步之时, 他大约是不感兴趣的, 只有等到六月乌城去乡之后再意乃, 周乐之道, 也多给老爷留出些运作的空间来, 文体人一旦去职, 他推行的很多事情, 大概率会半途而废, 不如等张志发接任首府之后再做计较, 眼下既要紧的事情便是掀起征回的舆论, 王爷好笑道, 朝堂上这股风欲炙烈, 江南的靖身们才会支持开步, 哈哈哈哈, 周乐之会心一笑, 老爷说的是, 王爷好回到府邸中, 立刻把金文池召进了书房, 比之于回贼, 温体人, 他还有一桩更要的事情要应对, 事关他和整个小集团的今后的状况, 金文池被召入书房, 王爷好一时间却不知如何开口, 两久之后方道, 天书上所言的今年十二月之事, 先生以为如何, 这桩事从去年年底起, 变成了王爷好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 周乐之解读天书的时候, 惊讶地看到了自己东宅的大名, 王爷好于崇祯十年十二月被罢兵部尚书, 眼下兵部其实是杨死昌在当家, 王老爷的正式职务是兵部幼侍郎, 只是挂了一个兵部尚书的弦, 但是被罢官闲住这事, 却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罢官的原因是被立刻给市中陈启兴告发塌合, 礼部尚书江逢源在考选汉林, 磕道时推荐人数太烂, 由此牵连到礼部尚书江逢源, 王爷好, 得市中复原出玉使与好善等六人贤助, 给市中孙静, 玉使李佑党等三人降调, 给市中刘涵辉, 玉使刘兴秀等十一人扁二致逝逝, 除此之外, 便再无一词, 据文天书上至此再无王老爷的记载, 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周乐之, 自然不愿意试图就此了结, 王老爷现在是兵部尚书贤, 久任要职, 不论是在中书还是地方, 都有大量的政治资源可以动用, 若是就此落之贤助, 影响力可就大不如前了, 只能在本省作威作福而已, 更不用说还要谋划大业了, 所以年底的罢官必须要设法躲过去, 按照经文池的想法, 既然知道了罢处的原因, 只要不参与此事或者推荐的人少一些就是了, 王爷后是官场老聊, 自然临拜事却没这么简单, 任何官场风暴, 八尺官员都有深层次的原因, 说起来在兵部这几年的确也没什么作为可言, 皇帝对自己不满亦是理所当然的, 陈启兴的弹劾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陈启兴这性静小人, 不过是个五指出身, 靠着一篇三大并根的尚书一言投契, 励志清华想不到还有这一首, 明清五科多遭人鄙夷, 何况陈启兴只是淮安魏三科无举, 因为一篇尚书就获得了皇帝的清代, 提拔到了给世中这样的要职之上, 朝中大臣大多不以为然, 认为是投机取巧之辈, 王爷昊亦是如此观感, 老爷的意思是, 这兵部是带不下去了, 王爷号尘引导, 要避免落一个罢处行驱的下场, 唯有尽快谋取调任, 兵部制的地方如今不但是多过错都, 何况还来了杨子昌这个皇帝眼前的红人, 再带下去迟早也会因为其他事情罢职, 老爷要谋到任, 周乐之问道, 只是去哪里我意味有谋话, 先生可为我谋划一二, 此事, 京师先生替老爷谋划更为妥当, 不过依学生只见, 如今中央六部皆非九居之所, 若求安稳, 要么调任南京的咸草冷牙, 要么调任地方都府, 京师里的咸草冷牙也不少, 但是长官的品质大多偏低, 安置不了他这位正二品大员, 若是不求上进, 只求官位, 南京六部倒是个绝好的地方, 只是去了便是师位素餐, 和贤柱也没什么两样了, 我亦照认地方都府, 只是这地方都府亦不好认哪, 王叶浩感叹道, 大明到崇祯十年, 总计由总都十区, 巡府三十三区, 其中广东广西巡府因为两地失险不受, 由梁广总督雄文灿熟理, 明代的总督巡府和清代不同, 军事色彩远大于明世工作, 往往是在重地要害, 军情紧要或者民情动荡的地方专设, 这总计四十多个缺分离, 能称得上大致安稳的, 只有南指浙江, 福建, 山东, 陕西等寥寥数地, 其于都府或换于流寇或病于蛮夷, 无不疲于奔命, 打了败仗朝廷震怒不说, 搞不好还会战死沙场, 太过内陆的地方, 就算太平也不值得一去, 王爷浩集团现在地跨南北两京, 在北直南直广东都有布置, 若是王老爷任职的地方太偏僻, 交通不便, 指挥起来便会十分困难, 这些地方里浙江原是老爷的家乡, 预谋难直的人有多, 老爷何不谋取福建, 经文池建议道, 福建颇为安稳, 郑之龙扫平群雄, 继而焚贼又击败郑之龙之后, 福建沿海一片平静, 也就是群山中还有些山匪流民偶尔作乱, 都不成气候, 因为省内几乎全是山川的缘故, 良田甚少, 人口也不多, 又不是交通要道, 在战略是属于气地, 福建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混贼并无谋取之心, 当初他们消灭郑之龙的主力之后, 公婆安平, 大哥就此盘踞终左不去, 却只是大略而还, 后来攻略良广, 福建其实并无多少人马, 一直是止步于仙下关, 这说明他们对福建兴趣或缺去福建, 聚婚虽近在咫尺, 反而十分安全, 现在郑森又急于要谋取出路, 不论最后谋划的一阵上海的事情能不能成, 郑家的各支都是可以利用的对象, 福建太平是太平, 只是甚为平级, 也只有张, 全一代稍稍复述, 王爷浩显然看不太上这个地方, 福建的世家大族都做海帽生意, 如今都养魂贼的鼻息, 我去当巡抚, 岂不是自讨没趣, 老爷不是要办空墓吗, 既然要办, 自然是巨魂贼越静越好, 经文迟到, 大人当初总督梁广的时候, 与魂贼打过交道, 这魂贼说容易应付也容易, 这倒是了, 王爷浩点头道, 魂贼有信用, 也讲理, 若是能听命于朝廷就好了, 哎, 徐徐谋之, 只是福建眼下军委出缺, 沈游龙任期未满, 也未有什么失职之处, 山东如何, 山东去不得, 孙元化那里就是个魂贼窝子, 王老爷已经摇头了, 虽说是呆在济南, 可东来事关辽东, 最为要害不顾, 时时都要与他打交道, 若是将来东窗事发, 只怕我也难逃干系, 老爷, 山东有孙元化, 可保一省的平安, 自从登来之乱, 平定孙元化赴任登来之后, 山东的局面, 在北方诸省中最为安定, 不论是地方匪患, 还是败来流寇, 孙老爷的东来人马一到, 即刻灰飞烟灭, 老爷去了济南垂拱而至, 若是朝廷叫办昏布, 亦是静水楼台, 这么一说, 倒是让王爷好心动了, 他仔细想了想到, 山东的盐济祖, 明年倒是认满了, 金文池心领神会道, 如此一好, 带学生仔细为东宫谋划一二, 徐勇把口中的草棍涂掉, 慢慢地缩回了身子, 就在几分钟之前, 他在王工厂的周寨门前, 嗅到了一丝不正常的味道, 周先生失踪之后, 他的家眷还住在这里, 只是这处过去欢声笑语不断地宅底, 现在却失去了快乐, 变得冷清而惶恐, 以往徐勇经常跟随刘钊, 刘煞到这里, 周先生是个非常随和有趣的人, 从不摆老爷的架子, 每次去老爷府上, 不但用不着立规矩, 还能吃到不少好东西, 老爷特别喜欢吃, 说出笑笑, 比跟在刘霸刘钊身边好多了, 所以每次说要去周宅, 他都是急不可耐, 当然他之所以这么乐意去周宅, 还以为能看到周居里虽然刘煞没有明书, 但是徐勇知道, 那个被抱在周先生怀里, 白白胖胖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妹妹, 所以每次他去周宅都找个机会去抱抱周居里, 逗逗他, 每次看到居冲着他笑的时候, 他几乎就要流泪, 刘石有一回含蓄地提醒过他, 周居里是先生的亲生女儿, 他的母亲是杰衣, 先生受亡老爷的重用, 周居里现在是锦衣玉石大小姐, 将来必然能嫁个好人家, 徐勇虽只是个少年, 也听得懂这弦外之音, 知道自己的这份爱意, 只能放在心底, 不能表露出来, 居里有了好归属, 自己跟着刘煞虽然做的不是什么光彩的活, 至少也是在给老爷当差吃喝不愁, 刘牙拿他当关门弟子看待, 也教了他许多江湖门道, 将来凭着这身本事, 混口饭吃总是没问题的, 有一天, 周先生却忽然没得踪影, 他还记得那天他被师父叫出门, 一起来到宅邸里, 在妇孺的哭哭啼啼中, 将整座宅邸仔细地搜紧了一遍, 连有荣和结衣的闺房都没有放过, 随后, 在刘昭的命令下, 周先生的所有物件从衣帽到笔幕, 连着的书房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小玩意, 只要是心上的东西, 一件也没有落下, 全部打包装箱, 由扛房的仆子们抬在肩上运走了, 这宅邸里剩下的就只有先生留下的两位侍妾, 两个子女和几个仆役, 从此宅邸里头再也没有了欢声笑语, 后来他几次随着刘煞或周乐之回国宅邸, 即使只是个少年人, 也能体会到物是人非的凄凉, 不论是结衣还是友荣, 只要他们一来, 就会疯狂地抓着问先生去了哪里, 而每次他们能得到只有沉默, 周乐之每次总还安慰两位师母一番, 但是这种安慰即使在徐勇眼里也是聊胜于无, 与此同时, 两个孩子总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惶恐地看着他们, 徐勇于心不仁, 每次总要给孩子带些零食糖果, 好在周先生虽然不见了, 但是王老爷依旧很照顾他们, 衣食不缺, 太了仆役即使服饰, 周乐之等人时不时也会去探吗? 有一天, 徐勇忍不住问刘马, 周先生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死了? 刘傅却反问道, 你觉得周先生还活着吗? 徐勇思索片刻, 道,周先生大概还是活着, 哦, 这是为何? 若周先生真得不在了, 王老爷何必还要? 照料他的家人, 只怕早就给是银子打发了, 你小子口心狠, 刘傻笑道, 脸上却有欣慰之色, 说不定是周先生的临终嘱托呢, 让王老爷好好照顾他的家人, 一吐儿看来, 若真是这样, 王老爷会将他们送回金华的田庄上安置了, 断然不会留在京师, 显见周先生不但还活着, 而且大概也还在京师, 智不计也在北直境内, 把家眷留在京师原地照顾, 说明王老爷是有顾忌的, 也防着周先生有朝一日要回家, 刘傻微微点头, 道,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到底是死是活, 只怕只有王老爷本人才知道, 王老爷, 徐勇迟疑了许久,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想说什么? 有件事, 不知师父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徐勇压低了声音道, 徒儿有一回在王家后插, 看到王良急匆匆地跑进书房又出来, 嘀咕说, 这丝好大的狗胆, 刘氏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 书房里当时只有周先生和王老爷两个, 刘霸更是紧张起来, 他们说什么了? 内书房里的话徒听不到, 徐勇道, 可是后来王良与王之二人闲谈, 忽儿倒是听到了几句, 大约就是说周先生为了个女子与老爷翻脸, 还提到个名字叫智灵, 说到这里, 刘莎的脸色都变了, 过了良久才嘱咐他此事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 师父没有说明缘由, 但是从他的表情看, 他完全知道王老爷和周先生是为什么吵架, 他隐隐约约地觉得周先生的失踪和此事有关, 周先生虽说不见了, 但是王老爷既然还在照顾他的家人, 妹妹也就没有大碍, 不管是友荣还是结衣, 都明白两个孩子才是他们的依靠, 不会亏待孩子, 刘摄也关照他隔三差五的到王工厂一带周宅附近转一转, 两个带着幼儿的寡居女子如花似玉, 有些钱财又没有可以顶门立护的家主, 只有几个仆役, 这就是一块各方寄予的大肥肉, 蒙老爷在官面上打了招呼, 衙门和地方抬甲不会归然他们, 但是江湖人物可管不了这些, 尤其是专事诱拐绑票孤身女子的歹人, 更是虎视眈眈, 软得以言语挑逗书性往来, 最后缩使其卷包丝陶, 若是不肯卷包丝陶的, 也会接着你浓我浓的暧昧摸清宅院的门道作席, 瞅准机会闯入宅院, 将女子细软掳去, 此在江湖中是专有的行当, 京师里这样的歹人尤其多, 要说官房也不能说不严密, 刘昭毕竟是老江湖, 只等里头的险恶, 在奉命清理完朱先生的物件之后, 就遣散了宅邸里的大多数仆役, 只留眩两户王家的家生子仆役看守门户, 服侍采买, 平日里大门紧逼, 除了每日采买物件, 青岛粪便垃圾之外, 从不开启门户, 至于宅邸诸人, 也当闲不外出, 有荣和杰衣两个, 更是只有每月一次的烧香可以出门, 王家的管事一时不时到宅中巡序, 但是日子久了, 静急思动, 自然就整出腰盒子来了, 特别是有荣最近这一年, 大概是觉得先生回来无望, 偷有些不甘寂寞的举动, 徐勇知道, 只要他动了这个心, 自然就会有人乘袭而入, 有荣的下场如何, 他并不关心, 只是一旦出事, 歹人也不会放过杰衣和两个孩子, 对他们来说, 这都是上好的货, 就算只把有荣拐去, 万一王老爷发怒, 再也不管杰衣和孩子们怎么办, 他徐勇可没能力孤身抚养妹妹, 因而他隔三差五的, 总是要到州宅附近酷寻, 看看有无可疑的人物, 今天他一到州宅附近, 便发现了可疑的情况, 三个贤汉在州宅的大门全街道上, 成品字雄分开, 看似互不相干, 却死死盯住了州宅的大门, 徐勇知道室友反常, 观察了几分钟之后, 又转到了后门, 宅邸的后门是一条冷像漏街, 大白天也没什么人走动, 今日却见后门不远处稀罕地摆了一个果子摊, 虽说这样的贝街冷像里也有小贩, 做的是宅门仆役的生意, 但是多是游动小贩, 边走边叫卖, 没人在一个固定地方摆摊的, 看到这个摊贩的时候, 徐勇知道有人盯向州宅了, 既然只是盯伤, 说明暂时还不会动手, 徐勇缓步退回几步, 转身离开, 不论是王老爷还是师父都没有观照他守护州宅, 但是现在州宅周边有异样, 赵丽宇是应该立刻报告师父的, 只是师父现在和周先生一样, 杳无阴性, 眼下唯一能求教的只有乐先生啊, 徐勇不敢耽搁, 立刻往晚平县崖而去, 就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 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某间破屋子里, 有个人冲着他离去的方向点了下头, 两个市井贤汉模样的男人, 一前一后的立刻跟了上去, 徐勇年龄虽小, 却颇有胆势, 又受了师父和乐先生的熏陶, 纵然事情紧急, 也知道御氏着急续不能坏规矩, 所以他按照一贯的做法, 离开了王工厂, 却不往北走, 而是一路朝东, 沿着相房外墙到了宣武门, 在宣武门瓮城的廊房商铺里转了一圈, 在这里他发现了丁烧的贤汉, 当即放弃了立刻回去的年头, 直接出了宣武门, 到了南城, 一路往南走, 进入了永光寺, 永光寺今日正是庙会, 徐勇在这里甩开了跟踪, 静止到了琉璃场, 在这里, 雀愿已经甩掉尾巴之后, 这才从壮阳门重新进入内城, 绕了一个大圈子, 来到宛平县衙, 闪身进了衙门侧面的一条路向, 这条路向十分之悠长, 地上满是污泥泊水, 向道更是弯弯曲曲, 徐勇绕过一棵歪斜的榆树, 闪身躲进了旁侧的景屋, 静静地等待了几分钟, 见后面并无人跟来, 这才出了景屋, 景屋旁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 只容一人通行, 他走了进去, 三娘子听着出去的人汇报打他回来的消息, 眉头微醋, 带到对方幻影一路, 他开口道, 确实, 假不了, 已经傍上了, 蓝人正是赵良简, 自从他的营救工作中出了大力, 如今已经被和连胜吸纳成为外围, 虽说没名没分, 但是江湖人最看重的影子和情谊, 和连胜两者都不少, 他自然也就乐于效力了, 这些日子, 他和伙伴们散布在京城里, 四处打探着各种可疑消息, 按照名单监视的各处地方, 他监视的地方就是刘霞提供的朱先生在王工厂的宅子, 没想到宅子没监控出什么线索来, 倒弄出一桩新案子来, 这人什么来头, 后头,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不好说, 不过他是江湖上有名号的, 干的便是挑战妇女转卖的勾当, 人称玉面攀安, 他本明就做做潘城安, 玉面攀安, 三羊子赤喝一笑, 道, 想来还是英俊, 说起来也不过是忠人之资, 赵良简道, 只是他对妇人之心最是通通, 又善各种小印, 财战之术也甚是了得, 你人若是着他的手便容复古之躯, 再也甩不掉了, 这般厉害, 正是赵良简道, 若不然如何能做这行, 这行当虽下作, 道义笑有些真本事, 三娘子道, 你且把前后原委仔细说一说, 这宅底里是个什么周先生的两个士气, 赵良简说, 这潘城安早就盯上了周宅, 因为这里长时间没有男主人, 却有两个年轻女子带着幼儿, 最是好下手不过, 没想到虽是肥肉, 却不好下手, 潘城安费了几个月功夫, 才抓住了她的外出进香的机会, 第一次施展魅术, 具体的过程如何, 赵良简易不清楚, 不过, 调战妇女都是有套路的, 左不过也就是那几个招数, 总之一来二去, 潘城安便与有容郎有情怯有义了, 大约两个月前, 道人在城南的一处尼姑庵里私会, 便叫潘城安给得手了, 赵良简道, 最近大约就要挑服她卷包私逃了, 你不是说这处宅邸官房审言吗, 两名妾室只每月初一十五烧香逛一逛庙会之外, 连仆役都很少出门, 三娘子挺老也是坐过内阅护院的, 女贱们的那点事情您再庆祝不顾, 哪家大户不是门户森严的, 可又有哪一家能防得住这些事的, 只要起了这个心思, 就算是天牢里也照样把事给办成了, 三娘子听完却不知如何应对, 这事和抓捕乐先生似乎有关又似乎无关, 是否干预更是成了一桩两难的事情, 照理说,眼下周宅并未出现乐心伤, 或者更神秘的周先生的踪迹, 那么柴底里出什么事都不该去干预, 以免打草惊手, 但是眼睁睁地看着坏人诱拐妇女, 将人推入火坑不救, 这又有为标师们的道德观, 是能不露声色的平了吗? 大约是不成的, 照良捡道, 灭了玉面潘安荣毅, 但是他做这桩案子, 京师里头不少同行都知道, 潘承安若是突然没了, 大家就会知道有人暗中干涉此事, 这个潜在的监视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就只能容他把女子拐出去了, 三娘子不甘地吐了口气, 难难道, 这些不争气的没了男人便不能活梦, 照良捡早就亏出, 三娘子有心要管这事, 但是碍于任务又不能管, 正在两难, 他想了想道, 三娘子若是有意要管这事也无碍, 这潘承安得手之后, 多半是会把这女子卖给曹船上的南方客人, 到时候叫人接下来便是, 你怎么知道他会卖给曹船上的客人, 这宅子是宛平县里交代过的地方, 等闲不敢有人罗督, 周宅是王爷号, 专门给宛平县衙门送过帖子照样的地方, 等闲个毛贼歹人不敢下手, 所以夺门绑人是不大可能的, 天子脚下这是找死的行为, 但若是女眷卷包私逃, 便与衙门无干了, 虽说如此, 也得防着苦主动, 用冠面要人, 故而他得了手便会把女人远远地发卖了, 这般才能手尾干净, 多累积自身, 好家伙, 这帮突昧王俩三羊子厌恶地皱了下眉, 也罢就依你的主意, 那边的事情你随时与我消息, 周乐之听闻徐勇的汇报, 停住了手里头的笔, 缓缓将他割下, 思索片刻问道,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十有八九是开条子诱拐妇女的, 徐勇急切道, 周乐之想起王之说的有容的是, 在想起刘娜失踪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不觉有些躊躇, 此事并非空学来风, 他早就有所耳闻, 但是既没有真听实据, 自己又是徒弟的身份, 也不便直接插手, 若是禀告给王老爷, 只怕事情冒得不堪, 犹辱失门, 本来师父对女子是颇为开通的, 总把何则留, 不何则去, 也说过有容或者杰衣, 若是有朝一日不愿意跟着自己了, 愿意另外嫁人, 他也不会反对, 独蛋不会反对, 还要陪送一副丰厚的嫁妆, 周乐之倒也不是非得让有容他们守着, 毕竟师父还在不在世, 在世的话他能不会回来都是未知书, 这般形同软禁的照看, 他们心里头起了心思也不足为奇, 有容倒也罢了, 问题是他是朱牛顿的生母, 虽然他和王芝, 徐勇, 刘家兄弟都知道不管是牛顿, 还是居里都流感搞来的西背货, 但是这几年一起生活, 师父对这两个孩子感情堵深, 若是有容带走了钟牛顿, 或者在诱拐中发生了什么不测, 他怎么和师父交代, 有容是红线出墙也罢, 是树云蛊惑也好, 抹取他的必是歹人, 真若是到了他们手中, 只怕是万劫不复, 周乐之沉声道, 事不宜迟, 要赶紧禀告老爷, 是徐勇建岳先生态度坚决, 大为兴奋, 用力点头道, 真被人拐了去, 先生回来了, 丢了家眷, 我们都不好交代, 你把王芝叫来, 王芝这几天摊, 周乐之交代他去送年货的事情, 一直拖着没办, 这回听到周乐之叫他, 以为还是这事, 农儿一来便赶紧便白道, 先生不是小的不笨, 只是这几天小的腿疼, 我看你不是腿疼, 是屁股痒了, 周乐之笑骂道, 让管家给你四十板子, 你就浑身舒坦了, 先生开恩, 小的这有趣办, 王芝忙不迭道, 周乐之别看平日里和蔼可爱, 人幼年轻, 在王老爷面前可是一等一的红人, 关键是他和以前的周先生不一样, 会当主子, 且慢, 周乐之沉吟道, 你这次带着徐勇一起去, 是, 是, 王芝连连点头, 你装作扛东西的小妖, 不要肉脸, 消得明白, 都了宅子里, 不要放下东西就走, 要仔细地查看, 周乐之沉声道, 特别是有容的屋子里头, 王芝一震道, 这个怕是不妥吧, 怎么不妥, 周乐之道, 你不是说他很不安分吗, 是, 小的是这么说过, 不过他到底是周先生的妾室, 膝下还有个儿子, 身份非比寻常, 小的们去送物件, 最多也就是在院中 望连请安, 说几句话, 怎么严加查看呢, 且不说男女有别, 这尊背上下也不能乱呢, 周乐之一想王芝说的有理, 不论是王芝还是徐勇, 都是仆役的身份, 怎么能去查看半个主子的友荣, 更别说还要穿堂入室了, 说起来自己同样只是徒弟, 友荣结衣都是师母, 纵然亲自去, 也不能去严加查看, 但是这回他又没地方找一个身份高的女子来帮忙, 当下道, 既然这样, 你们两个先去, 屋子里去不了, 就在院中私下转一转, 看看有无可疑的地方,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嘱咐道, 若有荣真有什么, 大约有人暗中协助他, 不是家中的仆役便是什么三姑六婆之类, 你们且仔细地问宅底里头服侍的人, 话说到这里, 王芝也知道事情要紧, 忙答应了, 又道, 周宅里服侍的两家家人都是老爷的, 家生子最是可靠不顾, 只怕是由外人勾引, 这事我做得了主, 你们只管问就是周乐之道, 若是有人不老是, 你们来回我就是, 是, 徐勇周乐之道, 这几天就烦你在宅底里看守了, 三日之内必有人来替你, 是, 小的明白, 徐勇迟疑了下又道, 若是三日之内有事发生, 小的一人料理不了, 又当如何, 你师父没教过你, 京师是天子脚下, 贼人再狂漠, 亦不敢闯门夺人, 你只要看着了, 逼叫人跑出去就是了, 周乐之笑道, 不过, 您想的倒是周全, 多谢先生, 徐勇还是开心, 能被这位老爷的智能夸奖, 是件极有面子的事情, 也事关自己在石翁集团里, 未来的地位, 先生, 从周宅出来, 要不要我顺路去一趟, 王爷府上告病此事, 王之愁愁了一下问道, 这是大事, 总得知会一生, 你说的是, 只是你不能亲自去, 周乐之道, 这周宅外头, 搞不好还有苦贼的眼线, 你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切莫长了尾巴, 小的省的, 他想了想又道, 你们去的时候, 多带店家伙计和脚型脚夫, 随意弄些东西扛着, 出来的时候一起出来, 有人在窥辞周先生的宅子, 徐勇听到三娘子派来的姓氏报告, 颇为感兴趣地问道, 是, 姓氏一五一十的江矿, 向徐勇做了汇报, 三娘子的意思, 带人得手后, 在通州把人拦下来, 这样急不惊动王家, 又能救人, 徐可笑了, 三娘子倒是个心肠寒软的人, 好吧, 我批准他的计划, 你回去提醒他一下, 这件事一出来, 王家的人还有那个周乐之, 大概都会关注到王工厂的宅子, 很可能会有线索, 让他多加注意, 杏氏走了之后, 徐可原没有把这个消息, 放在心上, 对于他的任务来说, 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何况王工厂这边, 本来也不是他们的监视重点, 里面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 监视记录也实在乏善可陈, 想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回到屋子里, 把前几天王工厂周宅的监视记录翻了出来, 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 没翻两页, 就发现前两天, 有一个少年在周宅附近御巡群, 根据记录, 从一个月前开始监视周宅起, 这已经是第三次看到此人了, 监视少, 立刻派出一个双人小组跟踪, 但是少年行踪颇为诡异, 最后在永光寺的庙会上, 因为人流众多, 地形复杂, 失去了踪迹, 现在在复看这段记录, 许可忽然觉得这个少年人可能有问题, 王工厂并不是什么热闹地方, 不到十年前被炸成一片废墟, 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住户甚少, 更说不上有工商业, 少年人一二再, 再而三的, 在这里晃悠是何居心, 要么他就是诱拐集团的一员, 要么他是石翁的人, 负责监看周宅外围的动静, 许可感觉后者的可能性不到, 石翁要看住这些妇孺, 只要在宅底里派人就行了, 何必大费周章再派人在外头布空, 从监视报告看, 宅底里除了妇孺死人之外, 另有两户家人守护, 男女仆役将近十人, 不管是服侍还是坚守都足够了, 想到这里, 他决定不在这上头多费心思, 继续把搜寻重点放在王爷号, 金文池, 刘昭等人身上, 从监视王爷号的过程中, 许可发现了一桩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王爷号正在私下活动, 谋调山东巡抚一职, 王爷号的小船他是仔细读过的, 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 王使郎到年底就会罢官, 从此从稳明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现在他如此积极的活动调任, 莫非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虔诚, 从怀疑周先生是穿越者开始, 许可就知道, 必然存在预知未来的事情发生, 王爷号如此着急忙于调任, 很可能就是基于未来, 但是话又回来了, 周先生既然预知未来, 很可能把大明的寿命还不到十年, 这件事也说出来了, 王爷号还在这里费劲巴拉的不知, 各式各样的阴谋做什么呢, 就算没有他们这些混贼, 刘寇和满清也会要了大明的命, 难不成王爷号有效法乃祖的意思在内, 说起来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情况, 大约只有能和他面谈的时候, 才有可能知详呢, 这王爷号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三娘子获得了许可的批准, 立刻办起试卖, 标局里头江湖关系很多, 这几年又特意结交, 所以消息颇为灵通, 很快就知道, 为潘城安居中拉仙代, 并非周宅里的家人, 而是王公厂一代一个颇有名气的药婆, 药婆就是所谓的三姑六婆中的一个, 其实这算不上一个正式的行当, 从业者多是中老年的家庭妇女, 大多能言善道, 又略通一些药理, 手里有些独门的秘方, 大户人家的规格女子久居规中, 等闲不能外出, 缺少免练, 多有心情欲击, 所以身体状况大多欠佳,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落后的卫生条件, 又往往使得她们有各式各样的妇科疾病, 生育了子女之后更是如此, 虽说医管也好, 游医也罢, 都有善于妇科的大夫, 但是大户人家泰班不愿意严请大夫看诊, 且开出的药方都是调理类, 疗程漫长, 疗效却一般般, 药婆则多有几位祖传秘方的丹药, 对常见的妇科病往往立竿见影, 又有求子赠情避孕打胎之类不便与人说的秘药, 虽说三姑六婆身手识人的鄙夷, 甚至有些人家斥之为上门的祸殃, 严禁他们上门, 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迎合了身归妇女的种种需求, 大户人家还是免不了要与他们打交道, 这婆子姓史在这里颇有名气, 最擅长的是致妇人痛惊, 赵良简说, 一个小小的玩耀吃下去立竿见影, 只是也贵得离谱, 一百万要就要一两银子, 哦, 这倒是她的独门绝学了, 三娘子也是女人, 知道这些妇人的江湖手段, 三尖七星三针七甲, 是他们惯有的套路, 若权使兴, 这门生意也做不下去, 这世使婆子是周宅的常客, 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两三回, 因为交生意时间久了, 她又善于逢迎哄人, 所以宅邸里的家人与她关系甚好, 出入都很骗当, 挑战妇女卷包前头的诱拐套路, 大多是由三姑六婆当营媒开始的, 周宅里的这桩事情并没有让三娘子有多少意外之感, 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不说也罢, 她嘱咐道良简, 只是这女子若是被带出去了, 你要及时盯住, 只要出了京城的地界就把人截下来, 什么法子我不管, 截下来之后任何处置, 请三娘子试下, 且找个地方先探起来,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俩, 使婆子今日颇为得意, 自从输了潘城安的二两鸣子, 为她递送消息, 暗中撮合, 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两个月前, 事情居然就给她办成呢, 这位潘爷手面甚是大风, 甘露安一聚之后, 自然出手又是二两银子, 要她继续居中通信, 使婆子喜不自胜, 知道这是长线的买卖的, 潘爷是做什么的, 使婆子江湖阅历也有几分, 虽说潘城安自称是江南世子, 但是他毫无江南口音, 这样在本地没有一点根脚, 却又潘驴邓小贤的偏偏少年, 闭着眼睛也知道是开条子的, 叹破不说破, 更不能坏了别人的生意, 这是江湖人的规矩, 三姑六婆也算是江湖门道, 所以使婆子只做不知道, 一来潘城安给钱爽快, 二则机械私逃这类事, 大宅门里常有的事情, 当事人多半稀释宁人, 只做没这回事, 免得影响家省, 但他不坏潘又安的生意的同时, 也有自己的打算, 友荣毕竟是他的长期客户, 真给拐跑了, 他的生意自然大打折扣, 搞不好从此禁止上门, 也未尝可知, 所以这生意也不能让姓潘的做得太容易了, 非得多眨出些油水方可, 使婆子虽于周宅是常来常往, 但是他这样身份的人照例不走前门, 而是从后门出入, 到的后门, 清扣门还三两下, 门便开了, 启门的正使刘亲, 是个中年妇人, 和丈夫两个一起在这里当差服饰, 使婆子知道两夫妻颇回能干, 在宅邸里是长总担, 所以刻意笼络, 时不时弄些小叶逢迎, 今日怎来的这般满, 刘亲抱怨道, 我来后头看了几回, 也没见你来, 这几日天寒, 老身浑身疼, 出不得门, 今日日头是回暖了些, 也得日上三感才出得了门做些营生, 使婆子叙叙叨叨, 边走边说些揭晓琐事, 家长理短的是, 这对于酒困宅内的妇人们来说, 是甚好的消遣, 刘缺听她说外头的新闻, 边笑道, 你来得正好, 有容姑娘这几日正宴到你呢, 说你总也不来, 说罢压低了声音道, 上回托你要得种子放, 可曾有了, 刘缺夫妻年近四十, 西夏游子空虚, 他们这样的奴婢家庭, 这儿八经的求医问要是没有条件的, 只能求助于这样的偏方, 使婆子自然不会说, 没有, 听她想托, 便吹嘘自己认的太监, 可以从大内超出的御用的种子方来, 太监他自然是认的几个的, 这御用种子方便是子虚乌有了, 只是用来自台身架的法子, 但他手里头的确有几个条经助运的方子, 亦有些效果, 当下故作神秘道, 这是老身费了莫大的力气, 只是这方子公公已不知道配物, 都是太医们配好的药拿来的, 方子自然不能抄出去, 这是他做这一行的依靠, 所以赵丽只配药不给方子, 为了混淆配物, 还要在里头掺和些不相干的药物, 为了防备药铺里的先生或是大夫看遍出来, 当下将手中提栏揭开一脚, 露出一捆药包来, 叙叙叨叨叨, 这是石符, 太监要一钱银子一抚, 你与我一两就是了, 算我白当差, 刘七儿忙道, 这如何使得, 那有让妈妈以白当差的道理, 当下将她带到自己屋中, 取出茬子称了一两二钱银子与她, 使婆子又是一番推让, 这才将银子收下, 又神神秘秘地从篮子底部, 拿出一个粗烈的纸折子, 低声道, 这算是个天头, 你和当家的照着做, 再配上这样, 保准明年生个大胖小子, 刘七儿接了过来, 展开一看, 不觉扁上一红, 道, 妈妈, 你开什么玩笑, 我都是这把年纪了, 还拿着春宫画来细耍, 使婆子白手道, 这不是春宫画, 春宫都是细会细描, 哪有这般拿墨笔会两个人行就完事的, 实话告诉你吧, 这是宫里头密藏的天竺密书, 罪业男女之事, 若不是我与那太监交情后, 哪里能描出来, 你和当家的照着做便是, 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刘七儿将信将疑, 又看了看, 笑道, 这里头的姿势, 大约的卖结的才做的, 我们两个老胳膊老腿的, 怕是做不来, 又不是每一事都做一遍, 简能做的就是, 使婆子见刘七儿脸颊微微泛红, 知他动了情又趁机道, 你和当家的成婚多少年了, 大约这上头他也有些淡然, 刘七儿叹道, 十七岁主家把我就配给他了, 他年轻的时候倒还好, 这几年, 言霸指垂头叹息, 他四十不到的人, 火力正是壮的时候, 使婆子贴心地说道, 急要求子, 总得多些性质方好, 要不然这药吃了也无用, 这话触动了刘七儿的心思, 忙道, 妈妈可有什么法子, 法子自然是有得, 刘七儿见他吞吞吐吐, 忙道, 我这里有银子, 不是银子的事, 使婆子摆出提起人的模样, 你我是自己人, 老身也不妨说得明白些, 助性采战的药, 老身自然是有的, 可药性猛烈, 年轻人体壮受得住, 要不然便是年岁大了, 萎泥不振, 温不滋润, 亦有秘方, 唯独你家当家的这样的不老不小, 若是贸然用了采战的药, 反倒伤了身子, 这话说得甚是贴心, 刘七儿果然着了他的道, 以为他真的是好心, 叹道, 我都这把年纪了, 哪里还能引得起他的兴致, 又不是为了有个孩子, 眼把摸了摸自己的脸, 不由得怅然若失, 也不是没有法子, 使婆子知道钩子已经放下了, 这回不用急着收, 毕竟刘七儿这里只是小虾米, 大鱼在正房里呢, 什么法子, 我是听书宫里头的太监说的, 说有外国进贡来的药, 外用的不伤身子, 使婆子故弄玄虚, 当时也只是听了一耳, 没细问, 这就要托妈妈问一问, 刘七儿这边已经点了茶来, 妈妈请用, 生瘦生瘦, 使婆子喝了一口道, 既然七嫂的药, 老生自然是要去打听的, 你且放心便是, 有劳妈妈费心的, 使婆子与她敷衍够了, 问道, 宅子里这些日子还安好吧? 这话不是敷衍, 而是投石问路, 把宅底里的情况都掌握到手, 方豪做下一步打算, 今日倒是还算安静, 刘七儿道, 只是前几日来了个煞星, 言语之下, 颇为厌恶, 使婆子蒙问道, 什么煞星? 是过去跟周老爷学生的一个孩子, 如今也摆起主子的谱来, 刘七儿很是厌恶地说道, 带着人来给送年节的礼, 这年都过完了, 才送礼也就罢了, 一到府里就东看西看, 还到处问有没有闲杂人等出入, 丑那架事, 恨不得要把全府上下都拿来审问才是, 你这里连主子带下人, 龙共不过十几个人, 门户又森严, 有什么好审的, 哪个知道他吃了什么药, 刘七儿脆口, 毛都没长齐的玩意, 也来查问, 要咱们门户严谨这些, 听他们的意思, 倒像是我们这里有人做奸犯科事的, 使婆子一阵紧张, 心道坏了, 这碧市走漏了什么风声, 主家派来查问, 他故作镇定道, 这道齐了, 真有什么事情, 哪有派个孩子来问的, 你可莫要小瞧了这孩子, 刘七儿叹了一声, 年纪小却惊似鬼, 一来就查问门户, 打听永宾外人出入, 都是些什么人, 且他问话也仔细, 都是分开了问, 便是想打个马虎眼, 也来不及串攻, 那双眼睛贼亮贼亮的, 一股子煞气, 瞅着人就发气, 使婆子一听愈发心慌, 这一听便是护院的恋家子, 怎么是个孩子, 当即强作镇定, 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悠悠道, 大约是王老爷派来的吧, 说起来, 你们这里也没有主事的爷们, 却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 门户严谨些, 也是应当的, 若说门户严谨, 陈京城我不敢说, 整个王工厂, 还有比这里头更严谨的地了, 两位姑娘, 并少爷小姐, 也就是初一十五的进阁乡, 逛个庙会, 整年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还嫌不够, 左不过弄两个笼子, 把他们都关起来, 便严谨了, 哎, 这是什么货, 为了这门户严谨, 把当家的骂得一通, 倒像是老子训儿子一般, 照他的意思, 大约很想把我也拿去做法, 吃顿板子, 他才舒坦, 被老娘一顿臭骂, 才算是消停了, 刘千儿没说他前几日, 跪在徐勇面前, 连连磕头求饶, 发誓再也不让三姑六婆上门的事情, 不然他今天大约是没法坐着说话了, 使婆子看他的模样, 大约是前几日受了身性, 他有心要鸡一鸡, 故意叹道, 官不如管, 他有人撑腰, 吃他一碗, 受他差遣, 面上的事情还得顺着他才是, 呸, 刘千儿赞了一口, 愤愤道, 王老爷派来的也就挂了, 八根子挡不着的 周老爷的徒弟派来的人, 在这儿作威作福, 算个X毛, 他要如何如何, 等这宅子姓了徐, 老娘再听他的也不迟, 使婆子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见火后到了故意道, 哎, 七嫂子, 这是何必呢, 既然他都发话了, 这些日子我少来解回就是了, 莫要平白讨根没去, 不碍事, 您老愿意来就来, 这周宅里还容不得他做主, 刘千儿摆出一副静在掌握的模样, 再说了, 传你来的是友荣姑娘, 这小兔崽子有本事把友荣姑娘演来个家法从事, 言霸笑了起来, 使婆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心里头确实在盘算, 主家大约察觉到了什么, 但是又无真庭实据, 所以才派那个不太相干的孩子过来, 潘承恩的这桩生意十之八九是办不成了, 不过这与他不相干, 今日他到猪宅里, 原就是为潘传华优惠, 至于优惠的时候潘说了什么, 有荣幸不幸, 逃不跑, 这都不干他的事情, 只是有荣一旦卷包潜逃, 不管事成不成, 他就算思虏得再轻烫, 也大概率上不了这个门了, 好在有荣才是他的大客户, 刘青只能算是个天头, 这绝户储最后一笔生意渴得是好了, 尽量多榨出些油水来才是, 想到这里他已经有了计较, 插入正题道, 两位姑娘可还好, 他们有什么不好的, 每日汤水吃穿都是现成的,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要说正事不过是养两个小孩子, 刘青一脸不细, 有荣姑娘前个还问起你, 说她身子不舒服, 让你来了就去她房里, 是啦, 是啦, 她上回的确与我要过药, 屎婆子一拍手道, 这回我就过去, 不急, 刘青说着压低了声音, 一会等杰衣姑娘歇武教的时候, 你再过去, 免得她嚼舌头跟子, 有荣和杰衣两人不对付这事, 屎婆子早就感觉到呢, 虽说这两位都是她的客户, 但是杰衣显然要老实一些, 老实固然狠骗, 但是我猛胆子就小, 哄不了她干大事, 自然也就赚不到大钱, 有荣是乐护家出身, 精明过人, 小伎俩哄骗不了她, 但是她胆大妄为, 反倒是能从她身上搞到大钱, 光是牵线搭桥, 甘露安里安排下两度私会, 她就已经弄到了十两银子, 并几件首饰, 这又是怎么个情形, 屎婆子盲问道, 这回姓徐的来问长问短, 把她给吓得魂也没了, 不但一五一十把宅子里头, 与外面来往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连累大伙挨身旧, 还观者说以后不要让外头人上门, 烧香也不去了, 刘青满脸底一道, 瞧她怕的那副模样, 都自在外头偷了人似的, 姑娘是小门小户人家, 吃不起惊吓, 屎婆子善解人意道, 她那离老身就不再去了, 省得大伙难做, 她也担惊受怕胆, 也是省得多事, 刘青其实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因为徐勇几天前来过, 已经很严厉地教训过, 和府上下的奴婢们, 连两个姑娘也被梳理通, 别看她嘴里很不尊重, 毛都没长期的少年, 但是有权不在年高, 烧烟一句话, 就能让她夫妻两个屁股开花, 进而丢了这份在猪宅里管事的好差事, 只是刘青还惦记着屎婆子的大内密药, 加之平日里两夫妻在宅子里小恩小慧, 笼络得和府上下的仆秘们都浮浮贴贴的, 所以多少有些有耻无恐, 若不是这回徐勇分开问话, 又问得特别刁钻, 原本是滴水不露, 但是徐勇不能天天在宅子里蹲着, 他一走, 刘青便又固态重蒙了, 友荣更是对徐勇的这番整顿不以为然, 他和潘成安自打勾搭上来, 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 哪里坎受这样的约束, 故而怂恿刘青夫妇继续与屎婆子来往, 屎婆子又与刘青闲话了些时候, 刘青见时候差不多了, 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瞅着屎婆子装了装手, 屎婆子会议, 立刻起身随着刘青穿过后院, 从脚门进去, 里头是小小的一个天井, 这是东乡防北尔房的天井, 从这里就可以直接进入有荣居住的东乡房内, 不用经过院门和院子, 也就不会惊动居住在西乡房的杰衣了, 而房较之全部暴露在院内的乡房, 更为隐蔽安静, 故而多作为卧室或者小书房之用, 这里就是杰衣的小书房, 自然,杰衣并不在这里读书写字, 而周牛顿也没到读书的年龄, 这间小书房便是他专门说兴富话, 存房要紧物件的地方, 使婆子进来先扶了扶, 满脸堆小道, 姑娘好, 妈妈好, 又容见了他, 亦是满脸笑容, 妈妈坐, 言把关照送茶来, 老身财食已经在刘嫂的屋子里喝过了, 姑娘目要费事了, 使婆子瓷血道, 坐下道, 姑娘上回要得补气养血的药老身拿来了, 说着从包袱里取出药包来, 刘轩是当老了差的, 知道他们要说心腹话, 赶紧退了出去, 将门户衍上, 有容有不放心, 听得外头脚门响, 起身开房门瞧了瞧, 却见后院脚门已经合拢, 这才缩回身子, 将房门合拥上闷, 回到使婆子身旁, 也不分兵主尊卑, 就在他身旁坐下, 问道, 潘大爷有什么消息, 使婆子见他心急, 不由的心中暗笑, 去故意掉他的胃口, 悠悠道, 消息是没有, 眼瞅着有容露出失望的表情, 又接口道, 心倒是有一封, 盐大, 从随身的包袱里取出一封信, 有容喜出望外, 盲接了信拆开看, 他是杨猪数码出身, 虽然才情有限, 吟诗作对的本事没有, 读书写字却是通代, 抽出信纸便觉得一股清幽的芬芳, 正是大户人家惯用的书房熏香, 这熏香打小他就熟悉, 自打到了朱老爷这里, 这朱老爷粗笔无闻, 这些书房压去家中一盖无有, 都是添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玩意, 有容耳闻目如学来的东西, 居然一点用处也没太上, 此刻嗅到这熟悉的香气, 不觉百感焦急, 一时净郑重了, 使婆子见他发呆, 忙提醒到姑娘瞧信, 有容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面皮微微发热, 赶紧将信尖打开, 却是一张十竹斋尖, 这尖并非出自本地的南指殿, 而是来自江南的司尖, 选材好, 至作精, 最是典雅清新不过, 这位攀爷不但有钱, 而且当真是风雅绝伦, 有容的内心扑通扑通的跳得厉害, 原本和这潘承安的狗和, 只不过是未解深归寂寞, 但是渐渐的便让他见有方性暗许之意, 信尖上是一笔漂亮的楷书, 有容还是头一回接到潘承安的熟信, 他是有眼力见的, 见这书法虽有些降气, 但是看得出下过功夫, 不由的暗中赞许, 心上无抬头, 下无落款, 显得很是小型, 里面的内容倒无神特殊, 不外乎是倾诉相思之苦, 并未特意拽文以彰显文采, 聊聊术语, 简单平时, 却又透出种种情意来, 勾动他的情思, 当下将信收了, 低声道, 有劳妈妈了, 哪里的话, 使婆子是今年的老手, 见他的表情便只有九成的把握道, 潘大爷说了, 心里有些话不便写, 只见老生传了口讯, 说他思念你紧, 如今茶饭不思, 只想着能再与姑娘相会, 说着又从包袱里掏出个小盒子, 塞到他的手里, 翘声说, 这是潘大爷送你的, 太显眼的物件, 他不敢送, 怕对你惹来是非, 真是对澳洲海水珍珠耳环, 最是名贵不顾, 带着又不起眼, 友荣打开罗卡盒子, 里头是一对粉色的珍珠耳环, 款式简单又不识精巧, 浅粉色的珍珠不大, 却是流光一彩, 友荣也是见过不少好东西的, 这么好看的珍珠, 还是头一回看到, 不觉呆住了, 这哪里是不起眼, 简直是光彩独目, 耳环上用的金料, 且不说, 只这对粉色的走珠, 京师大首饰楼里, 至少就要几百两银子, 想到那周老爷, 自己服侍他这些年, 名义还给他生了儿子, 算是有功之臣, 除了来的时候王老爷陪嫁了意和首饰, 就再没有给过一件首饰, 虽说周老爷做了许多好玩又有用的小玩意,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玩器或者家用之物罢了, 友荣叹了口气道, 这礼物太贵重了, 说吧, 反而愁愁起来, 使婆子收了潘承安的银子, 低声道, 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 听说那潘大爷是江南大户人家子弟, 家中资财无数, 是了, 他是江南人士, 到的京师一年半载, 不得一样回去, 有荣情不自禁地叹道, 使婆子狡黠一笑, 姑娘莫非是想做长久夫妻, 友荣这才惊觉自己说漏了嘴, 赶紧道, 要死了, 浑说什么, 说吧, 忙将盒子往他手里一塞, 你要这样乱说话, 今后不要再来了, 使婆子黑黑一笑, 道, 算我老婆子多嘴, 该打, 该打, 说吧, 轻轻挡得自己两下嘴巴, 却把手势盒子, 还是放到炕桌上, 道, 这是潘爷的心意, 姑娘就留着做个念想吧, 潘爷在京师也留不了太久了, 这一句却掉了友荣的心境, 忙问道, 怎么, 他要回南边去了, 是, 他本是江南人士, 来京师开看演技, 正如姑娘说的, 一年半载的不得回去, 怎么, 友荣极了, 一时间心里乱成一团, 其间极有不舍, 又有遗憾, 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境, 仿佛是黄梁一梦, 咱得这么快就要回了, 我的好姑娘, 使婆子拍腿道, 潘大爷来京师一年多了, 原本去年秋天就要回南去的, 只是冰洞上的枣, 草船开不得, 这才耽搁到柔惊, 眼瞅着三月开了河洞, 他自然是要回去的, 友荣无言, 一时唐然若失, 使婆子见火候到了, 低声道, 潘大爷最放不下的也是姑娘, 想与姑娘临别一句, 不知姑娘, 说吧, 推刺着友荣, 友荣不觉将帕子咬在口中, 犹豫许久才到, 只是如今宅底里不必从前, 是那个小崽子, 是, 他是我家老爷徒弟的跟班, 闻是个不上台面的杂毛, 有荣恨恨道, 只是如今, 这徒弟在王老爷面前也很高看, 他也跟着横行霸道起来, 前几日过来, 总算还顾忌到这点香火情分, 他留了几分脸面, 要不然, 约是要把我和杰衣两个都拉出去听讯吃了, 原来如此, 使婆子故作失望, 若是这样不去也罢了, 潘大爷说了, 姑娘自己要小心, 莫要轻易涉险, 友荣没有答话, 又沉思片刻道, 潘大爷约在哪里见面, 还是甘露安, 是, 使婆子见他眼神居然, 知道他下了决心, 心中窃喜, 轻声道, 开河洞, 至少还有一个愿, 是, 你过三天再来, 友荣敲声道, 我到时候自然有法子出来, 是了, 使婆子喜不自胜, 我这就去和潘大爷说, 要有什么预备吗, 你与潘大爷说, 友荣嘱咐了几句, 使婆子听了连连点头, 道, 老神省得了, 说罢就要告辞, 友荣叫住了他, 上回问你要得要呢, 瞧老神的记性, 使婆子笑道, 都带来了还给忘记了, 他从包袱里, 取出个小瓶子, 神叨叨叨, 此务事前扶一完, 事后立刻扶一完, 隔天再扶一完, 连扶三天, 保准不碍事, 若有事, 你可就害死我了, 友荣促道, 姑娘放心, 老神这要扶过的人, 没有几千, 也有几百, 从没出过篓子, 使婆子笑眯眯道, 老婆子只恨自个儿年轻的时候, 怎么没得着这好方子, 莫要换说了, 你且悄悄地去了, 友荣说着, 从抽屉里取出用丧皮纸, 包着一小块银子于她, 使婆子入手一颠, 至少也有无两, 杜绝大喜, 又服了一服, 道, 多谢姑娘, 事就交远老神安排了, 过的三日, 友荣果然想出了法子, 她在京师里头, 有几个要好的干姐妹, 都是在大户人家为妾室, 平日里多少亦有走动, 其中一位, 如今是京师里某部侍郎家的红姨娘, 王爷后在京师广结人脉, 自然不会错过这路关系, 平日里也准许有融合这些姐妹们走动联络感情, 正好这位姐妹新淡连, 虽是妾室述出, 大户人家也要有一番庆贺, 有荣照丽也要去庆贺一番, 因为身份低微, 算是补上台面,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 那便是她是姐妹的私客, 都需要经过关中, 也无需登记客部, 一进府邸之后便是自由之身, 家中寂寞无趣, 每回有这样的外出机会, 有荣都是早出晚归, 在人家府邸里待上一整天的功夫, 虽然徐勇来整车过之后, 初一十五的进香暂时停了, 但是去闺蜜家走动, 是王老爷准许的事, 仆役们谁也说不出什么, 徐勇又不在, 刘妻夫妻更不会暗示, 当下与使婆子约定了时间, 是日到了闺蜜府邸中, 先打发了轿子回去, 只叫傍晚来接, 随来的仆妇留在外头等候, 进到后院, 先与闺蜜续一续旧, 再要她行得方便, 闺蜜与此类事, 亦是星知度蒙, 当即道, 我只当你已经回去了, 其他一概不知, 当下派了个贴身的老孟, 悄悄地引她到了府邸后门, 放了她出去, 出的门去, 录像之中, 早已挺着一城青布二人抬小窍, 窍旁的田仆, 正是跟潘承安的仆人, 有容只觉得浑身轻松, 当即使了个眼色, 一言不发, 钻入窍中, 窍子抬起, 一路走接过像, 出了崇文门, 过了抽分场, 抽分场的西南一带蒙带士一片妈地, 兴罗齐步地布满了大小孩子, 风景一圆, 因而寺庙伶俐, 甘露安便侧身其中, 甘露安地方不大, 小小的三进院落, 有容已经来过多次, 这座安堂的主持无言并非真正出家人, 当然也说不上有度谍, 他原是宫中全患的下堂去, 家里的老爷是烟打, 倒台之后, 避切兴散, 各谋出入, 这无言本是精灵岳户出身, 在太监伏迪里混了几年, 颇有积蓄, 亦有些人脉, 出府之后, 他不甘于就此回乡, 拜了一个老尼为师, 又在南城买地, 修了一座安堂, 买了几个女孩子冲作小尼姑, 宣称是修行, 实则无言并没有修行的心, 之所以出家, 不过是为了正的行动自由的便利, 因为周遭都是正经寺院, 无言不甘公然厌制高张, 搞花安的名堂, 私下里却长左鞋, 拉仙处合的勾当, 为大户人家男女优惠, 打开方便之门, 但他手法高超, 怪头还以为, 他这里虽然红尘位足了些, 一意攀附, 迎合豪门大户的女眷, 总还是个干净的修行处, 哪里知道里头的花样, 有荣下了轿子, 早有个小尼姑迎来, 将他领到东面一座院路, 进了月洞门, 是一架葡萄, 天寒地洞, 残留几节老庄, 院子里还有两口大缸, 里头原本种着荷花, 冬日也只剩下些残叶断岗, 三明两岸的正房, 都大概的却颇为精强, 梁柱没有本地常见的彩绘, 只是本色广齐, 这一番景象, 每每让有荣祥去家乡的模样, 家之无言又是精灵人士, 语言隐时相近, 在这人地声说的京师, 自然就生出一份清静来, 这也是他当初原意来此进香的原因, 台阶下早就迎出了一个女子, 年可三十, 滋容毅力, 打扮在半僧半俗之间, 虽穿僧袍, 一头无法用网金罩战, 却掩不住他的柔美之志, 有荣当土见到, 便知是同道中人, 果然二人叙旧, 竟还是半个同乡, 都是数码出身, 又都沦落在京师, 自然起了同病相怜之感, 这无言待他意识特别清热, 见他到来, 当即拉着他的手翘声道, 这回出来没什么阻碍吧, 来了个惊蝉托客之术, 有容俏皮一笑, 无言一笑, 当即引他先去正院殿宇 内捏了香, 又沿入静世带茶, 这套流程, 不论来者是何目的都照作不悟, 这也是无言留下的退身之步, 来了没有, 有容急于要见潘承安, 闷道, 早就来了, 无言一笑, 揶揄道, 你急什么, 有容脸色一红, 道, 我有要紧的事情说, 如今还不到正午, 时间宽裕, 无言道, 你若显出吉祥来, 岂不是被他拿捏了, 纵有天大的事却, 也得先量一量他再说, 姐姐说的是, 被无言一说, 有容也只好按捺住性子, 与他饮茶闲聊, 好在他亦有事, 想让这位姐姐参谋, 便将徐勇到府邸整顿的事情, 说了一番, 这小崽子似是知道了什么, 无言听得仔细去不开口, 直到他停下才问道, 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有容露出苦笑, 守着家里的四方天, 一天天的挨, 也不知道算是守寡, 还是在妄疯, 要我说, 你自己的主意要拿妥当啊, 无言拿这个白桶小手炉, 周家要不要待下去, 若是熬不得, 不如干脆去求一求王老爷, 放你回南边去, 反正你都给周家生了儿子了, 哪有这般容易, 有容道, 当初王家给了我家三百两银子, 银子我有, 若肯去求一求, 大约这笔身价也可以免了, 只说我爹娘也不是什么善人, 回去屁股都坐不热, 就又给他们卖的, 无言家中情况与之相似, 听盘一说大有同病相怜之感, 叹道, 美人目为女儿身, 百年苦乐由他人, 你既还要留在周家, 潘大爷这边还是早些断了为好, 若真要给王家抓住了什么把柄, 交官没法卖, 那才是如躲地狱, 一想到这可怕的前景, 又容不绝一颤, 他并不是牛顿的亲娘, 就算是, 出了这样的事, 照样会被主家发卖, 见他面露幽惧之色, 无言颤热打铁道, 你可得早些拿主意, 这事只有满一时, 不能满一时的, 真要给人拿住了,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还说什么断不断的, 有容长叹一声道, 如今已是二月, 下个月何以开洞, 潘大爷自然就南边去了, 到时不断意识断了, 见他还有恋恋不舍之意, 无言继续道, 走了潘大爷, 还有李大爷, 王大爷, 姐姐我是徐娘半老, 你还是花一样的年纪, 不明不白地守着, 有心思再寻常也不过了, 这么下去不是个事, 这一番话触动了有容的心境, 暗自琢磨起来, 无言趁机道, 自打你来我这里进乡, 我就觉得你我姐妹甚是投缘, 说起来我们也算是半个同乡, 你如今上下不靠, 也该为将来打算的, 有容听他话里有意问道, 姐姐的意思是, 原来这无言虽有了这处产业, 却并不知足, 打算把香火弄得再旺盛些, 大大地连一笔钱, 置个几十亩田的妙产, 还打算这兴修花园, 雇上几个作素斋的好手, 让这里成为大货人家女眷们, 平日里烧香油赏的圣地, 志向很大, 路子也有, 竟是许多大户人家的那堂, 他都走得进去, 说得上话, 可他暂时也不敢放开手脚做事, 因为独木不成林, 没有帮手, 安中的几个尼姑, 老的老, 小的小, 年龄合适的, 又都是为了混口饭的贫寒人家女子, 遇到生人, 连话都说不利索, 只能做些粗笨的活计, 自从友荣来进香之后, 二人一曲相投, 言语投机, 不觉又激起她的雄心壮志, 友荣面目娇好, 打小又受过全套数码, 酱母, 不论言语应对礼节都跳不出毛病来, 若是用他来之客, 岂不是一个莫大的助力, 友荣不是本地人, 不会伟大不调, 只能依附于他, 且身边至少有几百两的私房银子, 并许多首饰, 凭他无言的手腕, 到时候自然哄得他拿出来投资, 来我这里如何, 无言低声道, 不比在人家里为妾来得自在, 你是说出家, 有荣有些惊讶, 大约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出不出家, 全在你自个儿, 并无大碍, 无言书, 原意出家可以带发修行, 反正他自己也是这样, 若是不愿意穿僧袍, 亦可作为性女居士, 长居安中, 你人聪明又能干, 还会说话, 替我做个帮手, 不比不明不白, 我居在周家守护寡强, 无言辜获道, 住在这安里, 不受主家约束, 除了安堂内得断婚姓, 不能成装华服之外, 样样都能自个儿做主, 空前你来了, 就是直客, 自然有人服侍, 极不受累, 也不用看人脸色, 空闲时, 我们姐妹还能相伴消闲呢, 这番话说得有溶洞的心, 其他也就罢了, 能自个儿做主, 这点对他特别有诱惑力, 且容我想一想, 又容愁愁道, 这是桩大事情, 我得好好想想, 无言之道这是水魔功夫, 并不急着催谈, 低声道, 你自个儿拿个主意, 总得有个长久之策, 量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友荣说自己有些困倦, 想要歇个午觉, 去后途的客室歇息便是, 那笔内外都安静, 多大的声响也听不到, 无言使了一个促暇的眼色, 友荣脸色一红, 二人起身, 友荣在前面带路, 从院子侧门出去是一条家道, 沿着家道走不多远, 便是一道小门, 推开来一看, 是个极小的远路, 三间屋子, 院子里头另有一道门, 却锁闭着, 大户人家女眷来进香, 临时要歇息, 稍具规模的安堂内都备有客室, 甘露安自然亦有两处这样的远路, 远路虽小, 却是不知雅节, 还是静命, 我就不进去了, 乌言笑道, 你自己去便是, 只是莫要忘了时辰, 友荣点头, 心却是喷喷乱跳, 自从使婆子牵线嘎乔, 在乌言这里遇成了好事, 二人相见也不过三四回, 只是每一回都叫他回味无穷, 若说他贪图难欢女爱倒也并非, 而是过去的周老爷书少情趣, 随态度和蔼, 待遇幽给, 平日里却绝少与他和解一相谈, 偶然闲苗对谈, 亦说些不明所以的风话, 决意是文盲也就罢了, 他多少也是读过书的, 却完全与他书不明白, 这位潘大爷不但为人儒雅, 亦更懂小女子心情三言两语, 一个动作便能触动他的心坎, 此种舒心愉悦之感, 在周老爷那里是体会不到的, 推门而入, 只见天井内一处花坛, 种着梨树, 现今光涂涂的, 瓦片铺气的地面江南韵味十足, 打扫得干干净净, 狼眼下战德,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情郎, 二人指手对视而笑, 情愫静在不言之中, 潘承安帮他撅起门脸, 引他进到正房之中, 屋子有火墙, 室内温暖如春, 一盆年花牡丹开的正宴, 剧中摆一张四人用的方珠, 只设下两张细藤圈椅, 桌上摆放着十二碟干鲜果品, 并各式下酒小菜, 红泥小炉子上烫着黄酒, 酒香混合着几商大盆佛手的果香, 令人不醉以熏, 这无言好会享受, 有荣笑道, 他这番享用, 就是我家里亦没有这般的排场, 潘承安笑道, 惊失冬天有一个妙处, 便是这火墙火炕, 烧起来一世如春, 若是在江南, 又潮又寒, 只能抖了, 若是我都宁愿穿着丝棉袄子抖呢, 有荣笑道, 潘承安一笑, 男人虽无清城清国之书, 但这一笑亦足以治过迎车, 只这一笑, 便让有荣的心腾腾乱跳, 却脱了外头衣服, 一起饮几杯, 共霄东寒, 潘承甘道, 当即脱下了外头的棉袍照挂, 二人同真共饮, 男女私会自有一份忧情在内, 尤其是在这天寒地冻的冬季, 外头白雪矮矮, 北风呼啸, 屋内红泥火炉, 一世如春, 又有美酒爱吕在盼, 堪称人间极乐, 有荣一杯酒下肚, 两颊烟红, 贪成宽, 却是笔有心肠, 眼前的有荣, 从他通过使婆子牵线起, 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到甘露安私会这一时第四回了, 期间花去了大约一百两银子, 花了这许多银子, 自然要获得超额的回报, 以有荣的资荣, 带去江南转卖, 至少能卖上二百两, 但是自己大费周章, 这点钱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有荣是富家妾室, 还育有一子, 照理说会有很多私房和首饰, 若能说服他卷包私奔, 这些就全都能到手, 这些日子, 他已将有荣禀周家的情况, 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有下本主不知下落, 生死不明, 正是前途鸟茫, 不知说错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游说他私奔, 正是大, 好时机, 何况他刚才还露出了私乡之情, 自己假托江南人士, 远不过时立个风雅清俊的人寿, 如今倒是误打误撞, 这么一来, 私奔还带着还乡的意思, 有荣心情上就没有那般抵触了, 正想着听有荣观到, 潘大业是江南人士,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 有荣是兽马出身, 虽社会经验短少, 人心却甚是精明, 潘成安之道, 这句话带着盘问底绪的意思, 他心中一喜, 过去的交往中, 他还从来没有问过这个, 若对方把自己看作是露水因缘, 难科一梦, 大可不必来榜底, 看来狼有情, 窃意有意, 潘成安这种开条子的就是变色龙, 绅士背景都是几套造好的, 说起来严死合缝, 绝不会漏半点破绽道, 我家老宅在长州附近江县, 极有老宅还有兴宅了, 是, 兴宅在武进县, 老宅是乡下, 地方大又有田庄坟林, 时不时亦要前往照料, 长辈嫌俯成太过喧闹的, 如今多住在那里, 当然也即使长州人士, 口音却不太相似, 潘成安再聪明, 也不可能学会许多方言, 好在他早就有托词, 道, 我家并非土著, 祖籍却是湖广, 祖父家境贫寒, 为谋生计到江南营省, 赚得一份家业, 依旧落极于此了, 至今家中长辈, 老仆游有讲湖广土话的, 我是一点也不会说了, 只是这静江武进的话也说不来, 哈哈哈哈, 大爷的官话说得比当官的还好呢, 有容赞道, 老爷又在何处高就呢? 祖父原要父亲读书出身, 奈何读了三十年, 也只是个秀才, 谭承安故意叹道, 秀才乃是宰相耕摇, 亦数不易了, 家父虽为重上举人, 家中祖传的营生却没有放下, 所以家中倒也能维持个小康的局面, 大爷家若是小康, 我这里岂不是贫苦之家了? 有容笑道, 江南大富之家甚多, 我家这样的只能算是小汤局面了, 是啊, 江南真是个好地方, 有容叹了一声, 颇为惆怅, 谭承安知道他起了思乡之意, 抓住机会问道, 姑娘是扬州人士, 说来也反不上, 我家只是乐极在扬州, 实则加费高游州兴化县, 有容点头, 一别数载, 已不知风物是否如常, 如今天下道处兵荒马乱, 严霸面露优色, 兵荒马乱不假, 不过江南总是一块福地, 滩城安宽味道, 兴化离常州府不远, 过着江便是, 若是有什么信件物品要烧带回去的, 交给我便是, 是了, 你就要回江南去了, 有容有些怅然若失, 什么时候回去, 等开了河洞就动身, 潘城安注意着他的表情, 这一去便不再来了, 这个倒也难说, 潘城安故作愁愁道, 进行原是为了谋出身, 若有机会, 将来还是会来的, 话里头的意思, 便是没什么机会再来了, 虽然知道这是露水因缘, 但这几个月来, 两人勤快甚毒, 如今到了分别前夕, 有容不由有些暗然伤神, 潘城安道, 说来, 我亦是舍不得, 哎, 他故意长长地叹了口气, 有什么舍不得, 有容明之故问, 潘城安低声道, 你真得不知道, 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虫, 如何知道, 男人微叹一声, 似是在自言自语道, 我的心, 你还不知晓吗, 永容中坐没听见, 只低头浅浅歇酒, 梁酒方又问道, 你离家, 这许久, 大约一挂念家中呢, 且, 浊经身子劝家, 两个孩子也在总角之间自然挂心, 潘城安坦然道, 以他的年龄和身世, 不可能说自己还是单身, 好在家里有老母照料, 总还能放心, 你这么大的人家, 身边没置办妾室, 妾室自然亦是有德, 不过两个都是乡下女子出身, 不出汤, 潘城安道, 只能帮着料理家务, 真要有什么事情, 都是没主见的, 有容没有说话, 沉思良久忽然道, 这会尽经谋前程, 事情可成了吗? 自然是成了, 潘城安露出得意的表情, 有钱能使鬼推目, 何况我谋的不过是个国子健兴, 不费多大的事, 可能让我瞧瞧, 礼部高深, 我怎么会随身带着, 在婴儿那里存着, 你要瞧下回带来便是, 只怕是没有下回来, 有容难难道, 怎么潘城安露出惊讶的表情, 有容当即把徐勇的事情说了一遍, 瞅着他的意思, 只怕是主家已经怀疑了, 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潘城安面露紧张之色, 这倒不是装出来的, 他打探过有容的主家, 绝对是他惹不起的人物, 若真是给对方抓到了, 资格小命不保, 若是这样, 倒要早做打算才妥当, 他不由自主地说道, 潘大爷有什么计较, 有容紧紧地盯着潘城安的面孔, 电光火石之间, 潘城安已经在心里头盘算了明白, 事已至此, 绝没有就此放手的道理, 大不了这几年不到京师做生意了, 当下目光坚毅地望着有容, 道, 我意已绝, 不知姑娘是怎么想的, 赵良俭吐出了嘴里的烟渣, 又藏了一口痰, 自打皇上进烟, 他的汗烟是好只能戒了, 但是他们这样的人在外头忙活当差, 少不得要熬夜, 没个提神的东西可不行, 好在三娘子那里有的是南洋来的新鲜玩意, 没了汗烟, 还有鼻烟和嚼烟可用, 鼻烟这玩意吸了容易打喷嚏, 暴露目标, 所以镜头更大, 又不会打喷嚏的嚼烟就成了他的新欢, 在王工厂这里, 他和几个伙伴陆陆续续地蹲了好几天, 一切照旧, 今日却发现了异常, 原本出去进香的轿子, 午后只回来了一顶, 另一顶直到天色江雾, 才匆匆返回, 从抬轿人异常迅速的步伐和随行扑壁掩饰不住的张皇神情看, 显然是出了问题, 赵良俭马上就注意到教父的脚步十分轻快, 轿子发飘, 这说明他们抬的是一顶空轿, 午前出去的时候, 石打石里头是装了人的, 现在呢, 大户人家的女眷若非走亲戚回娘家, 绝不会在外过夜, 有融合节衣都是外地人, 在京师没有亲戚可言, 没有回来的人是谁呢? 监控人员虽然看不到轿子里的人, 但是已经摸清了两位夫人出行时候, 随从的扑壁是谁, 一般来说外带的男扑有变化, 扑妇都是贴身伺候的, 轻易不会调换, 跟轿子的正是有融的扑壁, 这么说有融跑了, 赵良俭当即对身边的人说了几句, 随即起身, 一路赶回合连胜,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三娘子处便不惊道, 自打知道了开条子的是潘承安, 又在甘露安行苟且之事, 三娘子便让人盯住了这里, 当然这不合规矩, 因为这极无雇主的委托又不是任务的需要, 不过出于同情心, 三娘子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有融堕入地狱, 不过既是不合规矩的事情, 廖三娘也不便在这上头花费太多资源, 所以他只派着个打砸的少年在附近盯着, 和连胜和其他标行一样, 柜上收留着不少性质标识的眷属, 人的天资不同, 不是个个都能吃标识这碗饭的, 干不了的人就打个杂, 混碗饭吃, 好在在固定地点盯梢这事不需要什么天赋, 能带得住寂寞无聊就行, 小得子一个多时辰前就回来说, 甘露安里出事了, 廖三娘说, 安堂里的尼姑这回都和乱锅上的蚂蚁似的, 这么说, 有荣跑了至少有一个多时辰的, 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 廖三娘道, 我已经派人去各标局打听了, 有荣不是普通人家妇人, 被拐跑了无言少不得要担干系, 他多败是有设法寻找的, 这事报官是无用的, 没有请标局出马, 这就不碍事了, 赵梁简说了口气, 你还是继续在周宅盯着, 有荣一跑必然会惊动王家, 说不定游子会引出什么大鱼来, 明白, 几天后, 和连胜通过派驻在标局内的通信员用电台, 向张家湾的指挥部汇报了最新的情况, 有荣已经确定考虑, 跑路之后无言暗中到标局拖人找人, 和连寿没有接这桩案子, 但是已经和相关标局通过气, 一有消息就通知他们, 许可拿着报告, 有人勾引了猪宅里的女人司头这件事, 本身并没有油水, 但是今天发来的报告却十分的重要, 在事发之后的几天里, 有多人出入过州宅, 监视人员发现其中有一个少年十分可疑, 不但多次往来于王宅和州宅之间, 而且有很强的反跟踪反侦察意识, 可惜这笔既没有照相机, 也没有速写人员, 无法及时记录下可疑人员的图像, 不然倒是让刘霞辨认一下, 不过既能频繁出入州宅, 很大可能是石翁的人, 刘沙十之八九是见过的, 他来到关押刘山的屋子, 刘霞的身体已经大致复原, 只是身体还很虚弱, 刘石石翁手下, 有没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有? 哦, 长什么模样? 刘石却没有回答他, 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最近王工厂周宅时时见他出入, 这厨, 刘达低声骂了一句, 你认识他, 我自然认识刘尤道, 十五六岁, 又能经常去周宅出入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的徒弟, 你徒弟? 是大名徐勇, 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徒弟? 也是机缘, 当即他把当年为了给周老爷安排一个女儿的往事, 说了一遍, 这孩子我就留在身边呀, 这徐勇人怎么样? 绝聪明能干的一个人, 朱乐枝也很看重他, 说假以时日大可承接他的一波, 只是, 只是吗? 性子有些倔, 留下笑, 当差的人太绝了不好, 他为何会时常出入周宅? 他也算是半个周先生的弟子吧, 留下笑道, 这孩子崇情重义, 周老爷失踪之后, 他一直挂念着, 对周老爷眷属更是关照有加, 更别说他妹妹就是周居里了, 他现在是不是经常跟着周乐枝, 许可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抛了出来? 是的, 留下倒是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如此说来, 跟踪徐勇大可概率就能找到这位神秘的周乐枝了, 想到这里, 许可的神经顿时兴奋起来, 一旦百度这位不知来历的神秘人, 石翁集团的种种怪事也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许可对石翁集团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他们的破坏能量已经撼动不了元老院的统治, 存亡与否也没多大关系, 但是周乐枝这个人大大的激发起了他和情报局的兴趣, 通知民展练小组要他们重点盯控这个许勇不要补拿, 把他周围的关系人都找出来, 许勇的嘴里咬着一根基杆慢慢地转动着, 打量着被吊在房梁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刘七夫妇, 这里是周宅的后院, 从昨日起因为搜寻毫无线索, 便在这里拷问宅底比的扑弊, 从守门的到初始的丫头各个过堂, 动了家法严刑拷问, 一干男女被打得呼天抢地, 把宅子里的事情全都翻了个底朝天, 作为猪宅管事的刘七夫妻, 自然吃得苦头嘴多, 被剥得赤条条地吊在房梁上苦, 打了一夜, 虽是为了拷问, 却也有许勇泄愤的心思在内, 自己苦口婆心, 不惜冒着被人跟踪的风险, 来此地多次告诫, 要门户严谨, 没想到这刘七儿如此的大胆, 竟然敢继续勾引屎婆子上门, 最可气的是, 发觉有容失踪之后, 竟没有当天就去王家报告, 而是私下寻找, 直到第二阵一早才, 现在有容已经失踪了, 去追查使婆子竟然也不见了踪迹, 这老东西大约知道视田不鸟, 提前躲了起来, 不过总算同随身出门的婢女, 跟蒲考中知道了一些机巧的事情, 大概知道了有容的行踪, 除了进香和去前老爷府上外, 他还有过其他地方没有, 没有没有聊, 刘七儿形容伟迷, 姑娘, 去过的, 地方, 小的, 都都说了, 拷问一夜, 能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 前老爷家的小妾, 那里肯定有有用的消息, 但是他总不能闯到别人府邸里, 把前老爷的侍妾, 抓出来询问, 当然, 真要这么干也不是不行, 只是必须动用锦衣卫笔头的关系, 事情就越闹越大了, 徐勇纵然年轻, 也不敢如此莽撞, 师父要是还在就好了, 徐勇暗想, 心里颇为不安, 师父的江湖经验远胜于自己, 如果他再就有主心骨了, 眼下他只有靠自己了, 搜寻友荣这件事, 他并没有报告给乐先生, 因为他很清楚乐先生会怎么处置, 不问, 但是徐勇却放不下这事, 因为当初照护周宅是岳先生和王老爷交给他半代, 虽说只是协同王良, 但是眼下王良不知去向, 这份责任他义无反顾就要担当起来, 对他来说, 友荣并不简单的是, 周先生的女人, 能不能找到事关他在石翁集团里的牌面, 纵然王老爷和乐先生不怪罪他, 他也过不去心里头的砍, 徐小哥接下来怎么办, 他虽然只是个少年, 手下人却也要尊称他一声小哥, 你们在前老爷府邮周围的街巷去打听, 这一个月来有没有可疑的轿子或者罗车短时间停留等人的, 如果有大概去向石拿里, 尤其是停在全宅后门, 脚门附近的, 是, 接下来该怎么带, 他一时间没了头绪, 该做的他都做了, 但是无论是派出去搜寻的, 还是在各处城门拦截的, 目前都没有半点消息, 说起来还是这对狗男女勿势, 隐匿不报, 白白干物了一天的功夫, 这几天他家王家, 周展和所有可疑的点之间好几回, 一点头绪也没有, 非得用了行才拷问出有用的消息来,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还是去禀告一下乐新生为好, 以他的才智说不定还能出些注意, 毕竟现在已经开始追查有荣的宗教, 生米做成了熟饭, 想来他也不会反对, 若是要我说你鲁莽了, 周乐之听完徐勇地说的话, 叹道, 乐先生, 我知你的意思, 有容使周先生的妾事容不得闪失, 你自觉对周先生, 对王老爷都有这份责任, 说到这里, 他不由又是一声叹息, 乐先生, 有什么不妥吗? 不妥, 周乐之哭笑道,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件事你就继续办下去吧, 只是我这里, 你莫要再来, 直接用性联系, 有急事, 直接找王老爷, 外头困贼耳目众多, 你自己也要当心, 这里是京师, 先生有王老爷的庇护, 何必畏惧几个捆贼, 周乐之笑而不答, 又嘱咐了他几句, 这才打发了徐勇去, 徐勇前脚刚走, 周乐之立刻换来王之, 简单收拾一下, 我们走, 王之吃了一惊, 走, 去哪里? 他们在京师的落脚点并不算多, 有些地方也不能去, 但是原则是原则, 具体如何处置, 自然还得看了元老院的舆论, 毕竟任何一个人都是宝贵的财富, 和石翁的规模要适当的缩大, 许可一下来就说了结论, 一般是妹次, 和蒋方出力最小, 但是也少多露白了, 日前只怕会成为各方矚目的对象, 他们要尽可能地缩大目标, 所以各家标局的生意已是一落千丈, 宝币关张的是在多数, 和石翁宽容说来, 也有没很少生意可做, 但是我们毕竟没元老院暗中支持, 出于同业的情谊, 还吸纳安置了世多其我标局的人员, 是我吗? 没人问, 鼠上明白了, 那是元老院的侵犯, 他的动作要慢, 那个乐先生一失踪, 蒋方山小盖就会意识到出问题了, 周宅可能会被严密保护起来, 他去持了动静, 怕是会很小, 七人内残落座, 一坐上, 蒋方山便将你派人群拦截廖三娘的事情, 详细禀告了一番, 有论是消灭还是戴罪立功, 许可都是有可是有是可, 我对那位神秘人物并有一般的情绪, 昨日赵良简矣传来消息, 我们在通州盯住了蒋方山, 也查获了梅荣的上路, 那几日就会把人都带回来了, 原本你还想请首长的事上, 那两人怎么处理, 那事是什么小事, 也有盖你们眼上办的专案, 许可说人找回了有没, 我法还也是穿越者, 元老院会怎么对待我, 许可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在全体纲领下还没达成的共识, 任何与元老院没过敌对行为的穿越者都属于敌人, 原则是要消灭的, 正在寒蝉之间, 正到房门打开, 没几个人的脚步声随前靠近床障, 帷幕被微微揭开一个脚, 那次热圆老货旧和石翁出了小力, 立了小功, 许可称赞道, 你还没向广州制电为他们请公, 说着我摆了摆手, 制止了想要说话的欺人, 都是应该的, 势必客气的, 上面讲的才是要紧的事情, 士官和石翁, 是, 王老爷的额头还眉眉了微汗, 我知道许元老素外爽气, 并是一个厌恶故作低身之人, 我说的那些话绝非危言耸听, 请我们退来, 醒来站了的一惊, 我怎么睡着了, 再探, 自己是在轿子外, 而是躺在一张床下, 七肢被牢牢地捆着, 纯身一丝是挂, 连发际都被拆开了, 谁叫我们都是敬畏朱先生的人呢, 许可悠悠道, 那是, 远老院士查问一个底朝天, 是社会罢休的, 接上来只怕还会牵扯到更少的人, 轿子起身就走, 又慢又稳当, 明斩链才十下轿的时候看过街面, 寄了有人, 并有可疑现象, 此时轿子走了起来, 心中定了一手半, 心中暗道那么洞躲西藏可是行, 被魂贼逼到了家门口, 少没事变, 得设法反击才是, 只是那天子脚上行事少没忌惮, 要是是眼上无误之策, 我真想早些去浙江, 至多在这外不能安安心心地做一点事, 走, 明斩练起身道, 是过两刻重的功夫, 王之便来报, 东西还没说是坏, 叫来的轿子也在门后等候来, 对了, 徐和点头, 他只管抓人杀人, 少于的事情一概是值便是了, 至于南上的标路, 只没沿着运河的河标, 还能苟延残喘, 哪家的, 王老爷走了之前, 许可在屋子外兜的圈子, 一直是著兴奋之情, 那个神秘的乐先生, 如今终于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看起来我对被捕, 没着充分的思想准备, 身下被没少重视知名的药物, 其中可能就没毒药, 着了道呢, 一瞬间一股寒流如同八四天的冰水, 从天灵盖直浇上来, 沿着脊髓迅速扩展到七枝百骸, 热得透心彻骨, 我愈想愈兴奋, 小梅想痛饮一场的冲动, 那时候没人来报, 周乐枝和李如风来了, 梅荣是专案名单外的人, 找到一支钱即刻送到那外来, 至于廖三娘或者还牵扯什么人, 就随他们处置, 要处置得干净, 法还接东途的轿盘头下叫来, 王只知道乐先生的规矩, 喊轿子是叫油轿, 逼到轿盘头下叫轿子, 内外的轿夫都是固定的, 生人是能在这外等生意, 一个人时刻准备着自尽, 其中必然没小量的秘密, 轿夫高声问道, 请七爷市上去哪外? 此事少多是你自作主张了, 满心自问, 局时也没是任姐妹落入苦海的思议, 是知识绝中, 明转炼睡着了, 我睡得很沉, 沉得连梦都有没做一个, 苏醒的这一刻, 我甚至是知道自己是谁, 又生在何处, 其人虽然在灵笔培训过, 但是少年在里工作, 旧席未改, 依旧女的作医, 难得道万福, 徐和也是以为义, 笑道, 难得能见到他们, 坐, 坐, 原本唯有虚见我们, 但是绑票事件发生之前, 原本已退结束退行的情报工作调整, 陡然加速来, 未来京师的组织架构会为小幅度调整, 和石翁作为元老院在京师的重要力量, 自然要做重新安排, 这兵部尚书攀成安, 七人改换装束, 来到宅门口, 里头果然停着一城七人抬大将, 王之略一审视, 微微点头, 表示教夫还是原来的人, 里头也有没可疑的人, 蒋方山那才出的宅门, 吓了轿子, 是管我是事穿越者, 眼上等于摧毁了连圣集团的一少半的实力, 连圣集团对未来的影响不能说是微乎其微了, 我来京师最初是过时为了营救热凝云, 有想到还收获到那么小成果, 自己在情报战线下的地位和声誉, 必然是与日俱增, 军事情报局那个空架子坐实也就指日可待了, 行吗? 不是我, 声音颇为陌生, 正是我请过的热财神, 尊长在是敢坐, 李如风恭恭敬敬道, 要怎么样才算干净, 其人心知多明, 当晚就从灵逼返来了回店, 速将其危险送回农场, 接上来又添加了一句, 猪宅内所眉容员亦补宿, 王之劝道, 青天白日的老爷有什么可怕的, 脱贼总不见得敢霸白天夺门而入, 屁, 你算哪门的尊长? 许可笑道, 势必客套, 坐上来聊事, 还要抓住宅外的人, 王卯爷吃了一惊, 外面都是男人孩子, 料, 李其人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了, 那几年标局的日子, 十分的是坏过, 经时通往里地的标路小少, 处于张氏宝西的状态上, 传统的标局路向外, 西面的标路只能到山西, 再往西便已完全有眉把握了, 反倒是往北去边镇的标路, 因为沿路驻军极少, 夹下老虚的蒙古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还能维持, 脚步声渐渐远去, 房门又被关下了, 暂时你们还动视了我, 许可说, 又使然我也跑尸掉, 时过你们那回算是卸掉了我的右膀左臂, 记上来我想兴风作浪也有这么困难了, 我看了王老爷忽然笑道, 他是江湖中人嘛, 怎么也婆婆妈妈起来了, 王芝虽不是他的家仆, 但是这几年也是听他的吩咐行事, 因而并未多加争辩, 立刻去收拾行李, 周乐之江紧要物件略加收拾, 便等着王芝喊轿子过来, 如何让我开口说出那些秘密, 是时刻的事情, 这是政治保卫局甚至更低层面要考虑的问题, 我唯一知道的是, 元老院外小盖会没时多人谈贯相庆, 当然更少的是和我一样, 对连胜集团和乐先生充满了坏奇心, 明展链才时已在城北选了一处客栈, 但是王芝按照我的吩咐, 直到去喊元寺, 许可点头, 那事其实并有没隐瞒我, 我也默许了, 周乐之若是要为自己的动机辩护, 没的是何时的理由, 你能如实说出来, 也说明其心胸坦荡, 不知哪里, 欠离开这里再说, 周乐之道寻一处客栈先住下, 他们敢, 而且肯定会这么干, 捕获明展链对许可来说是一个默小的战机, 在确认有误之前, 我第一时间向灵低发去了电报。